机患脸上的神色一下子变得很精彩 这这就不需要 我也跟着去了吧 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打点好了 宁宁直接去就好了呀 越说到后面 机患的声音就越小 因为薛安正在用一种冷漠的目光看着他 直到他说完了 薛安才点了点头 淡淡道 也好 既然这样 你就不用去了 机患心中一喜 不禁尝出了一口气 可还没等他的喜悦爬上眉梢 便直接凝固住了 因为薛安接着说道 记得洗个澡 换套新衣服 然后找个地方静静地躺着 这样等被建议破灭神魂的时候 会死得比较有尊严一点 说吧 薛安转身便要离开 醉梦则幸灾乐祸地 看了陷入呆滞状态的机患一眼 然后也跟着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 机患浑身一颤 满脸黄疾地便跑了过去 大大人 我突然觉得 今天也没什么事 所以还是 我跟着您一去过去吧 方便吗 薛安头也不回地说道 方便 简直太方便了 机患点头如捣蒜一般 薛安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那好吧 离恨城规模很大 如果论面积的话 甚至比天照神域的几大城池 加起来还要大 居住在这里的 都是神界之中真正的大人物 也因此 这座离恨城 几乎没有防御措施 在人们看来 除非脑子坏掉了 否则谁敢来这种地方造次 不过因为城中强者众多 为了便于管理 所以在离恨城中 是严禁人们随便升空飞行的 但机患显然不再静止之列 只见一辆极为富丽堂皇 有两头珍汗瑞兽坐御马的车年 自定天宣中飞出 直奔离恨城而来 所过之处 光滑璀璨 令人目眩 众多强者纷纷抬头望去 然后便全都露出了古怪神色 在这离恨城中 谁不知道这位大夫人饥患的名号 也因此 饥患的那些癖好 更是众人心知肚明之事 说起来 这位离恨天君头上的绿帽子 都已经可以顶破天了 但也没见离恨天君对此有什么表态 反而对这个机患十分的纵容 也因此 离恨城中的诸多强者们 对此亦是讳莫如深 不敢多谈 但往日机患可是很少出定天宣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之中 就见这驾车链 直奔城池正中的那座神殿而去 一路之上 无人敢阻拦 车链直接降落于神殿之中 刚一落地 就见一行人便慌忙地赶了过来 等到机患一出车链 这行人便纷纷跪倒在地 恭敬地喊道 见过夫人 机患站于车链之上 昂然而立 扫视了一下跪在地上的这群人 过了片刻 才冷冷道 天君大人可在 跪在最前面的那人 往前跪爬几步 仰起头来谄媚地说道 夫人 天君大人最近有事在身 并不在神殿之中 但您要是找他的话 可以给他老人家发神念书印 您看 不必了 机患冷冷地打断了这人的话 既然天君大人有药物在身 那就不要劳烦他了 我来此也没什么大事 只是心血来潮 想来此逛一逛吧 是是是 我这就派人准备住所食物 您 机患却有些不耐烦的一摆手 行了 我自己什么没有 还有你准备 夫人恕罪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 这人的马屁 拍到了马腿上 不禁惶恐地说道 好了 我看见你们这些人 就烦得很 全都退下吧 让我自己在这清静一下 机患冷冷道 可是 听到机患这么说 负责看守这里的这几人 不禁偷偷对视了一眼 然后领头的那人咽了口口水 硬着头皮说道 夫人 天君大人可是亲口吩咐过 这里乃是禁地所在 不管是谁 都不可私自逗留 您 话音未落 机患扬手 便是一记耳光 尽管相隔一段距离 但这一耳光 还是将说话之人山的离地而起 在空中翻滚了几圈 之后才堪堪落地 然后口鼻流血 满脸惊恐地看着机患 机患冷笑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天君大人乃是我的夫隽 怎么到了你口中 就成了外人了 难道说 你打算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成 听到这话 说话之人吓得浑身颤抖 连话都说不出来 但就在这时 在他身后跪着的一名护卫开口说道 夫人 并非我等要为难于您 实在是职责所在 我们要是退下 等以后天君大人知道了 我们的下场也会极惨 所以 还请夫人见谅 这话说得有理有据 可机患文言 却是一阵的冷笑 好 说得不错 果然不愧是天君大人身旁的侍卫 可你觉得 我是无理取闹吗 小人不敢这么说 但职责所在 不得不如此 这名侍卫 又一次叩手言道 但就在这时 就见机患养手扔出一件东西 直接砸在了说话这人的脑门之上 啪 东西落地 这时人们才看清 居然是一件无暇欲绝 然后机患才冷笑道 我知道你们职责所在 但现在天君大人的首令在此 你们还敢不从吗 见到这枚欲绝 所有侍卫全都已整 他们可以感知到 这枚欲绝之上 所蕴含的天君气息 所以 这是根本做不得假的 因此 在愁出片刻之后 这些人互相对视一眼 不禁齐齐叩手 既然如此 那夫人请自便 说完 这些侍卫 站起身来一仰手 但见这座神殿那些阴暗的角落里 走出了无数沉默的身影 同时 还有很多双窥视的眼睛 随之顿影 而后这些侍卫 便也攻身而退 请刻间 热大的神殿 变得空荡荡的 等确定所有人都 已经离去 没有遗留的眼线之后 机患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颤声道 大人 好了 人都已经撤走了 话音刚落 就见在车脸之前 一个身影渐渐浮现 然后俯身拾起地面上的那枚欲绝 回身冲着机患淡淡一笑 这就是你说的打点好了 听到薛安的话 机患的脸上露出一抹尴尬之色 念诺道 大人 这里的侍卫 都是离恨天君身边的近视 尽管平时 对我很是尊敬 但靠我的地位 根本无法指挥他们 所以 所以 你就伪造了离恨天君的首令 薛安淡淡道 机患低下头 色缩地说道 我也是没有办法 还请大人恕罪 薛安不置可否 他当然清楚 这个机患 绝不会心甘情愿地 替自己做事 实际上 要不是自己留下的那道建议的强力镇压 他估计早就通风报信给离恨天君了 尽管如此 也不敢保证 这个机患 就会老老实实地听话 所以 薛安才会让他 也跟着一起过来 否则刚刚要是自己这群人过来 手里 拿着一枚伪造的天君首令 估计当时就会露线 毕竟 这些侍卫都不是傻瓜 要不是有机患的强力弹压 单凭一个伪造的首令 傻子也不会相信 不过 薛安现在 也懒得去管这些 实际上 只要能将被困的华族神灵 从神域之中救出来 到时候 就算这里恨天君不知道 薛安也得杀上门去 机患却不这么想 现在的他 可是生怕薛安一个不顺心 再将自己尸海之中的那道建议给引爆了 那样的话 自己可就死得太远了 心里想着 他不禁抬起头来 想要说几句好话 然后他便呆住了 因为就见此刻的薛安 迈步走至了大殿中央 眼神微眯 似乎在感知着什么 大人这是 机患刚想说话 一旁的罪梦不耐烦的一摆手 闭嘴 没见大人正在忙吗 少废话 机患的眼睛渐渐瞪圆 用震怒的目光看着罪梦 要知道以前的罪梦 在见到自己的时候 可是跟老鼠见了猫一样 连大气都不敢出 可这次居然敢出言呵斥自己 这简直让机患难以接受 但罪梦却懒得理会这个女人 她正目光闪烁地看着薛安 心渐渐地纠紧到了一起 自从被薛安将神念洗炼之后 她已经时心时意地任薛安为主 因此此刻的她 自然十分担心 因为若是不能将这神域的牢门打开 那可就真是功亏一篑了 正在这时 就见薛安豁然抬眸 双眸之中神光爆亮 然后就见一股汹涌如海的强大神念 直冲而起 气势之强 令远处的众人都为之窒息 与此同时 但见这汹涌神念 在半空之中 幻化为一只铁拳 而后直杂而下 哄 一声巨响之后 大地震战 地面献出纵横交错的军列 但这所有的一切 都被薛安以神念 牢牢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 外界根本不得而知 哄 又是一拳 地面之上陷出了一个巨坑 而且连空间都陷出了道道褶皱 但紧接着 坑底便陷出了道道黑气 疯狂地修复着一切 薛安眸光渐冷 然后冷喝一声 开 哄 神念变拳为刀 于瞬息间指掌而过 咔 一声翠响之后 但见空间片片均裂 然后轰然破碎开来 而后一道往外奔涌着浓重黑气的巨大裂缝 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看着这一道好似地狱深渊的裂隙 激幻下意识地咽了口口水 浑身都在微微站立 因为他可以感受到 在那裂缝之下 似乎隐藏着无尽的暴虐 这时 薛安转过头来 淡淡地扫视了众人一眼 走吧 笑天以及醉梦等人昂首上前 但激幻却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强笑道 大大人 您让我带着您来 我也来了 现在神域也已经找到 我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明明还是将那道建议散开 放我走吧 走 薛安笑了笑 是是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走得了吗 什么意思啊 激幻一愣 面色大变 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眼中神光一闪 神念汹涌如潮水 直接将这个激幻层层缠附 激幻惊叫一声 可随即便被拖入了 这道空间裂隙之中 紧接着 薛安回头看了身后一眼 冷然一笑 然后便也迈步 走入了裂隙之中 当跨过那层空间屏障后 率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浓到划不开的层层黑雾 而且 周遭安静地 让人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气氛变得极为压抑 激幻浑身 都已经抖作一团 因为他可以感受到 在这黑雾之中 隐藏着无数可怖的危险杀机 他明白 此刻他们所处的地方 便是离恨天和诸天相接的空间下系 在这里 可能一步之差 便会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而这些黑雾之中 更是隐藏着数不清的危险 所以 他浑身站立 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醉梦 还有笑天等人 也不禁将目光投向了薛安 因为在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 下一步怎么走 在众人的注视下 薛安面色冷然 然后举起手来 末地 当薛安张开手心之后 一道流光骤然飞出 然后便悬浮在半空之中 散发出道道豪光 就如一盏灯笼相似 一见此物 醉梦不禁为之一阵 因为这正是薛安 从赤玉神将身上 生生抠下来的那枚神木 走吧 薛安淡淡道 然后便跟随着 这道神木往前行去 醉梦等人 毫不犹豫地跟在后面 只有机患站在原地 面色阴晴不定地盘算着什么 可当薛安等人的身形远去之后 他看了看周遭浓重的黑雾 浑身一颤 连忙便追了上去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似乎是一个时辰 又似乎是一天 在这种时空下系之中 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 但就在众人开始有些心浮气躁之时 就见这梅神木的速度骤然加快 跟上 薛安冷喝一声 紧随其后地便跟了过去 当穿过一层浓重的黑雾之后 但见这梅神木 开始绕着一个地方转圈 然后猛然往前一探 黑暗之中 空间泛起了层层连衣 然后这道神木便消失不见 薛安众人毫不犹豫地 也跟了上去 穿过了那层连衣 出现在面前的 是一个恐怖的世界 地面之上犬崖交错 遍布着各种巨大的裂隙 而在一根根耸立的实戟之上 则用铁链捆覆着一具具巨大的尸骨 这些尸骨年身日久 已经全都呈现出白森森的寒光 但即便如此 依然可以看出 这些尸骨 在临死之前的姿态 无一例外 全都在仰天怒吼着 薛安站于虚空之中 环视整片天地 眼中的怒意渐渐沸腾 因为他可以看出 这些尸骨 全都是华族的神灵 果然还是来晚了一步吗 其实薛安对此 早就有心理准备 毕竟当初 机患跟随离恨天君来到神域的时候 活着的华族神灵 就已经所剩无几 更何况 现在又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 可不管心中再如何有准备 当看到如此多的 华族神灵的尸骨之时 薛安的心中 还是杀意废天 强大的威视 甚至让他深周的空间 献出了丝丝裂袭 这等威视 也让机患为之则舌 与此同时 就见那眉神墓 静直飞向了 位于神域正中的那座奇绝怪山 薛安紧随其后 落在了封顶之上 而后便见这眉神墓 开始一个劲地盘旋 似乎有些交集 而机患这时候 也不禁颤声道 大大人 当初我跟着 离恨天君来此的时候 就是从这里 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 但当时的他 是用一套 极为复杂的手印才进去的 您 机患本想说 要是没有离恨天君的 那套解印手法的话 是根本进不去的 可话还没说完 就见薛安面冷如冰 踏前一步 然后卧掌成拳 直接轰出 碰 一声沉闷至极的响声 然后便见虚空 献出了刀刀裂缝 好似有无数道封印 正在破碎一样 伴随着一阵爆竹般的脆响 一个硕大的入口 开始成形 薛安冷冷道 这世上没有什么 是一拳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说明 你的实力还不够 说着 薛安迈步走入其中 那枚神木 自然也飞入了其中 机患下的咽了口口水 有些震撼地 看着这道 被薛安生生 轰开的空间入口 又看了看周遭的 无尽尸骨 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 然后忙不迭地步入其中 在薛安眉神木的引领下 并未对薛安等人 造成任何的阻碍 很轻松地便穿了过去 当那片无比空旷 而死寂的荒野 出现在众人面前之时 薛安一眼就看到了 荒野正中 那十几座的黑色高塔 以及高塔锁链正中的 那个瘦弱身形 见到这一幕 薛安见眉一扬 浑身无风自动 一个跨步便穿越荒野 来至高塔进前 从高塔之上 延伸而出的黑色锁链 如同独莽 将位于中心的这个少年 层层捆腹 少年低着头 乱发遮掩了他的面庞 可透过缝隙 依然可以看到 少年身上那层层叠叠 令人触目惊心的伤痕 薛安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 与此同时 笑天也感到了 此刻的他 眼中时而泛起痛苦之色 时而又重新陷入了迷茫之中 因为他感觉 似乎有一种本能 正在驱使着他 靠近这个少年 这时 薛安缓缓深吸一口气 充满敬意的一拱手 沉声道 华族后辈薛安 见过二郎神君 没有回应 少年就好似一具 没有生气的尸体一样 静静地垂着头 薛安的眼中 现出一抹难过和悲愤之色 他可以看出 这位大名鼎鼎的二郎神君 此刻已然是强弩之末 甚至不得不沉睡了 大部分的意识 仅靠一丝极为微弱的能量 来护住心脉和神识 所以才会对外界的一切事物 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想到这 薛安一咬牙 眼中光芒一闪 便打算将自己的灵气 输入一部分过去 也就是在这时 就见那眉神木焦急地 围绕着杨简的身躯 光芒闪烁 似乎也在催促着 这位高贵的少年 尽快醒来 终于 就见这十几座高塔之上 金光微闪 而后杨简的胸膛 便开始轻微地起伏 开始的时候 这起伏的幅度很小 但很快 便开始变得剧烈起来 而后便听杨简 发出了一声嘀嘀的叹息声 缓缓抬起头来 乱发披散开来 露出了下面那张 即便陷于淋雨 却依然高贵无双的面容 只不过此刻的她 双眸紧闭 额间的那道树木 也干点暗淡 甚至于此刻的她 已经虚弱地 无法通过神念 来感知周围的一切了 但即便如此 她依然露出了一丝冷笑 然后用沙哑至极的声音说道 离恨天君 你又来了吗 显然是将薛安等人 当作了离恨天君 薛安没有说话 所有人也全都为之默然 周遭寂静无比 杨简脸上献出 一抹奇怪之色 怎么 不说话 你这次又想着 收割我身上的什么呢 亦或是你越来越害怕 乃至于终于打算动手了 语气中满是讥讽 薛安终于轻叹一声 二郎神君 我不是离恨天君 这句话 薛安是以纯正的华语所说 这句话一出 直接让杨简浑身一震 因为她听出了薛安的口音 脸上不禁献出了激动之色 你你 薛安点了点头 拱手言道 神君 我乃华族后辈 薛安 华族后辈 你真的是华族后辈 杨简脸上献出惊疑之色 薛安知道 她还是不敢相信 因此随手一挥 那枚神木便静止飞向杨简 然后便迫不及待地 强行融入了杨简的额肩 这枚神木的归来 让杨简浑身巨震 本已陷入干涸的身躯 开始贪婪地吸食着难得的神力 身上的伤痕开始逐渐修复 顷刻间 她的伤势便痊愈了一半 而后才缓缓睁开了双眸 当看到战鱼面前的薛安之后 杨简终于确信 这不是离恨天君搞的鬼 这让她的神情逐渐变得激动起来 可就在她张嘴欲言之时 面色忽然一变 黄疾地看向远处的天际 然后焦急道 后生快走 是离恨天君的人 他们要来了 此刻的薛安也仰起头来 看着泛起涟液的天空 然后淡淡一笑 走 为什么要走 现在既然已经找到你了 那我等的就是他们 与此同时 但见苍穹之上涟漪震荡 然后猛地一震 从中吐出了一个身影 当见到这个身影之后 饥患忍不住惊叫一声 刘刘燕 怎么可能 你不是还要很久才会复活吗 没错 此刻出现在场中的 正是那位曾经率领大军进犯地球 最终被薛安以火炼化的叶刘燕 也就是离恨天君的儿子 当然 这个儿子跟饥患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饥患身为离恨天君名义上的大夫人 自然也知道 离恨天君将夜流燕残留下的一丝神念加以培养 试图复活他的事情 可按理说 这最少也得上千年的光景才可以完成 怎么会怎么快就复活了呢 饥患心中惊骸万分 但却隐隐觉得这个夜流燕有些奇怪 但具体 是哪里奇怪 他又说不上来 而夜流燕却没有理会他 而是用冰冷至极的目光看着薛安 然后嘴角浮现出一抹残暴的笑意 薛安 好久不见 声音冰冷 却让饥患浑身一震 然后便惊骇欲绝地看着夜流燕 此刻的他 终于明白 自己刚刚所感觉到的异样 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面前的这个夜流燕 虽然身躯和相貌都一样 却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就好似掺杂进了其他人的性格和神魂一样 尤其他的声音 饥患可以确定 这绝非夜流燕的声音 这种感觉 简直诡异透顶 让饥患心里直冒寒气 浑身都在哆嗦 可薛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夜流燕 然后冷冷一笑 有意思 说着 薛安好整以侠地打量着这个夜流燕 淡淡道 我是该叫你夜流燕呢 还是该叫你紫薇神子呢 没错 现在这个夜流燕 之所以处处透露着诡异 而且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重生成功 其根本原因就是 他跟那个陨落之后的紫薇神子 已经合为了一体 至于那个已经死的 不能再死的紫薇神子 为什么会留下神念 以紫薇新君的实力 捕捉一丝自己儿子遗留的神念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这时 夜流燕凝笑起来 薛安 你果然很厉害 甚至能一眼看破我们俩的来历 但你觉得 就凭你重生回来的这点实力 真的就能无敌于诸天吗 还是说 你还以为自己是当初的那个红莲先尊呢 红莲先尊 这个名号 终于再次出现 如果有诸天之中的强者在场 估计会被这个名号震惊地跪倒在地 不敢抬头 因为这个名号 象征着整个诸天万界最强的那个存在 那是屹立于亿万万人之上的唯一强者 无敌的象征 而当听到这句话后 薛安一阵地默然 然后微微一笑 好久没听到这个称呼了 看来你都知道了 当然 夜流燕眼中现出争鸣恨色 薛安 你确实足够命大 现在诸天之中 关于你陨落的消息已经传开 所有人都以为你死了 但他们 没想到你还活着 甚至连实力都恢复了不少 可你不应该跟我们神界作对的 夜流燕脸上 现出怨毒至极的神色 不管你重生之前是何等强横的大人物 但你现在并非那个独一无二的先尊强者 可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等神族作对 甚至胆敢将我二人图灭 你这纯粹就是在找死 薛安笑了笑 找死不找死先放在一旁 你觉得就凭你有资格跟我说这句话吗 夜流燕神色一变 你 话音未落 但见薛安整个人瞬间出现在夜流燕的身后 抬手便轰出了一拳 直接将这个夜流燕轰飞出去 猝不及防之下 夜流燕就好似断了线的风筝 直接被轰出去几十里远 等站定之后 张口便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在看薛安的眼神之中已然充满了畏色 他没想到 将自己的修为强行压制的薛安 居然仅靠肉身的力量 便将自己轰飞出去 尽管自己也是刚刚重生回来 但这等实力 未免也太过匪夷所思了 而薛安也没追击 只是傲然立于虚空之中 淡淡道 既然你们两个能和我一体解体重生 那就说明 你们两个的父亲早就已经联合在了一起 说到这 薛安抬起头来看着天空 冷然道 那这么说来的话 这件事从一开始 就是你们设下的圈套 对吗 离恨天君 紫微星竹 随着薛安的话音 苍穹之上传来一声冷笑 和一声轻叹 然后便见本来灰蒙蒙的天空 骤然变得阴暗下来 而一颗颗硕大的星辰 则赫然出现 但在这满天星海正中 则是一颗散发着紫色星辉 至尊至贵的如月巨星 星光映照之下 一个身穿紫色黄袍的高大身影 开始渐渐浮现 当身形显露之后 赫然是一名神态威严 好似九天帝王的男子 而且他的双眸之中 好似蕴藏着无尽星光一般 充满了逼人的威势 令人不敢直视 而在他对面 则是另一番景象 但见一道道光滑 开始凭空浮现 而后逐渐构成了一个男子的身形 这男子身穿华丽长袍 副手而立 面目古傲 深周的神光 甚至让空间都为之塌陷 没错 来的二人 正是紫微星主和离恨天君 这二人身上的威势之强 甚至让这座空间都开始震战 并发出了不堪重负的身影之声 但论二人身上的气势 甚至已经直逼先王强者 在这等碾压般的威势之下 众人无不扶手 甚至匍匐在地 不敢抬头 唯有薛安占于这惊涛骇浪的威势之中 没有丝毫的动容 这时 就见紫微星主冷笑一声 薛安 薛仙尊 没错 这确实是我们设下的全套 但你可曾想过 会有今天呢 而离恨天君则轻叹一声 红莲先尊 这一切都是你自投罗网 怨不得旁人 毕竟 这个灌口二郎 就是我特意留下来的 为的就是让华族那些执迷不误的强者 都过来送死 但我万万没想到 曾经叱咤诈天 威灵万界的红莲先尊 居然也是一名华族 两名实力最少 也在半步先王的强者 连起手来 会有多强悍 这个问题 很少有人能回答 因为能达到半步先王这种境界 即便是在诸天之中 都可算是割据一方的豪强了 到了这种层次 已经很少有什么 能让其联手了 但今天 计划还有罪梦等人 便全都见识到了 就见随着紫薇新主 离恨天君的声声质问 空间被震荡出层层叠叠的细小裂隙 似乎下一秒就要崩溃了一样 而薛安的身形 更是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夜偏周一样 那般的飘摇不定 看到这一幕 叶刘燕 或者应该说 叶刘燕跟紫薇神子的结合体 发出了畅快至极的大笑 姓薛的 你不是牛吗 你现在的牛静呢 红莲先尊 呵呵 好大的名头 我好怕哦 叶刘燕的语气极为嚣张 并且满是讥讽之意 薛安却没有丝毫的动怒 甚至在面对两大强者的气势之时 眼中都没有丝毫的句色 他很清楚 自己的身份早晚会被人识破 尤其当初在气韵秘境之时 他就曾接触过紫薇新主 当时紫薇新主就识破了自己的身份 只不过当时的紫薇新主 表现得很是谦卑 而今天这一幕 薛安也没有太多的惊讶 实际上 在进入神域之前 他就已经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尤其当他听说 离恨天君 为了招待一名贵客 一直在自己的神国之中没有出来时 他就已经有所预料 不过这一切都没有阻止薛安 因为即便面前真是圈套 为了救下华族的神灵 那也是值得的 想到这 薛安的嘴角扬起 露出了一丝冷然的笑意 紫薇新主 离恨天君 你们真觉得 凭你们的实力 便能围剿于我 难道就不怕 我继承了当初的一部分实力吗 这等质问 让两位至高强者的气势 都为之一致 眼中也现出了一抹犹疑之色 并非二人胆小 而是他们面对的 可是曾经有着无上威名的红莲先尊 当初的红莲先尊 有多强悍呢 就离恨天君 还有紫薇新主这种强者 十个捆在一起 可能都不够 这位红莲先尊一个弹指的 而薛安身为红莲先尊的重生之体 若是真的继承了一部分实力 那结果简直不敢想象 两人不禁开始疑神疑鬼 连带着身上的气势 都为之犹疑起来 薛安健壮呵呵一笑 然后转过头来 看向杨简 二郎神君 当初我们华族的神灵是这样吗 杨简虽然也被刚刚这一系列的变动 给弄得有些发猛 但生而为神 天生高贵的他 在听到薛安的话后 迅速便恢复了清醒 然后冷笑着摇了摇头 我们华族若是跟他们这样畏守畏尾 也不至于会全部战死 无意投降的了 说到这 杨简的声音有些黯然 显然是想起了 当初自己的那些战友 薛安点了点头 然后忽然抬手指向笑天 二郎神君 你可知此人是谁 从进来之后 他就将全部的注意力 放在了薛安身上 所以根本没有注意其他 直到薛安问起 他才看向了笑天 尽管年代久远 而且气息经过时光的洗恋 已经改变了太多 但杨简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不禁浑身一震 无限惊喜地喊道 笑笑天 笑天脸上的痛苦之色越发浓重 他就觉得 有什么东西要挣脱而出了 而等听到杨简的呼喊之后 他更是浑身拒震 发出了痛苦的嘀吼 杨简立马就明白过来 这是离恨天君施加在笑天身上的封印在作祟 正要说话 就见薛安一抬手 一道神光直斩而出 直接从笑天的石海之上斩过 就听咔的一声脆响 笑天浑身巨震 就好似退去了枷锁一样 眼中的迷茫之色 开始渐渐退去 汹涌的记忆 开始涌上心头 灌口 二郎 大战 等等画面在笑天的心头萦绕 以此同时 就听杨简颤抖着喊了一声 笑天 笑天浑身一震 转过头来看着杨简 墨叠 她的眼中 躺出了两行血泪 然后呢喃道 主主人 说吧 她仰天长笑一声 直接扑了过去 几千年的光阴阻隔 久别重逢之下 一人一犬全都哭了 薛安也觉得 鼻子有些发酸 不禁深吸了一口气 而就在这时 只听一阵掌声传来 然后便听离恨天君冷笑道 真是令人感动的主仆情义呢 临死之前 你们能见上一面 倒也算是不错 听到这话 本来正依偎在杨简脚下 嚎啕大哭的笑天 豁然抬头 已经回忆起 所有一切的她 自然明白这几千年的时光里 这个离恨天君 对自己做过什么 主人被困负于此 承受了万载的痛苦 而自己则被封印记忆 在外面认贼做父 认其驱使 这种刻骨的仇恨 简直让笑天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不禁怨毒至极的吼道 离恨老贼 我是要杀你 杀我 呵呵 就平民 一条老狗 离恨天君面现一抹不屑之色 笑天的眼睛血红 浑身都因无比的愤怒而颤抖 但就在她要爆发的时候 薛安忽然出现在她身旁 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头 微微一笑 别着急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账更是要一笔一笔地算 欠我们的 终将还回来 笑天的怒火 这才逐渐平复下来 离恨天君此刻却冷冷一笑 玩味地说道 薛安 你现在都是一尊尼菩萨 自身难保了 说这等大话 还有什么意思呢 薛安笑了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毛病 哦 什么毛病 那就是越是不可能的事 我就越要去做一下 比如 我现在便要杀了二位 不知道二位可有意见 薛安笑得很有礼貌 这话让离恨和紫薇星族 全都面色一变 故弄玄虚 离恨 我们一起联手杀了她 然后将她的神魂夺过来 毕竟她曾为先尊 她的记忆之中 一定有无数的宝藏和秘心 到时候 你我平分 紫薇星主宁生说道 薛安闻言哈哈大笑 那好 我就在此 想要的话 过来拿 说吧 就见薛安眼中光芒一闪 强加于自己修为之上的束缚 瞬间崩解 而后便见一股威势自薛安的头顶冲天起 威势之强 甚至直接正面硬汉离恨天君 和紫薇星主的气势 并隐隐然有凌驾于上的迹象 怎么可能 本来在一旁含笑观战的叶刘燕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师生尖叫道 区区一个针线 怎么可能会有这等强大的威势 而离恨天君和紫薇星主 也是面色一变 但他们两个反应很快 齐齐冷喝一声 直接动了手 就见星光闪烁 光滑震天 气势之强 甚至令此刻的天地时光都停止了 如果论实力 离恨天君和紫薇星主 算是插香仿佛 都是大罗之上 先王未满的级别 其实诸天之中 如他们这样的情况 还有很多 因为成就一个大罗 可能还有诸多的原因 甚至会有大神通者 通过种种秘法 将一个普通修者 硬生生提升为大罗强者 比如之前夜流燕身边的那位公无剑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要想成为先王 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不但绝顶天赋 强横机缘缺一不可 而且 在最终成就先王之时 还需要一点气运加深 这气运玄而又玄 虚无缥缈 根本不是凡俗可以想象的 也因此 在这诸天之中 先王便成为了一道天谦 先王之下的强者 不管如何厉害 都不过是庸碌凡夫 唯有成就先王 才算是真正拿到了 通往至强尊者的那张入场券 也因为先王的携手 所以在诸天之中 半步先王 便已经代表着顶级战力了 甚至很多星系 都不见得 有一名半步先王的存在 而此刻 两大半步先王同时出手 这等威力 足以令大罗尊者肝胆剧烈 更何况现在对付的 只不过是一名真仙强者而已 所以这一击之下 叶刘燕满心笃定 认为薛安必将死得不能再死 离恨天君和紫薇新主 也是这么想的 要不是因为 薛安乃是先尊重生 以他们两个的身份 怎么可能对付一个真仙 那传出去 简直太跌分了 他们两个觉得 这等重视之下 这个薛安必死无疑 果然 瞬息间 就见两人的光芒 毫无阻碍地直轰而过 最终落在了地面之上 没有想动 无声无息间 荒野的地面 便好似气化了一样 瞬间被消融开一个 巨大无比的深坑 天地间一片空荡荡 再没有薛安的半点身影 什么 离恨天君和紫薇新主 互相对视一眼 按理说 一个真仙在自己二人的联手一击之下 肯定会死得不能再死了 但这薛安居然也会死得这么利索 看来 自己还是高估了他 尽管是先尊重生 但区区一个真仙 能做什么 想到这 离恨和紫薇新主 不禁都有些懊恼 毕竟 他们本来还打算着 将薛安的神魂抓住 好盘问出那些秘星和宝藏呢 但是已至此 他们也只好无奈地接受了 与此同时 众人也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 尤其是孝天 他对薛安感激不尽 此刻见他身形无踪 不禁满心悲愤 颤声道 主人 薛先生他 杨简静静地看着 然后轻声道 再等等看 就在这时 但见那位秘幻忙不迭地从人群之中跑出来 杨起头来 满脸欣喜地冲着离恨天君喊道 夫君大人 我是秘幻 您能杀了这个薛安 简直太好了 快带我回家吧 离恨天君低头看着这个满脸笑意的秘幻 威严的面庞之上 现出一抹冷笑 回家 回什么家 秘幻一正 自然是回定天宣了 离恨天君冷笑道 秘幻 最近这一千多年来 你背着我都做过什么 还用我说吗 秘幻面色 骤然变得苍白如指 傅傅君 而且 这次你还敢背叛我 你真以为我戴绿帽子有影吗 说吧 离恨天君抬手一指 这位秘幻 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 直接便诈为了虚无 杀死一个曾经朝夕相处的女子 离恨天君 却好似杀了一只鸡一样 没有任何的异样神色 可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轻笑 从虚空之中传来 你说对了 你戴绿帽子 确实有影 闻听此言 离恨天君以及众人 全都勃然色变 也就在此刻 只见虚空直接被划开了一条缝隙 而后薛安从中缓缓走出 脸上还戴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离恨天君 和紫微星主的瞳孔瞬间收缩为针尖大小 因为他们发现 此刻的薛安身上的气势越发虚无缥缈 虽然站在那 但给人的感觉 却像是在千里之外一样 这种感觉 让人难受得 简直想吐血 而薛安则低头看了看 已经化为虚无的机患 摇头轻叹道 他自以为做出了一块假手令 但实际上 这块手令却是真的 我说的对吗 离恨天君 离恨天君的面色微变 但玄疾便冷笑起来 是又如何 这个纯女人早晚得死 死之前被我利用一下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薛安点了点头 说的不错 可惜你头上的绿色 还是有些璀璨啊 少废话 性靴的 你别以为躲开了我们一击便能如何 今天我们既然敢出手 就证明 你今天必须的死 离恨天君面冷如冰 冷喝一声 然后便又一次动了手 这一次 紫微星主并未参与 而是在一旁冷眼旁观 但越是如此 给人的压迫力 也就更大 因为你不知道 他会在什么时候动手 与此同时 离恨天君的这一击 也已经轰制 身为离恨天的戒主 存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 他的手段并无一般强者 那样的光滑璀璨 甚至有些气势平平 可越是如此 就越是显出了 他的毒辣之处 因为就是这样 普普通通的一击 却封锁了薛安所有的退路 甚至连空间都为之禁锢 但薛安面对这样的一击 嘴角的笑意却越发赤裂 然后眼中 现出了一抹狂色 恍惚间 薛安就好似化身为 当初那个傲然而立 威灵万界的 红莲仙尊一样 浑身上下 满是肆无忌惮的 嚣张和狂倦 我曾为不是仙尊 华族血仇 便由我来讨要 万法皈依 群先授手 说吧 薛安举拳 轰出 这一拳 犹如将整个世界 都轰碎了一样 以决绝之姿 正面对上了 离恨天君这一击 没有声响 甚至连一丝 多余的波动都没有 无声无息间 双方力量 对轰支出的空间 便一点点破碎 然后化为了 一片幽深的虚无 紧接着 狂暴的时空乱流 狂涌而出 瞬间横扫了 方圆百里的天地 醉梦等人亥然退后 然后死死盯着 那被乱流卷动着的所在 心不禁全都提到了嗓子眼 大人怎么样 会有事吗 正在这时 就见一道身影 从这乱流之中 亮枪飞出 斜斜地飞出上千丈远 方才站定了身形 笑天情不自禁地惊呼一声 因为被震飞出去之人 正是薛安 此刻的薛安 脸色微白 那不曾沾染丝毫烟火气息的 一身白衣 在此刻也稍显褶皱 笑天众人的心 不禁往下一沉 因为很显然 此刻的薛安 已经受了轻伤 这让众人的心 不禁揪紧起来 而就在这时 那高距于苍穹之上的 离恨天君 在此刻也不禁闷哼一声 然后身形微晃 往后退了半步 这下 令本认为薛安 必死无疑的夜流燕 也不禁张大了嘴巴 怎 怎么可能 这个薛安县 如今不过是真仙修为 却以一己之力 硬汉半步先王 虽然受了些伤 可看现在的样子 离恨天君 也没有讨到多少便宜 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 要知道 他们之间 可不是一个境界的差距 同样感到了一丝惊惧的 还有离恨天君 他本以为这一击 即便杀不死薛安 也能要了他半条命 可没想到最终的结果 却是两败俱伤 因此 他死死盯着远处的薛安 冷声道 薛安 你果然厉害 居然能令老夫都受到震动 可我猜 现在的你 应该也不好受吧 不知道再有一击的话 你还能不能接得住呢 薛安笑了 然后语气淡然地说道 离恨天君 这就是你全部的实力了吗 离恨天君也没一条 沉生喝道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说 薛安舔了舔嘴唇 森然一笑 存活了上万年之久 却只修成了这般模样 换作我是你的话 早就找块豆腐撞死自己了 数字狂妄 离恨天君 这才明白自己 被薛安戏耍了 不离怒吼一声 然后又一次举掌轰落 这一次邪恨轰击 威势之强 更胜往昔 可薛安却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 相反的 他的眼中燃烧起 近乎沸腾般的战役 然后冷喝一声 来得好 说吧 薛安一步跨出 又一次直隐而上 哄 这一次所激起的声浪 席卷了整片天地 醉梦等修为 尚浅之人 齐齐闷哼一声 险些被这余波给震伤 但紧接着 就见薛安的身影 又一次被震飞出去 等战定之后 璀璨的双眸 也不禁有些暗淡起来 毕竟是跨越了一个 半大等级的对战 薛安不管 再如何强横无双 也不可能逆天道 能奈何得了 一名半步先王的强者 实际上 若不是薛安 在来这离恨天之前 在那火之祖地 以天火洗炼了一遍身躯的话 可能现在便已经身负重伤 不能再战了 即便如此 此刻的薛安面色发白 胸膛也微微地有些起伏 离恨天君健壮 方才放下心来 然后节节怪笑道 薛安 你能以真仙之境地修为 应接我两掌 并令我都受了一些轻伤 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 估计会震惊世人 可你还是太狂妄了 狂妄到根本不明白 什么才是先王之威 随着他的声声质问 离恨天君身上的威势 越发狂暴 立于苍穹之中 真好似一尊 从远古穿越而来的神尊 令人不敢直视 在这等惊涛骇浪 无比浩瀚的神威之下 薛安的身影 就如同暴风雨中的一点烛光 摇摇欲坠 似乎随时都有覆灭之威 见到这一幕 醉梦和愚人的心 瞬间缩紧到了一起 在被薛安洗炼神殿之后 他们两个已经奉薛安为主 现在见此情景 自然想要上前一战 可无奈 以他们两个那点威莫的实力 在这余威之下 自保都很难 更遑论上前去跟薛安并肩作战了 正当他们两个满心焦急之时 只见一道滑光闪过 见梅朗目的 笑天飞至到薛安身旁 然后傲然而立 仰起头来 满脸不屑地冲着离恨天君催了一口 离恨老贼 小爷 我今天就要娶你狗命 哦 不对 说你是狗 简直侮辱了我的种族 因为你连狗都不如 听到笑天的话 离恨天君眉毛一扬 冷笑道 笑天 你可要想清楚 自己现在正在做什么 小爷我怎么想 还用你来教吗 笑天冷声说道 然后转过头来 冲着薛安微微一笑 薛先生 你休息一下 将这个老贼交给我好了 薛安没有回应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笑容灿烂的少年 直到过了一会 他才轻轻摇了摇头 不用了 笑天一愣 薛先生 薛安摆了摆手 轻笑道 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以你的实力 对付这个离恨天君 纯粹是以卵击石 所以 你根本就是想以命赎罪吧 听到这句话 笑天浑身一颤 眼中瞬间闪过一抹震恶之色 然后才低下头 苦涩地说道 先生果然会眼如炬 薛安笑了笑 然后伸出手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的心意我领了 可对付这样的一个老废物 我还用不到你来帮忙 这番话 不但让笑天浑身一震 甚至让离恨天君等人 也不经一证 然后离恨天君 才连连冷笑道 薛安 我可真是佩服你啊 死到临头的 还敢这般嘴硬 薛安仰天大笑 笑声之中 满是狂倦之气 我这人从来不说大话 离恨天君 此为新主 你们两个的命 现在是我的了 这句话是我说的 谁都改变不了 找死 离恨天君终于暴怒 然后抬起双手 和掌拍落 这一击 宛若天地倾覆 邪强诀之威 直直轰响薛安 面对这样惊天动地的一击 薛安却无丝毫动容之色 只是一抬手 深周便浮现出无尽剑芒 然后齐齐往手中汇聚而来 请客间 一柄光滑璀璨的 巨剑赫然成形 然后薛安冷喝一声 看我 一剑斩天 说吧 薛安抬手举剑 直斩而下 这是无法形容的一剑 剑光过处 似乎连虚空都被斩为两半 而离恨天军轰来的这一击 在这一剑之下 更是如同老太太的软柿子一样 直接被穿透而过 剑光极快 乃至于在虚余之间 便横穿过层层阻隔 直接来治离恨天军之前 离恨天军本来对此并不如何在意 因为以他的修为 一般的兵器 根本无法撼动他的一根汗毛 可很快 他便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当剑光集体之后 离恨天军便感觉 周身如入冰窖之中 心里更是寒气直冒 这不离让离恨天军惊叫了一声 然后在这肩不容发的时间里 看看一个侧身 算是勉强躲开了这一剑 可他还是躲得慢了一丝 剑光斜斜地蹭着他的肩膀飞过 然后消失在了苍穹之中 而后离恨天军便闷哼了一声 因为肩头之上 已然渗出了一丝烟红的鲜血 一剑 离恨天军复杀 天地寂静 离恨天军转头 看了看肩膀上的伤口 脸上的神情接连数遍 然后渐渐阴沉下来 父亲 叶刘燕这时也忍不住出生年到 离恨天军却没有理会他 只是冷冷地看着薛安 早就听闻红莲先尊剑术通天 可斩先灭神 今日一剑果然名不虚传 薛安微微一笑 过奖 可你真觉得 就凭这些 便能拿我等怎样了吗 说到这 离恨天军贪婪地舔了舔嘴唇 薛安 你可知 以你现在的修为 就好似小儿吃千斤行走于闹势之中 我若不是因为要你的神魂 你以为你 还能存活到现在吗 一直在旁观战的紫薇新主 这时也不禁一阵的冷笑 天军大人所言即是 薛安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哦 交易 什么交易 薛安好整以侠地问道 你我之间 其实并无太大仇怨 所谓的华族血仇 也不过是万年之前的一笔烂掌 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所以 只要你肯乖乖投降 主动将你所修炼的神法秘书 以及种种秘星宝藏 全都献上来 我们两个可以看在你 从为绝世强者的份上 留你一条生路 你看如何 薛安静静地 看着紫薇新主 直到过了一会 才笑了起来 听你的语气 我似乎还要对你们的这个决定 感恩戴德 紫薇新主呵呵一笑 薛安 我知道你心中肯定很是不服 但这个条件 已经足够优厚了 至少总好过 你落个生死盗消的结局吧 薛安却没搭理他 而是转头看向了杨俭 二郎兄 这帮子神灵 一直都是这样吗 杨俭笑了笑 然后淡淡道 没错 一直都是这样 薛安点了点头 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 一旁的笑天 忍不住问道 怪不得万年以来 他们神族越发地衰落 就是因为 你们这帮目中无人 狂妄自大的 所谓神族强者在作祟啊 薛安语气淡默地说道 这时 离恨天君和紫薇新主面色 全都为之一变 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紫薇新主才冷笑道 薛安 看来你是真要执迷不误的一条路 跑到黑了 那好 那我们今天就成全你 万星牢笼 随着紫薇新主的一声令下 但见周遭天地 瞬间献出无垠星海 而后倒到星光纵横交错 编织成一方牢笼 将薛安等人死死困在当中 当牢笼成形的那一瞬 罪梦和鱼刃率先痛哼一声 然后齐齐摔倒在地 他们就感觉自身的修为 正在被疯狂地压制 瞬间便成为了两个凡人 除此之外 啸天也是闷哼一声 身形往下跌落了大半 险些也摔倒在地 可他极为倔强 硬撑着不肯倒下 可以他的实力 也就是仅能自保而已 顷刻间 全场就只剩下薛安 还站在浮空之中 但透过他的背影 还是可以看出 在薛安的头顶 以及肩头之上 空间都好似被压弯了一样 呈现出弧形状态 由此也可见 薛安此刻所经受的巨大压力 但即便如此 薛安依然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淡淡到 隔绝天地 没错 紫薇新主满脸得意地说道 薛安 现如今周遭天地 已经为我所用 在此处 我便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你还是趁早放弃 最后的挣扎二字还没出口 就见薛安冷冷一笑 然后便轻描淡写地迈出一步 这一步之下 薛安瞬间便挣脱了所有的束缚 这就是你所谓的至高无上 薛安面露讥讽之色 紫薇新主浑身俱阵 怪叫道 怎么可能 你怎么能挣脱开我的束缚之力 薛安淡淡道 为什么不可能 紫薇新主一咬牙 心中激然之下 不禁怒喝一声 离恨 此人手段层出不穷 你我二人一起动手 掀灭了他的肉身再说 离恨天君早有此意 闻言凝笑一声 好说 说吧 他的双眸之中 陡然现出无比璀璨的光滑 然后口寒天线 一字一顿道 无 望 之 杀 哼 但见光滑重重 一道道破天杀意 犹如蛇蟒一般昂首而起 在离恨天君的身后 摇摆不定 用责人而逝的恐怖光芒 俯瞰大地 离恨天君凝笑一声 抬手一指薛安 杀了他 这些纯粹由杀意凝聚而成的蛇蟒 便狂涌而至 与此同时 紫薇新主 亦是凌空描绘 瞬息间画出一道符传 然后便见到到星光垂落而下 映照于这些蛇蟒之上 让他们的威力 陡然间提升了何止十倍 请客间 这些蛇蟒已然冲到进前 然后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将薛安一口吞下 蟒身轻颤 杀意如潮 而薛安的身影业矣消失不见 这下 啸天不禁惊叫一声 薛先生 可就在这时 但见这些蛇蟒突然开始痛苦地挣扎 而后便寸寸断裂开来 而在其中 有一道令人震慰的气势 正在缓缓浮现 天地法则震荡 好似群臣 俯首迎接王者降临 而啸天以及夜流燕 气气惊叫一声 这是大罗之威 话音刚落 但见这些由杀意凝聚而成的蛇蟒 便如冰雪般 急剧消融开来 而薛安 则缓缓自其中走出 眸光似铁 面冷如冰 而行走间 气势更是在节节攀升 一步 两步 当跨出七步之后 薛安的气势 终于攀升至顶点 而这时 他豁然抬眸 眼中光芒包罗万象 法则坚固 终于 薛安在此刻突破真线 跨入半步大罗之境 薛安抬眸望去 气势所指 离恨天君和紫卫新主 齐齐色变 按理说 薛安现在只是一个半步大罗 跟他们还差着一个大等级 根本算不了什么 可不知怎跌 当被薛安的目光扫过之时 他们两个就觉得遍体声寒 浑身僵硬 那感觉 就好似 被一条上古巨龙盯上了一样 令人不寒而栗 但很快 两人便恢复了清醒 然后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 作为深知薛安底细的他们来说 自然明白 他们和薛安之间 没有其他的选项 只有不死不休这个结局 否则要是让薛安逃过此劫 那可谓是后患无穷 再加上他们两个 也被薛安这些层出不穷的手段 给弄怕了 这才一会的光景 他便已经突破 为了半步大罗 天知道他 还有什么隐藏着的手段 因此 两人也不再废话 齐齐爆喝一声 直接对薛安下了死手 两大半步先王联手一击 威力之强 甚至令这一方天地 都在剧烈的震荡 似乎随时会轻浮破灭 可就在这一击 已然轰到薛安境前 马上就要将薛安彻底吞噬之时 薛安忽然消失了 没错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消失 刚刚还站于原处的他 好似被一只神奇的画笔 直接遮蔽了一样 瞬间消失无踪 紧接着 两人的攻击便直穿而过 将地面轰出了一个 深不见底的巨大深渊 他去哪了 离恨天君和紫薇新主 心中奇奇一震 全都感到了一丝惊疑 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轻笑 从二人的耳畔传来 打得过瘾吗 文婷此言 离恨天君和紫薇新主 奇奇一震 但两人身为绝世强者 反应不可谓不快 几乎是在同时 便往身后轰出了一击 可结果依然是落空 紧接着便听薛安冷冷一笑 看来是挺过瘾的 但现在该我了 说吧 就见薛安的身形 骤然出现在离恨天君的身旁 然后抬手一掌 直接轰在了他的脑袋上 这一掌 速度已经快到了极致 离恨天君 甚至都没来得及躲避 便觉得 一股佩然距离凌空袭来 直接将他从高空之中砸落下来 哄 一声巨响之后 地面现出了一个人形巨坑 离恨天君被生生砸进了地面之中 消失不见 这一下令全场都为之震动 紫薇新主更是浑身一颤 但他见机极快 眼中光芒一闪 苍穹之中群星暴闪 然后有万点星光垂落 直接在他身周 构成了一道星光屏障 屏障一成 紫薇新主松了口气 然后满脸得意地冲薛安笑道 薛安 你果然厉害 但现在我有万星护体 你能奈我何 说吧 紫薇新主哈哈大笑起来 可他的笑声 只持续了很短一会便戛然而止 因为就在此刻 薛安也笑了 笑容之中满是狂眷之意 万星护体 那我就灭了你这万星 说吧 薛安卧掌成拳 扬眉胯步 直接轰出 呼 这一拳 好似将整个世界都给先动了一样 一股狂暴至极的飓风直冲而来 但当这些飓风 跟着星光屏障接触的瞬间 但见光滑一闪 飓风便消失不见 本来被这一拳的狂暴气势 所经的紫薇新主 见状这才放下心来 然后哈哈一笑 薛安 没用的 凭你现在的修为 根本破不开我的防御的 省省力气想想 待会怎么保命吧 哈哈 哥 紫薇新主的笑声 在最后化作了一声惊恐的惨叫 因为就在这时 薛安的这一拳 直接印在了 这道星光屏障之上 但见屏障之上星光流转 似乎在全力抵抗薛安的这一拳之威 但这种挣扎 只持续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而后便见屏障轰然破碎开来 与此同时 便见苍穹之上那点点繁星随之狂震 而后便一个接一个地开始炸裂 顷刻间 星海炸裂 万星覆灭 紫薇新主被这一击重创地直接倒飞出十几里远 甚至连眼中的光芒都随之暗淡了些许 然后满脸惊恐地看着薛安 大吼道 这不可能 凭你现在的实力 怎么可能击破我的万星屏障 可不管他信也好 不信也罢 事情都已经真实地发生了 而薛安更是不会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就见他一个闪身 整个人瞬间出现在了紫薇新主的上空 然后以上是下 一拳轰下 猝不及防之下 紫薇新主根本来不及做出过多的反应 只能勉强抬手 跟薛安对了这一拳 然后 他便如一道流光一样 也被薛安从高空之中生生砸落 消失在了地面之中 从薛安动手到现在 总共也不过几个呼吸的光景 可刚刚还耀武扬威的两大强者 此刻 都跟地鼠一样 被薛安砸进了地面之中 这等事实 让众人全都看得目瞪口呆 什么时候半部大罗 都能秒杀半部先王了 叶刘燕更是跟见了鬼一样 低着头满脸 难以置信地看着地面上那两大人行深坑 本以为一切顺利 薛安这下 将必死无疑 可没想到 结果居然会变成这样 啸天也不禁开心起来 薛先生果然厉害 全将这两个老贼都给打败了 可杨俭却面色凝重 死死盯着地面上的两大深坑 然后摇了摇头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离恨和紫薇新主 绝不会这么轻易地就被击败 啸天一愣 主人 你是说 话还没说完 就见地面一阵狂震 然后两道光滑冲天起 离恨天君和紫薇新主 瞬间冲出 一左一右 携无比狂暴的威势 冲向了薛安 大然 醉梦和鱼人尖叫一声 可面对两大强者的联手夹击 薛安却只是冷冷一笑 然后深化流光 毫不畏惧地直迎而上 直接跟他们站在了一处 砰砰砰 就听高空之中 接连不断地传开爆响之声 而散意 而出的威势 更是令所有人为之色变 只能满脸畏惧地 看着天空之上 那三道彼此争锋的光滑 这等大战 简直闻所未闻 尤其薛安 还是以半部大罗的修为 独占两大半部先王 这个消息要是传开 估计会惊掉无数人的下巴 毕竟 这已经超出了正常人 所能理解的范畴 末地 三道光滑 在又一次对击之后 终于各自分开 再看此刻的三人 离恨天君额头上 献出了汗珠 紫薇新竹也在微微喘息 唯有薛安 依旧满脸的淡然之色 甚至还十分闲适地捏了捏手掌 淡淡道 怎么不打了 我还没完够呢 众人一阵无语 面对两大半部先王的围攻 居然说还没完够 这简直太狂妄了 狂妄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离恨天君和紫薇新竹 却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具 这个薛安 简直太强大了 尤其他的速度 简直如鬼魅一般 自己根本就碰不到他的衣角 而他的拳头打在自己身上 却疼得厉害 长此以往 自己早晚会被其生生耗死 看来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 应该尽快结束这场战斗 想到这 离恨天君和紫薇新竹 不禁全都下定了决心 然后深吸一口气 齐齐抬手 从怀中掏出了一张金色卷轴 但可以看出 二人手中的金色卷轴 并非完全体 而是从中间割开的 但即便如此 这两张卷轴一出 依然引动着整片天地的法则 为之震荡不休 那是 众人一愣 杨简的瞳孔瞬间收缩 然后忍不住尖叫道 是法指 那是先王法指 这个古怪傲口的称呼 听在众人耳朵里 却不亚于晴天霹雳 因为所谓的法指 便是指 实力强大到一定层次之后的强者 将自己的神念 或者攻击 甚至法则之力 封印于一张卷轴之上 这样一来 这张卷轴 便可以拥有这名强者的一击之力 而先王法指 顾名思义 就是指先王亲手封印的卷轴 而且 从这卷轴之上所散发出的波动 也可以看出 这可不是离恨天君 或者紫卫新主 这样的膝背祸 而是一名货真价实 拥有完整先王法则的至强者 这样的法指 实力之强 足以覆灭一方小事件 因此 众人不禁全都为之震撼 薛安一时微微一愣 眼中也终于现出了一丝凝重之色 但玄疾 他便有些玩味地说道 怪不得你们两人会联手 原来都是别人的一条狗啊 薛安的话 让离恨天君和紫卫新主的面色都有些难看 但很快 离恨天君便节节怪笑起来 薛安 我真的很佩服你 死到临头了 居然还敢如此放肆 紫卫新主 更是阴侧侧地怪笑道 没错 薛安 我们两个就算是别人的一条狗 又能怎样 至少比你们这些执迷不悟的华族强 薛安笑容渐冷 深深地看了两人手中的卷轴一眼 然后淡淡道 真以为拿着一个所谓的先王法指 便能如何了吗 少废话 能死在法指之下 你也足可自傲了 动手 紫卫新主抱贺一声 抬手扔出了手中的卷轴 而离恨天君亦是紧随其后 扔出了手中的卷轴 当这一分为二的两张卷轴 在空中相遇之时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一股无法想象的澎湃距离 从这道卷轴之上冲天起 瞬间横扫了整片天地 天地俯首 甚至连法则都为之振战 时空似乎都随之凝制下来 而后便见苍穹之上 一个巨大的虚影正在渐渐浮现 这尊虚像是如此的高大 乃至于半个身子 便已经占据了整片天空 虚像面容模糊 但身着上古黄浮 头戴免留 巨足无上威仪 尤其当他那双 隐藏于重重迷雾之后的双眸 俯瞰全场之时 更是让所有人为之站立 因为这道虚像 所蕴含的力量之强悍 已然超脱了一般人的想象范畴 就好似一尊掌控法则手握世界 凌驾于万万人之上的神尊一样 令人只想顶礼膜拜 在这等威势之下 即便是离恨天君和紫威心主 也齐齐弯腰扶手 不敢抬头 全场之中 唯有薛安独自一人 面对着这近乎浩瀚无垠的强决威势 傲然而立 面冷如冰地看着这道虚像 然后冷冷道 你们终于按捺不住 开始露出马脚了吗 这声质问 让这尊虚像 发出了一声冷笑 却没回应 只是缓缓抬手 指向薛安 然后冷喝一声 沙 哄 一声令下 法则所指 一枚古朴玄傲的沙字 瞬间出现在薛安的头顶之上 虽然只有一字 却好似横绝一界 镇压万物一般 令目睹者只想跪倒臣服 而生不起丝毫的反抗之心 这便是纯粹的法则之力 先王之威 所有人心惊胆战 罪梦 还有愚人二人修为浅薄 早就已经被这一字之威 镇压得无法抬头 只能匍匐在地瑟瑟发抖 就连笑天也是闷哼一声 强自支撑着 勉强没有倒下 只有杨简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此刻的他 五内巨坟 疯狂地挣扎着 然后大喊道 后生 快跑 可一切都太晚了 就见薛安身舟的虚空 开始疯狂炸裂 狂暴的时空乱流 席卷而来 疯狂地侵蚀着薛安的身躯 如果仅此而已也就罢了 关键是 这一个沙子 正在缓缓压下 咔嚓咔嚓 那是沙子所过之处的空间 因为承受不住 这等强悍的威压 正在如玻璃般破碎开来 可即便是面对着 这等近乎恐怖的威压 薛安的背脊依然挺直如枪 然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没错 就在这等关头 薛安闭上了眼睛 紧接着 便见他那经过天火洗炼之后的身躯 开始献出一道道细密的裂纹 顷刻间 裂纹陡然扩大 然后便开始疯狂地破碎开来 不 杨检浑身巨震 发出了一声震天的怒吼 然后疯狂地往前冲去 可就在这时 那十几座黑色巨塔上 献出了道道经文 束缚杨检的锁链 陡然收紧 直接将其拽了回来 杨检满心绝望地 看着薛安的身躯 一点点破碎开来 就觉得自己的心 也随之陷入了绝望之中 因为这可能是 华族万载以来最后的希望了 世界上最残酷的是 莫过于让你见到希望之后 又当着你的面 将其亲手掐面 杨检的心情便是如此 可一切都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仙法之威是如此强大 这一个杀字 更是直接作用于法则之上 根本不是凡俗之力可以抗衡 请客之间 薛安的身躯便翩翩破碎 化为了乌有 当薛安整个人都消失之后 这个巨大的仙王 虚像环视了全场一眼 微微冷哼一声 然后也随之消失不见 离恨天君和紫薇新主 全都长出了一口气 终于死了 尽管有些遗憾 没能将薛安的神魂抓住 并拷问出那些宝藏秘星 但好歹 将这个最大的隐患给除掉了 两人就觉得 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也随之落了地 但就在这时 孝天猛地悲呼了一声 薛先生 然后他双目血红地 看着离恨天君 以及紫薇新主二人 我要跟你们拼了 说着 孝天瞬间燃烧起 自己浑身的修为 以决绝之姿直冲而上 可是以孝天的实力 离恨天君和紫薇新主 甚至都懒得多看他一眼 而当他刚刚冲到半途 叶刘燕的身形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拦住了去路 然后一阵的凝笑 孝天 就凭你也配 跟我二位父亲动手吗 还是让小爷 我来送你归西吧 孝天此刻 已经被杀意烧红了眼睛 也不答话 直接便动了手 如果按照实力来说 这位紫薇神子 和叶刘燕的结合体 要比孝天强不少 但因为他刚刚重生归来 还不能适应 一具身体里两个神魂的感觉 所以 实力受到了严重的撤肘 而孝天含恨出击 每一招都是薄命的打法 此消彼掌之下 居然打了个平平 一时间 两人谁也奈何不了谁 陷入了僵持状态 而离恨天君这时 则冲着杨简宁笑了一声 灌口二郎 万年之前 我就曾当着你的面 将你们华族的众多少年强者 全部灭杀 现在又一次尝到了这种滋味 感觉如何 杨简面色铁青 死死盯着离恨天君 甚至因为过于用力 眼角都流出了丝丝鲜血 离恨天君 我华族哪怕只剩下一人 也要将你等全部覆灭 真是笑话 杨简 你是不是被关在这里时间太久 已经糊涂了 你觉得 等这件事完毕之后 我还会允许 你们华族继续存在吗 离恨天君宁笑道 杨简文言一愣 然后勃然色变 你 离恨天君冷笑点头 这个薛安 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警醒 你们华族实在太可怕了 短短万年 居然出现了这等强者 所以我一点拨大军 等这边事情了结 我便会亲自率队 前往你们华族的起足之地 将所有的华族全部涂漏 一个不留 杨简面色瞬间变得苍白如指 哈哈哈哈 灌口二郎 怎么样 怕了吧 怕了你就求我呀 求我放过你们华族一马 如果你求我 那我是可以考虑的 离恨天君笑得极为嚣张 杨简浑身都在微微颤抖 眼中也满是绝望之色 他不怕死 实际上 能在这种折磨之下熬过万年 活着已经比死更需要勇气了 而杨简能坚持下来 平得乃是无比坚强的信念 杨简一直坚信 华族会重新崛起 所以他想看到那一天 可如果事情真如离恨天君所说 华族一旦被彻底涂漏 那自己存在的价值也就没有了 因为失去了自己的族群 就算自己生而为神 又有什么用 这种想法 让杨简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离恨天君自然也看出了这一点 所以才会如此调笑 可就在这时 只见两道光滑飞起 然后齐齐站在了杨简身前 一见这两人 离恨天君的神情 瞬间变得很难看 罪梦 于刃 你们两个混蛋 这是要干什么 没错 飞身而起 站于杨简身前的 正是罪梦和于刃二人 听到离恨天君的贺问 两人浑身一震 但却没有丝毫地退缩 反而昂首而立 离恨天君 你杀我大人 此仇不共戴天 我罪梦 与你势不两立 没错 于刃附和道 两人的这番表态 让离恨天君 简直怒火中烧 要知道 罪梦可是他的二夫人 结果现在非但不帮着自己 反而帮着仇敌薛安 再加上刚刚大夫人 饥患的所作所为 这一切都让离恨天君 觉得自己头上的绿光 都要满意出来了 因此 不禁怒吼一声 剑必找死 说吧 抬手一掌轰出 罪梦和于刃试图抵抗 但以他们两人的修为 怎么可能是离恨天君的对手 这一掌之下 两人便齐齐闷哼一声 被阵飞出老远 但两人却很是坚韧 站定之后便又要冲来 可就在这时 杨俭忽然沉声道 住手 两人一愣 齐齐站住 而后杨俭抬起头来 静静地看着离恨天君 你刚刚说 我求你 你就会放华族一条生路 离恨天君傲然点头 没错 你要是跪下求我 没准我善心大发 可以给你们华族留下一条根 否则 话还没说完 杨俭已经点了点头 好 我答应你 离恨天君一正 要知道 他囚禁杨俭 已经足足万年之久 这万年之中 他动用了无数残酷的刑罚 却没有让这个杨俭 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屈服 可没想到 今天这个杨俭却服软了 这不禁让离恨天君兴奋起来 节节怪笑道 好啊 那你就跪下吧 杨俭深深地看了离恨天君一眼 然后缓缓低头 双膝弯曲就要跪下 正在跟叶刘燕争斗的笑天 见状发出了一声悲鸣 主人 不要 跟随杨俭无数岁月 他自然明白 自己的主人 有多么骄傲 可以说 不管面对什么人 他都不曾低过头 也因此 当笑天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不禁悲从中来 就是这一分神的功夫 叶刘燕趁虚而入 一拳轰在了笑天的后背之上 将他打飞出上千丈远 然后大口大口地吐血 可即便是这样 他依然满眼绝望地看着杨俭 轻声呢喃道 不要 可一切 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离恨天君笑盈盈地看着 紫薇新主 也是一脸的得意 可就在这时 本来都要跪倒在地的杨俭 忽然觉得 膝下多了一股无形的距离 牢牢地拖住了自己 而后便听虚空之中 传来了一声叹息 二郎前辈 华族的命运 从来不是气球来的 这一点你 难道忘记了吗 这句话一出 所有人全都为之震动 而杨俭 更是如遭雷击 满脸震骇地抬头看去 与此同时 就见虚空之中 渐渐浮现出一枚 散发着清冷光辉的转印 而在这光辉的映照下 薛安的身形 也在渐渐凝聚 请客间 薛安的身影 便出现在场中 然后低头看了看 自己胸前的这枚转印 淡淡一笑 真是没想到 关键时刻 居然是太阴神族的这道 转印帮了大忙 就在薛安独自面对 先王之威 被其一字镇压 导致惊身破碎之时 在遥远的天照神界 四方环宇之中 钟安安正于太阴神殿之中 陪自己的师父说话 现如今 这座太阴池 已经今非昔比 不管是规模 还是灵气质量 都比之前强了很多 穆孤青已然化身为 太阴池的神灵 并将这里管理得 紧紧有条 此刻的钟安安 很满足现在的生活 毕竟 自己的师父死而复生了 虽然因为规则所限 无法离开这太阴池半步 但好歹不会有性命之忧 而且可以忽悠 太阴神族的一方平安 自己也能够多陪陪他 想到这 钟安安忽然意起了薛安 心中涌现出一股 说不清的滋味 他现在怎么样了 离开天照神界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现在可还好吗 一念至此 钟安安的面色 不禁有些黯然 穆孤青对自己徒弟的性格 可谓心知肚明 见他忽然一脸黯然地低下头 心中一动 然后便明白了怎么回事 不禁轻叹一声 安安 师父 你可是在想他 钟安安默然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是 穆孤青摇了摇头 然后身形一转 来至钟安安身前 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 傻孩子 你什么都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过执拗 我之前就对你说过 如薛先生那般的人 根本不是你我这等人可以仰视的 能结识于他 并得他帮助 已经是矫天之性了 所以 还是放弃心中的那缕执念吧 钟安安文言低头不语 直到过了片刻 他才抬起头来 双目寒泪地说道 师父 你说的我都明白 我也不敢抱有任何妄想 可我只是单纯地喜欢他 难道喜欢一个人也有错吗 穆孤青被说得哑口无言 直到过了许久 方才悠悠一叹 傻孩子 喜欢一个人自然是没有错的 可如果喜欢的人注定无法在一起 那只会让你遍体鳞伤 这个 你可曾想过 钟安安摇了摇头 声音虽轻 但却无比坚决地说道 那我也认了 穆孤青见状 不禁苦笑起来 然后抬手轻轻抹扎着钟安安的头发 傻姑娘 情深不受 会急避伤 你这样让为师很担心啊 钟安安却没有说话 只是低着头 漠然不语 大殿之中 陷入了沉默之中 可就在穆孤青 打算继续说些什么时候 忽然 他漠然抬头 无比震撼地看向窗外 那是什么 与此同时 钟安安 以及太阴神族的所有人 全都感受到 有一股无比强横的威势 突然降临于太阴池的上空 这个威势是如此的强大 而至于让所有人都浑身站立 尤其是穆孤青 他身为此地神灵 所受到的压力 自然更加巨大 不光如此 穆孤青还清楚地感受到 在这股强爵威势之中 似乎蕴含着极为恐怖的悬婴之力 这种力量和太阴神族本是同源 按理说 不应该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可问题是 这力量实在太过强大了 而至于让穆孤青 都产生了深深的绝望之感 与此同时 又见太阴池的上空 一个无比巨大的漩涡正在成形 规模之大 甚至让整个四方环宇 乃至整个天照神界都可以看到 但却没人敢于一探究竟 因为所有的强者 都被这股威势之中 所蕴含的狂暴力量给镇压住了 有些修为尚浅 但离着太阴池比较近的人 更是直接被压趴在地 连起身都做不到 就在整个天照神界 都在这股力量的笼罩下 瑟瑟发抖之时 太阴池上空 突然传来了一个冷然的声音 有趣 居然通过本命转印 来至此处 也好 那这股力量 就算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吧 听到这个声音 穆孤青和中安安全都为之一阵 因为他们全都听出了 这个声音是谁 与此同时 就见天空之中 那个巨大的漩涡之前 一个浑身笼罩在火焰之中的身影 渐渐浮现 尽管相隔极远 但中安安还是一眼认出了来人 薛先生 中安安痴痴呢喃 这时 就见薛安冲着穆孤青微微一笑 做好准备 迎接这个大礼吧 穆孤青浑身一震 玄机明白了什么 郑重地冲薛安一点头 然后身形散开 瞬间掌控了整座太阴池 与此同时 就见薛安抬头看着这道 因为穆孤青的本命转印 而穿越而来的先王一击 冷冷一笑 不管你等如何掩饰 但这道先王一击之中 却蕴含着强绝的阴寒之气 也因此 你才会被同属阴气的太阴转印 吸引而来吧 这么说来 那我之前的猜测 果然没有错 说到这 薛安豁然抬眸 眼中生疼起如狂杀意 若真是你的族人所为 那等我降临你界 探查真相之时 就不要怪我不顾忌和你往日的友情了 说吧 薛安缓缓抬手 虚空点指 瞬息间描画出一道 玄傲复杂至极的福传 福传一成 本来狂暴至极的这道先王威势陡然停滞 而后薛安低下头 冷声道 可准备好了 话音刚落 就见太阴池无风自动 然后便掀起了滔天巨浪 而木姑清的声音则从中传来 大人 准备好了 薛安点点头 然后见梅一扬 掌握福传 一把暗落 给我喝 哄 一声波天巨响之后 在这梅福传的指引之下 这盘踞了整片天空的巨大漩涡 直轰而下 在这一瞬间 整个天照神界都看到了一幕奇绝景象 就好似苍穹轻浮一般 一道璀璨至极的华光从天而降 而目标则直指太阴池 这这是天乏吗 有人惊骇欲绝 颤声言道 与此同时 太阴池的池水也直吟而上 双方于半空之中便触碰到了一起 服役接触 一道恐怖的冲击波瞬间横扫开来 直接席卷了整个四方环宇 巨量的太阴池水 直接被这一击烘干 化作无量水气 鸟鸟生气 太阴池中传来木姑清的一声闷哼 而整个太阴池都在巨阵 小岛更是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巨响 似乎下一秒就会肢解破碎开来一样 师父 钟安安恍然明白了什么 惊呼一声 与此同时 就听薛安抱贺一声 天地为我 改天换日 一声令下 本来狂暴的能量瞬间变得温顺 但即便如此 威势依然十分的恐怖 然后狂逛而下 哄 随着能量的灌输 本来被蒸发掉一半湖水的太阴池 瞬间满意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紧接着 整座太阴池都开始剧烈变化 面积急剧扩大 池水开始疯狂加深 就连湖中的这座小岛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增长 钟安安 以及所有太阴族人呆呆地看着 他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周遭的环境正在发生生刻的巨变 尤其是空气中所蕴含的灵气 更是以疯狂的速度增长着 不过几个呼吸的光景 就已经浓郁到肉眼可见的程度 与此同时 整个太阴池的规模 比之前扩大了何止百倍之多 但即便这样 还是无法停下扩张的脚步 在这一刻 太阴池就好像患上 贪食症的胖子一样 疯狂地进食 而体重更是胖得根本停不下来 这时 薛安冷喝道 开始凝炼 否则你会暴体而亡的 一声喝问 然后太阴池中便传来木姑清 那满是痛苦的声音 是 他也可以感受到 自己所面临的危机 因为这降临而来的能量 实在太过庞大了 若不是薛安通过浮转加以转换 可能他早就被直接承报了 但如果无限值地扩张下去 自己也会因为体积增长过快 而暴体而亡 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豁出一切 凝聚自身 同时 木姑清也明白 这不但是危机 同时也是天大的机缘 因为若不是薛安的帮助 这股力量 根本就不是自己可以染指的 若凭自己 那可能一辈子 都无法修炼成这般田地 因此 他在此刻一咬牙 开始强行凝聚身体 砰砰砰 这是木姑清的神魂 因为无法掌控这等强大的力量 而在自爆的声音 每一次 都会让人感受到神魂覆灭的痛苦 这足以令一般人直接疯狂 可木姑清却忍下来了 不但忍下来 他甚至还更加地疯狂 又是一通接连不断地暴响 但随着这声声自爆 太阴池扩张的速度明显减缓下来 而整个池水的质量 则开始急剧攀升 变得更加凝炼 更加纯粹 就这样 在足足一个时辰之后 那盘踞了整片天空的巨大漩涡 才最终消失不见 再看太阴池 已经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池水晶莹如冰 面积广大无垠 而无比充沛的悬阴之气 更是升腾而起 乃至于在空中 幻化出了种种虚向幻境 所有的太阴族人 全都看傻了 因为这周围环境的变化 简直可以用改天换日二字来形容 唯有钟安安 根本没有理会这些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 站于高空之上的那个身影 眼中被周遭的的悬阴之气 映照的光滑缭绕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与此同时 就见太阴池中湖水震荡 而后这些散发出的悬阴之气 迅速凝聚 顷刻间便幻化出了 穆孤卿的身影 只不过这时的穆孤卿 跟之前已经又有不同 只见他头戴王冠 身穿一袭华丽长袍 气势微然 宛若一名踏波而出的女神 令人不敢直视 而当他站在水面之上时 天空之中降下万道霞光 在他的身周缭绕 整个天照神界所有的强者神灵 全都为之一阵 然后骇然地往太阴神族的方向看来 他们可以感受到 有一尊强大的神明登上王座了 穆孤卿 在此刻忠诚太阴神王之位 不过此刻的穆孤卿 并未在意这些 当霞光散去 他毕恭毕敬地上前几步 躬身失礼 太阴神族穆孤卿 多谢大人赐下机缘 他这一举动 自然引得整个太阴神族的人 齐齐躬身失礼 薛安对此 却只是淡淡一笑 然后摆了摆手 不必谢我 这也算是 你们应得的 毕竟这道本命赚印也是 你在零行前给我的 结果机缘巧合 居然派上了用场 穆孤卿闻听此言 面色微微一变 他不是傻瓜 自然可以看出 刚刚那一击 绝对不是一般的强者 可以发出的 很可能是传说中的 先王强者 而薛安居然引来 这样的一击 岂不是 说他所面临的对手 极为强大 想到这 穆孤卿心往下一沉 然后恭声道 大人 太阴神族屡次 蒙受您的大恩 这次若是您有需要 我族绝无二话 定会助您一臂之力 您看 薛安笑着摆了摆手 行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的心有我领了 其他的不必了 因为我所面对的敌人 你们也帮不上忙 可是 您这般孤军奋战 岂不是太危险了吗 要不您先在此处 休息一段时间 本来沉默不言的钟安安 突然上前一步 满脸焦急地说道 他可以看出 被火焰笼罩之中的薛安 气势有些飘忽不定 显然是受伤了 薛安文言 深深地看了钟安安一眼 然后淡淡一笑 有劳钟姑娘费心了 但休息就不用了 因为那边正打得热闹呢 我得赶紧回去了 说吧 薛安转身便走 可是 钟安安往前紧走几步 还想说些什么 可为时已晚 就见薛安深化流光 于须于间 穿透空间屏障 消失在此界之中 看着重新变得空荡荡的天空 钟安安呆立当场 双眸之中泪光盈然 满脸都是黯然和担忧之色 穆姑娘不知道 何时出现在她身旁 然后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轻叹道 安安 现在知道我为何要劝你了吧 连大人的对手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存在 可想而知她的来历该有多么惊人了 所以 你的苦等 可能只是一场自我感动的虚妄罢了 钟安安欺然一笑 掠了掠耳边散落的病发 却没有回应穆姑亲的话 而是转身默然离去 穆姑亲微微一愣 然后看着自己 托儿那瘦削的背影 摇了摇头 揭叹一声 真是个傻姑娘啊 在成功晋级半步大罗之后 薛安的实力提升了何止十倍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 薛安终于有了随意穿梭虚空的能力 因为大罗便意味着 可以独步行走于诸天之间 而且拥有了近乎不死不灭之身 所以 诸天之中才会有一句打不死的大罗的俗言流传 如果说 先王是至强者的入场劝的话 那么大罗就相当于终于走出家门 可以得见外面的世面 当然 现在的薛安还只是个半步大罗 按理说 没有如此强悍的穿梭能力 但薛安前世身为先尊 种种秘法层出不穷 再加上离恨天和天照神域同属神界 穿梭起来的难度要小很多 所以他近乎在一个 弹指间便重返了离恨天 然后便遇到了离恨天君 胁迫杨俭下跪求饶的一幕 这才出言阻止 然后现出了身形 当见到薛安之后 罪梦于刃 以及笑天 全都为之欢欣鼓舞 尤其是笑天 简直欣喜若狂 大喊道 薛先生 而离恨天君和紫薇新主 则满脸正恶地盯着薛安 直到过了一会 离恨天君才如同见了鬼一样 颤声喊道 薛安 你居然没死 薛安笑了笑 当然没死 怎么 是不是很失望 离恨天君死死盯着薛安 眼中光滑闪烁 脸上的神情更是变换不定 他实在想不明白 即便薛安前世在如何厉害 但现在的他 不过是区区一个半步大罗而已 结果却能在先王法旨的权力一击下逃生 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 莫非真如他所说 他有着前世所遗留下的手段 离恨天君心中惊疑不定 但就在这时 一旁的紫薇新主忽然说道 不对 他已经受伤了 而且是很重的伤 听到这话 离恨天君一愣 然后抬眸望去 不光是他 全场所有人也都跟着看向了薛安 薛先生真的受伤了吗 笑天的心都为之揪紧起来 果然 当仔细一看 众人便发现 此刻的薛安虽然依旧挺直如剑 傲骨迎风 可他的气势却有些飘忽不定 双眸之中的光彩也变得十分暗淡 而且这时薛安居然还笑了笑 没错 我就是受伤了 这一下 所有人都为之一阵 笑天等人勃然色变 离恨天君则和紫薇新主 互相对视一眼 然后齐齐大笑起来 笑声之中满是畅快 而后离恨天君阴策策地说道 薛安 你能在先王法旨之下逃生 已经算是绞天之性了 没想到你却不想着逃命 居然还敢回来 真是自投罗网 主动找死啊 薛安看着一脸得意的离恨天君露出洁白的牙齿 森然一笑 听你这话的意思 似乎是吃定我了 当然 性薛的 你可要摆清楚 自己现在的定位 你不是当初的那位红莲先尊 我们也不是普通凡人 更何况现在的你身负重伤 我就不信你 还能翻天不成 离恨天君一脸得意地说道 薛安静静地看着离恨天君 然后笑了 很好 既然你这么认为 那我今日就以此残破惊身 灭杀你等 少跟他废话 先毁了他的肉身再说 一旁的紫微星主早已按捺不住 直接便动了手 在他看来 现在的薛安正是实力最为衰微之时 正好趁着现在将其击杀 以绝后患 因此 他一动手便是强绝杀招 但见星光重重 直轰薛安 碰 薛安不躲不闪 抬手一拳便硬撼了紫微星主这一击 一声巨响之后 星光消散 但薛安的身躯 却不由自主地往后推了几步 然后他的手臂之上 献出了一道狭长的裂纹 一缕烟红的鲜血 顺着裂缝缓缓滑落 一击 薛安再次负伤 这下 全场未知震动 紫微星主则节节怪笑起来 强弩之末 还敢如此狂妄 薛安你果然是在虚张声势 离恨 一起动手 先灭了他再说 离恨天君也早已做好了准备 文婷此言宁笑地说道 好说 今天我就先拿他祭天 随着话音 但见两人齐齐动手 对薛安便下了死守 这一下 光滑缭绕 巨响震天 所有人看得目眩神迷 但很快 笑天便第一个恢复了清醒 惊叫一声 薛先生 然后便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 哼 别着急啊 你的对手是我 至于你的薛先生 很快就要死了 叶刘燕闪身拦住了去路 笑天已经红了眼 也不废话 直接跟着叶刘燕便站在一处 但他的实力 跟着叶刘燕比起来 还是有些差距的 之前只是叶刘燕刚刚重生 还不能熟练掌握自己的实力 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 他的实力大有长进 因此这一次对战 笑天很快便落入了下风 但就在这时 只听两声轻斥 罪梦和鱼刃两人也冲了过来 直接加入了战团 三人联手 算是堪堪跟着叶刘燕 占了个平平 可是 笑天心急如焚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在这里多耽误一会 薛安的危险便会增多一分 可实力在这摆着 他就是想冲上去 也无法做到 就在笑天急的五内剧焚之时 只听一声巨响之后 三道华光骤然分开 离恨天君和紫薇新主 站于原处 全都有些气喘吁吁 而被震飞出上千丈远的薛安 此刻的样子 却更为凄惨 只见他的胸腹 以及手臂之上 布满了细密的裂纹 就好似一个摔碎的瓷娃娃 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 鲜血不停地顺着 这些裂缝 往外渗透着 很快便将薛安的身躯 染成了一片烟红 这应该算是薛安重生以来 所受过的最严重的伤 面对的更是前所未有的困局 见到这一幕 全场瞬间变得沉默了 啸天还有罪梦二人 平住手中的公鸡 呆呆地看着 脸上满是绝望之色 在他们看来 受了这么严重伤势的薛安 显然已经没有再战之力了 而这也意味着 从开始到现在 所有的努力 全都付诸流水 这怎能不令他们感到绝望 杨俭也在静静地看着薛安 眼中闪过了一抹不忍之色 因为他知道 这位出类拔萃的华族后生 做得已经够好了 因为他已经拼尽了全力 可时运如此 杨俭也只能微微苦笑 然后黯然摇头 可能是华族的劫难 还没结束吧 正在这时 只见紫薇新竹舔了舔嘴唇 玩味地说道 薛安 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否则就凭你 现在的伤势 只要我们联手再次一击 你必将粉身碎骨 没错 现在乖乖投降的话 我们两个可能还会给你个活命的机会 离恨天君也在一旁说道 只不过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 眼中的杀意 根本没有丝毫的消退 其实这根本就是他们两个的伎俩 为的就是 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击薛安的信心 最好让其斗志颓丧 这样他们动手的时候 才会更容易得手 这也是强者之间 经常动用的攻心招数 可他们两个万万没想到 面对他们的质问 薛安的脸上 依旧没有丝毫的金句之色 反而淡淡一笑 然后轻轻地舔了舔满是鲜血的嘴唇 投降 你们两个是在说 你们自己吗 这话让离恨天君二人一正 然后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疑惑 而后离恨天君才凝笑起来 薛安 你的脑袋是不是已经被打糊涂了 薛安让我们投降 你到底看清楚 眼前的局势没有 薛安却没有理会离恨天君的话 而是转头看了杨检一眼 微微一笑 二郎前辈 你觉得我能杀了他们两个吗 杨检浑身一势一震 然后苦笑摇头 我不知道 薛安痴痴地笑了起来 然后漫不经心地抬起 被鲜血染红的手指一指离恨天君和紫薇新主二人 今天心账旧账一起算 你们两个全都得死 离恨天君和紫薇新主先是一愣 然后便咧开大嘴笑了起来 可他们的笑声刚刚出口 然后便再也笑不出来了 因为就在此刻 薛安猛地深吸一口气 双眸之中陡然燃起璀璨光滑 然后轻声喝道 我以我血 炼红莲 哼 一声令下 正从薛安的伤口之中 往外奔涌的鲜血 瞬间离体 齐齐汇聚于薛安的眉间 形成了一团血球 血球震荡不休 似乎里面有什么东西 要破壳而出一样 末地 就见光滑散开 血球猛然一致 然后便炸裂开来 露出了里面一朵含苞待放的血色莲花 这朵莲花通体 好似以无瑕血精雕琢而成 美帝足以令人目眩 可当看到这朵血色莲花之后 本来老神在在的离恨天君和紫薇新主 却浑身狂震 脸上瞬间布满了震撼之色 红红莲现世 不 这是不可能啊 离恨天君的腿已经开始发软 而紫薇新主更是抖落筛康 惊惧已急地盯着那朵莲花 已经说不出话来 他们两个之所以如此惊慌 是因为他们同时想起了一个传说 一个关于红莲的传说 当年薛安横空出世 威灵无数星域之时 曾有几大虚空神教对其满星不愤 并连其手来对薛安设下了必死杀局 这一次布局 几大虚空神教派出了门下最精锐的力量 并由几大上古元老带队 为的就是将薛安彻底铲除 这一场大战直接毁灭了大半个星域 但其过程到底如何 众人已经不能知晓了 因为所有参战的人都已经死了 唯有薛安毫发无损地走出战场 而当他走后 几大神教的人慌忙冲入 结果却发现在那片被毁的星域之中 已然开满了朵朵红莲 至于战死之人 则已全都化为了虚无 这一战之后 几大虚空神教就此衰落 而红莲先尊之名则震撤四方 令无数人俯首未服 所以在此刻 当他们看到这朵红莲之时 不禁全都为之战力不已 薛安笑了笑 原来你们都知道他 离恨天君这时候猛地一咬牙 私生怒吼道 就算是红莲又能如何 你又不是当年的先尊 我就不信 你还真能灭了我等不成 说吧 离恨天君邪怒出手 他一动手 紫莲新主一世冷哼一声 然后催动浑身修为 也跟着下了死守 两大半部先王的强者 化身华光 邪无上之威 朝着薛安直杀而来 在这等威势之下 薛安面前的红莲显得煞势单薄 好似随时都会被这惊涛骇浪的威势给震碎一样 可就当离恨天君和紫莲新主已经冲至近前 眼看华光就要集体之时 但见这朵莲花微微轻颤 然后花枝摆动 缓缓绽放开来 在花开的这一瞬间 天地万物 乃至连永不停息的时光都停顿了 一切就好似被人按下了停止键一样 狂暴的气流停滞了 飘动的发带不动了 一切的一切都在此刻停滞 你甚至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冲到近前的离恨天君和紫莲新主 那被停滞于半空中的攻击 以及两人眼中的震恶和惶恐之色 但这只是个开始 紧接着就见这朵红莲微微一颤 然后便一分为二 随后二分为四 红莲以指数级的速度开始增多 也就是在这时 好似啪哒的一声轻响 被停顿的一切恢复了正常 气流狂暴飞出 发带飘动不定 可离恨天君和紫莲新主的攻击 却无法继续下去了 因为就在刚刚那一瞬间 他们所有的攻击都已被红莲所占据 两人浑身聚震 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 他们很清楚 现在已经杀不了薛安了 因为开启了红莲模式的薛安 是无敌的 可就在这时 层层叠叠的红莲 已经占据了整片天空 见到这一幕 两人绝望地嚎叫一声 然后一左一右 开始疯狂逃窜 可在这无垠的红莲之下 他们所有的挣扎 都是徒劳的 就见薛安站于花海之前 俯瞰仓皇逃窜的两道滑光 微微一笑 然后轻轻一挥手 哄 满天红莲在这一刻奇奇一阵 然后便猛地生腾起了熊熊火光 但见火光冲天而起 满天红莲在此刻净化火海 本已逃出很远的紫莲新主 发出了一声绝望至极的惨嚎 红莲夜火 话音刚落 但见夜火轻覆 直接将其吞噬 不光是他 另一边的离恨天君 虽然全力燃烧修为 试图逃出这片天地 可他快 红莲夜火更快 当他一只脚已经堪堪踏出这片天地的瞬间 夜火缠身 直接将其声声拉了回来 不 离恨天君发出了一声震天的惨嚎 可随即也被熊熊火光所吞没 烈焰飞腾 火光冲天 两位半步先王的强者 不管到了哪都算是一方豪强了 可在面对这红莲夜火的时候 却毫无还手之力 只见两人身上光滑暴闪 那是他们随身佩戴的各种护身法宝 正在破碎 但这也没有让他们撑太久 不过几个呼吸的光景 两人便在声声惨叫之中 化为了乌有 傅剑 夜流燕惊叫一声 旋即想起了什么 满脸惊骇地往后退了老远 极为畏惧地看着薛安 他怕薛安找自己的麻烦 可此刻的薛安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 俯瞰着这满天夜火 顷刻间 全场静地 只能听到火焰声腾的爆响 过了一会 笑天才满脸呆滞地轻声呢喃道 死 死了吗 薛安淡淡道 当然没那么简单 话音刚落 就见火光再次地冲天起 但这一次 在火焰当中 有两个身影正在浮现 是离恨天君 和紫微星主 他们又复活了 笑天先是一愣 然后失声惊呼道 薛安却好似 对此早有预料一样 淡淡一笑 不用那么惊讶 身为存活了上万年之久的老妖怪 他们怎么可能没有点保命手段呢 说话间 就见离恨天君和紫微星主的身形 已经完全浮现出来 并且在他们深周 出现了一层光幕 将他们护在当中 算是暂时地 将红连夜火抵挡在外 但这也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 因为在夜火的侵蚀下 两人深周的光幕 正在疯狂地削弱 全靠着两人源源不断的神力支援 方才勉强没有被攻破 但刚刚被坟灭身躯 好不容易才重新凝聚回来的二人 根本无法长时间地支撑 这种海量的神力消耗 所以只能满脸惊恐地看着薛安 全场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静默起来 薛安静静地看着两人 然后笑了笑 现在 你们两个可还有什么话要说 离恨天君还没说话 一旁的紫微星主 已经忍不住说道 薛安 你不愧是当年的红莲先尊 果然厉害 但你这红莲夜火 也不是凭空而来的 支撑这么久 对你的压力 应该也会很大吧 尤其你受了这么重的伤的情况下 说着 紫微星主的目光 从薛安那残缺不全的身躯上扫过 薛安文言却只是一笑 说得没错 但我的伤重与否 就不用你来费心了 你 紫微星主 本来是想通过这种话术 给薛安一点压力 可没想到 薛安对此 却根本不在乎 好了 不用说那些废话 我现在问你 你既然知道 我乃红莲先尊 为何还敢如此行动 薛安冷然问道 他之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这个紫微星主的表现 实在太过异常 之前在气韵秘境之时 他对自己还极为的恭敬 但等到了神界之后 却敢联合离恨天君来对付自己 即便自己现在修为还没有恢复 但他难道不知道 得罪自己的下场吗 听到薛安的问话 紫微星主苦笑了一下 薛安 没错 我承认自己 这么做是有些鲁莽了 但你可知 说到这 紫微星主抬头凝望着薛安 沉声道 随着你的消失 你为先尊之时留下的偌大产业 已经被人侵蚀殆尽 而且各方豪强联手 正在全力清除 你当初所留下的遗迹 并将你的事迹全部封锁 严禁人们谈论 以至于现在年轻一辈的修行者 已经完全不知道 你当初的威名了 听到这番话 薛安渐眉微微扬起 这个结果他早有预料 毕竟自己陨落的消息一旦传开 那些被自己强力压制的人 自然会按捺不住地 蹦出来作妖 可他却没想到 事情会来得如此之快 这些人会做得如此之绝 看来 万界诸天真的 需要一次血洗了 毕竟只有杀戮 才能让那些家伙 重新学会敬畏 薛安心中想着 然后冷声说道 所以 你就和离恨天君联手 紫微星主被问得哑口无言 然后求助般地看向了离恨天君 一直沉默不语的离恨天君 这时 却突然开始笑了起来 而且笑容之中 满是肆意和张狂 然后懒洋洋地说道 薛安 你果然厉害 我们两个认栽了 言语中 全无半点悔恨之意 薛安微微一扬眉 正在说话 离恨天君节节怪笑起来 薛安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 哦 什么话 离恨天君抬手一直远处的杨简 满是得意地说道 我问你 你是想让这位灌口二郎生呢 还是想让他死 什么意思 薛安面色一变 沉声问道 什么意思 难道还不明白吗 那好 那我就给你演示一下吧 说着 这离恨天君抬手一指 分 哄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但见那十几座黑色巨塔上 陡然现出璀璨金光 而后那些锁链 便咯咯响动着 开始扯动 请客间 锁链便已崩直 而位于正中的杨简 四肢也被这股庞然距离声声拽开 形成了一个大字形 即便如此 那些锁链依然在咯咯地转动着 连带着将杨简的身躯 都给拽出了嘶嘶声响 那是肌肤因为距离 而被声声扯破的声音 鲜血则顺着杨简那瘦弱的身躯 往下流淌着 薛安眸光一冷 抬手便是一箭轰出 可当这无间不摧的一箭 触碰到锁链之时 就见虚空一阵晃动 锁链毫发无损 而杨简则浑身一颤 而后身躯上 便陡然出现了一道深深的剑痕 见此情景 薛安勃然色变 与寒如冰 一字一顿道 因果锁链 离恨天君哈哈大笑 不错 正是因果锁链 薛安 你果然好眼力 所谓因果锁链 是一种极为阴损毒辣的囚禁招数 乃是先王或者以上的强者 通过自身的法则 凝炼而成的一种宝物 一旦锁上 除非施术之人自己动手 否则绝无可能摘下 而且这种因果锁链 最毒辣之处在于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破解 都会作用到被束缚之人的身上 即便是面对先王法旨的时候 薛安的面色都没有多少变化 但现在 看到这因果锁链之后 他的脸色却变得极为难看 为了囚禁二郎神君 你们还真是下了血本来啊 薛安满含杀意地说道 离恨天君黑黑一笑 随手一挥 停 一声令下 这些锁链便停止了扯动 但这时的杨简 浑身鲜血淋漓 低着头被捆覆在半空之中 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 然后离恨天君 才满是得意地说道 没办法 谁让你们这些华族人的潜力 太过惊人了呢 说着 离恨天君得意洋洋地抬起头来 冲着薛安说道 姓薛的 我现在再问你一句 你是想要这位灌口二郎神 还是想要他死 哦对了 顺便再告诉你一句 我不光掌控着这些因果锁链 连我的神魂都和这些锁链 牢牢绑定在一起 所以 如果我出现什么意外 那你的这位二郎神君 就会砰的一声 炸成粉碎 就此神魂君灭哦 听到这番话 薛安还没说话 正心急如焚地 在因果锁链之外徘徊 试图冲过去 看一看自己主人的情况 但怎么也无法跨越的笑天 彻底怒了 离恨老贼 你这个百分号人民币百分号 锦号 我要将你的皮都给包下来 笑天气得浑身都在哆嗦 不顾一切地冲过来 就要跟离恨天君玩命 离恨天君都没正眼瞅他一眼 只是冷冷地看着薛安 薛安 我现在 给你三个呼吸的时间 做出你的选择吧 一 薛安默然不语地看着离恨天君 以及面露喜色的紫微星主 眼中光滑闪烁 却没有更多的动作 二 离恨天君的眼神深处 闪过一抹恍然之色 因为这时的薛安 还是没有动 只是抬手 拦住了想要冲过去的笑天 离恨天君心一横 张嘴喊道 三 这个三字还没完全说出口 就见薛安随手一挥 本来将离恨天君 和紫微星主层层包围的红莲夜火 便退了下去 这下 离恨天君不禁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得意地大笑起来 很好 薛安 看来你是个明白人 至于紫微星主 更是满脸的笑意 恭维道 天君大人果然好谋算 我刚刚还以为 咱们这下输定了呢 就连逃到远处的夜流宴 这事也飞了回来 满脸欣喜地冲着两人一拱手 父亲果然好计谋 他们三人欢天喜地 薛安这边则气势低落 笑天目自欲裂 如果不是因为薛安的气势所阻 他真想现在就冲过去 跟这帮家伙玩命 就连罪梦和愚人二人 此刻也是一脸的黯然之色 因为离恨天君的这个绝地大翻盘 简直太毒辣了 可以说 将薛安之前所有的努力 全都付诸东流 因为他要是想救出杨简 就不能杀死这个离恨天君 这种眼看着仇人就在面前 却无法动手的感觉 简直太压抑了 这时 离恨天君一脸得意地冲着薛安一笑 红莲先尊 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你现在可以走了 哦对了 你放心 等你走后 我不会拿这位灌口二郎怎样的 毕竟 他现在可是我的护身符呢 哈哈哈哈 离恨天君 又一次得意地大笑起来 薛安静默地看着 眼中光滑浮动 而残缺的身躯则又一次开始往外滴血 大人 醉梦轻声尼南道 眼中泪光盈然 可就在这时 就听一声轻叹传来 后生 薛安浑身一震 转头望去 果然 就见本来低着头 气势已然颓弱至极的杨简 正十分艰难地一点点抬起头来 这一下 离恨天君的笑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汇聚到了 这位灌口二郎的身上 就见杨简那苍白如纸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冷冷的笑意 然后冲着薛安一点头 后生 你过来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薛安微微一震 然后点了点头 一个跨步便来到了他的身前 全场一片静默 杨简静静凝视着薛安 忽然笑了起来 真好啊 说着 杨简的眼中 现出一抹追忆之色 当年的我就跟你差不多大 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 意气风发 身旁还有好友相伴 整日无忧无虑 只是一门心思地想着 如何增强修为 薛安眼中光滑微变 正想说什么 杨简摆了摆手 示意他不要说话 然后接着说道 可惜 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残酷的 想我华族 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 结果却落了这般下场 我被囚禁在这里万年之久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也曾满心地怒火和不甘 认为天道不公 认为人心黑暗 可慢慢地 我却想通了 说着 杨简抬眸看着薛安 吼声 你可知我华族 为何会遭受此等劫难吗 薛安默然片刻 然后摇了摇头 不知 因为那些人在害怕 薛安浑身一震 轻声呢难道 害怕 没错 说到这 杨简低头看了看远处的 离恨天君等人 冷冷一笑 不光是他们 包括他们背后的那些 所谓的大人物们 也都在害怕 他们害怕我华族的潜力 害怕我华族的昂然向上 害怕 我们的一切 说到这 杨简的眼中 陡然暴射出璀璨华光 后生 我说的这些 你可明白 薛安面色一速 郑重点头 明白 杨简仰天大笑 好 很好 哈哈哈哈 贼老天 你也算带我不薄了 有生之年 居然能让我见到 此等精彩绝艳的华族后辈 无就是死 也无憾了 此话一出 全场为之一阵 因为人们都听出了杨简话语之中所萌生的死至 本来志得意满的离恨天君更是勃然色变 怒吼一声就要冲上前来 笑天则悲呼一声 主人 然后也疯狂地往这里冲来 薛安离着最近 他的反应也很快 只见他眼中神光一闪 就要上前阻止 可就在这时 只见杨简抬起手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插进了自己的胸膛之中 然后生生将自己的心脏挖了出来 鲜血淋漓间 他的心脏还在跳动着 全场瞬间静得可怕 杨简的脸上 却浮现出难得的解脱之色 然后轻声言道 有个东西 我保存了很久 现在交给你 如果有机会的 请替我转交给一个人 随着话音 杨简颤抖着 从心脏中取出一枚十分不起眼的欲绝 信手扔给了薛安 薛安浑身都在微微地颤抖 抬手握住这枚 还带着杨简体温的欲绝 眼中渐渐现出了一抹晶莹的闪光 但很快 他便深吸一口气 前辈放心 我会替您办好这件事的 这时 杨简身上的气势越发地摔颓 文言却失声轻笑道 其实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执念罢了 因为他极有可能已经不在了 可万一他要是还活着 再见到这枚欲绝之后 自然就会明白 一切的 到时候你就告诉他 就说我不会 这话一出 已然冲到镜前的笑天蛙的一声 便哭了出来 主人 你 杨简扭头看了一眼 已经哭成泪人的笑天 眼中终于闪过一抹不舍之色 然后轻叹道 天 我走后你记得好好活下去 不 笑天已经哭得不能自已 但还是哽咽地喊了一声 傻孩子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么不听话吗 杨简笑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一点滑光从杨简的身上飞出 随着这点滑光的升起 杨简的身躯开始震战 薛安面线黯然之色 因为他知道 这是杨简的身躯 即将绷解的征兆 果然 紧接着便见点点滑光 从杨简的身上升它而起 而杨简的身躯 也随之变得透明起来 就在这时 笑天一跃而起 疯狂地捕捉着这些滑光 试图阻挡他们的消散 可这一切 根本都是徒劳的 他所有的动作 只能让这些滑光飞得更快 不要这样 求求你们不要这样 不要飞走好吗 我求求你们 笑天壮若疯地喊道 够了天 没用的 杨简忽然喊了一声 笑天浑身一震 这才颓然停住 然后嚎啕大哭起来 主人你走了 我怎么办 杨简面线难过之色 对于这个从小跟随自己长大 陪伴自己 走过漫漫时光的笑天犬 他实在难以割舍 但此刻的他 只能轻轻说了一声 对不起 与此同时 他的身躯越发地透明 只能勉强分辨出 他的一点轮廓 就在这种情况下 杨简抬起头来 冲着薛安微微一笑 笑容之中满是解脱 后生 如果有机会的话 请替我转到那只猴子 下辈子 我们再战 化落 杨简的身躯 于瞬间崩解 化为点点滑光 彻底地消散于天地之间 笑天见状 大叫一声 主人 然后便身躯一软 晕死过去 鱼人赶忙冲上前来 一把抱住了跌落下来的笑天 而离恨天君 则呆呆地看着 此刻的他 已经彻底傻了 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这位灌口二郎居然会如此的刚烈 居然生生自爆神魂而死 要知道 身为天生的神灵 杨简的寿命 悠长地近乎永生一般 只要没有什么意外 绝不会死 这也是他能承受住 这万载折磨 依然没有雨落的原因所在 可没想到 他在最后 为了摆脱自己的控制 居然选择了自爆而死 就在这全场戚燃之中 只见薛安扬起头来 用力吸了一下鼻子 然后拱手言道 生而为神 死后为灵 前辈 愿你此去能重归天地 再造今生 说吧 薛安缓缓转过身来 用冰冷至极的目光 看向离恨天君等人 当目光所及 不管是离恨天君 还是紫薇新主 全都忍不住一颤 因为他们都感受到了 一股极为肃杀的彻骨寒意 在这种极为压抑的气氛之下 离恨天君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着 可就在这时 就见薛安的一条手臂 因为伤口太深 终于不堪重负地掉落下来 这下让离恨天君眼前一亮 然后高声喊道 刘燕快上去阻止她 她现在已经身负重伤 根本就是在硬撑着了 没错 乌尔快去灭了她 紫薇新主也高声喝道 尽管此刻的夜刘燕 心中也满是惊惧 但来自两位父亲的号令 让她不敢违抗 只好硬着头皮大喊一声 然后便催动浑身的修为冲了上去 不得不说 这夜刘燕重生之后 因为两者归为一体 实力要比在地球之时强横许多 所以这一个冲锋 威势也颇为害人 但薛安好似陷入了石化状态一样 对夜刘燕的这一击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大然 醉梦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就在这时 夜刘燕也已经挟强绝威势 冲到了境前 可就在她满心欢喜地认为 胜券在握之时 就见薛安豁然抬眸 眼中闪过一抹冷冽寒光 然后抬起剩下的那只手臂 猛然一仰手 咔 一道璀璨见光 直斩而过 速度之快 根本没有给夜刘燕反应的机会 直接就从中间 将其斩位了两半 但夜刘燕的身体却没倒下 反而一边一个同时绝望地大喊起来 不要 饶命 声音截然不同 居然是夜刘燕和紫薇神子 在同时求饶 可薛安根本没有理会这些 此刻的她 心肩似铁 杀意如狂 仅剩的那只手握掌成拳 然后在瞬息间连轰两拳 哄 哄 只听两声爆响 一边一半的夜刘燕和紫薇神子 便直接被轰爆开来 化为了满天血雾 而后薛安自血雾之中迈步而出 抬手一指对面 离恨天君和紫薇神子 冷冷喝出一字 杀 离恨天君和紫薇神子 在见到自己的儿子被轰爆之后 就知道不好 此刻一见薛安的动作 更是心中寒气直冒 根本没有一战之心 而是转身变跑 在他们看来 现如今 薛安已然身负重伤 只要自己跑得足够快 那他就是想追也追不上 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此刻薛安心中的杀意 只见他深吸一口气 抬手便在眉间一滑 一点金色鲜血便从中泵涌而出 本命精血 修行者身上最珍贵的血液 蕴含着强大的能量 但若是贸然动用的话 会大伤元气 可现在的薛安 显然已经不再顾忌那些 他的心中 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将这两个人彻底灭杀 因此只听他冷冷道 我已无声 寄红莲 一声令下如天青 但见那一滴本命精血 瞬间化身为一朵红莲 然后与寝刻间飞升而起 一边飞海一边疯狂地增大 当飞至苍穹之上时 已然变为一朵遮天蔽日的巨大红莲 然后才缓缓绽放开来 就在花开的这一瞬 无数光滑自躲躲连夜之上掩斩而出 直接飞入了虚空之中 然后猛地一个收缩 哄 一声巨响之后 这一方世界骤然一震 然后便被彻底封锁 正在疯狂逃窜的离恨天君 和紫微新主 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觉得周遭的天地忽然一变 好似正在疯狂排斥自己一样 连逃窜的速度 都被疯狂压制下来 这一下 两人被吓得亡魂接冒 可毕竟都是 存活了万年之久的绝顶强者 两人很快便恢复了清醒 然后毫不犹豫地散开神念 试图穿越而出 但这所有的一切 在这朵红帘的笼罩之下 都是徒劳无功的 就见薛安抬手一指 两人浑身一震 头上瞬间出现了一朵红帘 然后便被生生定在了原地 这种无法动弹的感觉 是最为恐怖的 至少两人全都吓得面无人色 这时 薛安一个闪身 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冷冷地看着他们两人 大人饶命 您不是想知道 是何人主使我等的吗 我愿意将我所知道的 一切都告诉你 只求你能放我一条神魂的生物 离恨天君终于感到了害怕 疯狂求饶道 薛安嘴角扬起 冷冷一笑 何人主使于你 已经不重要了 啊 离恨天君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在他看来 薛安如此大费周折 不就是想查明当年的真相吗 可为什么却对这样重要的信息 不感兴趣了呢 正在他惊疑不定之时 薛安冷喝一声 重要的是 你们必须得死 说吧 薛安抬手一挥 但见笼罩于两人头顶的那朵红帘 瞬间增大 然后连夜飞涨 直接将两人包裹起来 不要啊 离恨天君和紫卫星主 全都惨叫起来 但这一切根本于事无补 当连夜彻底合拢在一起后 两人的身形已经消失不见 而后便见里面光滑隐隐 热浪灼天 薛安淡淡道 慢慢享受吧 这将是你们最后的时光 希望你们会喜欢 没有回应 实际上 两人所有的惨叫 都被这层层连夜所阻隔 根本无法传递出来 薛安就站在两朵莲花之前 静静地看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可能是一盏茶 也可能是一个时辰 就听莲花之中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然后便听有两个无比怨毒的声音隐约传来 薛安 你好狠 我等着你死的那天 但薛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只是冷冷一笑 好啊 那你们两个就等着吧 终于 一切重归于迹 莲花之中的光滑渐渐隐去 然后颤巍巍地重新绽放开来 这时再看 莲花之中 已经没有了离恨天君和紫卫星主的身影 只留下了两颗光滑缭绕的珠子 薛安一抬手 这两颗珠子便落入了薛安的手中 这是离恨天君和紫卫星主神念之中的那些记忆所化 算是他们两个留在这个世间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除此之外 他们已经被红莲彻底炼化 连神念都消散无形 做完这一切 薛安笑了笑 轻声嘀喃道 二郎前辈 你看到了吗 离恨和紫卫星主都已经死了 至于他们背后的人 我已经有了眉目 到时候 我自会将他们全部消灭 你可以安心地去了 话音刚落 就见薛安张口便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而那朵本来遮蔽了整片天地的红莲 更是为之一阵 然后轰然破碎开来 大人 醉梦和鱼刃全都惊叫了一声 琪琪冲了过来 唯有已经醒过来的笑天 依然呆呆地坐在那 似乎已经傻了一样 薛安摆了摆手 身形虽然有些亮强 但还是以不容辩驳的语气说道 我没事 可是 醉梦有些焦急 薛安深吸一口气 我只是透支太过而已 你等在此 给我护法便好 是 醉梦和鱼刃 肃然硬倒 薛安深深地看了一眼远处的笑天 轻叹一声 然后便跌坐鱼地 双腿全躯 缓缓闭上了眼睛 其实他身上的伤怨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 首先 他以半步大罗之躯 硬扛了一记仙王法指 虽然通过太阴神族的本命转印 转移了大部分的压力 但还是被震出了内伤 而等重返离恨天后 他又是连番征战 以天火炼体之后的金身都被生生打破 陷出了道道伤痕 紧接着 他又一泻炼红莲 这更是让他的伤势进一步加深 但这所有的一切 都没有最后的那一记 以身际红莲来的严重 本命惊血的动用 将他刚刚恢复的修为彻底打乱 强行召唤红莲 更是令他体内经脉大乱 血气逆行 这样严重的伤势 换做其他人 估计早死多时了 也就是薛安这样重生而来的先尊级强者 还能撑到现在 到了如今 他也必须要好好调理一下身体上的伤势了 否则也会留下严重的后患 尽管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 但薛安依然无悔 可能他现在先暂避三舍 等日后修为恢复之后 很轻易地便能将离恨天君和紫卫新主彻底消灭掉 但薛安从来不相信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 他有仇一般当场就报了 因为薛安一直觉得 当时过境迁之后 你再去报仇 真能弥补当初的那个遗憾吗 所以 薛安才宁愿身负重伤 也要将离恨天君和紫卫新主斩草除根 而就在他盘膝打坐之时 在神域之外 离恨天中 一场轩然大波也随之而起 离恨天君身为离恨天的绝对主宰 当他消亡的那一瞬间 整个离恨天也为之巨阵 就见日月倒转 天地震动 包括离恨城在内 整个世界的灵气都开始剧烈地波动 离恨天中所有的强者们全都为之惊惧 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 有人惊问道 不知道 但好像是天君大人出了事了 有人一脸凝重 怎么可能? 天君大人贵为先王 他老人家怎么可能出事? 气氛开始变得惶恐不安 因为所有人都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 在离恨城外 来了一群人 妹叔 你确定在边缘之城 救了你的那位少年 是往离恨城来了吗? 一名中年男子沉声问道 严妹叔上前一步 郑重地点了点头 父亲 我绝对可以确定 那位救下我的薛先生 确实是往离恨城来了 这名问话的中年男子 正是严妹叔的父亲 也就是严家的家主 严阳 当听到自己女儿这么说后 严阳皱起眉头 打亮着远处那座 威鹅耸立的巨大城池 轻声说道 可这听起来 实在太过匪夷所思了 即便这个少年 真如你所说的那般厉害 也不可能是离恨天君 这种强者的对手 也无怪乎 严阳如此疑惑 毕竟这种是谁听了 都会有所怀疑 实际上 若不是严妹叔一再 以自己的人格和身家性命 做担保 严阳也不会冒着巨大的风险 千里迢迢地赶来这里 这一切都只因为 严妹叔的那一句 巨大的风险 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收益 严阳对此深以为然 这才下定决心 率领严家精锐好手 来到离恨天中一探究竟 可一路行来 却没有发现丝毫的异样 这不禁让跟着来的这些人 全都有些疑惑 比如此刻的人群之中 便有一名身穿性黄色衣裙 面容稚嫩 但却满脸骄狂的少女 闻言冷笑道 父亲大人 还是太过听心大姐了 连这等 一听就是扯谎的话都没有怀疑 还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 冒着巨大的风险赶来这里 这不纯粹是闹着玩吗 听到这番话 严妹叔面色一变 眉毛便扬了起来 沉声道 梦桃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自然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当初在家里的时候 我就对父亲说过 这少年即便真的存在 也不过是个胡吹大气的牛皮精而已 根本不值一提 可你却一再扬言说 这少年如何如何厉害 甚至于救下了你们一整个商队 说到这 严梦桃眼波流转 满脸的细血之色 可我怎么觉得 这倒好像 是你故意如此为之呢 莫非你是喜欢上这个 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少年不成 这番话 可谓诸心至极 严妹叔面色一白 然后沉声喝道 严梦桃 你胡说些什么 我说的这些话 可都不是随意编造的 哦 那你的证据呢 你说贺唇才表哥 因为形势乖章 结果被这少年给杀了 我勉强算是信了 但你说的其他那些事 又有什么证据呢 比如你说 严家商队是因为这少年才获救的 可咱们来的时候 可是路过边缘之城了 结果那里风平浪静 根本就没有半点关于这些事情的传言 你这又该做何解释 说吧 严梦桃冷笑着 看着自己的这位大姐 他们姐妹二人素来不和 尤其严梦桃 对自己这位大姐 可谓极为不服气 总觉得父亲偏心 对自己这个姐姐 太过器重了 因此 当现在终于有机会 揪住严妹叔的痛脚后 严梦桃自然不肯放过 听到这番话 严妹叔眼神一变 冷冷地看着自己这位小妹 然后含声道 作何解释 哼 我最开始的就曾说过 当初在宴会之后 薛先生为了不走漏消息 将全场所有人的神念 都给洗练了一遍 因此 这些人全都不会记得发生了什么 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风声了 哟 这里有找得不错 严梦桃轻轻鼓掌 但脸上却满是讥讽 可是大姐 你难道就不觉得这借口太过牵强吗 照你这么说来 这个什么 薛先生简直就是神人了 随随便便 就能洗练全场强者的神念 严妹叔却一脸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 没错 薛先生本来就是神人 严梦桃文言 却是一阵的冷笑 那既然如此 这位薛先生 为何不将你的神念 也给洗练了呢 因为薛先生 说我不是此界中人 让我速速离开 怎么 你有意见 严妹叔也被自己妹妹的连番逼问 给弄出了火气 含声道 哼 意见倒是没有 就是觉得 有些人还真是嘴硬得紧啊 撒下弥天大谎 还敢信誓旦旦地不承认 严梦桃一脸讥讽地说道 你 严妹叔面色一寒 就带说话 好了 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 严阳轻贺一声 严妹叔这才住了嘴 然后深深地看了严梦桃眼 严梦桃却根本不以为意 反而一脸地得意 然后有些撒娇地 冲严阳说道 父亲 我们还要再次等多久啊 严阳沉声道 不管你姐姐说的是真是假 既然我们来了 就得查一查真相 毕竟 我们严家向来恩怨分明 若这位薛先生 真的对我严家有恩 我们自当报答 虽然这话说的听起来没毛病 但语气之中 显然也对严妹叔有了些怀疑 严妹叔自然也听了出来 不禁微微一震 然后垂下了头 心中满是畅往 他在穿越边缘之海 回到严家之后 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但严阳当时并没有太过在意 直到严妹叔小以厉害 严阳才动了心 严妹叔说得很明白 这位薛先生 很可能是严家日后 发扬光大的一个巨大契机 若是现在不抓住 那就再没有机会了 而且现在需要的 只是带领众人 去离恨天中看一看而已 根本不用付出什么 抱着这个想法 严阳方才带领众人来了这里 可没想到 自己的父亲还没怎样呢 便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严妹叔不禁感到了深深的失望 就在这时 天地突然一声巨震 众人全都一愣 然后全都察觉到了什么 齐齐抬头望去 但见天空之上 日月倒转 而天地间的灵气 更是开始剧烈地震荡 这是怎么回事 严阳面色大变 惊声喝道 至于其他众人 更是全都为之悚然 唯有严妹叔呆呆地 看着苍穹之上的异象 直到过了片刻 他那双满是震恶的双眸之中 才陡然现出了一丝明雾 然后浑身便开始止不住地颤抖 痴痴地弥难道 是薛先生 他真的做到了 神域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天之久 在这十天之中 醉梦和鱼刃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薛安 笑天也没走 但他却好似魔政了一样 一直呆呆地 坐在那已经废弃的十几座高塔中间 目光痴迷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此刻的薛安 深周被层层光滑所笼罩 构成了一个厚厚的光剪 虽然看不清里面的状况 但醉梦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薛安的气势正在一点点地增强 终于 在又过去了足足三天光景之后 光剪突然开始轻颤 然后便如弹壳一般破碎开来 而盘西坐于其中的薛安 则缓缓睁开了双眸 目光所及之处 一道金光横扫天地 醉梦和鱼刃浑身一震 然后便满脸骇然地低下了头 不敢支持薛安的双眸 因为他们就觉得 此刻的薛安 眼中似乎蕴含着无穷的威势 使人忍不住 想要顶礼膜拜 薛安缓缓深吸了一口气 轻轻眨了眨眼睛 双眸之中的光滑随之内敛 刚刚那种强决的压迫 方才消失不见 醉梦和鱼刃 不禁长出一口气 然后满脸喜色地说道 大人 您的伤 薛安笑着点了点头 已经不防事了 说吧 薛安缓缓站起身来 果然 之前纵横交错的恐怖伤痕 已经消失大半 唯有胸腹之间最深的那一道伤口 还存在着 断掉的手臂 也已经重新复原 但薛安清楚 这只手 只是暂时地恢复了一部分的功能 若要真正恢复 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毕竟 这次所受的伤非比寻常 甚至于已经动摇了根本 实际上 若是其他修者的话 在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后 即便能够保住命 但修行之路 也算是断绝了 因为修行意图 本就是逆天行 稍有不慎 便可能再无存尽的机会 这也是大部分修者 极力避免生死之争的原因所在 因为这种争斗 你即便是胜了 那也是惨胜 很可能会将自己日后的前途 都给搭进去 唯有薛安这种 曾经登顶疯癫的至尊强者 才有把握 不因这种伤势 而阻碍修行 实际上 在这十三天中 薛安做了很多事 首先是将修炼以来所有的能力 重新进行了一遍梳理 然后以无比坚毅的决心 开始修复体内的伤势 这个过程极为痛苦和漫长 薛安却在短短十几日的光景内 便完成了 现在的他 尽管外表看上去还有些骇人 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大碍 而且等他彻底恢复 那实力必将更进一步 半步大罗的修为 也将彻底稳固 醉梦和愚刃 自然喜不自胜 薛安则看向了远处 那个傻傻地坐在地上的笑天 不禁轻叹一声 然后缓步走了过去 笑天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绝 此刻的他 好似将自己的内心都已经封闭了 变得宛若一个木头人一样 薛安站在他的身旁 仰起头来看了看这十几座高塔 然后轻声道 想哭就哭出来吧 这样会好受一些 声音不大 却让笑天浑身一震 然后愣愣地收回目光 看向了薛安 薛安没有理会他的目光 而是继续说道 我不会安慰你 因为我知道 这种事 不是几句安慰可以弥补的 毕竟没有谁能真正体会对方的感受 笑天浑身轻颤 本来呆滞的面容之上 终于浮现出悲淒和痛楚之色 然后说出了十几天来的第一句话 薛先生 我好难过 薛安点了点头 轻声道 我知道 笑天的脸上挤出一个笔窟 还要难看的笑容 然后颤声说道 我坐在这的十几天中 一直在想 一万年是多么悠长的时间啊 足以让沧海变成桑田 令星月为之勾成 可就是在这么长久的时间里 主人却在这个鬼地方 默默承受着残酷的折磨 而我却一点都不知道 并且还成为了仇人的走狗 任人驱使 说到这 笑天的脸上已经爬满了泪水 然后用近乎绝望的声音嘶吼道 薛先生 你说 我是不是个混蛋 罪梦和愚人在远处看着 不知道何时 也以泪流满面 而薛安 则在静默了片刻之后 缓缓点了点头 没错 你确实是个混蛋 而且是混蛋中的混蛋 没错 先生说的没错 我甚至连混蛋都不如 笑天发出了一阵 四哭四笑的嚎声 然后张嘴便吐出了一口鲜血 笑天 罪梦惊叫一声 就要上前 薛安冲她轻轻摇了摇头 示意她不要过来 然后低着头静静地看着 此时的笑天低俯着身子 发出了一阵 如野兽般的嘀吼声 那是 她在嚎啕大哭 薛安也没阻止 只是目光之中 浮现出一丝悲悯之色 直到过了两久 她才淡淡道 然后呢 你打算怎么办 听到薛安的问话 笑天的哭声渐渐停止 然后慢慢地抬起头 郑重地看着薛安 薛先生 您替我主人报仇之恩 我自当明刻肺腑 且容我来世再报 说吧 笑天重重叩手 砰砰砰地 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便闭上了眼睛 决意自裁 实际上 她在刚刚醒来之时 便有了这个打算 只是当时的薛安打坐疗伤 还未行转 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 以及替薛安护法 她才一直等到了现在 现在终于见到了薛安 她觉得一切事都已经了结 自己终于可以解脱 前去陪伴自己的主人了 她的这番举动 自然令罪梦和愚人二人 勃然色变 全都想要阻止 可薛安却根本没有动弹 甚至连笑天跪下叩手的时候 她都没有说话 只是冷冷地看着 直到笑天闭上眼睛 决意自裁了 她才冷笑一声说道 小二郎前辈生而为神 何等威名 怎么手下的人却这般懦夫 听到这番话 闭着眼的笑天浑身一颤 但却没有任何反驳 因为此刻的她 已经充满了死质 况且 薛先生说的也没错 我确实是个懦夫啊 笑天满心凄凉地想着 就要引燃神魂 可就在这时 只听薛安冷冷道 你真以为死 就能显示 你的忠诚了吗 而且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就去死吧 只是可惜了二郎前辈 连最后一丝希望 都被自己最器重的手下 给葬送了 说吧 薛安转身便走 本来紧闭双眸 决意寻死的笑天 豁然睁开眼睛 难以置信地 看着将要离去的薛安 颤声喊道 薛先生 您您说什么 薛安停住脚步 转过身来 冷冷地看着笑天 没听清楚吗 那我就再说一遍 连最后一丝希望 都被你给葬送 你真觉得自己 自杀殉王是忠诚 这番话 让笑天的眼睛瞬间睁大 然后满脸震恶地 看着薛安 喉咙里 都不禁发出了咯咯声响 直到过了足足一个呼吸的光景 笑天才清醒过来 然后跪爬几步 喜极而气地 冲着薛安连连叩头 无比激动地喊道 薛薛先生骂的是 您真的有办法 救活我的主人吗 不光是他 连醉梦和愚人 都满是稀奇地看向了薛安 可薛安这时却摇了摇头 二郎前辈已经神魂俱灭 就算我恢复了全部的修为 也不可能令他死而复生 这番话犹如一盆凉水 直接浇在了满心狂喜的笑天头上 让他瞬间呆愣在原地 可可是您刚刚不是说 我的主人 还有最后一次希望吗 薛安却没有正面回答笑天的话 而是见眉一扬 冷声道 我且问你一句话 你愿意为你主人付出一切吗 笑天的面色 瞬间变得肃然 然后郑重点头 笑天愿意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所说的一切 并非你的性命 而是你往后余生 所有的时光 并且 你所有的努力 在最终的时候 可能根本得不到任何回报 而是落得一场空 笑天却没有丝毫地犹豫 薛先生 只要能够救回我的主人 不管什么样的代价 我都愿意付出 不管如何渺茫的希望 我都愿意努力 薛安看着脸上 重新焕发光彩的笑天 轻轻点了点头 很好 既然如此 那我便告诉你 这最后一丝的希望是什么 说到这 薛安顿了顿 抬起头来看了看 已经变得空荡荡的天空 目光变得有些复杂 二郎前辈确实陨落了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如果是正常的情况 他将彻底消散于天地间 再无半点可能复原 但在最后 我以自身神念 护住了他最后一点华光 将其送入了轮回之中 这也是我那句 重归天地 再造今生的含义所在 说到这 薛安低头看了看 已经陷入呆滞状态的孝天 淡淡道 现在的他 很可能已经重生于 朱天之中的某个角落 而因为我的神念护佑 他最后一丝的机缘还在 并未彻底断绝 而你要做的 就是于朱天之中寻找到他 话音刚落 孝天深吸一口气 满脸肃然地 又一次冲着薛安三叩手 大人 您的大恩我莫尺难忘 孝天再次立誓 以后必将报答 说吧 他抬起头来 无比郑重地说道 我愿意去寻找主人的转世 薛安静静地看着他 然后轻声说道 你可想清楚了吗 要知道 朱天如海 万界无边 在其中寻找一个人 谈何容易 这 可能要搭上你一生的时间 而且 最终很可能也会是无功而返 大人 请不要说了 孝天轻笑摇头 然后满脸稀奇地说道 只要有最后一线希望在 哪怕再如何渺茫 我也愿意去寻找 至于最终结果与否 我都认了 这番表态 让薛安一时微微一正 然后方才大笑起来 好 不愧是二郎前辈的手下 单凭这番话 便足以证明 你是一条真汉子 说吧 薛安抬手一挥 一道神念 直接硬刻入孝天的眉心之间 然后淡淡道 这道神念之中 有二郎前辈最后仅存的 那一点滑光的气息 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帮助吧 孝天浑身一震 然后郑重拱手 多谢大人 说着便又要扣手 薛安微微一笑 侧身躲开这一拜 然后一抬手 一股柔和俱力 便将孝天从地上拖起来 行了 二郎前辈也是我华族神灵 我帮你也算是帮我自己 不必如此多礼了 孝天这时 已经在无半点之前的颓丧之色 而是迫不及待地说道 大人 既然此件事情已了 那我便先告辞了 毕竟连您都说了 诸天广大寻人不义 我必须要抓紧时间 尽快去找回主人 否则可就耽误了 说着 他就要转身离去 薛安见状 有些哭笑不得 忍不住喊道 慢着 孝天停住脚步 转过身来 一脸疑惑地看着薛安 大人 还有什么事吗 薛安的神情有些古怪 就这么走了 嗯 不然呢 孝天还是一脸的茫然 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 薛安叹了口气 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是该说你渣呢 还是该说你傻呢 难道你忘了 之前在边缘之城 跟你结识的那位金犬公主 江巡南了吗 听到这个名字 孝天浑身一震 这才回忆起这宗事来 然后脸上便浮现出难堪之色 这我还真把他给忘了 薛安上下打量了孝天两眼 然后有些促侠地笑了起来 大丈夫虽然应该志在四方 但也不可在儿女四情上有缺 毕竟你可是睡了人家的 哄 这番话犹如一枚炸弹 炸得孝天手足无措 脸更是瞬间红到了脖子根 然后念诺道 大大人 我可没有这个想法 有没有 等见到面你 亲口跟人家说吧 薛安笑眯眯地说道 说吧 薛安一抬手 便从石海之中将福宝小楼取了出来 晋即半步大罗之后 薛安的石海也随之扩大了许多倍 并且神念凝炼 已经自成一方空间 可以放下一些重要的物品 而在独面两大半步神王 硬汉先王法旨之时 薛安担心炎儿他们会受到伤害 因此干脆将福宝小楼封印之后 放进了自己的石海之中 妥善防护起来 现在事情已经了结 自然也该让炎儿他们出来了 不过 当福宝小楼出现在场中之后 薛安的脸上忽然现出一抹一样神色 似乎是尴尬 又好像是忐忑 然后 就见薛安深吸一口气 一挥手 一道神念 便将笑天和醉梦鱼刃三人 彻底隔绝开来 李源印等人文宇 指得跟着赵明 投宫内而去 赵明走在前头 颇为豪迈地大笑道 孤王巡视周边 一日未时 看你等在宫外等许久 想必也未曾吃饭 孤这里别的不说 磨管够 肉管够 再整几个江东小菜 几坛好酒 大家一起畅饮 李源印只是汉手 心事重重地进了宫殿 正是吃晚饭的时候 赵明吃喝方面 也不讲究 向来是遇见什么吃什么 将是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 当下 医生吩咐 热馍馍 肉汤 便往桌上送 赵明招呼几人坐下 又吩咐整点羊肉 猪肉 炒点印菜 端几坛子酒送过来 赵明满上酒碗 招呼众人吃喝 大谈近些十日来 盖州大战 歼灭满洲四旗 突袭大谷口 纵横河北的豪迈 又扯了些 风狼居须 班定远 汉中军 耿公归玉门之势 江北重将回想起 古人的事迹 又联系起这几年 在关外作战的事情 一个个也都感慨 觉得快意 豪迈 雄心万丈 李源印却有些心不在焉 他把摩斯成片 放进肉汤里 一边吃一边回想着 不得不承认 跟随吴越军作战 确实是他从政以来 作战最有激情的时刻 如果可以 李源印愿意 一直为赵明和吴越军效力 可是他收到李承栋的来信 让他返回江北 为鲁王效力 他不得不回 赵明说了一阵 暗中观察了众人的神情 忽然放下酒碗 长叹一声 哎 近些十日来 孤与诸位并肩作战 托付生死 甚为愉悦 然而 众多江北将领 忙起身攻身 骑骑行礼 能追随殿下征战 一时末将等人一大幸事 赵明摆了摆手 遂及伤感到 孤王知道 你等担心江北之事 决意返回江北效力 眼下孤这边也无战事 你等要去 孤不阻拦 不过 船只调配 尚需要时间 你等安心等待 孤不日就派船 送你等回江北 与碧 将晚中酒一饮而尽 满脸不舍之情 赵明的心意 李源印等人 其实心里都明白 江北军到辽东后 赵明没有将他们当外人对驰 吃喝与吴越军一样 装备 钱粮优先补给 待遇不比吴越差分毫 有时候还要好一些 吴越军对他们掏心掏肺 当自己人对待 现在众人确实有些不好意思开口离开 看着赵明的神情 他们都觉得自己 有些对不住赵明 江北诸将听赵明之言 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 最后只是纷纷羞愧地低头抱拳 末将等人谢殿下成全 李源印道 殿下给我们的装备 我们将全部留下来 赵明板起脸来 不快道 袁博何出此言 如今局势板当 你等回江北之后 难免遭遇大战 江北军的装备 你们全部带走 另外 孤王再送你们快炮五十门 手雷五千枚 火药三万斤 说完 赵明端起酒碗 大声道 好了 今日不提这些 来 喝酒 就当孤王为你等践行 李源印等人感动不已 纷纷端起碗来 殿下之情 我等铭记于心 某干了 雨碧 齐齐仰头 干了一碗 好 赵明大喝一声 来 满上 再喝 今日不醉不归 赵明不再提江北之事 酒席间 只谈近些年来 辽东作战 攻击满清的旧事 然后开怀畅饮 将李源印等人 一一干翻在地 滚入桌下 这时 看着烂醉如泥的众人 赵明冷笑一声 哼 小样 然后挥手吩咐 来人 将他们送回去 带侍卫将李源印等人送走 赵明遂及吩咐道 让张家豫来见姑 不多时 张家豫来到书房 看见赵明被靠在座椅上 一手按着额头 呼吸粗重 显得有些疲惫 赵明酒量虽好 但是将十几个江北军将领和趴下 他其实也差不多了 殿下 张家豫见此 轻声唤道 赵明反应过来 坐正身子 张先生到了 陈刚到 张家豫道 殿下日理万机 要保重身体啊 赵明抬手示意张家豫入座 而后问道 江南有消息传来没 张家豫摇了摇头 自前些天传来朱玉剑逃出南京的消息后 近几日 没有其他消息传来 赵明文宇汉首 随即吩咐道 有消息传来 第一时间通知孤王 另外 李源印要是问起传的事情 你先压一压 张家豫沉饮一阵 领会了赵明的意思 行李道 陈明白了 赵明遂及挥手 好了 且下去吧 当下张家豫告退 赵明遂及也返回请殿休息 很禽兽地困了一个朝鲜美人 接下来几日 李源印一直在等待赵明 给他安排传之 不过赵明这边 却没一点动静 时间到四月初 李源印只得找张家豫等人询问 张家豫则推脱 天气不行 担心遇见风暴 让李源印再等几日 李源印又去找赵明 却得知赵明去宁远 张家豫也追去了宁远 之前 吴越军攻击大谷口 确实出气不易 不过海上运输不便 阻碍了赵明从河北 获得大量人口 这次 赵明从河北 只得到十八万人 还不足一个县的人口 而辽和平原千里之地 至少需要二三百万人 为此 赵明还是需要拿下 山海关这个通道 以便下次能带走更多人口 这日 赵明正在宁远保释查 张家豫忽然来报 殿下 江南消息到了 赵明文语挑眉道 什么消息 战况如何 张家豫道 鲁王攻下南京后 禁卫坚国 发兵追赶朱玉剑 大军一路攻去吴湖 安庆 杀入江西夺取湖口 不过随即便遭受了 江西金生环的反击 大军止步于湖口 赵明不禁摸了摸两撇胡子 这样的战局 在他的预料之中 江北军战力强悍 可地盘小兵力少 前期凭借战力强 攻势猛 加上拥有不少犀利的器械 能够势如破竹 但随着战争持续 战势扩大 加上器械迅速消耗 江北军的劣势 就会逐渐暴露出来 而 龙武朝廷体积庞大 资源丰厚 人马众多的优势 就会逐渐体现 届时 战役便会出现转折 这种例子 赵明知道的很多 不需列举 因此看得比较透彻 朱以海前妻 若是没能打垮龙武朝廷 一旦进入乡池 他便没有机会了 赵明一阵沉吟 片刻后 忽然问道 李元印最近有什么动作 张家豫无奈道 据说李将军每日 都去行宫询问 殿上何时回宫 什么时候有船去江北 赵明呼出一口气 沉声道 张先生 你立刻安排船只 送江北军去南京 银口 码头 一万多江北军 穿着金粮的盔甲 扛着碎发火枪 腰间挂着水壶 药壶 手雷 登上战船 这时 李元印等人抱拳与张家豫告别 张参军 请带末将 向殿下告别 张家豫微笑道 殿下舍不得李将军离去 不忍前来送别 不过却让本官 给李将军和江北军将士 送来一些礼物 说完 张家豫一挥手 身后士卒便抬来几十个大箱 然后将箱子打开 里面全是白花花的赵大头 这是 江北军重将大惊 眼睛瞪大 张家豫微笑道 按着吴岳军的规矩 将士立功 是要分军填的 这些是殿下给江北将士的奖赏 共计十万元 另外 他日诸位要是愿意来吴岳国 殿下随时欢迎 诸位之前的功绩也会记着 到时一并刺填 众人文语 无不敢动 他们将脱离吴岳军的序列 一般而言 都会受尽刁难 奖赏和银子 完全可以不用给 但是赵明却不仅给了 还一下给了十万 明知他们要脱离吴岳军 还送装备 送钱 这样的主攻 哪里能找 若不是 鲁王此前对他们也不错 众人恨不得 全部都留下来 当下 银子抬上船 战船起毛生翻 李元印等人站在船头 与吴岳军重将挥手道别 这时 船只刚离开海港 阮静忽然指着 码头不远处的一座山头 惊呼道 是殿下 赵明骑马助力山头 牧师船队走远 船上李元印等人 视之 不禁泪流满面 殿下真乃仁慈 众义之主啊 李元印等人文语 只得跟着赵明 投宫内而去 赵明走在前头 颇为豪迈地大笑道 孤王巡视周边 一日未时 看你等在宫外等许久 想必也未曾吃饭 姑这里别的不说 磨管够 肉管够 再整几个江东小菜 几坛好酒 大家一起畅饮 李元印只是汉手 心事重重地进了宫殿 正是吃晚饭的时候 赵明吃喝方面 也不讲究 向来是遇见什么吃什么 将是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 当下 医生吩咐 热馍馍 肉汤 便往桌上送 赵明招呼几人坐下 又吩咐整点羊肉 猪肉 炒点硬菜 端几坛子酒送过来 赵明满上酒碗 招呼众人吃喝 大谈近些十日来 盖州大战 歼灭满洲四旗 突袭大谷口 纵横河北的豪迈 又扯了些 风狼居须 班定远 汉中军 耿公归玉门之势 江北重将 回想起古人的事迹 又联系起这几年 在关外作战的事情 一个个也都感慨 觉得快意 豪迈 雄心万丈 李元印却有些心不在焉 他把摩斯成片 放进肉汤里 一边吃一边回想着 不得不承认 跟随吴越军作战 确实是他从政以来 作战最有激情的时刻 如果可以 李元印愿意 一直为赵明和吴越军效力 可是他收到李成栋的来信 让他返回江北 为鲁王效力 他不得不回 赵明说了一阵 暗中观察了众人的神情 忽然放下酒碗 长叹一声 哎 近些十日来 姑与诸位并肩作战 托付生死 甚为愉悦 然而 众多江北将领 忙起身攻身 骑骑行礼 能追随殿下征战 一时末将等人一大兴世 赵明摆了摆手 遂及伤感到 孤王知道 你等担心江北之事 决意返回江北效力 眼下姑这边也无战事 你等要去 姑不阻拦 不过 船只调配 尚需要时间 你等安心等待 姑不日就派船 送你等回江北 与碧 将晚中酒一饮而尽 满脸不舍之情 赵明的心意 李元印等人 其实心里都明白 江北军到辽东后 赵明没有将他们当外人对池 吃喝与吴越军一样 装备 钱粮优先补给 待遇不比吴越差分毫 有时候还要好一些 吴越军对他们掏心掏肺 当自己人对待 现在众人确实有些不好意思开口离开 看着赵明的神情 他们都觉得自己 有些对不住赵明 江北诸将听赵明之言 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 最后只是纷纷羞愧地低头抱拳 末将等人谢殿下成全 李元印道 殿下给我们的装备 我们将全部留下来 赵明板起脸来 不快道 袁伯何出此言 如今局势板当 你等回江北之后 难免遭遇大战 江北军的装备 你们全部带走 另外 孤王在送你们快炮五十门 首雷五千枚 火药三万斤 说完 赵明端起酒碗 大声道 好了 今日不提这些 来 喝酒 就当孤王为你等践行 李元印等人感动不已 纷纷端起碗来 殿下之情 我等铭记于心 某干了 与毙 齐齐仰头 干了一碗 好 赵明大喝一声 来 满上 再喝 今日不醉不归 赵明不再提江北之事 酒席间 只谈近些年来 辽东作战 攻击满清的旧事 然后开怀畅饮 将李元印等人 一一干翻在地 滚入桌下 这时 看着烂醉如泥的众人 赵明冷笑一声 哼 小样 然后挥手吩咐 来人 将他们送回去 带侍卫将李元印等人送走 赵明遂及吩咐道 让张家豫来见姑 不多时 张家豫来到书房 看见赵明被靠在座椅上 一手按着额头 呼吸粗重 显得有些疲惫 赵明酒量虽好 但是将十几个江北军将领和趴下 他其实也差不多了 殿下 张家豫见此 轻声唤道 赵明反应过来 坐正身子 张先生到了 陈刚到 张家豫道 殿下日理万机 要保重身体啊 赵明抬手示意张家豫入座 而后问道 江南有消息传来没 张家豫摇了摇头 自前些天传来朱玉剑逃出南京的消息后 近几日没有其他消息传来 赵明文宇汉手 随即吩咐道 有消息传来 第一时间通知姑王 另外 李元印要是问起传的事情 你先压一压 张家豫沉饮一阵 领会了赵明的意思 行礼道 陈明白了 赵明遂及挥手 好了 且下去吧 当下张家豫告退 赵明遂及也返回请殿休息 很禽兽地困了一个朝鲜美人 接下来几日 李元印一直在等待赵明 给他安排传之 不过赵明这边 却没一点动静 时间到四月初 李元印只得找张家豫等人询问 张家豫则推脱 天气不行 担心遇见风暴 让李元印再等几日 李元印又去找赵明 却得知赵明去宁远 张家豫也追去了宁远 之前 吴越军攻击大谷口 确实出气不易 不过海上运输不便 阻碍了赵明 从河北获得大量人口 这次 赵明从河北只得到18万人 还不足一个县的人口 而辽和平原千里之地 至少需要二三百万人 为此 赵明还是需要拿下山海关这个通道 以便下次能带走更多人口 这日 赵明正在宁远宝室查 张家豫忽然来报 殿下 江南消息到了 赵明文语挑眉道 什么消息 战况如何 张家豫道 鲁王攻下南京后 禁卫坚国 发兵追赶朱玉剑 大军一路攻去吴湖 安庆 杀入江西夺取湖口 不过随即便遭受了江西金生环的反击 大军止步于湖口 赵明不禁摸了摸两撇胡子 这样的战局 在他的预料之中 江北军战力强悍 可地盘小兵力少 前期凭借战力强 攻势猛 加上拥有不少犀利的器械 能够势如破竹 但随着战争持续 战势扩大 加上器械迅速消耗 江北军的劣势 就会逐渐暴露出来 而 龙武朝廷体积庞大 资源丰厚 人马众多的优势 就会逐渐体现 届时 战役便会出现转折 这种例子 赵明知道的很多 不需列举 因此看得比较透彻 朱以海前妻若是没能打垮龙武朝廷 一旦进入乡池 他便没有机会了 赵明一阵沉吟 片刻后 忽然问道 李元印最近有什么动作 张家鱼无奈道 据说李将军每日都去行宫询问 殿上何时回宫 什么时候有船去江北 赵明呼出一口气 沉声道 张先生 你立刻安排船只 送江北军去南京 银口 码头 一万多江北军 穿着金粮的盔甲 扛着碎发火枪 腰间挂着水壶 药壶 手雷 登上战船 这时 李元印等人抱拳与张家鱼告别 张参军 请带末将 向殿下告别 张家鱼微笑道 殿下舍不得李将军离去 不忍前来送别 不过却让本官 给李将军和江北军将士 送来一些礼物 说完 张家鱼一挥手 身后士卒便抬来几十个大箱 然后将箱子打开 里面全是白花花的赵大头 这是 江北军重将大惊 眼睛瞪大 张家鱼微笑道 按着吴岳军的规矩 将士立功 是要分军填的 这些是殿下给江北将士的奖赏 共计十万元 另外 他日诸位要是愿意来吴岳国 殿下随时欢迎 诸位之前的功绩也会记着 到时一并刺填 众人文宇 无不敢动 他们将脱离吴岳军的序列 一般而言 都会受尽刁难 奖赏和银子 完全可以不用给 但是赵明却不仅给了 还一下给了十万 明知他们要脱离吴岳军 还送装备 送钱 这样的主攻 哪里能找 若不是 鲁王此前对他们也不错 众人恨不得 全部都留下来 当下 银子抬上船 战船起毛生翻 李元印等人站在船头 与吴岳军重将挥手道别 这时 船只刚离开海港 软禁忽然指着码头不远处的一座山头 惊呼道 是殿下 赵明骑马助力山头 牧师船队走远 船上李元印等人 视之 不禁泪流满面 殿下真乃仁慈重义之主啊 李元印等人文宇 只得跟着赵明 投宫内而去 赵明走在前头 颇为豪迈地大笑道 孤王巡视周边 一日喂食 看你等在宫外等许久 想必也未曾吃饭 姑这里别的不说 魔管够 肉管够 再整几个江东小菜 几坛好酒 大家一起畅饮 李元印只是汉手 心事重重地进了宫殿 正是吃晚饭的时候 赵明吃喝方面 也不讲究 向来是遇见什么吃什么 将是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 当下 医生吩咐 热馍馍 肉汤 便往桌上送 赵明招呼几人坐下 又吩咐整点羊肉 猪肉 炒点印菜 端几坛子酒送过来 赵明满上酒碗 招呼众人吃喝 大谈近些十日来 盖州大战 歼灭满洲四旗 突袭大谷口 纵横河北的豪迈 又扯了些 封郎居须 班定远 汉中军 耿公归玉门之势 江北重将回想起 古人的事迹 又联系起这几年 在关外作战的事情 一个个也都感慨 觉得快意 豪迈 雄心万丈 李元印却有些心不在焉 他把摩斯成片 放进肉汤里 一边吃一边回想着 不得不承认 跟随吴越军作战 确实是他从政以来 作战最有激情的时刻 如果可以 李元印愿意 一直为赵明和吴越军效力 可是他收到李成栋的来信 让他返回江北 为鲁王效力 他不得不回 赵明说了一阵 暗中观察了众人的神情 忽然放下酒碗 长叹一声 哎 近些十日来 孤与诸位并肩作战 托付生死 甚为愉悦 然而 众多江北将领 忙起身攻身 齐齐行礼 能追随殿下征战 一时末将等人一大兴世 赵明摆了摆手 遂及伤感到 孤王知道 你等担心江北之事 决意返回江北效力 眼下孤这边也无战事 你等要去 孤不阻拦 不过 船只调配 尚需要时间 你等安心等待 孤不日就派船 送你等回江北 语弊 将晚中酒一饮而尽 满脸不舍之情 赵明的心意 李元印等人 其实心里都明白 江北军到辽东后 赵明没有将他们当外人对驰 吃喝与吴越军一样 装备 钱粮优先补给 待遇不比吴越差分毫 有时候还要好一些 吴越军对他们掏心掏肺 当自己人对待 现在众人确实有些不好意思开口离开 看着赵明的神情 他们都觉得自己 有些对不住赵明 江北诸将听赵明之言 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 最后只是纷纷羞愧地低头抱拳 末将等人谢殿下成全 李元印道 殿下给我们的装备 我们将全部留下来 赵明板起脸来 不快道 袁博何出此言 如今局势板荡 你等回江北之后 难免遭遇大战 将北军的装备 你们全部带走 另外 孤王再送你们快炮五十门 手雷五千枚 火药三万斤 说完 赵明端起酒碗 大声道 好了 今日不提这些 来 喝酒 就当孤王为你等践行 李元印等人感动不已 纷纷端起碗来 殿下之情 我等铭记于心 某干了 与毙 齐齐仰头 干了一碗 好 赵明大喝一声 来 满上 再喝 今日不醉不归 赵明不再提江北之事 九席间 只谈近些年来 辽东作战 攻击满清的旧事 然后开怀畅饮 将李元印等人 一一干翻在地 滚入桌下 这时 看着烂醉如泥的众人 赵明冷笑一声 哼 小样 然后 挥手吩咐 来人 将他们送回去 带侍卫将李元印等人送走 赵明遂及吩咐道 让张家豫来见姑 不多时 张家豫来到书房 看见赵明被靠在座椅上 一手按着额头 呼吸粗重 显得有些疲惫 赵明酒量虽好 但是将十几个江北军将领和趴下 他其实也差不多了 殿下 张家豫见此 轻声唤道 赵明反应过来 坐正身子 张先生到了 陈刚道 张家豫道 殿下日理万机 要保重身体啊 赵明抬手示意张家豫入座 而后问道 江南有消息传来没 张家豫摇了摇头 自前些天传来朱玉剑逃出南京的消息后 近几日没有其他消息传来 赵明文宇汉手 随即吩咐道 有消息传来 第一时间通知孤王 另外 李元印要是问起传的事情 你先压一压 张家豫沉吟一阵 领会了赵明的意思 行李道 陈明白了 赵明遂及挥手 好了 且下去吧 当下张家豫告退 赵明遂及也返回请殿休息 很禽兽地困了一个朝鲜美人 接下来几日 李元印一直在等待赵明 给他安排传之 不过赵明这边 却没一点动静 时间到四月初 李元印只得找张家豫等人询问 张家豫则推脱 天气不行 担心遇见风暴 让李元印再等几日 李元印又去找赵明 却得知赵明去宁远 张家豫也追去了宁远 之前 吴越军攻击大孤口 确实出气不易 不过海上运输不便 阻碍了赵明从河北 获得大量人口 这次 赵明从河北只得到18万人 还不足一个县的人口 而辽和平原千里之地 至少需要二三百万人 为此 赵明还是需要拿下 山海关这个通道 以便下次能带走更多人口 这日 赵明正在宁远宝试查 张家豫忽然来报 殿下 江南消息到了 赵明文宇挑眉道 什么消息 战况如何 张家豫到 鲁王攻下南京后 禁卫监国 发兵追赶朱玉剑 大军一路攻去吴湖 安庆 杀入江西夺取湖口 不过随即便遭受了 江西金生环的反击 大军止步于湖口 赵明不禁摸了摸两撇胡子 这样的战局 在他的预料之中 江北军战力强悍 可地盘小 兵力少 前期凭借战力强 攻势猛 势如破竹 但随着战争持续 战势扩大 加上器械迅速消耗 江北军的劣势 就会逐渐暴露出来 而 龙武朝廷体积庞大 资源丰厚 人马众多的优势 就会逐渐体现 届时 战役便会出现转折 这种例子 赵明知道的很多 不需列举 因此看得比较透彻 朱以海前期 若是没能打垮龙武朝廷 一旦进入湘池 他便没有机会了 赵明一阵沉吟 张嘉宇无奈道 据说李将军 每日都去行宫询问 殿上何时回宫 什么时候有船去江北 赵明呼出一口气 沉声道 张先生 你立刻安排船只 送江北军去南京 银口 码头 一万多江北军 穿着金粮的盔甲 扛着碎发火枪 腰间挂着水壶 药壶 手雷 登上战船 这时 李元映等人 抱拳与张嘉宇告别 张参军 请带末将 向殿下告别 张嘉宇微笑道 殿下舍不得李将军离去 不忍前来送别 不过却让本官 给李将军和江北军将士 送来一些礼物 说完 张嘉宇一挥手 身后士卒便抬来几十个大箱 然后将箱子打开 里面全是白花花的赵大头 这是 江北军重将大惊 眼睛瞪大 张嘉宇微笑道 按照吴岳军的规矩 将士立功 是要分君田的 这些是殿下给江北将士的奖赏 共计十万元 另外他日诸位要是愿意来吴岳国 殿下随时欢迎 诸位之前的功绩也会记着 到时一并刺田 众人文宇 无不感动 他们将脱离吴岳军的序列 一般而言 都会受尽刁难 奖赏和银子 完全可以不用给 但是赵明却不仅给了 还一下给了十万 明知他们要脱离吴岳军 还送装备 送钱 这样的主公 哪里能找 若不是 鲁王此前对他们也不错 众人恨不得 全部都留下来 当下 银子抬上船 战船起毛生翻 李元印等人站在船头 与吴岳军重将挥手道别 这时 船只刚离开海港 阮静忽然指着码头不远处的一座山头 惊呼道 是殿下 赵明骑马助力山头 目视船队走远 船上李元印等人 视之 不禁泪流满面 殿下真乃仁慈重义之主啊 胡闹 颜阳猛地一拍桌子 立声喝道 颜妹叔却毫不示弱 反而抬起头来 陈生颜道 父亲 我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颜家的兴衰乃至生死 都在于此刻 您所做出的抉择 千万不可被面前的 银头小利所蒙蔽 那样的话 我们不但要前功尽弃 还可能因此得罪了薛先生 颜阳气得一阵冷笑 而全场更是一片大滑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居然为了一个没见过 也不知是真是假的人 跟家主顶撞 有人一脸惊恶 是啊 自从打边缘之城回来之后 这位颜大小姐 就好似魔症了一样 张口薛先生 闭口薛先生 可问题是 这位薛先生 到底存不存在 还是模棱两可呢 有人撇嘴言道 谁说不是啊 要是听大小姐的话 似乎离恨天中 所发生的所有事 都是这位薛先生所为 但问题是 那可能吗 有人更是一脸的不屑 在沸腾的议论声中 颜妹叔 却没有丝毫地动容 而是静静地站在那 昂首看向自己的父亲 颜阳这时的面色很难看 因为他没想到 自己最器重的女儿 居然敢当众顶撞自己 这让他的心中充满了怒火 可还没等他说话 人群之中的颜梦桃 便已经湿湿然走了出来 先冲着颜阳一湿里 父亲大人请息怒 然后才转过头来 一脸玩味地看着颜妹叔 泽泽 大姐 我还真是佩服你啊 居然敢当众 和父亲大人顶嘴 你这么做 难道就不怕父亲寒心吗 这番话听起来 似乎是在解雀 实际上却是在火上浇油 实际上 颜梦桃在看到 颜妹叔初恋说话的时候 就已经兴奋起来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大姐的性格 果然 两句话不到 颜妹叔就跟自己的父亲 顶撞起来 当颜梦桃看到 颜阳眼中的怒火之后 他就知道 火候差不多了 自己正好趁这个机会 好好地灭一灭 颜妹叔的威风 所以 他才会迫不及待地 出面说话 这时 面对颜梦桃的质问 颜妹叔面沉似水 冷冷地看了 自己这个妹妹一眼 为了颜家的心衰生死 即便父亲大人伤心 我也要说 颜梦桃文言心中大喜 因为颜妹叔这么说 简直是在玩火呀 果然 就见颜阳的面色阴沉的 简直能滴出水来了 怒哼一声 便不再看他 颜梦桃月发得得意 因此满脸机翘地说道 颜妹叔 先不说你对父亲的不敬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就那么笃定 这个所谓的薛先生会出现吗 颜妹叔点了点头 当然肯定 因为当初在他离去的时候就说了 他要对付的人 就是此界的戒主离恨天君 而结果 你们也都看到了 离恨天君已死 这自然说明 薛先生已经做到了 这你们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颜家很多人 文言微微色辩 因为不管怎么说 离恨天君确实是死了 这又要怎么解释呢 可颜梦桃却完全不以为意 反而冷笑一声道 好 那就算是这位薛先生大显神威 杀掉了离恨天君 可你难道就没想过 从初世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十几天光景 而这么久的时间 他都没出现 会否是已经跟离恨天君 一起同归于尽了呢 这句话 让全场众人都为之动容 对啊 这离恨天君 可是半步先王的强者 实力极为强横 即便是 真是这个薛先生杀的 那他总得付出惨重的代价吧 没准真是同归于尽了呢 有人言道 众人纷纷汗手 而颜媚书则也是面色一变 眼神深处闪过了一抹恍然之色 因为颜梦桃说的这些话 并非没有可能 至少颜媚书 就曾不止一次地 偷偷想过这些事 但最终 他还是选择相信 虚安的实力 继续等下去 可面对来自自己妹妹的质问 颜媚书一时间 居然不知道如何回应 只能哑口无言地站在那 怎么 无话可说了 颜梦桃得意洋洋地笑道 然后转过头来 冲着颜洋说道 父亲大人 我的意见和颜媚书恰好相反 我觉得 现在正是我们颜家 进驻离恨天 并获取最大利益的最好时机 千万不可浪费了 颜洋文言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我也正是这个想法 那你觉得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才好 言语中 似乎在征求颜梦桃的意见 这个变化 让很多人面色一变 然后互相对视了一眼 他们都明白 这是颜洋的心思 已经变了 经过这件事之后 颜媚书有极大的可能会失宠 而颜梦桃 则将一飞冲天 这下 很多人看颜梦桃的目光 都变得炽热起来 这种变化 颜梦桃自然感受到了 不禁为之心花怒放 然后笑嘻嘻地说道 父亲大人 我觉得当务之急 就是从这些势力中 选择一个最有诚意的 那你觉得 谁又是最有诚意的那个呢 颜梦桃略以沉吟 我觉得 刚刚走的那个使者就不错 尤其他们 还是离恨城中的势力 行动起来 也会更加的方便 颜洋哈哈大笑 好 不愧是我颜洋的女儿 想得跟我简直一模一样 那就这么决定了 现在为父就给他回铁 然后商议如何结盟之事 一切听从父亲的决定 颜梦桃笑颜如花 拱手为礼 然后示威性地 瞥了颜妹叔一眼 心中满是得意 颜妹叔却没有理会 自己妹妹的挑衅 此刻的她 面冷如冰 突然轻贺一声 父亲 此事万万不可 说吧 居然上前几步 生生拦住了颜洋的去路 颜洋勃然色变 怒声道 颜妹叔 你眼里还有家规吗 给我让开 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面对这等呵斥 颜妹叔面色一白 却依然不为所动 而是又一次沉声言道 父亲大人 此事万万不可 滚 颜洋怒火中烧 抬手就是一巴掌 直接将颜妹叔扇飞出去 这声脆响 让全场为之一静 颜妹叔被扇得口鼻流血 摔倒在地 脸上也现出茫然之色 因为 他从小到大 还从未被人打过 颜洋打了之后也是一愣 但旋即便冷哼一声 回去之后 你便去后山崖下 好好禁思三年吧 足中的事 不用你在管理了 说吧 颜洋怒冲冲地走了 颜梦桃志得意满地 瞥了颜妹叔一眼 冷冷一笑 便也紧随其后地离开了 剩下的颜家众人 在一阵骚动之后 神情复杂地看了地上的颜妹叔一眼 也都悄然离去 请客间 大堂之中 就剩下了颜妹叔一人 他孤零零地坐在地上 就好似一个被人遗弃的玩具一样 满脸的茫然之色 但很快 颜妹叔脸上的茫然 便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 是前所未有的坚毅 颜妹叔很清楚 自己的父亲 正带领着颜家 走向不可知的深渊 因为薛安一旦归来 这离恨天中所有的神灵 可能都将死去 到那时 颜家也将因为自己的贪婪 而遭受灭顶之灾 他要阻止这一切 哪怕付出再多的代价 也心甘情愿 想到这 颜妹叔艰难地站起身来 不乏坚定地离开了 这是离恨城中 一栋富力堂皇至极的楼宇 同时 这里也是离恨城 现如今首屈一指的大势力 血虎楼的所在地 当颜阳一行人来到这里后 立即受到了超规格的贵宾待遇 血虎楼的楼主关自旺 率领楼中众位长老 在门前亲自迎接 当见到颜阳之后 关自旺上前几步 满脸对笑地说道 颜家主 您能光临我血虎楼 真乃我等之荣幸 见到居然是关自旺亲自出来迎接 颜阳也不禁有些受宠若惊 要知道 关自旺乃是成名已久的神尊强者 在这离恨天中都颇有名望 自己虽然号称颜家家主 但不管是实力还是地位 都远逊于此人 因此 他颇为感动的一拱手 关楼主实在是太客气了 关自旺哈哈大笑 快请见 说吧 便亲自在前引路 带领着众人 走进了这座血虎楼 当步入其中 颜家众人 不禁也被这座楼宇的 富丽堂皇所震惊 尤其是其中种种 巧夺天宫的精巧布置 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而当走入宏伟的大厅之中 就见血虎楼三千弟子 齐聚于此 众人刚一露面 这三千弟子 便齐齐躬身 齐声高鹤 血虎楼 恭迎颜家到来 齐声震动乌瓦 令人为之色变 见此情景 颜家众人不禁齐齐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 欣喜和得意 欣喜于血虎楼的强大实力 得益于他们 对颜家的看重 若是等两家联手之后 那前途更是无可限量 颜家 自此之后 就将入住离恨天 成为这里的一方豪强了 这个想法 让颜家所有人的心 都为之炽热起来 唯有走在队伍最后面的颜妹叔 目冷如冰 低头不语 颜阳被恭请上座 官自望亲自作陪 颜家众人 也都被安排到了正习之上 然后便见真修美酒 如流水般呈上 种种妙景 简直不能赘述 颜家众人 全都为之目眩神迷 然后便开始开怀畅饮 而这一边 颜阳和官自望 也是相谈甚欢 颜家主对我这血虎楼 可有什么看法 官自望 笑着敬了颜阳一杯酒 颜阳忙不迭地举杯相还 然后满脸震撼地说道 官楼主御下有数 血虎楼兵丁精锐 不愧是成名已久的大派 实力堪称强横 官自望闻言哈哈一笑 然后却放下手中的酒杯 轻叹一声道 颜家主客气了 但你可知 我这血虎楼之前 是何等境地吗 哦 颜阳一正 官楼主此话怎讲 官自望面色变得难看起来 眼中闪过一抹恨色 沉声道 当初离恨天君还在的时候 执掌此方天地 但为人处事 却霸道至极 我这血虎楼在他的治下 只能无比屈辱地苟且偷生 说到这 官自望豁然抬头 颜家主 我说这些并无其他的意思 只是想告诉你 我血虎楼对离恨天君 早已恨之入骨 但现如今局势繁杂 单凭我血虎楼一己之力 还不足以吃下这离恨城 所以我 才会邀请您来结盟 此心日月可见 说到最后 官自望的语气发颤 很是动情 颜阳也是大受感动 面色肃然地点头道 官楼主不必说了 既然我率领众人来此 就代表着 我愿意和您结盟 好 官自望喜不自胜 喝了一声采 然后举杯说道 来 你我二人同饮此杯 算是结下生死同盟 颜阳慌忙饮下 然后便觉关系更加清静 与此同时 一直站于颜阳身后 含笑不语的颜梦桃 走上前来 乖巧地替二人 真满杯中酒 官自望微微一正 这位是 哦 还没向官楼主介绍 这位便是我的小女梦桃 颜阳笑眯眯地介绍道 然后冲颜梦桃一点头 还不给你官伯伯见理 颜梦桃巧笑倩熙 脸刃一礼 小女梦桃 见过官伯伯 好 哈哈哈哈 官自望哈哈大笑 颜家主的千金 果然是天资国色的家人啊 不过我怎么听说 颜家主罪意重的 乃是一位名叫魅叔的千金啊 听闻此言 颜阳面色微变 气氛也陡然变得凝制起来 而后颜阳的目光 扫过坐于角落之中的颜魅叔 冷冷道 官楼主的消息倒是灵通 但魅叔最近身体不爽 已经不管家族之事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官自望眼中光芒一闪 却没有说其他的什么 而当听到颜阳的话后 颜家众人神色各异 但无一例外 也全都悄悄地 看了角落中的颜魅叔一眼 目光汇聚之下 颜魅叔低头不语 好似对周围的一切 一无所绝 颜梦桃见此情景 嘴角浮现出一抹得意 然后便娇滴滴地说道 官伯伯 您刚刚和我父亲所言我都听到了 既然现在离恨天君已死 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这番话问得正中要害 很多人全都竖起了耳朵 就连颜阳也收敛笑容 静静地看着官自望 官自望微微一正 然后颇为赞许地说道 想不到令千金一介女流 却有此等见识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现如今离恨天君已死 离恨成算是无主之地 但夺取其他地方意义不大 唯有位于正中的离恨神殿 才是必争之地 说到这 官自望的眼中闪过一抹贪婪 离恨天君执掌此界 已有上万年之久 所积攒的财富更是不可胜数 而藏匿之地 便是这座离恨神殿 只要夺取了此处 那我等便算是掌握了 离恨天最重要的命脉 文廷有离恨天君遗留下的财富 颜阳的眼中陡然爆亮 原来如此 那官楼主打算怎么夺取 哼 要是平时 咱们可能根本无法接近 这座离恨神殿 因为看守那里的都是离恨天君的心腹敬畏 实力极强 但现在连离恨天君都已经死了 这些敬畏的实力也全都为之大跌 为求活命 早已各自散去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 如何破开离恨神殿的护持屏障 颜阳越听越是兴奋 然后便满脸欢喜地跟官自望商讨起 下一步具体怎么办来 颜梦桃也在一旁相陪 时不时地还会说几句笑话 惹得两人哈哈大笑 气氛简直融洽极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大厅之中 亦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不管是血虎楼还是颜家 都认为前途一片光明 因此都凑到一起开始饮酒作乐 在这种欢愉之下 坐于角落之中的颜梅书 就好似被人遗忘了一样 即便偶尔有人将目光扫过此处 当看到低头无言的颜梅书后 也不禁暗自摇头 认为 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小姐 将就此遗落千丈 泯然众人矣 这场欢宴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到最后 包括颜阳在内 几乎所有的颜家之人 全都喝得鸣鼎大醉 不省人事 关自望笑嘻嘻地命手下 将颜家众人全都带走安顿 正在这时 就见颜梅书缓缓起身 深深地看了关自望一眼 然后转身而去 看着颜梅书的背影 关自望脸上的笑容渐渐僵硬 尽管从气势上看 这个颜梅书 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姑娘 但关自望却突然举得 在她的背影之中 似乎蕴藏着很多的秘密 这种无法彻底掌控全局的感觉 令关自望目光渐冷 这时 管家翘无声息地 从阴影之中走了出来 关自望头也没回 怎么样了 管家低声言道 都已经安顿好了 哦 那个颜梅呢 老奴试验过 这位颜家主 确实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甚至连最基本的 对危险的感知 都已经丧失了 关自望闻言一阵的冷笑 居然这么轻易地 就相信了 我真是纳闷 就这点能耐 这个颜阳是怎么当上一方家主的 管家沉默不语 过了片刻 方才沉声道 楼主 那个女子颜梦桃 要不要送进您的房间 关自望摆了摆手 暂时先不要 现在正是利用着颜家的时候 等事情了结 再慢慢玩弄 也不迟 管家点点头 然后躬身退到了黑暗之中 消失不见 关自望靠在椅子上 眼中光滑闪烁不定 然后嘴角扬起 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冷笑 真以为我会看上你们颜家这点实力 要不是因为离恨天君 一直对我血虎楼极为防备 连神殿的防护屏障 都设置为 对我血虎楼颜家防守 我会找你们这帮废物 还想着跟我平分天下 真是痴心妄想 不过那个叫梦桃的小娘们 长得可是不错 等夺取了神殿财富 我再好好享用吧 说吧 关自望洁洁怪笑起来 眼中血光闪烁 那模样 真好似一头盘我于座位之上的血虎一样 一夜很快过去 等到第二天早上 颜阳的酒才算醒了 满脸歉疚地对关自望道歉 关自望哈哈一笑 你我兄弟还用说这些吗 快用点早膳 然后咱们即刻出发 离恨神殿 颜阳心中一领 然后点头道 今日便动手吗 当然 此事已早不宜迟 早一天得到离恨神殿 咱们也就能早一天占据先机 好 我们即刻出发 颜家众人闻听消息后 更是兴奋不已 全都摩拳擦掌 准备待会大显身手 颜梦桃此刻俨然已经是 整个颜家年轻一辈中的绝对核心 群心环绕之下 颜梦桃志得一满 幸不走到了颜妹叔近前 上下打亮了两眼 然后才冷笑道 颜妹叔 你之前不是一直口口声声说什么 薛先生未归 一切图谋皆是虚妄吗 现在我颜家 已经跟血虎楼结为生死同盟 马上就要夺取离恨神殿 入主此剑 你现在还有何话可说 杀 所有人的视线 齐齐汇聚到颜妹叔的身上 但颜妹叔面冷如冰 静静地看着颜梦桃 然后才用冷漠的语气说道 不管你怎么说 我还是坚持我之前的看法 颜梦桃面色一变 然后冷哼一声道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那你就等着看 我等是如何夺取先机的吧 颜妹叔点了点头 好 我拭目以待 哼 颜梦桃骄傲地仰起头来 转身扬长而去 众人纷纷跟着离开 颜妹叔冷冷地看着 手却逐渐攥紧到一起 甚至因为过度用力 指甲将皮肉都给割破 流出了烟红的鲜血 颜妹叔却一无所绝 只是心中默默想到 薛先生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呢 因为离恨天君陨落 离恨城中的局势 也已乱成了一锅粥 但当关自旺率领着 血虎楼三千弟子 以及严家众人 出现在大街之上时 所有的势力进阶退散 无人敢轻 崛起锋芒 毕竟 血虎楼的实力 在离恨天君在的时候 就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现在更是独步离恨城 无人敢惹 大队人马气势汹汹地 直奔离恨神殿来 一路之上 惊起无数烟尘 更让整个离恨城 所有的势力和强者 都为之悚然 因为他们都清楚 关自旺这事 要对离恨神殿下手了 一旦成功 那血虎楼很可能会就此崛起 而关自旺 更会成为第二位离恨天君 这种想法之下 所有的目光与寝客间 齐齐汇聚于此 此刻的离恨神殿 依旧威严宏伟 但在关自旺等人眼中 却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而是化身为一块巨大的肥肉 令人垂涎三尺 正如关自旺所说 因为离恨天君的陨落 守护这里的禁卫实力 都为之大跌 为求活命 这些禁卫十分明智地选择了逃离 因此 现如今的离恨神殿 已经是一座空城 但关自旺的眼神之中 却蕴含着一丝畏惧之色 因为他明白 离恨天君即便死了 但他所遗留下的守护阵法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破开的 唯有颜阳一脸地不在乎 冲着关自旺一笑 兄长 这便是离恨神殿了吗 关自旺点点头 没错 只要打破这里的屏障 那里面的无尽财富 就是你我二人的了 颜阳哈哈大笑 好说 不就是一个守护屏障吗 又有何难 颜家众人听令 集结 此刻的颜阳 意气风发 感觉简直好极了 一声令下 颜家的精锐 奇奇出列 颜阳抬手指向前方 孩儿们 看到了吗 那便是大名鼎鼎的离恨神殿 只要将这里攻陷 那我颜家 便将成为不识豪族 入主此剑 所以 等要尽心竭力 一起动手 明白 是 众人齐声言道 官自望这时也大喊道 第一个攻破神殿屏障的人 我愿奖励他血虎楼一半的财富 哼 这一句话所引起的轰动 可比颜阳大多了 血虎楼一半的财富 那得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一想到那无数的财博 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 颜阳更是哈哈大笑 官楼主果然豪爽 孩儿们 出击 信手所指 颜家精锐 奇奇出击 颜阳这次进入离恨天 本就是抱有目的而来 因此 所率领的人 也都是选了又选的精锐好手 再加上财富的激励 所以一旦出击 声势颇为害人 血虎楼的三千弟子 也在后紧紧相随 可如果颜阳多留意一些的话 就会发现 血虎楼的人 虽然也在冲击 但似乎所有的动作 都要蔓延家众人半拍一样 可惜 现在的颜阳 已经被全市冲昏了头脑 根本不曾留意这些 哄 只听一声巨响 第一波的颜家精锐 已经冲到了离恨神殿进前 就见一道光幕陡然浮现 两者相撞之下 光幕泛起了一层涟漪 而后便将这些冲上来的人 给震飞了出去 但这丝毫不能阻止 颜家前进的脚步 当第一波攻击的人刚刚退去 第二波的人便已冲置 哄 同样的撞击 同样的反应 第二波的人 也被震飞出去 但这一次所激起的涟漪 似乎要比之前要更深一些 这个发现 让关自望眼前一亮 要知道之前 他可是费了无数心机 但只要是血虎楼的人 都不能越雷池半步 甚至连离恨城中的 其他势力也都是一样 可见 离恨天君的谋算 有多么毒辣 但颜家显然不在受限之列 至少他们的攻击起到了效果 顷刻间 又是十几波的冲击 就见离恨神殿外的这层光幕 猛的一阵 终于出现了一道肉眼可见的裂缝 关自望大喜过望 大叫一声 在家把劲 马上就能轰开了 话音刚落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这层光幕轰然破碎开来 哈哈哈哈 离恨天君 你没想到吧 你处心积虑地 设下种种限制 但最终还是被我给破开了 关自望哈哈大笑 笑声之中满是欢愉 颜阳也跟着笑道 关兄 事不宜迟 我们还是尽快进神殿吧 关自望眼中闪过一抹凛冽寒意 但脸上的笑意丝毫未减 点了点头道 没错 三千狼听令 静电 一声令下 血虎楼三千弟子 漠不作声地往前行去 所过之处 气势骇然 横冲直撞 要知道 刚刚颜家精锐才将屏障破开 对行正是乱糟糟的时候 所以 血虎楼的人这么一冲 难免会撞到一起 哎哟 乱起什么啊 颜家之人纷纷怒喝 但血虎楼的人却恍若未绝 脚步丝毫不停 继续往里行去 这让颜家 很多人为之一愣 心中都不禁生起一股异样的感觉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何血虎楼的人 都好似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 但颜阳还是一无所觉 兴冲冲地跟着关自望 走进了这神殿之中 但见这里面气势雄伟 金碧辉煌 甚至不用说别的 就只是大殿穹顶之上的 那无数颗散发着 盈盈柔光的灵珠 便足以驾之连城 颜阳看得眼红心热 扭头冲着关自望笑道 关兄 这些灵珠我很是喜欢 等分财富的时候 我想要这些 分财富 分什么财富 关自望冷冷道 颜阳一愣 关兄 你难道忘了吗 咱们不是说好了 等打开神殿 离恨天君所留下的财富 咱们一人一半吗 关自望深深地看了颜阳一眼 然后嘴角仰起 露出了一丝宁笑 哦 你不说 我还真是忘了 没错 我确实曾经说过这些话 颜阳松了口气 满脸笑意地正要说话 就见关自望面色一变 冷声道 可惜 我也就只是说说而已 根本没打算兑现 这话不但让颜阳愣住了 就连颜阳身旁的颜梦桃 以及颜家的诸多长老高层 也全都傻了 颜阳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愣愣地看着关自望 然后强笑道 关兄 你 关兄 谁是你关兄 我乃是堂堂血虎楼楼主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跟我称兄道弟 关自望 沉声喝道 颜阳就觉得自己如躲冰窖 浑身抖个不停 现在就是个傻子 也能看得出 事情不对头 但颜阳的心中 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关关楼主 你不是说过 咱们要结为生死同盟 共同执掌此劫吗 关自望点点头 是 我确实曾说过这句话 但你没听懂什么意思 所谓的生死同盟 就是说 我们血虎楼生 而你们颜家死 哄 颜阳如遭雷击 难以置信地看向关自望 此刻的他终于明白 之前关自望对自己的种种亲近 全都是别有用心的 为的 就是让颜家帮助他们 破开这神殿的防护屏障而已 这时 站在自己父亲身后的颜梦桃 终于按捺不住 颤声喊道 关关自望 你这样做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利用完我颜家 就打算抛弃吗 关自望迎邪的看了颜梦桃一眼 然后节节乖笑起来 怎么不叫我关伯伯了 小娘们 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是在利用你们颜家 但你放心 我并不会抛弃你们的 至少不会抛弃你 毕竟我还得好好享用你呢 哈哈 似无忌惮的笑声中 颜梦桃面色惨白至极 亮腔地往后退了几步 眼中满是惊慌 但就在这种关键时刻 身为家主的颜阳 居然还未从正恶之中清醒过来 反而浑身站立 满脸的色缩之色 根本就不敢说话 关自望见状越发地得意 可就在这时 只见一直站于人群之后的颜妹叔 猛地抬头 沉声喝道 颜家而郎 听我号令 动手反击 一声令下 震醒了陷入迷茫之中的颜家众人 率先反应过来的是那些颜家精锐 只见他们浑身一震 然后便毫不犹豫地 冲着血虎楼的人动了手 一时间 血光四起 杀声震天 因为被打了个猝不及防 所以府一接触 血虎楼的人 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至少上百名的血虎楼弟子 被一击与命 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本来志得意满的官自望 见此情景 不禁勃然震怒 然后便将愤怒的矛头 对准了颜妹叔 好个臭娘们 居然敢算计我血虎楼 我要将你包光 挂在神殿之前示众 说吧 官自望便杀气腾腾地 直扑颜妹叔 杀意所指 众人不禁全都为之惊骇 颜梦桃更是惊叫一声 毫不犹豫地 便躲到了一旁 场中瞬间腾出一块空地 只剩下颜妹叔一人 独自面对冲来的官自望 可即便如此 颜妹叔依然没有丝毫的句色 反而高声喝道 集结一处 赶紧突围 不要抱有幻想 血虎楼是想着 将我们一网打尽 官自望气得也没倒数 臭娘们 居然敢屡次 坏我好事 我先要你了命 说着 他已经冲到境前 然后一掌击出 颜妹叔必无可避 只好催动起全身的修为 和官自望硬汉 可就凭他的实力 怎么可能是成名已久的 官自望的对手 只听一声闷响之后 颜妹叔便如断了线的风筝 直接倒飞出去 等落地之后 已然生息皆无 不知死活 大小剑 妹叔小姐 因为颜妹叔刚刚的话 而对其充满敬意的 颜家重精锐 齐齐惊叫一声 这时 官自望冷笑着收回手掌 傲然道 颜家 能有你这样的后人 也算是不错了 可惜得罪了我 还是得死 说吧 官自望转身看向了颜家重人 阴侧侧的一笑 还有你们 也得死 动手 一声令下 就见阴影之中 一条条黑影窜出 黑光暴闪 虎啸震天 这些影子 就好似从地狱之中走出的杀神 每一击都会带走一个人的性命 局势瞬间逆转 颜家重人 被死死压制在一个角落之中 绝望地反抗着 但面对足以碾压自己的对手 一切都只是屠楼 官自望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好整以侠地看着 眼中血盲闪烁 可就在这时 只见神殿正中的空间 忽然开始泛起涟漪 开始的时候 这涟漪还很是轻微 但几乎是瞬息间 这涟漪便如海浪般 荡起了层层波澜 而恰好站于涟漪波及之处的血虎楼弟子 则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便直接被强大的空间之力 绞成了粉碎 官自望浑身一震 眼中现出了惊骇之色 可还没等他说话 就见空间涟漪溅化漩涡 而后在漩涡中心的黑洞之中 伸出了一只宛若清玉雕琢而成的手 当这只手出现之时 一股足以令天地震位的绝顶威势 也随之浮现 威势所指 官自望汗出如江 双骨战战 再无半点得意之色 与此同时 但见空间震荡不休 而一个身形则渐渐浮现 终于 一名身穿白衣 见眉朗目 神情淡漠的少年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全场震恶 无人敢言 少年环视全场 然后见眉一扬 淡淡道 怎么 还没等我归来 便迫不及待地打算收割战利品了吗 这时 离少年最近的 乃是血虎楼的大师兄 也就是官自望的大弟子 三千子弟中的第一人 只见他微微一震 然后便清醒过来 虽然这白衣少年身上气势微然 但身为血虎楼的大师兄 他形势向来狂妄 因此冲着周围人一时眼色 然后便气气动了手 瞬息间 就见几十名血虎楼的弟子 从四面八方 对这名少年下了死手 光滑倒倒间 气势颇为害人 可面对这样的联手一接 但见白衣少年 嘴角扬起一丝冷笑 好啊 既然你们先动手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说吧 但见少年缓缓抬手 然后一拳轰出 哄 这一拳 就好似将天地 都给倒转了一样 强决威势直冲而出 这位所谓的大师兄 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 然后便被权威直接轰爆 而这只不过是个开始 但见权威所过之处 血虎楼的弟子们 连反抗都做不到 便如烟花一样 一个接一个地爆裂开来 请客间 血虎楼的三千弟子 在这一拳之下 全军覆没 本来拥挤的神殿大厅之中 出现了一大片的空白地带 严家众人全都看傻了 而就在这时 白衣少年淡淡地扫射了一眼 他们冷冷道 原来还有 那就一起去死吧 说吧 少年一抬脚 身形瞬间冲至严家众人进前 然后又一次跆拳轰出 权威激荡起层层狂风 邪无上威势 直奔严家众人而来 而站在最前面的 正是严家家主严阳 只见此刻的他 面色惨白如指 浑身站立不休 可当看到少年的面容之后 他忽然浑身一颤 然后便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惊声喝道 薛先生 您是薛安薛先生吗 喊喝声中 少年眼中闪过一抹华光 而手中的拳头 则于瞬息之间骤然停住 堪堪停留在了严阳的鼻子之前 距离之近 甚至让严阳感受到了 这只拳头上的温度 吓得他一个劲的咽口水 而与此同时 这一拳所带起的狂暴飓风 则穿过严家众人 直袭后方的建筑 轰隆隆 一声声巨响之中 就见严家众人的身后 烟尘四起 神殿的墙壁 已然被这一拳轰塌 而且这还不算完 就见于危所过之处 离恨城的建筑 便如纸壶的一样 一动动地倒塌破碎开来 巨响四起 顷刻间 一条笔直的涌道 便出现在严家众人身后 而长度 更是直接贯穿了 整座离恨城 这惊天动地的一幕 把所有人都吓傻了 严阳更是惊骇欲绝地 看着这名白衣少年 如果不是因为气势所迫 估计他现在 就已经跪在地上起不来了 而这时 就见白衣少年 微微一扬眉 你是谁 为何知道我的名字 没错 出现在这的 正是薛安 严阳吓得舌头 都有些发短 颤声严道 大大人饶命 我我乃严家众人 严家 哪个严家 严阳颤声道 严阳魅叔 乃是我的女儿 薛安文言微微一正 这才恍然 然后一脸玩味地 看着严阳 哦 严魅叔是你女儿 那严姑娘现在何处 听到薛安这句话 严阳的心 方才稍稍放下了些许 不管怎样 只要这位薛先生 认识自己的女儿就好 心中想着 严阳颤抖着抬起手来 只向远处 躺在地上生死不知的严魅叔 大大人 那边就是 薛安顺着视线看过去 先是一愣 然后眼中便献出凛冽寒意 这是怎么回事 言语之中所蕴含的强大威势 令离着最近的严家众人 齐齐色变 满脸骇然地 往后退了十几步 就在这时 一直躲在严阳身后的严梦头 突然探出身来 一直站在远处的官字望 娇声喊道 大人 魅叔姐姐 就是被这个家伙给打伤的 哦 薛安目光一闪 抬眸看向了满头大汗 面色发白的官字望 严小姐是她打伤的 没错 而且我们严家 也是被这个家伙所欺骗 方才进入这神殿之中的 还望大人鸣见 说到这 严梦头渲然欲气 眼中更是充满了晶莹泪光 那模样看上去可怜极了 可惜 她所有的精心伪装 都是徒劳的 因为薛安压根就没看她一眼 而是抬起头来 静静地看着官字望 她使你打伤的 在薛安这清冷的目光注视之下 官字望浑身站立 脸上挤出了一个勉强的笑容 大大人 我实在不知 这个女子是您的朋友 我该死 我该死 和严家众人不同 官字望的修为 要比她们强横很多 但越是这样 她就越是能够感受到 来自薛安身上 那古如冤庭月质般的强大威慑 这种威慑力之强 甚至比之前面对 离恨天君的时候 还要强大 这怎能不令官字望 为之心惊胆战 现在的她可以确定 这个看上去宛若仙人的白衣少年 极有可能便是灭掉离恨天君的存在 想一想 自己在离恨天君面前 都如蝼蚁一般 那自己跟这个少年比起来 岂不是更加不堪一击 也因此 她才会将姿态摆得如此之低 乃至于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 而见此情景 严家众人 也是一阵微微的骚动 刚刚官字望在面对他们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种嚣张跋扈 还历历在目 结果到了这个少年面前 却好似老鼠见了猫一样 这反差实在太过强烈 乃至于让所有人的心中 都油然而生出一种极端荒谬之感 而这位严梦桃 则呆呆地看着薛安的背影 目光变得越发炽热起来 若能攀附上这等强者 自己以后的前途 才是真正的不可限量啊 这个念头一出现 便在严梦桃的心中 疯狂蔓延起来 乃至于让她的身躯 都在微微颤抖 薛安却没有理会这些 此刻的她 嘴角渐渐扬起 露出了一抹似有似无的笑意 既然你知道自己该死 那就自己动手了断吧 清冷的声音在神殿之中回荡 而关自旺则渐渐瞪圆了眼睛 傻在了那 她所说的该死 无非就是几句场面话而已 可谁能想到 这个白衣少年居然当真了 嗯 薛安剑没一扬 你不是说自己该死吗 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怎么 莫非你是在骗我 还是说你想让我帮你了断呢 这这 关自旺结巴巴 脸胀的通红 就在这时 血虎楼的那位大管家 突然从神殿的阴影之中冲了出来 然后高喝一声 楼主 接甲咒 说吧 就见她抬手一扔 一道光滑直奔关自旺而来 关自旺心中大喜 抬脚一跺地面 整个人如炮弹一样冲出 直接迎向了这道光滑 两者于半空中相遇 只听咔的一声轻响 然后便见这道光滑泛起血光 如水银泻地般将关自旺彻底包裹起来 紧接着 但见光滑缭绕间 金属齿轮的转动声 摩擦声 对接声 响成了一片 顷刻间 就见关自旺的整个身躯 都被一层散发着浓重血色光滑的甲咒所包裹 这套甲咒的造型 十分夸张怪异 流线型的金属线条 描绘出一具猛虎的躯体 而关自旺的头盔 则是一只巨大的虎头 此刻 在那虎头的双目之中 冰冷的血盲吞吐闪烁 死死盯着血鞍 而在这句充满了冰冷机械美感的甲咒之下 关自旺身上的威势 亦是节节攀升 这等景象 令大殿之中所有人 全都为之骇然 炎阳颤声尼南道 是血虎楼的博尔底牌 血虎甲咒 与此同时 就听关自旺节节怪笑起来 薛先生 很抱歉 我突然又不想死了 非但不想死 我觉得 咱们之间还应该好好地谈一谈 言语中 一改刚刚的颓丧 充满了强大的自信 而这一切都因为这句甲咒的加持 要知道 在离恨天君还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看血虎楼十分的不顺眼 但之所以 没有下手将其铲除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这套血虎甲咒 如果单论实力的话 十个关自旺 可能都不是离恨天君的对手 但一旦有了 这套甲咒的加持 这关自旺 虽然不能说战胜离恨天君 但至少有了自保之力 甚至拼尽全力之下 有可能会两败俱伤 因为这个缘故 离恨天君对其虽然忌惮 但也只能听之认之了 薛安抬起头来 看着悬浮于半空之中的关自旺 饶有兴致地说道 谈一谈 谈什么 关自旺嘿嘿一笑 您杀了我血虎楼三千弟子 这件事 我并不打算计较 因为成大事 必然是不拘小节的 而且 你我实力强横 若是能连起手来 那这离恨天将 无人是我们的对手 到时候共享天下 岂不快哉 这个提议听上去充满了诱惑性 而且关自旺很有自知之明 因为这番话 如果是在刚刚说的话 根本一点效用都没有 但现在不同了 有了甲咒在身 关自旺说话的底气 都足了很多 只有有了实力 你的话才会有人听 而且在关自旺看来 只要头脑正常的人 都会好好考虑这番提议 可他万万没想到 在听到这番话后 薛安居然轻轻摇了摇头 然后淡淡道 很抱歉 什么共享天下 我根本没兴趣 而且 薛安豁然抬眸 冷冷说道 跟我谈合作 你有这个实力吗 你 关自旺面色一变 身上的甲咒 便如流水般 开始颤动变换 然后冷笑道 哼 我希望你能搞清楚 我可不是怕了你 现在的我有甲咒加持 乃是真正的不死不灭之身 你 关自旺的话还没说完 却见薛安的身形 骤然消失在原地 等再次出现 已然来到了他的面前 如此鬼魅的速度 令关自旺浑身一震 眼中现出惊骇之色 与此同时 只听薛安冷声道 不死不灭 那好 那我就打得你面 说吧 薛安抬手 又是一拳轰出 这一拳好似超越了 时空的界限 关自妄想躲闪 却惊骇地发现自己 已经被牢牢锁定 根本必无可避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枚拳头 在眼中急速扩大 情急之下 只见他身上的血虎甲咒 猛然一颤 然后便迅速地蠕动起来 在肩不融发的时间内 形成了一方盾牌 与此同时 薛安的拳头也到了 两者直接碰撞在了一起 哄 一道肉眼可见的冲击波 猛地扩散开来 强横的声波 甚至令整座神殿 都为之震动 紧接着 关自妄身上的这具假咒 便发出了一声悲鸣 然后便在薛安的强觉权威之下 如流星般倒飞出去 碰 离恨神殿穷顶之上的精美装饰 被直接砸毁 晶莹剔透的灵珠 也随之哗啦啦洒落下来 关自妄的身躯 将神殿的穹顶 砸出了一个人形大洞 然后斜斜地砸向了远处的建筑 砰砰砰 接连不断地爆响声中 关自妄犹如一枚炮弹 直直地砸毁了几十栋建筑 最终才在轰入一栋 富丽堂皇的楼宇之后 停留下来 所有人都傻了 因为就在关自妄和严家众人 进入离恨神殿的那一刻 离恨城中的各方强者和势力 便纷纷集结于此 想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如何 可没想到 还没等看出什么端倪呢 却目睹了这样一幕场景 就在全场震恶之中 这栋富丽堂皇的楼宇 发出了一声不堪重负的身影 然后便缓缓倾倒 在轰然巨响中 化为了一片废墟 而就在倾倒之前的那一瞬间 楼宇上悬挂的扁鹅 也随之跌落 化为了积粉 扁鹅上写着三个大字 血虎楼 阎晨漫天 人们呆愣愣地看着 直到过了一会 方才有人颤声道 刚刚刚飞出去的那个人 我怎么看着 像是血虎楼的 官字望官楼主啊 旁边有人也点了点头 然后同样满脸 惊惧地说道 没错 我也看到了 就是他 而且 他身上似乎还穿着假皱 众人进阶骇然 要知道 自打离恨天君陨落之后 在这离恨城中 官字望的实力 应该可排到第一 而且 这还是他不动用 最强底牌 血虎假皱的情况下 一旦动用 那么他的实力 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甚至可以硬汉天君级别的强者 可就是这样的存在 居然被生生轰飞出去 将自家的楼宇都给砸毁 落入了生死不知的境地 动手之人是谁 居然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众人的心中 不禁全都浮现出这个想法 就在这时 只见一道光影闪过 然后在浮空之中 便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年 他的出现 让人群一阵剧烈的骚动 这人是谁 有人满脸惊疑地问道 从来没见过 但只凭他身上的这股超然气度 就可知 此人绝对非同一般 有人面色凝重地说道 但也有些人的注意点 有些跑偏 比如那群聚集在远处 纯粹是过来 看热闹的年轻人 尤其是那些少女 几乎全都眼前一亮 好一个俊俏的小哥哥 有很多豪门千金 目不转睛地看着 连连赞叹道 但他们的这番表态 却让跟着一起来的 那些少年们 面色全都变得有些难看 哼 长得漂亮 又能怎样 没有实力的话 也不过是个废物 有男子阴阳怪气地冷笑道 就在这时 只见薛安副手立于虚空之中 看着远处那烟尘 渐渐沉降下来的废墟 淡淡道 怎么 就这点本事吗 如果就这么败了 那你就太浪费这套甲咒了 话音刚落 地面忽然开始轻颤 而一股威严气势 则在渐渐成形 并搅弄的废墟之上的风云 为之变幻 这这事 有人惊叫一声 可还没等他说完 只见废墟猛然炸开 转瓦四箭中 一声震天的唬响 响彻还语 很多修为稍弱之人 被这声唬响 吓得面无人色 甚至于身形亮呛 险些从空中跌落下去 就算是那些勉强能保持 站立的人群 脸上的神情 也都很不好看 因为这声唬响之中 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声波攻击 根本不是一般人 可以抵抗得了的 而就在唬响之声 还未散去的瞬间 一道身影 携雷霆万军之势 以无比迅捷的速度 直冲而来 甚至于因为速度过快 将空气都给声声挤爆 发出雷鸣般的巨响 并将空间都给离出了 一道深深的鸿沟 而目标 则直指站于半空之中的薛安 此等强决威势 令所有人全都为之震撼 很多豪门少女 更是惊叫一声 认为这个白衣飘飘的 好看小哥 估计是很难幸免了 与之相反的是 很多男子 则露出了一抹畅快的笑意 可就在这时 站在浮空之中的薛安 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只是冷冷地看着 直到这身影 已经冲到镜前了 薛安才猛然一抬手 然后一掌探出 直直按在了 这冲来的身影之上 碰 一声沉闷至极的巨响 轰然散开 离着近的一些人 直接被冲击波震飞出去 张口便吐出了鲜血 显然都受了不清的内伤 所有人满脸骇然地抬头看去 但见冲来的观自望 停顿于半空之中 而在他的额头之上 则停留着一只 纤细修长的手掌 而从始至终 薛安连肩膀都没有晃一下 纹丝不动地站在那 全场一片滴滴的惊呼 包括刚刚升空而起的严家众人 在看到这一幕后 也不禁傻了眼 他们本以为这位薛先生 就算能对付这位观自望 也得费些手脚 可谁能想到 薛安居然以一只肉掌 硬汗全身假皱的观自望 而且看样子 似乎还剩了 这时 只见薛安的嘴角 浮现出一丝冷然的笑意 然后摇了摇头 假皱不错 可惜使用他的人太垃圾 这番话令正在拼尽全力 试图将薛安撼动的观自望 先是一愣 然后便勃然大怒 给我 去死啊 观自望仰天怒吼 而身上的甲皱 则又一次开始变动 但见形态变换间 那个虎头战盔猛然一合 手臂上的甲皱 也随之一变 四肢着地 化为了一头血色斑斓的巨虎 巨虎发出了一声 令人胆寒的虎啸 然后张嘴便朝着薛安咬了下去 散发着冰冷金属光泽的獠牙 似乎将空间都给切断了一样 散发出丝丝黑芒 面对这等圣人威势 薛安却笑了起来 好 这才有点意思 言罢 就见薛安上前一步 手探虚空 一把伸进了这虎头之中 然后薅安撼住了他的两颗獠牙 冷喝一声 给我 滚 哄 薛安双臂一用力 这头由金属甲皱组合而成的巨虎 便被声声扯动 然后抡圆了 往远处砸了下去 砰 一声巨响之后 这头巨虎 被声声砸进了地面之中 但瞬息间 这头巨虎 便又一次直冲而上 对着薛安便是一尾巴 这尾巴犹如钢鞭 带着惨烈的呼啸之声 抽向了薛安 不用怀疑 在这尾巴之下 就算是大罗强者 也得退避三舍 半步先亡 也得为之震动 可薛安却哈哈大笑 然后以令人瞠目的速度 一手探出 在肩不容发的时间里 一把抓住了这条尾巴 然后双臂一摇 这头巨虎 好似受惊的狸猫一样 惊叫一声 四肢摆动 试图挣脱开薛安的手掌 可他的挣扎 都是徒劳的 就见薛安又一次 将其给抡了起来 然后一把砸下 碰 这次砸落的速度 比上次还要快 并将地面 都给震碎出一个 深深的大坑 这次巨虎 没有像上次那样 直接冲出 而是步履蹒跚地 再挣脱出来 然后便有些畏惧地 围绕着薛安转动 但就在这转动之时 这头巨虎身上的伤痕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疯狂修复着 片刻间 他便以恢复如初 然后面露争獰之色 又一次冲了过来 薛安毫不慌乱 纯粹以两只肉掌 跟着头巨虎站在了一处 这场大战 令所有围观之人 面如土色 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 世界上居然还能有 薛安这样生猛的人 居然纯靠肉体之力 硬汗纠集进化的血虎甲咒 这听起来 简直如同天方夜谭一样 却真实地发生在众人面前 而很多少年少女 则看得心潮澎湃 因为这场大战 实在太酣畅淋漓 太过瘾了 拳脚倒肉 勇猛无双 关键是在整个厮杀的过程之中 薛安依然白衣飘飘 气势如鲜 这自然令很多少女得心 都为之加速起来 而那些本来对薛安 充满了嫉妒的男子们 此刻也全都不敢 有任何的异样情绪了 因为嫉妒只会发生在 实力相差不大的人之间 当实力相差得太过悬殊之时 极度便不要而喻了 而在严家众人之中 这位闫梦桃 更是两眼放光地 看着大显神威的薛安 心中有一个念头 正在疯狂呐喊 我要得到她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要得到她 成为她的人 凭什么闫梅叔那个蠢女人 就能结识这样的强者 我不服 正当这个闫梦桃 心中满是极度的时候 就见又一次被摔飞出去 但很快便修复好了 全身伤势的这头巨虎 停住了脚步 眼中血盲闪烁 然后从中传来了 观自望的声音 薛先生 你的实力足以令我感到尊敬 但你难道没发现 从开始到现在 你所有的争斗 都是徒劳的吗 不管我受了多么严重的伤 这套甲咒 都会替我修复的 因为我说过 穿上这套甲咒之后 我便是真正的不死不灭 所以 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声音之中满是得意 薛安停住手脚 面色如常 甚至连呼吸都没有急促半分 就好似刚刚那场高强度的战斗 只不过是饭后的散步一样 然后淡淡道 你还想说什么 哼 薛先生 我还是那句话 你我之间本无仇怨 只是有些误会而已 您只要一点头 那这离恨天的财富或者权势 都任由你挑选 你觉得如何 毕竟 你我现在都奈何不了对方 我觉得 这才是对你我都好的一个解决办法 关自旺侃侃而谈 薛安冷冷地看着 直到他说完 嘴角才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听起来还真是诱人 如果换做其他人 估计就真的答应了 但你的一个前提条件说错了 什么意思 关自旺声音渐冷 认为这个薛安 简直太狂妄自大了 虽然他确实厉害 但也破不开自己的假咒 就这样还不接受自己的条件 这简直只能用愚蠢二字来形容了 你说我奈何不了你 说你不死不灭 但在我看来 这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说着 薛安伸出了四根手指 淡淡道 夜狼自大 哦 不对 你应该听不懂这个成语 那我换一个 纯粹扯淡 你 关自旺简直愤怒如狂 大吼道 姓薛的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今天就让你死 说着 他便深化雪光 直奔薛安而来 这一次的威势 甚至比之前还要强横 可面对这样的一击 薛安却只是微微一笑 说了你还不信 也罢 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吧 说着 但见薛安随手从怀中 掏出了一件东西 一枚青金色的小小印章 你所依仗的 不就是这套假咒吗 那今日 我便收了它 说罢 薛安猛然一按 这枚青金色的印章 便如同活了一样 骤然伸出了无数齿轮 然后开始疯狂转动 顷刻间 这件炼金甲咒 便如水银一般朝薛安的手臂 涌来 然后幻化为一只散发着 青金色光滑的手套 与此同时 观自望也已冲到近前 就见薛安猛然一握拳 这只手套光滑一阵 然后便一拳轰了出去 碰 这一拳 正轰在了 这头巨虎的头上 但见青金色光滑 和巨虎身上的血光 交相灰映 似在针锋一样 但不过眨眼间 青金色光滑 便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而血光则如尘子一般 瑟瑟发抖 表示了最真诚的臣服 与此同时 但见光滑猛然散开 而后一幕奇景 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就见这头 由甲咒构构成的巨虎 整个身体陡然开始解体 然后便如乙群一般 疯狂地往薛安的手掌之上涌去 这速度是如此之快 乃至于在虚余间 这头巨虎便已彻底解体 并跟薛安手上戴的这只手套 融为了一体 而与之相对应的 便是甲咒里面的观自望 只见它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身上的甲咒 便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耗死不死的 它的脑袋 还在以惯性 顶在了薛安的手掌之上 这时 关自望才觉出身体发凉 整个人的气势 随之跌落谷底 这让他悚然一惊 低头一看 这才惊恐欲绝地发现 自己身上的甲咒 居然消失了 可还没等他张嘴说话 只听薛安冷冷道 现在 你可还是不死不灭 说着 薛安直拳于方寸间 往前直轰 关自望还没反应过来 便已被这一拳轰在了脑袋上 砰 关自望的脑袋 炸成了烂西瓜 而他的身躯 更是在接连不断的暴响之中 化为了血雾 但在血雾之中 却有一道光滑直飞而出 急急慌慌地逃向了天际 但他快 薛安的速度更快 尤其在有了这道 炼金甲咒的加持之下 更是快如光闪 在寝刻间便出现在了光滑之前 拦住了去路 这道光滑绝望的一阵 然后便陷出了身形 正是关自望的神魂 只见他惊骇欲绝地看着薛安 颤抖着喊道 大 大人 我知错了 求您放我的神魂一条生路 全场进阶济燃 因为人们的嘴巴 都已经因为过度震撼 而张得老大 谁能想到 这场战斗 居然会以这种戏剧化的结尾收场 本来势均力敌 谁也奈何不了谁 但很快 依靠着血虎甲咒 驰骋天下的关自望 便败在了同样拥有炼金甲咒 而且看样子 还更加高阶的薛安手下 甚至连自己的甲咒都没有保住 而是被其强行熔炼了 这简直太匪一所思了 这时 薛安冲着关自望微微一笑 别害怕 我不杀你 关自望却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因为斩草除根这种事 在神界之中 简直太稀松平常了 甚至关自望 就曾不止一次的这么做过 薛安也懒得理会 这个关自望是怎么想的 只是淡淡道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这套炼金甲咒 是如何得来的 关自望神魂颤抖 却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因为神魂状态下的他 极为脆弱 以薛安的实力 甚至只要吹口气 就能让其灰飞烟灭 为求活命 关自望 自然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当然 这套炼金甲咒 乃是我于千年之前 在路过一处上古废墟之时 偶然得到的 当时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修者 但在得到这套甲咒之后 我便通过里面所附带的方法修炼 并最终成为了一方强者 哦 上古废墟 薛安眼前一亮 关自望赶忙点头道 没错 就是上古废墟 但是很可惜 在我得到这具炼金甲咒之后 那处废墟便彻底地毁灭了 薛安深深地看着关自望 没有说话 关自望心中惊惧 指天发誓道 大人 我绝对不敢欺瞒于您 那处上古废墟 确实是毁灭了 您如果不信 现在便可以检索我的记忆 薛安摇了摇头 我问你 你当时 得到这具炼金甲咒的时候 可还有其他的甲咒存在吗 关自望沉思片刻 然后摇了摇头 没有 当时就只有这一句甲咒存在 你确定 关自望郑重点头 我确定 薛安目光闪烁 然后一挥手 手上的手套便如流水般退下 然后重新化为了那枚青金色印章 只不过此刻的印章之上 多了一道虎纹 那便是吞噬了这句甲咒后的变化 薛安轻声道 从气息上看 这句血虎甲咒 显然应该是一套才对 而且看气势之强悍 绝非凡品 可惜 当初强绝一时的炼金文明已经消失 若是能将这一套甲咒集齐 不知会是何等的强悍光景呢 说到最后 薛安轻叹一声 眼中有些惋惜 身为先尊之时 薛安就曾不止一次地接触过 上古遗留下来的炼金文明 而重生归来之后 更是屡次见到残留下来的甲咒 比如薛安手中的 这枚青金色印章 就是在天照神域 击杀天照神王手下的 第一神将碎寒之后得到的 这套炼金甲咒 不管是从气势还是等级上 都要强过这个血湖甲咒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枚青金色印章 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功效 那就是 可以无限地融合进化 这也是薛安决定 诱导出观自望 开启血湖甲咒的究极形态 然后将其吞噬的原因 而这种种 无一不说明 当时的炼金文明 是何等的强大 可惜 一切都已烟消云散 薛安心中正在感叹 观自望浑身站立 然后颤声道 大 大人 您 薛安回过神来 然后冲着观自望一摆手 去吧 我说过 不杀你 那就是不杀你 实际上 薛安确实没打算杀这个观自望 毕竟他也没做错什么 想要得到离恨天君留下的财富 这也算是人之常情 所以 给他一些惩戒 也就算可以了 更何况 自己还通过 他得到了一句炼金甲咒 因此 薛安打算放了这个观自望 观自望浑身一震 然后欣喜若狂地冲着薛安躬身失礼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说吧 转身就想跑 回来 观自望的身形声声停住 然后惊惧已急地看向薛安 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薛安冷冷道 这次的事就算了 但你若是再敢胡作非为 你可知我拳头的厉害 是是是 大人放心 我回去之后 便找个安静的地方躲起来 再也不会出头露面了 观自望指天发誓道 薛安点点头 好 愿你能一言而行 观自望这才慌慌张张地跑了 而且他日后果然如自己所言的那样 找了个偏僻而安静的角落一躲 到死都没敢出头 薛安见他走了 这才回过头来看向了全场众人 没有人敢与他对视 视线所过之处 所有人的腰都不由自主地弯了下来 表达着自己的卫福 严家众人奇迹攻身 很多人激动地浑身都在颤抖 因为他们觉得 有了这一等靠山 严家以后的前途定将不可限量 就在这种全场卫福的气氛之中 唯有这位颜梦桃表现得十分细精 只见他满脸浅笑 神态恭敬地走上前来 冲着薛安风情万种的 脸刃一礼 娇声道 恭喜大人大展神威 击败强敌 这等作态 让很多没见过世面的男人看直了眼 毕竟这个颜梦桃 也算是一名美人 故意展露风情之下 更是令人惊艳 而此刻的颜梦桃 心中亦是暗暗兴奋 即便你是天大的英雄 但我就不相信你不喜欢美色 只要能想办法 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自己成功的几率就大了很多 可他万万没有料到 自己所有的布置 全都做了无用功 如意算盘 更是完全落了空 因为从始至终 薛安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而是一个闪身 直接穿过众人 回到神殿 来到了依旧躺在地上 昏迷不醒的颜梦桃进前 颜梦桃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眼皮疯狂地跳动 死死盯着地上的颜梦桃 眼中的嫉妒 简直都要化为实质了 为什么 为什么又是这个颜梦桃 而不是我 颜梦桃的心中疯狂地呐喊着 简直恨不得取地上的颜梦桃而代之 却全然没有想过 自己之前对颜梦桃的坚持 是何等的冷嘲热讽 这时薛安看着地上的颜梦桃 轻叹一声 真是个傻姑娘啊 说着 就见薛安随手一挥 一道光滑 便映入了颜梦桃的眉间 颜梦桃浑身震颤了一下 然后便缓缓睁开了眼睛 薛安其实早就看出 这颜梦桃并无大碍 那关子望在动手的时候留了手 只是因为颜梦桃的实力太弱 神魂震荡之下 所以才失去了知觉 现在只要将其神魂归位 也就没事了 这时 颜梦桃的眼中满是茫然之色 但等看到寒笑站在一旁的薛安后 眼中的茫然之色迅速退去 然后颤声道 大大人 我可是在做梦吗 还是说我已经死了 薛安笑了笑 你没有做梦 也没死 我回来了 一句简单的我回来了 令颜梦桃的眼中迅速地蓄满了泪水 但很快 他便深吸一口气 然后艰难地站起身来 那薛虎楼 以后没有什么薛虎楼了 已经被我灭了 薛安淡淡道 听到薛安的这番话 颜梦桃微微一愣 然后便深深地低下了头 多谢大人 薛安微微一笑 行了 都是朋友了 就不要大人大人地叫了 如果愿意的话 就叫我哥哥吧 听到这番话 刚刚落下地面的颜梦桃 极度的眼珠子 都已经发烂了 但颜梦桃却是浑身一颤 垂下的眼眸之中 闪过一抹畅网和哀怨 但很快 他便恢复了正常 是 薛安哥 薛安点了点头 看了看虽然醒来 但因为气血震荡 而浑身微颤的颜梦桃 淡淡道 你身上的伤怎么样 颜梦桃低声道 没什么大碍 只要在江阳几日便好了 这时 颜梦满脸谄媚地凑上前来 冲着薛安一攻扫地 大人 您救下我颜家 此等大恩 我等实难回报 若是 话还没说完 他便已经说不下去了 因为薛安正冷冷地看着他 视线所及 颜梦就觉得心里寒气直冒 浑身瞬间便被冷汗所浸透 其实薛安早就看出 颜梦这些人 根本不像自己说的那样无辜 尤其自己的亲生女儿 被打伤在地 身为父亲的颜梦 却连一句硬话都不敢说 这就很值得怀疑 更何况 他们颜家也闯进了神殿之中 显而易见 他们的居心也很是叵测 只是薛安当时懒得理会他们而已 现在见这个颜阳还敢说话 眼中不禁闪过一抹冷色 颜阳色索儿不敢言 一旁的颜梦桃则暗自一咬牙 然后走上前来 满脸笑意地说道 薛哥哥 我父亲他只是 想表达一下他的谢意 若有冒犯之处 还请恕罪 姐姐 您觉得我说得对吗 说着 颜梦桃和颜阳这妇女二人 全都看向了颜妹叔 颜妹叔面色微变 晨音片刻之后 便要说话 正在这时 只听薛安冷冷一笑 薛哥哥 谁是你薛哥哥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叫哥 这番话 简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 直接扇在了颜梦桃的脸上 就见颜梦桃的脸 瞬间变得惨白 然后又因为羞愤 而涨得通红 可薛安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而是转头 冲着颜妹叔说道 这两人是谁 言语之中 满含着凛冽寒义 此刻 就是傻子也能看出 薛安动了杀心 这一下全场都为之肃然 而颜阳更是浑身俱阵 脸上献出惊骇欲绝之色 然后用近乎哀求的目光 看向了颜妹叔 至于颜家其他人 更是目光复杂地 看着这位颜家大小贱 整件事 就是颜妹叔最先提出的 但却只有他坚持到了最后 想起自己这些人 之前对颜妹叔的冷嘲热讽 很多人不经面线好然之色 而就在这种情况下 颜妹叔迟一片刻 然后轻声说道 薛安哥 这两人一个是我父亲 一个是我妹妹 这个回答 令颜阳暗暗松了口气 他最怕的就是 颜妹叔这时候 再邪恨报复 薛安听罢 深深地看了颜妹叔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那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 饶了他们两个 颜妹叔浑身一颤 然后俯手言道 谢谢 声音哽咽 眼中满是泪水 他很清楚 薛安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给他出气 而当他抬起头来 看到颜梦桃那面 如土色的精致脸蛋 以及唯唯诺诺 就插跪下谢恩的颜阳之后 颜妹叔的心中 忽然觉得很是畅快 不要说什么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没经历过 就不要劝别人大度 与此同时 就见薛安冷冷道 走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传你一些功法 是 薛安一挥手 便带着颜妹叔 消失在了原地 当看到两人消失之后 颜梦桃张嘴 便吐出了一口鲜血 然后腿倒于地 生生被气晕过去 此刻的福宝小楼 很是热闹 醉梦 鱼刃 江巡南齐聚于此 这让平时很难见到 圣人的想想和念念 简直兴奋极了 姐 你真的是狗狗变的吗 念念歪着头 满脸好奇地问道 如果其他人敢这么问 估计江巡南 当时就得翻脸 要知道 身为犬族 平时最讨厌的就是 有人将其与狗相提并论 因为这根本就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可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 江巡南早已摸清楚了 这对双胞胎小姐妹的性格 自然知道 他们并无恶意 而且 可能是他也身怀有孕的缘故 江巡南现在越发地喜爱 这对姐妹花了 甚至不止一次地默默祈祷 希望能生下一个 跟想想念念一样可爱的女儿 所以当听到念念的问话后 江巡南笑眯眯地点点头 是啊 不过 姐可不是狗狗 我是金犬族的公主呢 可是 那有什么区别吗 我怎么觉得都差不多呢 念念还是有些疑惑不解 当然有区别了 狗狗是宠物 但犬族可是一个庞大的族群 里面有很多都是从上古 流传下来的强大种族 张小鱼忍不住说了一句 念念的眼睛 渐渐瞪圆了 哇 那么厉害吗 姐 那你能献出原形 让我看一下吗 还没等江巡南说话 想想不知道何时出现在念念身后 然后抬手 便敲了念念的脑袋一下 啊 姐姐 你打我干什么 念念无限委屈地揉着脑袋 哼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还让姐献出原形 你难道不知道 姐肚子里已经有小宝宝了吗 想想拿出了姐姐的威严 板着小脸说道 念念的注意力 却根本没在这上面 当她听到江巡南的肚子里 有了小宝宝 不禁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然后看着江巡南 姐 是真的吗 江巡南脸一红 有些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是啊 哇 好厉害 这下 我们便有妹妹跟着一起玩了 念念欢呼雀跃 嗯 你怎么知道是妹妹 张小鱼有些疑惑 念念嘿嘿一笑 因为我就是这么感觉的呀 可所有人都浑然不知 就在念念说话的时候 一丝机缘也随之而改变 看着天真浪漫的念念 众人全都为之玩耳 罪梦和愚刃 乃是第一次进入福宝小楼之中 自然也被这巧夺天宫 自成体系的一方世界所震撼 但最重要的 还是生活在这里的人 安言自不必说 身为这里的女主人 安言用实力和颜值 诠释了什么才叫雍容大气 胡音更是令罪梦等人看不透 这个角色少女身上 似乎蒙着一层迷雾 但偶尔显露出的强大威势 还是令人为之心惊 张小鱼自不必说了 这个小姑娘 承担了这幅宝小楼中的大部分笑料 乃是名副其实的欢乐源泉 除此之外 最令罪梦和愚人为之惊恶的 还是想想和念念 他们俩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看上去不过是个少年的薛安 居然早以为人妇 有了如此精致可爱的一对双胞胎姐妹话 不过很快 他们两个也被这里的温馨气氛所打动 感觉这里就好似一个 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样 没有了外界的纷扰和争斗 真好像一块世外桃源一样 就在这时 只见小楼之中光滑缭绕 然后薛安和颜妹叔 便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 颜姑娘 愚人一愣 然后惊讶地问道 颜妹叔也没想到 这里会有这么多人 不禁就是一愣 罪梦夫人 于管家 你们怎么都在这里 薛安笑了笑 他们跟着一起去神域来着 在回城的时候 便进了这小楼之中 正说着 就见 想想和念念 满脸好奇地凑了过来 爸爸 这位姐姐又是谁呢 想想率先问道 是啊爸爸 而且这位姐姐 好像受伤了呢 念念也问道 薛安蹲下身 先宠溺地在两个小姑娘的脸上亲了一口 然后笑眯眯地说道 这个姐姐是爸爸的朋友 这次她被人打伤了 所以我就带她到这里养伤调理一下 哦 想想点了点头 念念却已经十分自来熟地凑了过去 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颜妹叔 姐姐 你不要怕 我爸爸可厉害了 你要是被人欺负了 他一定会帮你的 颜妹叔本来正陷于迷茫之中 刚刚从两个小丫头嘴里喊出的爸爸 瞬间击溃了颜妹叔的心 爸爸 原来她都已经有这么大的两个女儿了呀 可笑自己之前 还敢痴心妄想 想到这 颜妹叔不禁自嘲的一笑 心中说不出的凄凉 而来自念念的问候 让颜妹叔便是一愣 然后呆呆地看着念念 这个小姑娘的眼睛 是那么的纯净无瑕 来至于在这里面 看不到任何的杂志 唯一有的 就是满满的关切和善良 不知怎的 即便是被自己父亲打骂 被所有家族中人 孤立都没哭的颜妹叔 在此刻 却终于控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念念的关心 就好似压垮驼的 那最后一根稻草 令颜妹叔瞬间崩溃 哭得不能自已 这可把念念吓坏了 还以为自己说错什么话了 赶忙焦急地说道 姐姐 你不要哭啊 你怎么了 是因为受伤疼的吗 这时 有一只手轻轻搭在了 她的肩膀之上 颜妹叔抬起头来 透过泪光可以看出 站在自己面前的 乃是一名气质绝佳 容颜惊世的女子 甚至令同为女子的颜妹叔 都不禁看傻了 这时 安颜才浅浅一笑 柔柔道 好了 不要哭了 既然你是我老公的朋友 那就不要怕 先再次好好养伤吧 老公 这就是薛先生的夫人吗 果然好美啊 颜妹叔浑身一颤 然后便自残行贿地低下了头 不管是气度还是相貌 颜妹叔都甘拜下风 书得心服口服 甚至于生不出 一丝一毫的极度之心来 一个女人能美到令情敌 都无法极度 这得是何等的魅力啊 最终 颜妹叔也被安排住在了这里 而等到众人散去之后 安颜掠了掠耳边的并发 冲着薛安微微一笑 老公 你过来下 薛安的头 瞬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我不过去 安颜巧笑倩兮 哎呀 你那么害怕干什么 我只不过是有两句话 想跟你说而已 薛安深吸一口气 有什么话在这里说不好吗 非得过去 安颜秀眉一扬 嗯 我现在再问你一句 你过不过来 说不过去就不过去 身为堂堂先尊 岂可食言 薛安一脸的义正言辞 安颜脸上的笑容未变 但语气却变得煞是寒凉 少废话 给我过来 薛安 片刻之后 薛安呲牙咧嘴地站在那 承受着肩膀上传来的剧痛 因为此刻的安颜 正满脸凶恶地 咬在薛安的肩膀之上 一边咬 安颜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咬死你这个大坏蛋 呀呀呀呀 薛安苦笑不得 又怕自己的修为反抗 再把安颜给伤到 只能强行压制着自己的修为 任由安颜发泄 方才心满意足地松开嘴巴 再看薛安的肩膀之上 赫然出现了一个深深的牙印 而且在齿痕之中 还往外伸着丝丝鲜血 安颜似乎很满意自己的这个杰作 仰起头来 看着一脸苦笑的薛安 凶巴巴地说道 知道我为什么咬你吗 男人的智慧和演技 只有在面对女人质问的时候 才会演绎得淋漓尽致 比如现在 薛安就很清楚一点 那就是 面对安颜的问话 一定要有多傻装多傻 有多无辜 装多无辜 所以薛安瞬间开启影帝模式 面露一律之色 轻轻摇头道 炎儿 我实在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而且 老婆咬几下老公 初出气节姐们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何谈为什么呢 安颜本来捧着脸 试图给薛安表现出 自己很生气的模样 可却被薛安的这一句话 弄得一秒破功 去你的 说的我好像母叶叉一样 安颜催了一口 嘿嘿 炎儿要是母叶叉 那也是诛天万界最漂亮的 一只母叶叉 薛安笑嘻嘻地说道 显露出了极为强大的求生欲望 安颜哼了一声 少用话套我 我问你 你这出去 一次就捡个漂亮姑娘回来 是什么意思 我要是不管的话 你是不是还打算将这小楼给铸马啊 面对这般凶险的质问 薛安却连犹豫都没犹豫 瞬间摇头道 我不是 我没有 男人用来保命的两句不二法宝 在此刻都被派上了用场 安颜打量了薛安许久 然后方才点了点头 哼 亮你也不敢 不然的话 我的小剪刀 可是一直准备着呢 说着 安颜自己却忍不住乐出了声 安颜当然不是那种小肚极肠 捕风捉影乱吃醋的女人 实际上 她对薛安一直120个的放心 因为安颜坚信一点 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雨 她和薛安之间 早已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了 这种感情 根本不是任何人 任何事物可以破坏的 至于颜妹叔 从安颜见到这个女子的第一眼起 就已看穿了她的心意 但安颜却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因为她比谁都清楚 感情这种事 是人力所无法左右的 安颜也犯不上 为了一个小姑娘 就杞人忧天 乱了阵脚 那样的话 就显得自己太跌分了 但看得明白 并不意味着安颜心里就没有火气 身为女人 她难免会生出些许醋意 所以 她才会对薛安略施成见 这就跟母老虎 会在自己的领地巡视一样 是在宣示自己的主权 同时 也算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调剂 毕竟 安颜比谁都明白 一个女人要是活得太明白 是会很累的 有时候 一点小刁蛮小任性 反而会更增添一些情趣 因为男人吃这一套 笑 当然 这其中的种种道理很是复杂 所以才会有一句 女人心海底真的话 可是安颜并不知道 其实薛安早就明白 她是在跟自己闹着玩 但她还是愿意陪着这个傻姑娘 一起演下去 因为只要颜儿开心 薛安才会开心 两人闹够了之后 薛安方才肃然道 颜儿 其实你不问我 我也想跟你说的 因为我 带着这个颜妹书回福宝小楼 并不单纯 只是为了让她养伤 嗯 什么意思 安颜一脸疑惑 薛安笑了笑 现在离恨天君已死 但这离恨天 却并不算平静 其中强者被出 势力盘根错节 我在此镇压的时候还好 等我们一走 这里立马便会大乱 而这 便违背了我们的本心 毕竟 我们一路走来 是为了替华族报仇 产出种种不平之事 但这只是个原因 而并非借口 若是因为这个 就可以在惹出乱子后 撒手不管 那我跟那离恨天君 又有何意 安颜静静地听着 看向薛安的眼神 却渐渐放出了光 这就是自己喜欢这个 男人的原因吧 不管何时 都能牢记本心 不为手中的力量 或者权势所蒙蔽 而且从不退缩 因此 他眼波流转 目光湿润地看着薛安 柔柔道 嗯 那老公你的意思是 现在江巡南 怀有孝天将军的后人 他自然要留在此界 等候孝天的归来 罪梦和愚刃 虽然之前行为不端 但被我洗炼神殿后 也已脱胎换骨 至于这个严媚书 品行也经过了考验 可以靠得住 所以我决定 将他们这三方 都培养成一方强者 然后镇压此界 安颜文言微微一正 三方都要 薛安点了点头 没错 可是 有这个必要吗 安颜有些不解 薛安轻叹一声 伸出手来 轻轻抚摸着安颜的头 然而 你心性纯善 却不知道 这诸天之险恶 但人心却比诸天还要恐怖 尤其当拥有了 强大的能力之后 更是很少有人 能坚守本心 因为力量就如毒药 是会慢慢侵蚀 一个人的意志的 如果我单独培养一方试炼 等我们走后 很难说 他不会成为 下一个离恨天君 所以 你打算让三方都成为强者 然后让他们互相制衡 安颜恍然说道 薛安点了点头 没错 安颜这才明白了 薛安的良苦用心 不禁有些钦佩地说道 老公 你想得真长远 我觉得 这样做最好不过了 薛安笑了笑 然后抬头看向了窗外的小楼景致 眼中光滑闪烁 而在他的十海之中 来自离恨天君 和紫薇新竹的两枚记忆灵珠 则也在微微震战着 然后轰然破碎 化为汹涌的记忆洪流 涌入了薛安的神念之中 这是足以另一般人 直接神魂爆炸的庞大记忆 但在薛安那近乎浩瀚无垠的神念面前 却连一点水花都没有激起 瞬息之间 薛安的眼中 好似有无数画面掠过 然后 薛安便缓缓闭上了眼睛 安颜静静地站在一旁守候着 展察的光景之后 墨地 薛安的脸上现出一抹怒色 然后豁然抬眸 双眸之中 有两道彻骨寒光 一闪而逝 但即便如此 威士还是令这座福堡小楼 多为之阵战 正在三楼之中 跟念念一起玩耍的神文求求 发出了一声婴儿般的惊叫 然后便拼命地钻进念念的怀中 再也不敢露头了 因为身为福堡的戒灵 他比谁都能感受到 从薛安身上散发出来的彻骨寒意 甚至连那些从神阀之海 进入福堡小楼里的海洋巨兽 此刻也全都涩缩在水底 站立不已 老公 安岩也感受到了 这股杀意的强大 忍不住喊了一声 一声之下 薛安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然后眨了眨眼 方才那股强决的杀意 才随之消散不见 老公 怎么了 安岩有些心急地问道 薛安笑了笑 没什么 只是看到了一些画面罢了 虽然在笑 但薛安的眼中 还是充满了彻骨寒意 实际上薛安并没有告诉安岩 在离恨天君以及紫薇新主的记忆之中 薛安看到了很多残忍至极的血腥画面 因为他们的实力和地位 都比之前薛安所遇到的天照神王 或者其他神灵来的强大 所以 关于万年之前那场杀戮的记忆 也就更多 更加详细 但越是如此 薛安就越是愤怒 因为记忆之中的种种画面之残虐 简直不是语言可以描绘出来的 若不是薛安经历过重重险境 见识过最险恶的人心 一颗道心坚固无比 单凭这些画面 便足以另一般人当场崩溃 发疯而死 安言自然感受得出 薛安心中的滔天怒意 但他很清楚 任何的劝慰在此刻都是无效的 他甚至做不了任何事 只能点起脚来 温柔地揉了揉薛安的眉头 薛安轻轻一笑 好了爷儿 我没事 就是突然有些难过罢了 说到这 薛安的声音变得有些颤抖 因为直到现在 我才明白 万年之前的华族 到底遭受过什么 流过多少血了 安言漠然所以 我的决定就是 不管对方是谁 都绝不原谅 并十倍还之 薛安冷然说道 而随着话音 他说的每一个字 都化为了金光浮传 然后构成一道玄秘的骤印法则 在轰然一道金光之后 消失不见 这是薛安以本命之力 所做出的罗天大事 是以自己的全部修为 和整个世界进行了一场对赌 赌约只有简单的八个字 仇敌不绝 剑不归翘 接下来的几天光景 薛安挑选出几部 适合颜媚书 江巡南 以及最梦修炼的功法 如果按照正常流程 按部就班地去学习修炼的话 最少也得十年光景 他们才能堪堪入门 薛安当然不能再次等候十年 所以他干脆 以自己强大的神念之力 和对功法的深刻理解 直接将这三部功法 灌输并深刻于三人的十海之中 就在这种近乎逆天的手段之下 三人的修为突飞猛进 终于在短短几天的光景之中 走上了正轨 但这并不足以震慑整个离恨天 毕竟 作为神界第一天 离恨天中强者如云 之前是因为离恨天军 那压倒性的强大武力震慑 才让各方强者俯首 而此刻的三女 虽然实力都有很大的长进 但跟此界之中那些绝顶强者相比 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更遑论说 对其形成威慑了 此刻 颜媚书三人 都已经知道了薛安的想法 当他们知道 薛安居然想让他们三人来 掌管此界之后 开始都有些兴奋 但玄疾便全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尤其是现在 他们三个都对自己的实力心知肚明 如果说想凭这种实力 再离恨天自保的话 还能达到 但要想掌管一界 令各方未服 那纯粹就是痴心妄想 这不禁令三女忧心忡忡 可薛安却好似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一样 当三女终于入得修行之门 她便淡淡一笑 很好 现在我便带着你等 重返离恨天 掌管此界 可是 人群之中 严媚书实在有些按捺不住 张口言道 嗯 媚书有什么疑问吗 薛安扫了她一眼 淡淡道 薛安哥 您在此界的话 自然可以压制得四方未服 但您一旦离开 单凭现在的我们 估计很难令各方老老实实地扶手听话吧 严媚书咬了咬牙 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众人也不禁将疑惑的目光看向了薛安 毕竟他们心中此刻全都有此疑问 薛安却只是淡淡一笑 这个不用你担心 我自有安排 走吧 说吧 薛安一挥手 众人便自福堡小楼之中飞出 回到了离恨神殿之中 此刻的离恨神殿 气氛也有些异样 屈指算来 从薛安带着颜媚书离开 已经过去了足足十天之久 在这十天当中 颜家众人不敢离开这离恨神殿半步 不光是因为薛安的威慑 更是因为外界的局势已经变得十分复杂 血虎楼被薛安一人毁灭 关字旺更是被打成了光感司令 连身上的假咒都被扒光了 只有一道神魂得以幸免 勉强逃脱 而这一战 离恨城中所有的势力和强者 可是都亲眼目睹了 因此 这些人的心里不离全都直冒寒气 再不敢有丝毫的异动 准备迎接新王的到来 可一连多少天过去了 薛安却在位出过离恨神殿半步 甚至连生息都没有了 这不禁令各方势力为之恶然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突然之间 生息皆无了呢 莫非 他受伤了 这个想法 开始在众人的心中不断蔓延 因为谁也不知道 里面到底怎么回事 但贪婪这种东西 总是无法克制的 尽管心中对薛安颇为忌惮 但各方势力 还是忍不住集结于神殿之外 试图看一看究竟 但这次人们全都学乖了 只是围在远处偷偷地观察着 谁也不敢过来 但即便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外面的人群 还是越举越多 等到十天头上 从神殿往外看去 远处的天空 都已经被乌央乌央的人群所遮蔽 各方强者汇聚在一起 所形成的威势 足以令天地为之色变 这样的景象 自然也让神殿之中的严家众人 心惊胆战 乃至于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出 他们谁也不敢不出去 等 却又不知道要再次等多久 在这样两难的抉择之下 严家之中弥漫着一股难以言表的古怪气氛 众多严家精锐 以及普通弟子 全都愿意在这里等待严魅叔的归来 毕竟 之前严魅叔的表现无可指摘 足以证明他身为严家 大小节的实力 可严孟陶却不这么想 他现在已经明白 薛安并非一般男子 根本不是自己这种人可以接近得了的 而如果以后真是严魅叔执掌严家的话 自己的境况可想而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地 抱着这种想法 他便不止一次地开始窜夺自己的父亲带领严家离开此处 比如此刻 严魅叔便低声说道 父亲大人 现在都已经过去十天了 这位薛先生 以及严魅叔 依然没有回来 但留给我们严家的时间 可是不多了 现在的严阳浑浑噩噩噩噩 就算是睡觉 也会时不时地被惊醒过来 因为现在的他 毁得肠子都快要清了 他不止一次地想过 若是当初能一直听从自己大女儿的话 那现在该有多好啊 有了薛安这样的大靠山 严家以后还不得在离恨天中横着走吗 而自己 也将成为说一不二的大人物 被万众所敬仰 可惜 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严阳也只能徒之奈何 现在 当他听到严梦陶的话后 不禁微微一皱眉 此话怎讲 父亲 您难道没看到外面的局势吗 现如今 外面聚集的各方势力和强者 可是越来越多了 整个离恨城都已经被惊动 甚至于已经有远方的势力赶来 那又如何 就算他们来了 还不是一样 畏惧于薛先生所表现出的实力 而不敢越雷迟半步 严梦陶文言冷笑起来 哼哼 父亲大人 你怎么这么糊涂 没错 这位薛先生 确实实力强横无比 足以压服众人 可问题 是他什么时候归来呢 嗯 颜阳被说得一愣 颜梦陶接着说道 这位薛先生 带着颜魅叔走了 说是要传授他功法 可您也不想想 修炼是那么简单的事吗 就算薛先生修为今天 但颜魅叔 即便天资再怎么过人 重新修炼一套新的功法 也得需要时间吧 甚至若想入门的话 最少也得十年之久 而十年时间 您可想过会出现什么事吗 会出现什么 颜阳愣愣地问道 颜梦陶看着窗外 远处聚集的人群 冷冷道 现在这些人 还忌惮于薛先生的实力 不敢过来 但威慑都是有时效的 等时间久了 这些人还会这么 老老实实地等着吗 而且 现如今 这里汇集的强者越来越多 等到最后 若是整个离恨天的强者都来了 到那时 就算咱们这位薛先生归来了 又能怎样 你是说 颜阳有些发颤地说道 没错 蚂蚁多了 还能咬死大象呢 更何况 这离恨天中强者如云 若是他们真的全都汇聚到一起 所形成的威势 我想 就算是这位薛先生 也得退避三社吧 那依你的意思是 颜阳被自己女儿的画虎的面色 越来越苍白 我的意思很简单 在这里待的时间越久 就越是 对我们颜家不利 因为谁也无法保证 这位薛先生 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归来 十年只不过是 我的一个推测 万一他带着颜妹叔 直接离开此界 再也不回来了呢 那我们颜家 岂不是更倒霉 颜梦桃冷笑着说道 所以 我们还不如趁着现在 直接跟外面的势力接洽一下 选一个强大的实力合作 毕竟我们有一个 别人没有的优势 那就是这离恨神殿之中的 天亮财富 一提到合作 颜阳的脸蛋一颤 眼中 现出了金句之色 显然又想起了 和血虎楼合作的事情 不禁说道 可若是 再跟血虎楼一样 我们岂不是才出虎穴 又入龙潭 父亲大人 那我们难道就在这里等死吗 退一万步讲 即便这位薛先生很快归来了 但您之前对我那位大姐所做的事 真的会得到他的原谅吗 到时候他一句话 您这个家主之位 估计就要完蛋了 颜梦桃的这句话 才算是刺中了颜阳的痛处 这也是他这几天来 最为担心的一件事 所谓风险便是如此 而且父亲大人放心 只要这次我们筹划得好 肯定不会像上次那样 被人所欺骗 颜梦桃巧舌如簧 寻寻善诱地说道 颜阳思量许久 最终心一横 站起身来说道 好 梦桃说得不错 我们在这等下去也是死 还不如出去试一试 颜梦桃大喜 父亲大人果然应命 这妇女二人下定决心 便准备率领众人离开神殿 可这时候 一个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除了他们两人之外 几乎所有的颜家众人 都不愿意离开 并一再表示 想要再次等候大小姐的归来 这不禁更让颜阳感到了惶恐和不安 颜梦桃还没回来 自己的权势 就已经快被架空了 若是等他回来 自己还不成为一个空壳 想到这 颜阳终于拿出了身为家主的很厉镜头 一巴掌扇地上前来 劝输的几名长老 齐齐道飞出去 然后寒声道 我才是颜家家主 我说现在走 就得现在走 我看谁敢不听 这下 全场都为之一静 颜家众人全都呆呆地 看着自己这位家主 眼神深处都献出贤物和不屑之色 毕竟 颜家落入现在这个境地 很大程度上 都是这位颜阳做出来的 要不是 他亲信薛虎楼 又怎会如此 可无奈 颜阳身为颜家家主 确实有对所有人生杀与夺的权利 这些人尽管心中百般不愿 也得听从 所以只好默默地低下了头 颜阳这才露出了一丝 质得意满的笑容 而等听着 在这里等着 也是无用功 因为那位薛先生 很可能不会回来了 为了咱们颜家的存续 我们现在只能 尽快离开这里 听明白了吗 全场漠然 没有人搭枪 颜阳却以为大家都默认了 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转头冲着颜梦桃说道 女儿 你觉得如何 颜梦桃自然也很高兴 父亲大人果然厉害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走 可就在这时 只听虚空之中 传来了一声轻笑 谁说我不会回来了 哼 全场众人便是一阵 与此同时 就见虚空泛起阵阵涟漪 然后薛安从中缓步而出 傲然立于半空之中 俯瞰着颜氏妇女 冷冷一笑 走 走到哪去 一见果然是薛安归来 颜氏妇女的脸色 瞬间都为之大变 尤其是颜阳 悔恨得简直恨不得山 自己两巴掌 怎么自己不管做什么 都无法逃脱这位薛先生的眼睛呢 至于颜梦桃 更是浑身站立不已 因为薛安的视线 就停留在她的身上 颜梦桃从未想过 世间居然会有如此锐利的目光 甚至锐利到 只要是薛安目光所及之处 颜梦桃就觉得自己的肌肤 似乎都被生生剥开 露出了里面的淋漓血肉一样 这种感觉 让颜梦桃简直如做针毡 脸色更是苍白如指 就在这时 只见薛安的嘴角微微扬起 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意 我实该说 你巧舌如黄搬弄是非呢 还是该夸你分析的不错呢 威慑是有时效的 颜家再次只能等死 这些话 听上去似乎真的有那么一点道理啊 颜梦桃文言浑身俱阵 然后满脸骇然地看向薛安 你都听到了 薛安笑了笑 其实我听到了 应该说 大家都听到了 说着 就见联谊之中 颜梅叔 醉梦 江循南等人 全都走了出来 甚至连张小鱼和胡英都跑出来看热闹 当看到半空之中 凭空出现了这么多人后 颜梦桃的嘴巴微微张开 傻在了原地 他本以为薛安肯定已经带着颜梅叔 去了很远的地方 可谁能想到 他却一直没有离开过 一想到这十天来 自己所说过的那些话 颜梦桃就觉得惊骇欲死 这时 颜梅叔面冷如冰地看着颜梅桃 冷冷道 我的好妹妹 我之前一直以为你 只是出于小孩子的心性 嫉妒于我罢了 可现在我才知道 你纯粹就是坏 当听到颜梅叔的话后 颜梦桃脸上的金句 如潮水般褪去 眼中更是重新燃起了 极恨欲狂的火焰 颜梅叔 你少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从小到大 家族之中 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你 夸你 有什么好东西 也都要让给你 但我就是不服 因为我才是最优秀的那个 你不过是运气好 比我早出生一段时间罢了 凭什么就要处处压制于我 越说 颜梦桃脸上的神情 就越是疯狂 所以我才要证明自己 证明我一点都不比你差 可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你的运气就这么好 居然会结识这样的强者 说到最后 颜梦桃已经近乎 是在嘶声呐喊了 颜梅叔面色一变 他没想过 自己这个妹妹 心中居然埋藏着这么多的情绪 可玄机 颜梅叔的脸上 也浮现出层层怒气 我压制于你 颜梦桃 我在刻苦修炼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你正在舞会之上 跟各家公子们翩翩起舞 而我在钻研商对路线的时候 你则在跟少年才俊花钱跃下 我整理行囊和出行物资 甚至于熬到天亮才能睡下的时候 你则在用种种见不得人的秘书保养身体 付出努力的时候不见你 等到了最后 你反过头来 却口口声声 说我压制你 颜梦桃 你这话说的 可有心否 平素的颜梅叔 是很端庄大气的 并且一直觉得 颜梅桃好歹是自己同父一母的妹妹 所以处处忍让 从不曾说过这些 但等到了这时 颜梅叔也彻底地爆发了 而在这一声声的严厉质问之下 颜梅桃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但眼中却没有丝毫的悔改之色 颜梅叔 我就是不服 因为你的存在 我才没有出头的机会 说到这 颜梦桃已经彻底豁出去了 满脸计较地说道 颜梅叔 你不是跟薛先生去学艺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还是说你根本不是那块料 已经彻底放弃了呢 说着 颜梦桃转过头来看向了薛安 哥哥笑道 薛先生 不如你传授给我功法吧 我可要比这个女人聪明多了 薛安似笑非笑地看了她一眼 却没有说话 因为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气势 从颜梅叔的身上冲出 这股威势之强 跟之前的颜梅叔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颜梦桃浑身一颤 惊骇地看着这一切 这 颜梅叔这时 则冷冷说道 德先生指教 信不如命 我已入修行之门 颜梦桃 你现在还有何话可说 颜梦桃浑身颤抖地低下了头 颜梅更是早已面无人色 只能无比谄媚地 冲着薛安连连作一 大人 您 话音未落 薛安目光一闪 一股威势 直接将颜梅轰飞出去 重重地砸在了神殿的柱子之上 这一下砸得极重 颜梅差点一口鲜血喷出来 疼得面目扭曲 却不敢发出丝毫的声响 而后薛安冷冷道 我看见你那张脸就烦 再出现于我眼前 我就让你神魂俱灭 明白 颜梅吓得抖翼而战 贵斧在地 脸深深地埋进土里 连话都不敢说了 而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嘀嘀的笑声 从低着头的颜梅桃身上传来 这笑声开始很微弱 但逐渐地开始增大 到最后 已然充满了歇斯底里的疯狂 性靴的 我不服 我那般接近于你 你为何对我不理不睬 难道说 我真的比不上这个颜梅书吗 你说 我到底是哪里不够美了 颜梅桃壮若癫狂地说道 胡音面色一沉 冷哼一声 就要说什么 一旁的张小鱼赶紧拉住了他 古奶奶 你就别掺和了 你没看出这个女人已经疯了吗 一个丑八怪 居然敢如此狂妄 胡音气不打一处来 实际上 颜梅桃长的一点也不丑 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美人 但在轻力绝俗的胡音面前 这生丑八怪 却也真的没有冤枉他 薛安冷冷地看着这个面容 都因为极度而扭曲的女人 然后玩味地说道 哪里不够美 呵呵 颜儿 随着话音 涟漪一阵震荡 而后安颜从中款款走出 当她出现的那一瞬 整个离恨神殿之中 鸦雀无声 就连疯狂叫嚣的颜梦桃 也彻底地看傻了 因为不管是气质还是相貌 安颜都足以将她秒杀一百遍 然后扔进土里 再重重地踩上一脚 这种差距之悬殊 甚至让颜妹叔彻彻底底地 成为了一个傻瓜 当安颜走至薛安进前之后 薛安方才淡淡道 现在 你可知道 自己哪里不够了吗 在这种近乎致命的打击之下 颜梦桃面色变换不定 然后便如不愿舍弃最后一根稻草的 溺水之人般 节节怪笑起来 好好好 我承认我输了 但是性薛的 你也不要得意得太早 看到了吗 外面来自各方势力的强者 已经越居越多 而这 就将是埋葬你的坟墓 说到这 颜梦桃得意地大笑起来 因为我在前两天的时候 就已经通过密法 给外面传去了消息 说你因为伤众正在疗伤 我估计 现在这个消息就要传开了 到时候 整个离恨天的强者 估计都会闻风而动 等各方强者云集于此 性薛的 你就是再怎么厉害 难道还能是整个离恨天 所有强者的对手吗 说到这 颜梦桃脸上 献出怨毒至极的神色 到时候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就会亲眼看着 你是如何被打倒在地的 笑声之中 包含着令人头皮发麻的恨意 众人面色一变 尤其是颜梦桃 更是勃然大怒 一个闪身便冲到了颜梦桃境前 然后一把揪住了他的衣服 抬手就是挤记耳光 啪啪啪 等删完之后 颜梦桃口鼻流血 但眼中的恨意 却丝毫没有消散 反而咯咯笑道 颜梦桃 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呀 反正我死了 你们也活不要太久的 你 颜梦桃确实动了杀意 抬手便抽出了随身携带的匕首 便要动手 正在这时 薛安忽然轻叹一声 慢着 颜梦桃一愣 转头看向了薛安 薛安哥 薛安冲他笑了笑 你先退下 尽管不知道薛安要干什么 但颜梦桃还是松开手 退到了一旁 与此同时 薛安上下 打量了这个颜梦桃急眼 目光所及 颜梦桃浑身震战 但整个人却依然在强撑着 甚至于还挑衅地冲着薛安一阵冷笑 面对色力内忍的颜梦桃 薛安也笑了 然后淡淡道 有意思 我发现你 确实很有意思 哼 颜梦桃冷哼一声 姓薛的 你想说什么 薛安淡淡一笑 从一开始的筹划 到现如今的摊牌 我发现 如你这种人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 自己永远不会错 错的永远是别人 是这个世界 即便自己再也找不到理由推脱了 那也要想法设法地 去拉几个垫背的 否则你不会甘心 我说的 对吗 这番总结 让很多人暗暗点头 胡英更是恨恨地长出一口气 薛哥哥说得太对了 这个女人就是这样 恨得我简直牙痒痒 颜梦桃浑身一颤 眼中闪过一抹惶恐之色 但还是硬撑着说道 是又如何 幸薛的 你现在还是想想 怎么从这里脱身吧 哈哈 颜梦桃还想大笑 可笑声刚起 就被薛安打断了 只见他淡淡道 脱身 我为什么要脱身 嗯 颜梦桃的眼睛瞬间瞪圆 呆呆地看着薛安 你 薛安笑了笑 然后抬头看向了远处天际 那黑压压的人群 语气淡然道 你刚刚说 等整个离恨天的强者 齐聚于此 看我怎么办 我现在只想告诉你 其实我所要的 恰恰就是让所有的人 全都敢置于此 因为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这番话 令全场众人都现出了 茫然之色 不明白薛安是什么意思 颜梦桃也是一样 但很快 他便恢复过来 然后冷笑一声 故弄玄虚 颜妹叔怒火中烧 上前一步就想动手 薛安笑着摆了摆手 不用 他不是想看看 我怎么办吗 那就让他看着 说着 薛安转过头 来看向了安言 柔声道 言而 你听没听说过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安言一正 然后点了点头 听过 薛安点了点头 那好 今日老公便让你看看 什么才叫真正的 一只穿云剑 说吧 薛安剑没一扬 整个离恨神殿的穷顶 便于瞬息间化为了虚无 露出了头顶湛蓝的天空 而后薛安身形升起 顷刻间便站于苍穹之上 这一幕 自然被远处天际的人群看到了 这群人都是各方的强者 已经在此等候了十天有余 本来就有些心浮气躁 再加上 一个关于薛安富商的传言 正在快速传播 所以 很多人都开始蠢蠢欲动 可没想到 就在这时 一直没有丝毫异动的离恨神殿 居然会突然出现变化 尤其当众人看到出现于苍穹之上的 乃是一名白衣少年后 不禁更是一阵的骚动 这莫非就是传言中 击败了离恨天君和雪虎楼主的那位薛先生 有人疑惑道 没错 就是他 可他突然单枪匹马地出现在这 是想干什么 有人惊疑不定地说道 正当所有人的目光 都会聚于薛安身上之时 但见薛安傲然而立 淡淡一笑 而随着他嘴角的笑意一同浮现的 还有一股令所有人都为之惊恐的强绝威势 这股威势之下 本来在东西两边的日月齐齐升起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在苍穹正中 日月同徽之下 薛安站于浮空 一身白衣被狂风吹得烈烈作响 而后薛安缓缓抬手 单手指天 当指尖朝向天空的那一瞬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自薛安的指尖之中 一道璀璨光滑直冲而出 直观苍穹 但见整片天空都被这道光滑锁染 层层光运更是如潮水般朝着远处汹涌奔去 与此同时 但见一道巨大的虚影 自薛安的身后直冲而起 瞬间便占据了整片天地 而这尊虚像 正是薛安坐于红莲之上的样子 而且气势之宏大 甚至完全超脱了这方天地的束缚 但见红莲缓缓绽放 而整个离恨天 不管是强者 还是普通人 都在同一时间为之震害 然后抬起头来 无比惊恐地看向了苍穹 因为不管何处何地 在这一刻的苍穹之上 都被薛安的这尊虚像所占据 而后便见红莲之上 红尾若仙佛一般的薛安 缓缓张口 声震缓语地说道 此戒已为我所用 而等速来觐见 否则 杀无赦 一语之下 整个离恨天位之震动 无数强者天骄 神宗大派 全都呆愣愣地看着苍穹之上的这句虚像 然后止不住地开始颤抖起来 因为他们无比惊恐地发现 就在这个白衣少年说话的那一刻 离恨天中不管是沸腾的灵气 还是山川湖泊 平野高原 都一起震动 然后深深俯首 表示了自己的臣服 在这一刻 薛安就好似穿越更古的帝王 口宣天县 天地臣服 这等宣赫神威 甚至连之前的离恨天君 都不曾达到过 而薛安所说的话 更是令所有人为之震撼 速来觐见 否则杀无赦 这言语之中所包含着的霸气 足以令人胆寒 一时间 整个离恨天都为之静默 而与此同时 离恨神殿之前 在场的所有人 早已跪倒在地 浑身站立 连头都不敢抬 薛安淡淡一笑 身后的虚象于虚余间归来 重回石海之中 这句虚象 正是薛安那浩瀚无垠的神念化身 而后薛安俯瞰四野 最终将视线停留在 目瞪口袋的颜梦桃身上 淡淡道 现在 可明白我要做什么了 严梦桃浑身一颤 惊骇欲绝地看着薛安 想说什么 却已连话都说不出来 他做梦都想不到 薛安居然有如此莫大的神通 居然召唤此界所有强者前来觐见 而这样一个事实 也让他之前所有的布置 全都变成了一个笑话 因为不管是何等精巧的权谋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都如烈日之雪般 不堪一击 就在这时 只见离恨天的大地之上 光滑四起 无数强者天骄纷纷拔地而起 直奔离恨神殿而来 一时间 但见周遭天穷之上 流光密集如红流 骑士之盛 乃至于让天空都失去了本有的颜色 化为白色灰光 很快 便有无数流光飞至近前 待站定之后 赫然是来自离恨天各方的无数强者天骄 顷刻间 但见离恨神殿之前 便已占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 而且 人数还在不停增加 在这遮天蔽日的人潮之下 薛安一人独立一方 冷冷地看着 而目光所及 这些赶来的强者 就觉得头皮发麻 心里寒气直冒 然后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 终于 在一顿饭的光景之后 整个离恨天中所有的强者 全都齐聚于此 清风拂过 即便如此多人聚集在一起 但全场却鸦雀无声 静得可怕 两久之后 但见薛安缓缓点头 很好 你们所有人都到齐了 这也就省得 我废事了 声音不大 却极为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先认识一下 我叫薛安 你们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但那没关系 你们只要知道 曾执掌此界的离恨天君 已经死在了我手上 这就足够了 薛安淡淡说道 这番话如晴天霹雳 震得无数人为之目眩 尽管早有猜测 但当薛安亲口承认之后 还是令所有人毛骨悚然 要知道 离恨天君已经执掌离恨天达万年之久 这个时间长到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 并自然而然地认为他是不可战胜的 可没想到 就是这样的强者 最终却陨落在这样一个白衣少年的手中 人群开始微微地骚动 但等薛安冷冷地环视全场之后 一切骚动瞬间平息 人们又一次低下头 无比虔诚地表现出自己的谦卑和恭敬 然后便听薛安缓缓道 我召集你们前来 只有一件事 所有人的心瞬间纠紧 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薛安继续往下说 离恨天君已允 但我对执掌此界没有任何兴趣 所以我决定 说到这 薛安冲远处的颜妹叔等人微微一点头 颜妹叔 醉梦 将寻南三人深吸一口气 强自压下心中的激动和不安 然后齐齐飞起 来至薛安的敬前 命这三人替我执掌此界 全场既然 所有人的视线 齐刷刷地汇聚到了颜妹叔三人身上 开始的时候 这些目光之中 还蕴含着敬畏和惶恐 可等仔细一打量 尤其当发现他们三人的修为和实力之后 众人不禁全都有些哑然 然后脸上奇迹浮现出十分古怪的神色 在这其中 有以颜家众人反应最大 颜妹叔要是真的能成为执掌此界的人 那整个颜家也将鸡犬升天 成为不时豪门 因此 颜家精锐 以及众多普通子弟 全都极为兴奋 而颜孟桃 则在浑身一阵之后 眼睛都因极度而变成了一片血红 然后死死盯着高空之上的颜妹叔 居然让他执掌此界 为什么 为什么又是他 这个想法犹如毒蛇 疯狂侵蚀着颜孟桃的内心 乃至于让他的嘴角都流出了丝丝鲜血 但很快 他便注意到了满天强者脸上的那丝异样 然后便痴痴地冷笑起来 这位薛先生果然还是太过 想当然了 就凭颜妹叔这三人的实力 怎么可能压服这一届强者 现在有薛安的强力弹压 没人敢发表意见 但等他一离开 其结果如何 简直用头发 想也能想到 毕竟 神界之中向来以实力为尊 没有实力 根本就不会有人真心实意地为赴于你 众人目光的异样 颜妹叔三女 自然也都感受到了 这让他们三人 全都有些如坐针毡 不禁全都求助般地看向薛安 但就在这时 薛安嘴角却献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然后环视全场 我所说的话 你们谁赞成 谁反对 全场肃然 很多人偷偷对视一眼 全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窃喜 然后纷纷恭声言道 我等并无意见 没错 大人所言 我等自当拥护 我赞成 鼓噪声中 众人都表示出了自己的意见 无一例外 全都是同意 薛安缓缓点头 很好 既然你们如此同意 我也很高兴 不过 话锋一转 薛安的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光说不行 我总得让你们明白些什么 说吧 薛安踏前一步 抬起手来 一掌暗落 没有声响 甚至于连一丝一毫的威视都没有 可就在这漫不经心的一掌之下 但见整个离恨城的建筑 都在同一瞬间齐齐崩解 然后无声无息地破碎开来 这只不过是个开始 紧接着 离恨城的地面也开始片片崩解 变为虚无 然后疯狂地往下塌陷着 请客间 刚刚还处立于此的离恨城 便化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唯有离恨神殿周围的这一方土地 依然处立于此 远看过去 就好似深渊之中的孤岛一般 一掌之威 便有如丝之力 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 大脑之中一片空白 因为这一幕所包含的力量 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这时 薛安缓缓收回手掌 还视全场 淡淡道 这一掌 你们可服气 没有人敢多说一句话 面对这等威势 只能齐齐攻身 表现出自己的威服 薛安满意地点点头 既然服气 那就好说 说吧 但见薛安抬起手来 以指作笔 在虚空之中点点画画 指尖过处 道道金光宁而不散 很快便构成了一幅 极为玄妙繁杂的符传 顷刻间 一枚金光符传 便已成形 然后微微一颤 便一化为三 而当虚空之中 出现三枚符传后 薛安抬起手来 在这三枚符传之上 分别击了一掌 哄 当这一掌拍下 三道符传 骤然放射出赫赫金光 一股强诀神威 更是横扫全场 薛安随手一挥 这三道符传化作金光 直接飞入了颜媚书 罪梦 以及江循南的眉间 金光流转 而后宁为了一枚符文花店 三女全都一愣 与此同时 只见薛安副手而立 语气冷然道 这三道符传之中 都蕴含着我的一掌之威 若有不服者 便可以此符镇压之 明白 三女浑身一震 这才明白了薛安的良苦用心 心中全都为之肃然 然后齐齐攻身 是 当然 而全场则静地可以听到 微风吹拂一角的声音 刚刚还未知窃喜的众多强者 此刻的脸色 已经难看得 快要滴出水来了 谁也没想到 薛安居然会玩出这样一手 先是以一掌立威 然后再赐予了这三人 一人一道符传 很多人低头看了看 已经成为一个大坑的离恨城 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口水 想一想 要是被这样的一掌轰在身上 就算你是大罗强者 估计也难以幸免 即便不死 也会落得个身负重伤 这样惨烈的后果 在场之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于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尝试 于是 这三枚符传 便化身为了地球之上的核弹 起到了极为恐怖的威慑作用 而刚刚还认为 有机可乘的众多强者 也如双打了的茄子一样 瞬间粘了 但薛安在此 所有人不敢表现出丝毫的不满 只能齐齐躬身 极力地表现着自己的威福 薛安环视全场 看着这些浑身站立不已的神灵尊者 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以后这三人便带我执掌此剑 而等可明白 是 我等都明白 很多剑技得快的人率先说道 然后整个人群便开始沸腾起来 众多贫素高傲无比的强者 此刻都在忙不迭地 向薛安表现着自己的忠心 薛安却根本懒得去听这些阿谀之词 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既然明白 那就全都退下吧 记住 若有不服号令者 定斩不饶 最后那四个字 斩钉截铁 充斥着彻骨的含义 所有人闻言 心中全都为之衣领 然后便毕恭毕敬地冲着薛安一失礼 悄然退下 刚刚来时 满天流光 气势如红 等退下时 这些人却翘无声息 不敢有丝毫的愉悦 而这一切 都因为那个战于虚空之中 副手而立的白衣少年 留在离恨神殿中的人 全都无限敬畏地看着这一幕 而严媚书 更是痴痴地看着薛安的背影 尤其当看到在薛安的镇压之下 整个离恨天的强者神尊 无奈退下后 脑海中不禁突然浮现出了一句话 薛安在此诸神退位 与此同时 但见薛安低下头来 看着已经被眼前的事实 震惊地失去思维能力 大脑一片空白的闫梦桃 冷冷到 现在 你还有何话说 闫梦桃浑身一震 眼中的茫然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惊恐和绝望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薛安的实力 居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 本以为他会因为离恨天 所有神灵的联合而俯首 结果却恰恰相反 薛安居然以一己之力 压伏了整整一戒 这这 闫梦桃浑身颤抖 然后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转头看向了一旁的闫梅叔 姐姐 我知道错了 然后 话音未落 闫梅叔也没一条 然后抬手一指 闫梦桃浑身一僵 眼中的光滑瞬间退去 而脸上则凝固最后一丝的惊恐和不解 因为闫梅叔的这一指 已经直接震碎了他的神魂 而直到临死前 闫梦桃都想不明白 平素一贯忍让自己的姐姐 怎么在此刻 突然变得如此果决了呢 但这个疑惑 他永远也得不到解答了 而等闫梦桃的尸体倒地之后 薛安微微有些惊诧地 看了闫梅叔一眼 然后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 做得不错 我还以为你就算杀他 也得费些周折呢 闫梅叔笑了笑 一切都是他旧游自取 而一个将死之人 我又何必跟他废话呢 薛安哈哈大笑 说得不错 而笑声之中 本来趴在地上 连头都不敢抬得炎阳 眼中闪过惊恐欲绝之色 然后便连滚带爬地 跑到闫梅叔境前 满脸铲笑道 妹妹叔 我突然觉得身体不适 已经无法胜任家主之位了 这家主 还是由你来担任吧 听到他的话 闫家众人全都露出了喜色 闫梅叔则是一愣 然后看向了薛安 薛安笑了笑 这算是你们的家务事 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吧 薛安转身带领着安岩和胡英等人 离开了此处 直接消失在了 这座离恨神殿之中 当薛安走后 闫梅叔低头看了看 浑身颤抖的炎阳 脸上神情变换 最终冲着炎阳一点头 父亲 既然如此 那家主之位 便由我来担任吧 当听到闫梅叔的那声父亲之后 炎阳突然长出了一口气 整个人也不再颤抖了 与此同时 薛安等人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离恨神殿的一处 隐秘空间之中 而当安岩看到这空间之中的景象时 眼睛渐渐瞪圆 满脸的亚异之色 因为在这片隐秘的空间之中 堆放着的 乃是近乎天亮的财富 但见陡大的灵珠金石铺满地面 神草先知堆积如山 神兵利刃排列成灵 浮转甲昼漂浮期间 而由这无数宝物所构成的充盈宝器 更是令人目不暇接 心醉神迷 徜徉期间安岩忍不住连连惊叹道 好多的财宝啊 这个离恨天君 居然有这么多的财富吗 一旁的胡鹰文言无嘴偷笑起来 岩姐姐 这根本不算什么的 区区一个半部仙王而已 所积攒的这些财富 根本不够看 安岩的眼睛又一次瞪圆了 手指着这堆积如山的巨量财富 这还不算什么 胡鹰笑嘻嘻地点点头 傲然说道 与我看来 这个离恨天君 就跟个乡下土财主一样 安岩不禁有些难以置信 这时 薛安在一旁笑着解释道 岩儿 这话如果是从别人口中说出来 可能有吹牛的嫌疑 但从婴儿的嘴里说出来 却很正常 因为诸天之中 若论积攒的财富之多 第一名自然要数那帮子 后门又贪财的龙族 第二嘛 就得是青秋湖国的那帮老狐狸了 安岩有些茫然地点点头 显然还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而一旁的张小瑜 则在听到薛安的话后 眼前一亮 然后慌忙问道 大人 既然您说到那帮龙族了 那咱们什么时候 去救小沙老大 薛安笑了笑 放心吧 这件事 我一直想着呢 但龙族所居住的地方极为遥远 甚至算是独立于诸天之外的一处所在 就凭我们现在 还很难度过去 而且 说到这 薛安的脸上 现出一抹古怪神色 就算咱们现在过去了 以我现在的实力 也很难让那帮子大尼丘 乖乖听话 毕竟 圣帝本源可是龙族的圣帝 以那帮子老尼丘的抠门性格 绝不会轻易拿出来的 张小鱼有些黯然地低下了头 薛安见状哈哈一笑 好了 你放心 我说到做到 等实力再恢复一些 不用你说 我也得去龙族转一圈 毕竟这么久没去 那帮子老尼丘 肯定已经攒下了不少好东西 留在他们手里 也是搁到洞穴里发霉 还不如我拿出来玩玩 言语间 俨然已经将龙族 当成了自己的后花园 胡音闻言 捂着嘴 笑得眼睛都弯成了月牙形 因为 他自然知道 薛安当初是怎么收拾 那帮抠门的龙族的 可以这么说 在以前 就以龙族的实力 在这诛天之中 可谓神鬼不惧 无人敢惹 青秋胡国 也得退让三分 奈何这帮龙族时运不济 居然遇到了 更古未有的爵士 先尊薛安 从此以后 这帮龙族 可谓是欲哭无泪 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 薛安将他们安排得 明明白白的 可是打又打不过 只能吐血交钱保平安的样子 而听到薛安这么说 张晓鱼才重新变得开心起来 用力地点了点头道 嗯 最近我在给小沙大人 清洗蛋壳的时候 发现他似乎比之前大了一些 大任 小沙大人 是不是正在长大 龙族本来就是如此 一次死亡 可能会就此消遇 也可能会艰难重生 这就是小沙的机缘 薛安淡淡道 张晓鱼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什么机缘之类的 他完全听不明白 但不管怎样 听到小沙大人 还有希望活过来 张晓鱼的心中 就充满了喜悦 小沙大人 你可要好好的 我还等着你醒过来呢 张晓鱼默默想到 正在这时 安言问道 老公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 薛安笑了笑 既然见到了 自然不能放过 放进福保小楼里面 给小沙单独做个巢穴 这样的话 这些宝器 也能帮助小沙尽快恢复 龙族都是极为贪财的 小沙种属蛟龙 当然也不例外 而用这些宝物 给小沙做个巢穴 虽然不能让他苏醒 也是大有必义的 这个方法可谓另辟蹊径 不是说没人想到过 而是没人舍得这么做 诸天之中 也就薛安有这么大的手笔 居然以这无量的财富 去给一条冰死的龙族 做巢穴了 安言等人自然没有意见 胡英虽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身为青丘胡国的公主 她还真瞧不上 离恨天君的这点东西 这时 薛安随手一挥 福保小楼便出现于浮空之中 然后就见光滑一闪 所过之处 财富进阶飞起 然后争先恐后地涌入其中 即便是以这样的速度 依然吸取了 足足一顿饭的光景 方才将所有的宝物 进阶吸入了福保小楼之中 但就在这时 薛安忽然轻移了一声 因为在堆积如山的宝物消失之后 有一道光滑正漂浮于空 并不为福保小楼的光滑所动 薛安心中一动 然后便来至这道光滑之前 等细细一端向 薛安的面色 陡然变得肃然起来 因为他看到在这光滑之中 赫然是一柄三尖两刃刀 说是刀 但那三个刀尖 其实是三个交手 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 这只三手蛟龙已然死去 可是即便如此 依然能感受到 这柄神兵之中 所散发出的凛冽杀意 这时安言也来至薛安的境前 一见到 这柄三尖两刃刀 不禁也是一愣 老公 这是 薛安深吸一口气 没错 这就是二郎神军的兵刃 说着 薛安伸出手来 缓缓探入光滑之中 握住了这柄神兵 府一入手 这柄三尖两刃刀 猛然一颤 开始反抗 可因为被禁锢于此 时间太久 这柄神兵已虚弱至极 但即便如此 也在反抗 可见这兵刃的性子之烈 薛安轻叹一声 眼中光滑一闪 便将这柄神兵暂时封印 然后将其缓缓拔出 这时人们才看清 这柄三尖两刃刀上 伤痕累累 血迹斑斑 即便过去了这么久 依然可以令人感受到 当初那场大战的惨烈 薛安轻轻抚摸着这柄神兵 众人也进阶默然 过了片刻之后 薛安方才恢复了清醒 然后笑了笑 既然是二郎前辈留下的兵刃 就不要带走了 留给江巡南他们 再次等候笑天的归来吧 说着 薛安抬手将这柄三尖两刃刀 捂出一个刀花 然后往前一次 这柄神兵便穿透空间 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在离恨神殿之中正在和醉梦 严妹说二人商议事情的江巡南 忽然觉得身旁的空间一阵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这柄三尖两刃刀便已经穿透虚空 飞至了他的镜前 众人全都一愣 这时 从这三尖两刃刀上传来了薛安的声音 此刀乃是二郎前辈的武器 巡南你好生保管 等待笑天将军的归来 江巡南闻言面色一素 拱手言道 是 而后薛安又淡淡道 此间是已了 你三人好生掌管此剑 我等去也 当所有的珍宝都被吸入福宝小楼之后 在这片空间的地面之上 赫然出现了一道道繁密的福音纹路 而且面积之广大 直接占据了这一整片空间 胡英见状便是一愣 这是 薛安点了点头 没错 这便是离恨天君留下的传送法阵 胡英的眼中 渐渐放出了亮光 兴奋地说道 没想到这个离恨天君 还能有这等手笔 安言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个东西 很少见吗 薛安笑了笑 倒也谈不上少见 但要想实现在珠天之中直接穿梭 需要耗费极其庞大的能量 一般的小宗派 或者灵力薄弱的世界 根本支撑不起 即便是这神界 要想支撑这样一个庞大的法阵 也利有未待 哦 原来是这样 安言点了点头 然后打量着 这座庞大的传送法阵 忽然问道 老公 那这处传送法阵的另一端是哪里 胡英也有些好奇地问道 是啊 薛哥哥 我看这法阵如此广大 显然传送的距离极为遥远 它到底是通向哪里的啊 薛安倾笑了一下 这个等到了之后 你们自然就会知道了 现在 你们先回福保小楼吧 安言欲言又止 但最终还是乖顺地点了点头 然后便要回返福保小楼 胡英却满脸地不情愿 哎呀 薛哥哥 那里面好闷的呀 不如让我跟着你 一同传送吧 我已经好久没有通过传送法阵赶路了 薛安评诉对这个胡英 就跟对妹妹一样宠密 可在这件事上 却坚决不同意 最终 不管胡英如何求情 薛安还是坚决地 将其送回了福保小楼之中 并且将福保小楼小心地 放置在自己的石海之中 一切处理完毕 薛安看了看四周 然后缓缓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闪过一抹冷燃之色 老朋友 希望我到了你的地盘之后 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否则就不要怪我 对你不客气了 说吧 薛安见眉一扬 抬起手来 猛然往下一摁 轰得一声震响之后 但见一道光滑 以薛安的手掌为中心 迅速地扩散开来 顶刻之间 整座传送法阵 便被薛安的这一掌激活 但见金光冲天起 搅弄的这片空间都在晃动 薛安静静地站在金光之中 仰头看去 通过离恨天君以及紫薇新主遗留下的记忆 薛安自然知道 这传送法阵如何使用 所以 也没有过多的在意外界的种种意向 与此同时 就见金光越来越强横 乃至于将空间都给撕扯出道道裂痕 狂暴的时空乱流涌出 更是让这周围的环境乱成了一锅粥 但不管是金光还是时空乱流 当来到薛安深洲十步距离时 便迅速地消散于无形 终于 脚下的传送法阵 传来一声声不堪重负的身影 而澎湃金光则直接将空间扯开了一个大洞 金光直接涌入 开始在里面构建时空通道 顷刻之间 一道散发着璀璨金光的时空之门 便出现在薛安面前 薛安收敛目光 深洲猛然升腾起层层见光与火焰 然后一步跨出 迈入了这座时空之门 而就在薛安的身形 消失在时空之门后的那一瞬间 这座传送法阵之中 某一处的浮印纹路 突然开始扭曲变形 要知道 这种传送法阵的浮印纹路要求 可是极为严格的 一点差错 可能就会谬至千里 更何况 是如此大面积的扭曲变形 这时 整座传送法阵一开始微微震战 然后便猛地炸出了道道裂痕 而时空之门也随之开始晃动 最终崩塌开来 重新归为虚无 当这座传送法阵彻底毁掉之后 一缕在设立传送法阵之时 由离恨天君所留下的执念 发出了一声得意的冷笑 然后彻底消散开来 泯灭不见 与此同时 正穿梭于时空通道之中的薛安 面色陡然一变 因为他发现 周遭的压力突然开始增大 狂暴的时空乱流 更是蠢蠢欲动 薛安心中一动 旋即便明白了过来 好生的心机 居然在设立传送法阵的时候 将自己的一缕执念埋藏其中 若是不触发条件的话 根本不会和外界产生任何的干涉 也就是说 通过正常手段 根本就查不出来 而所为的 就是想将穿越法阵的人 赶尽杀绝吗 薛安冷然说道 可惜 你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说吧 薛安猛地一挥手 就见一道金光出现在面前 然后迅速扩大 当完全展开之后 赫然是当初薛安 从天龙族手中缴获的那艘跨海星洲 而后薛安深吸一口气 身形一闪 便已进入了这艘星洲之中 也就是在他身形消失的那一瞬间 时空通道轰然破碎 狂暴而强横地 时空乱流 直涌而入 绞杀这一切 跨海星洲也未知矩阵 但却抵住了这一波冲击 薛安站在跨海星洲的闲窗之前 看着前方那无比杂乱的空间乱象 如果是其他人 估计早就已经慌了 毕竟 就算你暂时躲过了时空乱流的侵蚀 但失去了时空坐标 你也将永远地 在这时空夹缝之中流浪 可薛安却并未慌乱 因为在刚刚进入这时空通道的那一瞬间 薛安便已经通过自身那无比庞大的神念 直接定位了另一端的坐标 这也是薛安的一个习惯 不管做任何事之前 他都会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 这样一来 即便时空通道出现了什么事 他也可以通过之前的定位直接飞过去 因此 薛安冷冷一笑 眼中神光一闪 便操纵着这艘跨海星洲 劈开层层迷雾 往遥不可知的远处飞驰而去 不知过了多久 因为在这时空夹缝之中 时间已经失去了他本有的意义 就在这艘跨海星洲 已经伤痕累累 似乎随时都会倒下的时候 前方陡然出现了一道曙光 因为连日来以 强大神念操纵星洲 避开沿途的种种时空裂缝和漩涡 而显得有些疲累的薛安 微微一震 然后便开始全力催动修为 跨海星洲悲鸣一声 近乎燃烧自己一样 以决绝之姿 直接冲到了那道曙光之前 轰的一声巨震之后 薛安就觉得自己 好像穿过了一层肥皂泡一般 眼前景色一变 显然已经离开了时空夹缝 进入了一片新天地 与此同时 这艘跨海星洲 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直接崩解开来 化为了碎片 然后直直地往下坠落 化作了点点流星 薛安这才发现 自己出现的地方 乃是万丈高空 此刻正是黑夜时分 夜空如洗 一轮夭红的圆月 高悬中空 高空之上 狂风烈烈 温度极低 薛安面色一变 并不是因为此刻所处的环境 而是因为 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这片天地契机的异样 和不同寻常 一般来说 诸天虽然广大 可世界也就分为那么几种 灵力强横 法则完整的大世界 或者灵力一般法则虚浮的小世界 乃至于灵力 全无天道尽损的崩坏世界 也存在其中 这都没什么奇怪的 可问题是 现在的这片天地 天地契机 却极为的狂暴和紊乱 种种灵力掺杂在一起 简直如同一团乱麻一般 按理说 在这样狂暴的天地契机之下 这片世界 应该早就已经炸开才对 可现在低头看去 尽管一切都隐藏于黑暗之中 却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大地之上的生命气息 这说明 这个世界不但存在 而且还存在得很好 来至于有大量的生命存在 这简直太奇怪了 即便是曾为先尊的薛安 都不曾见过 这样古怪的世界 可玄机 薛安的嘴角 便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因为 尽管契机紊乱至极 但薛安依然可以感受到 这片天地的主色调 或者说 一切契机的背景 却是极为冰冷的阴寒色调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说明 自己没有走错路 最多也就是位置出现了一点偏差而已 想到这 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然后身形便直直地坠落下去 而随着高度的降低 薛安可以感受到 周遭天地气机紊乱的程度 也在逐步加深 等到最后 薛安终于落在一片山林野地之中的时候 气机已经紊乱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种种灵气 近乎狂暴地对撞在一起 抵消着彼此的能量 如果单凭灵力的强度来说 这片天地甚至比离恨天还要强盛得多 可就是因为这种近乎癫狂的紊乱和内耗 导致这里的灵力甚至于比地球上还要低微 薛安就觉得自己的身形也随之往下一沉 本来通达的神念和修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这片天地就好似由无数强词组成的磁铁森林 而修行者就好似钢铁 当你步入其中 自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牵制 薛安笑了笑 对此并未太过在意 而是打量了一下周遭的环境 他所降落的地方 乃是一片黑漆漆的树林 此刻正是月上中天的深夜时分 周遭寂静无比 甚至连树林之中应有的细微响动都没有分毫 薛安微微一扬眉 然后转头看向了一处方向 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原地 当他的身形消失之后 地下猛地传来了嘻嘻嘻嘻的声音 而周遭的树林则无风自动 开始肆意地伸展之鸭 然后囚结在一起 而从地下一条条树根 宛若蛇群一般拱出地面 贪婪地感受着薛安所遗留下的气味 姐姐又来了一个新鲜血验 快去告诉大人 说吧 这些树根便重新钻入地下 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薛安已然穿过层层密林 来到了一条大路近旁 说是大路 其实不过是一条黄土道路而已 但在这荒僻的山野荒林之中 能有这样的一条道路 也算是不错了 而且薛安可以看出 两旁的树木和野草 和这条道路经未分明 连一丝一毫 都不曾往这条关道之上沾染 薛安回身 看了看来时的 那片黑漆漆的树林 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色 然后转头看向前方 大步行去 即便被狂暴的气机所压制 但以它现在的速度 不过展察光景 远处便隐隐现出了灯火 薛安放缓了脚步 然后便来置了一座小镇之前 这座小镇坐落于关道之旁 规模并不大 但城墙高耸 大门紧闭 而且在城墙的各个角落 都以诸笔写下了无数符传 这些符传 显然写的时间并不久 烟红的颜色 被这妖异的红月遗照 配合上周遭寂静的环境 更显甚人 薛安目光灿然地打量着 这座静静处立的小镇 它与远处所见到的灯光 是城门旁挂着的 那两个红灯笼所发出的 这种红灯笼 一般用于取青之时 但在此刻 却出现在这荒郊野外 而且灯笼被风吹得微微浮动 配合上 远处那乌叶的风声 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薛安却只是笑了笑 然后便静止走到了城墙下的 一座破露的茶棚下 直接坐在了 没有收走的板凳上 静静地等候着 月见溪坠 红层层的灯光晃动不休 周遭的环境 逐渐变得死寂 薛安靠在茶棚的一根柱子上 闭目好似在假妹 正在这时 就听远处忽然传来了 一阵女子的哭声 哭声乌叶 令人不忍足听 而随着哭声 一个飘忽不定的女声 也传了过来 我好痛 我的手和眼睛去哪里了 开始声音极远 但请客间 便已来到了近前 可就在这时 薛安眼皮都没抬 只是冷喝一声 滚 一声令下 宛若惊雷 黑暗之中 发出了一声震天的惨嚎 然后便像是有什么东西 炸裂开来一样 一切的声响 便随之消失不见 薛安的嘴角 现出了一抹冷笑 而接下来的时间 一切都相安无事 终于 东方破晓 天地渐渐变得清明 当城头之上的 那两盏红灯熄灭之后 城门方才 咫呀咫呀地缓缓开启 一个职业的老者 打着哈欠 从城门后走了出来 刚要伸个懒腰 恰好就看到了 茶棚下的薛安 身形先是一致 然后便目瞪口呆地 傻在了那 这时 薛安缓缓站起身来 冲着这老者微微一笑 你好 我来投诉 老者脸上的神情 就跟见了鬼一样 浑身抖落筛糠 你你就在此待了一晚上吗 薛安淡淡一笑 没错 老者面色一变 深深地看了薛安一眼 然后从怀中掏出了一枚竹哨 用力地吹了起来 哨声尖利 传遍四方 请客间 从城门之后 人群如潮水般涌了出来 每个人手中都握着棍棒刀叉 然后全都集结在一起 用金句和忌惮的目光 看着薛安 薛安微微一正 而当他看到这些人 全都衣衫蓝绿 面有菜色后 心中不禁轻叹了一声 然后笑了笑 怎么 此处连个过路之人 都不能收留吗 人群依旧静默无声 正在这时 只听一个虚弱而苍老的声音 从城中传来 让他进来吧 他不是妖鬼 说完这句话 隐隐地又传来了几声咳嗽 好似这样 简单的一句话 都已令声音的主人 无法承受了一样 人群一阵轻微的骚动 但这个声音 显然威望很重 所有人的脸上都现出如是重负的神情 然后分离两旁 闪开了一条道路 薛安笑了笑 然后便迈不往里行去 走过城门 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排排低矮破旧的房屋 但出乎意料 街道虽然不是很宽敞 却十分地干净 此刻 整座小镇都已经被惊动 当薛安从街道上走过的时候 路两旁的房屋 或者胡同之中 探出了很多脑袋 很多人都用好奇的目光 打量着薛安 尤其很多小孩子更是兴奋不已地看着 甚至有一个指着薛安 用稚嫩的童声喊道 娘 这个哥哥走路的样子好好看 薛安闻眼转头看去 就见一个不过八九岁的女童 正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薛安冲她微微一笑 女童便是一愣 可还没等她有什么反应 就被一个衣着破旧的妇人 一把拽进了房中 然后便传来了呵斥 以及小孩的哭声 薛安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然后继续往前走去 小镇不大 从这头走到那头 也不过几百米 可等转了一圈之后 薛安才发现 这座小镇之中百叶凋敝 别说客栈了 大街之上 甚至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唯有小镇正中 出立着一座珠红色的小楼 不过看样子 也是年久失修 甚至都有些歪斜了 似乎随时都会倾倒一样 正在这时 只见那栋珠红小楼的门被推开 然后从中走出了一名 十五六岁的少年 这少年一身粗不一长 身形瘦弱 相貌可称秀气 但眉眼之间 却有一股无法言说的傲气 但在此刻 少年的脸上 蒙着一层淡淡的忧色 然后抬起头来 冲着薛安冷冷说道 外来者请进来吧 我爷爷要见你 说吧 少年转身就走 没有丝毫的犹豫 薛安却根本不以为意 反而乐呵呵地 跟在少年后面 走进了这座珠红小楼之中 一进门 一股浓烈的草药味 便扑面而来 屋里光线极暗 窗户都被死死地封住 连一丝光都透不进来 热大的厅房之中 唯有桌上的一盏油灯 散发着暗淡的光芒 勉强能让人看清周围的布置 而在桌旁的那张床上 有一名老者靠墙而坐 正急促而痛苦地呼吸着 他的肺 就跟一具快要散架的破风箱一样 每一次的呼吸 都是那么地艰难 而且夹杂着大量的杂音 听上去是那么地刺耳 但即便如此 这名老者的双眸 依然极为明亮 乃至于在这暗室之中 都跟两颗灵珠相似 尤其当看到薛安走进来后 老者眼中的光滑更盛 目光宛若刀锋 一点一点地打量着薛安 对此 薛安却只是微微一笑 淡然而立 直面着老者的目光 并无任何躲闪之意 这种反应 令老者亦是微微一愣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的目光有多锐利 别说一般人 就是无法高手 猝不及防之下 心神也得为之震荡 可这个白衣少年 却无任何的表情 坦然地承受了这一切 难道说 他是一名无法高手 可看形貌也不像啊 或者是道法传人 可他的身上 也没有任何的道法波动 而且在老者的神念之中 薛安就跟一个 再普通不过的年轻人一样 没有任何的出奇之处 这让老者心中为之恶然 也可能是因为过于吃惊 老者忽然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这种咳嗽 和一般人的咳嗽还不一样 其声音之剧烈 就好似 要将自己的肺给咳出来一样 少年几乎是在瞬间便冲了上去 然后熟忍地替老者敲击着背部 可即便如此 毅然过去了好一会 老者的咳嗽 才算渐渐停歇 然后便开始剧烈地喘息起来 少年的眼中 现出一抹悲痛之色 爷爷 老者摆了摆手 示意自己没事 然后重新抬起头来 看向了薛安 年轻人 昨晚是你在城外的茶棚之中待了一夜吗 薛安点了点头 老者面色一变 那你又是怎么过来的 薛安笑了笑 自然顺着官道过来的呀 薛安的话 令少年的面色都未知一变 老者却深深地看了薛安一眼 那你准备在此住多久 那倒说不准 可能一两天就走 也可能要三五个月 薛安淡淡道 老者沉默半赏 然后点了点头 也好 既然是路过的客人 我这里自然也不至于容不下 玉叔 带这位公子下去安排个住处 少年有些迟愣 但最终却还是嘀嘀地应了一声 是 说吧 这名叫做玉叔的少年走上前来 冷冷道 跟我来 说吧 便又是转头就走 言语间似乎对薛安充满了敌意 薛安却不以为意 只是冲着老者一拱手 既然如此 那便叨扰了 说吧 便笑眯眯地跟着这位玉叔走了 小镇虽然不大 空房却很多 离着这栋珠虹小楼不远 便是一套已经废弃了的宅院 玉叔打开房门 领着薛安走了进去 房间之中冷冷清清 除了简陋的桌椅床铺外 一无所有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了 吃饭的事 你自己解决 少年冷冷说道 薛安却也不挑剔 只是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 多谢 可就在这时 这名少年忽然栖身上前 直接站在了距离薛安 不过一米多远的地方 然后死死地盯着薛安 声音冷烈地说道 我不管你是何方神圣 但既然来到了我丰墨镇 就要守这里的规矩 我爷爷在是这样 我爷爷不在 也是这样 你可明白 冰冷的言语 态度极为强硬 可薛安却笑了起来 因为在他的眼中 这个不过十五六岁的少年 就跟一只被侵犯了领地的小猫一样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来凶巴巴地表示自己的存在 但他的笑 却让少年更为不满 也没一扬 一到福传请客间 便出现在薛安的头顶之上 然后含声道 你笑什么 薛安笑声渐脸 目光从那道福传之上扫过 然后淡淡道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 我不过是一个过路之人而已 至于让你们这么看重吗 少年冷哼一声 也没回应薛安的话 而是往后撤了一步 福传便重新归为虚无 然后转身便走 直到他已经走到房门之前了 这才头也不回地说道 你是过路之人也好 不是也罢 虽然我不知道 爷爷为什么让你住下 但你必须要老老实实的 否则刚刚的那枚福传 可不是吃素的 说完 这少年方才大步离去 薛安看着这名少年的背影 嘴角渐渐扬起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眼中光滑微微闪烁 轻声呢喃道 真是有意思啊 刚刚那枚福传 居然是正宗的道家手法 看来这座小镇 果然不是那么简单 与此同时 少年已经重新回到了房间之中 这时老者已经半靠着墙沉沉睡去 少年见状 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 可即便他的动作极为轻微 却还是惊醒了老者 只见老者缓缓睁开眼睛 安顿好了吗 少年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然后便走到了老者身旁 极为熟忍地开始替他按摩背脊 一边按摩 少年的手掌一边献出道道光滑 可不管怎么用力 这些光滑都只是浮于老者的背脊表面 根本无法渗透进去 老者笑了笑 好了说 不要白白耗费灵力了 少年还是默不作声 但低垂的眼眸之中 却闪过了一抹黯然和忧虑 老者轻声说道 叔儿 你是不是有些不解 我为什么要让这个来路不明的少年住下 少年默然片刻 然后说道 爷爷既然这么做 自然有原因 玉叔不敢揣测 老者笑了起来 傻孩子 你这沉闷的性格 可是很容易让你自己受伤的 玉叔浑身微微一颤 却没有说话 其实我也看不透这个少年的来历 这时 老者轻声说道 少年一正 但尽管看不透 可我却有一种直觉 这个少年绝非坏人 而且 老者眼中现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昨晚我感受到 城外来了一股强横的英气 威势之强 绝非一般鬼物 最低也得是真仙级别的妖鬼 一听是真仙级的妖鬼 少年的面色为之大变 可这只妖鬼 却在一声淒厉的惨嚎之后 便随之消失了 而后早上 便发现这个少年 正在城外的茶棚之中 若是这样说的话 那这个少年 跟那只妖鬼的消失 绝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甚至极有可能便是他消灭的 少年的面色有些发白 但在沉阴片刻之后 还是忍不住说道 可是爷爷 若是他连真仙级的妖鬼都能消灭 那又岂会是寂寂无名之人 但这个人 我们之前肯定没有见过 甚至也没有听过丝毫的传言 老者苦笑了一下 谁知道呢 但不管是爷好 不是爷吧 既然他在这个时候 来我封魔阵 就说明全是机缘使然 毕竟我也撑不了多久了 说到这 老者忽然有些激动 紧接着 便又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这一次的咳嗽比刚刚还要惨烈 乃至于张口便吐出了一口暗红的鲜血 少年见状悲鸣一声 冲上前去 直接从怀中掏出了一个无暇玉瓶 倒出了一碗玲珑剔透的丹药 就要喂给老者 老者却摆了摆手 然后喘息着说道 药鬼先生留下的丸药 已经就剩下这一枚了 不要浪费在这个时候 可是 少年焦急地说道 这时 老者的咳嗽声渐渐停住 但这场咳嗽 却耗尽了他全身的力气 乃至于连头都抬不起来 只能躺在床上 用极端疲惫的语气说道 没用的 当初药鬼先生就曾对我说过 天下间没有药 能够治了我的病 这丹药 也不过是延缓一些而已 所以还是留着 等下一次的时候再用吧 爷爷 听闻下一次 少年的眼泪夺眶而出 老者伸出手来 轻轻妈撒了一下他的额头 傻孩子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不要哭 即便我不在了 也要坚强地走完接下来的路 少年低着头 眼泪无声地划过脸颊 滴落在脚下的地板之上 老者躺在床上 直到过了两久之后 才轻声说道 如果下一次无法压制鬼毒的话 记得提前杀了我 爷爷 嗯 身为行家子弟 道法传人 岂可如此哭哭啼啼 回答我 老者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怒声喝道 是是 少年的声音发颤 但还是坚定地说道 很好 你下去休息吧 老者疲惫地说道 少年默默地站起身来 转身离开了房间 老者看着行御书的背影 眼中现出宠溺和心疼之色 心中默默想道 说二 这些责任对你来说可能太过沉重 但身为行家子弟 这一切从你生下来就已经注定了 所以 爷爷也只能这样不尽人情了 与此同时 薛安抬起头来 看向了远处的朱虹小楼 轻叹一声 淡淡道 以血化福 乃至于精血耗尽 并且在之前便已经身中其毒 这等境况 能活到现在 已然算是一个奇迹了 在第一眼看到这个老者的时候 薛安就知道 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因为他本身就以身中其毒 却又耗费精血去书写福传 城外的那些福传 显然都出自他的手笔 这样的情况下 即便是薛安也就不活他 就在这时 在窗户那突然探出了一个小脑袋 然后好奇地看着屋中的薛安 薛安微微一愣 然后便笑了起来 因为来的 正是白天在街上看到了那个小孩子 看着这个年岁比自己女儿稍大一些 但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 身形瘦弱无比的女孩 薛安不禁有些叹息 然后抬手便掏出了一把糖果 隔着窗户递了过去 诺 小姑娘 哥哥请你吃糖 洁白的奶糖 包裹在绚丽的糖纸里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这个小姑娘 下意识地咽了口口水 然后抬起头来 愣愣地看着薛安 薛安微微一笑 拿着吃吧 就是给你的 说着便往前递了过去 小姑娘有些惶恐地往后退了一步 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 这把糖果的诱惑简直太大了 所以 她尽管往后退了几步 但一双眼睛 却依然在直勾勾地盯着 薛安手中的奶糖看 薛安不由分说 直接将手中的糖果 全都塞给了这个小姑娘 吃吧 都是给你的 薛安笑着说道 小姑娘犹疑了许久 最终还是抵不住诱惑 小心翼翼地拿起一颗 拨开糖纸 然后将奶糖放进了嘴里 当奶糖的软糯甘甜 在口中炸开的时候 小姑娘脸上的神情 瞬间僵住了 好吃吗 薛安柔声问道 话音刚落 就见这个小姑娘的眼中 渗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 然后用力地点了点头 薛安暗叹一声 刚想说什么 就见这个小姑娘 弯腰从地上捡起刚刚扔掉的那块糖纸 之而重之地攥在手里 然后十分郑重地冲着薛安一鞠躬 谢谢哥哥 说完这句话 小姑娘便如受惊的小鹿一样 转身跑开了 薛安站在窗前 看着这个背影 跟自己女儿差不多大的小姑娘 轻笑了声 眼中则现出了一抹柔光 这件事对薛安而言 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因此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现在的她 最重要的是 尽快弄清楚 这个世界到底位于诸天的哪里 以及她为何会变成这样 虽然有用的信息还很少 但通过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 薛安还是总结出了几点 首先 这个世界绝对不是本来便是如此的 肯定有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切 其次就是 这个世界 是有妖鬼存在的 对于这个结论 薛安丝毫不感到意外 因为在刚一入词界的时候 薛安就感受到 即便是在这各种灵力 互相混战的天地契机之中 阴气依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样的情况下 若是没有妖鬼存在 那才是真的见了鬼 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个世界居然是有道法存在的 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稀奇的 毕竟 道数于诸天之中 也算是一个大的流派 可关键是 薛安从行御书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正统的 华族道数气息 这就有点值得揣摩了 要知道 这里离着地球的距离之远 简直不能以道理计 可为什么 这里会有道数的存在呢 更何况 这里即便气机紊乱 但也可以看出 是属于那个家伙的底盘 在他的治下 又怎么会允许 有足以克制他族人的 道数存在呢 这些都让薛安 感到了一丝疑惑 可无奈 现在所能掌握的信息太少 即便想继续 往下分析 也做不到 薛安摇了摇头 将所有的一切都抛出脑后 然后便准备出门 去寻点事实 以他现如今的修为 当然不必再吃东西 可薛安向来觉得 身为人就得吃东西 若是真的壁谷爵士 那岂不是少了很多的乐趣 所以 即便是前世为先尊的时候 薛安都没有断过饮食 而且最喜欢吃朱天之中 各种乱七八糟 稀奇古怪的小吃 也因此 薛安才会有那么好的厨艺 这次来到了此界 自然也不例外 可当薛安刚刚走出房门 忽然便是一愣 因为院墙之上 忽然冒出了很多小脑袋 当看到自己出来后 这些小脑袋 吓得全都缩了回去 薛安心中了然 不禁微微一笑 好了 都出来吧 随着她的话音 就见院门 被轻轻推开了一条缝隙 之前来过的那个小姑娘 背着手走在前面 后面则跟着一长溜的小孩子 鱼冠而入了这座小院之中 薛安站在台阶上 静静地看着 当人群全都走进来后 这些小家伙 全都背着手站在远处 偷偷地看着薛安 而后这个小姑娘 抬起头来 然后伸出双手 将藏在背后的一个小筐 拿了出来 小筐很破旧 但很干净 而在小筐之中 则整整齐齐地马放着很多干饼或馒头 甚至在其中 还有一小块散发着油光的肥肉 而后就见这个小姑娘 深吸一口气 上前几步 将小筐递到了薛安面前 咯咯吃 薛安看着这些大小不一 造型各异的干饼或馒头 沉默片刻 忽然笑了笑 谢谢 听到薛安这么说 这个小姑娘的眼睛 都笑成了弯弯的月牙 糖还有吗 薛安问了一句 小姑娘一愣 然后用力地点了点头 从怀中拿出了那块叠得整整齐齐的糖纸 里面赫然是一块 已经有些融化了的奶糖 薛安一正 与此同时 这个小姑娘 一脸骄傲地指了指那些 比他也小不了多少的孩子 让哥哥看 这些小家伙 文言都伸出手来 弹开手心 手中赫然是一块块分好了的糖果 薛安看得有些发了 因为他发现 这些糖果 正是自己给这个小姑娘的 但在此刻 他却全都分给了这些小伙伴 甚至因为人多糖少 还将糖分成了大小相等的糖块 而这些衣衫破旧的小孩子 脸上的欣喜 则是发自内心的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冲这个小姑娘 伸出了一个大拇指 真棒 得到夸奖 小姑娘脸上的笑意更胜 与此同时 薛安随手从随身空间之中 又拿出了两大袋的糖果 这是给你的奖励 这两大袋五彩缤纷的糖果 让这个小姑娘 以及院中所有的孩子 全都看傻了 直到过了一会 这个小姑娘才抬起头来 愣愣地看着薛安 哥哥 这 拿去吃吧 不够我这还有 薛安笑眯眯地说道 小姑娘这才欢呼了一声 冲上前来拿起糖果 也没离开 而是就地便跟这些小孩子分了 当每个孩子都分了 不止一块的糖果之后 很多杏子急的 立马便剥开一块吃到了嘴里 但更多的 却是近乎虔诚地 将糖纸剥开 然后小心翼翼地吃着 对于他们所有人而言 这种甘美的奶糖 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你叫什么名字 看到这些小孩子 那发自肺腑的笑容 薛安的心情也变得好了起来 轻笑着问道 小姑娘摇了摇头 我没有名字 我娘都是管我叫软的 人 小姑娘点了点头 嗯嗯 大嘚嘚 谢谢你给我们的糖 这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了 薛安笑了笑 然后弯下腰 指了指放在一旁的小筐 这些糖都是你们用这个换来的 所以就不要说谢谢了 而且薛安笑眯眯地说道 我们现在是朋友了 就更不必说谢谢了 朋友 小蕊轻声呢喃了一遍 旋即兴高采烈地点了点头 嗯嗯 正在这时 院门外传来了一阵喧哗之声 然后便见一群人闯了进来 走在前面的赫然是那位少年行御书 而在他身后 则跟着一帮子相亲 这些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脸上全都布满了怒火 本想直接发作 可等看到院子中这群满脸陶醉地吃着糖果的小孩子 这些人不禁全都愣住了 小蕊也看到了来人 不禁惊叫一声 娘亲 你怎么来了 人群之中 那个衣着破旧的中年妇人正是小蕊的母亲 当她看到自己的女儿安然无恙后 不禁尝出了一口气 而等听到女儿的问话 这个中年妇人的脸上不禁现出了一抹羞愧之色 然后不由分说 拽起小蕊的胳膊 往外就走 小蕊不敢反抗 只能回过头来用稚嫩的声音喊道 大哥哥再见 薛安笑眯眯地点点头 再见 紧接着 那些闯进来的人 分别将各自的孩子领走了 紧客间 刚刚还热闹非凡的院子里 就变得只剩下薛安和刑御书二人 薛安站在台阶上 静静地看着这位刑御书 微微一笑 进来坐坐吗 刑御书的面色 本就阴晴不定 当听到薛安的话后 不禁更是一沉 冷然道 不必了 说着 他打量了一下地面上遗留下的几块糖纸 目光微微一致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道 这糖是你给他们的 薛安点点头 对 确切地说 不是给 而是交换 说着 薛安指了指那个装满干饼和馒头的小筐 刑御书的脸上 现出一抹异样的神色 深深地看了薛安一眼 然后用略带几分讥讽的语气说道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很伟大 薛安眉毛微微一扬 嗯 刑御书接着说道 不管是你给的也好 交换的也罢 但这帮孩子 一旦尝过了糖的甜美 以后该怎么面对这惨淡而苦痛的人生 这 你可曾想过 说着 刑御书冷冷地看着薛安 急俏道 你当然不会去想 因为你不过是偶尔路过 然后发了发善心而已 等过几天你走后 甚至根本不会记得 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说的对吗 面对刑御书这般咄咄逼人的话语 薛安却根本没有动怒 反而笑了起来 然后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年岁不大 但言语之中 却好似历经了沧桑世事的少年 听你这么说 似乎我不应该给他们糖了 当然 薛安点了点头 忽然说道 可你想没想过 不管人生如何惨淡和悲痛 总得有一些希望才好 否则 那岂不是真要绝望地去死吗 我这么做 并非如你所说 是满足自己的善心 我只是喜欢这帮孩子罢了 而且我给他们的是一个念想 一个以后 不管他们多么难过 想起来依然会觉得甜甜的念想 这有错吗 薛安的这番话 让刑御书面色一白 然后茫然地低下了头 一个念想 刑御书嘴里轻声念叨着 肆意吃了 薛安也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 片刻之后 只见这位刑御书 抬起头来 深深地看了薛安一眼 然后转身去 薛安忽然轻叹了一声 这世上不如一知是十之八九 而想将这一切都扛在肩上的人 只会慢慢地崩溃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经常想一想 那如意的一二 听闻薛安的话 刑御书的身形微微一颤 脚步略顿了顿 但最终 还是大踏步地离开了 薛安抬起头来 看了看逐渐息坠的日光 眼中滑光璀璨 轻声道 不管是谁 既然身负道法传承 那我便帮你们一把 随着阳光的渐渐消失 整个风魔小镇的气氛 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凝重 街道之上 早早地便已没有了人影 所有人都关门庇护 躲在床下瑟瑟发抖 唯有薛安清扫出院中的一方石桌 从随身的空间里拿出茶具 开始烹茶 黑夜降临大地 红色的月光 给所有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诡异的青纱 清风袭袭 薛安慢慢地饮着热茶 一双眼眸之中光滑闪烁不定 终于 月上中天 与此同时 只听自遥远的天际 隐隐传来了一声鸣笑 这笑声空洞而邪恶 在这黑夜之中传出去了老远 朱红小楼之中 行御书面色一变 豁然而起 爷爷 躺在床上的行御贺沉声道 我听到了 坐下不要动 可是 坐下 是 行御书有些不甘心地重新坐下 但脸上却满是焦躁之色 能透过城墙上的符篆 以及那两盏斩魂灯的护佑 将笑声送入小镇之中 可见来的妖鬼 绝对非同一般 单靠爷爷布下的符篆 真能抵挡得住吗 行御书心中有些忐忑 但这位行御贺 却面沉似水 没有丝毫的金句之色 与此同时 在小镇之外 一阵妖风狂刮而过 当来到小镇之前后 方才缓缓消散 现出了里面的身影 这是一具足以令人胆寒的妖鬼 其高足有数十丈 通体发青 头身双脚 面目争鸣至极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就见在她的肚子中 隐隐地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在妖鬼身形晃动之下 方才看清 那些蠕动的 赫然是一张张痛苦的人脸 这些人脸被困在了妖鬼的肚子里 正在疯狂地挣扎着 隐隐地 甚至还可以听到里面的惨嚎 这等景象 简直令人头皮发麻 与此同时 就见这只妖鬼 皱起鼻子闻了闻 然后便满脸幸灾乐祸地怪笑起来 那个臭娘们 果然是死在了这 则则 而且似乎是被人一击毙命 连一丝鬼魄都没能跑出去 看来应该是有过路的强者啊 说着 这只妖鬼的脸上 现出了兴奋的神色 不过大王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肯定会迁度于这蜂魔小镇 还不如我现在动手 图灭了这里的人群 也好回去在大王面前邀功 这只妖鬼说吧 嘴角便流出了贪婪的口水 冲着这座蜂魔小镇说道 这就不要怨我了 谁让你们这么倒霉呢 而且 你们人族在这个世间活着 也是浪费粮食 还不如乖乖进我的肚皮做肥料呢 哈哈 一番自言自语之后 妖鬼越发地兴奋起来 然后喘着粗气 便冲向了这座蜂魔小镇 哄 当他的身形 刚刚冲进小镇方圆二百丈远的地方之时 就见书写于城墙之上的符传 便齐齐献出了金光 全都对准了这只妖鬼 金光遍及之处 妖鬼的身躯 都被炙烤出了屡屡青烟 这种疼痛 让妖鬼越发地疯狂 宁笑道 牛鼻子的手段 可惜实力太弱了 说着 妖鬼几步便跨越了这百丈的距离 来到了小镇的城墙之前 这时 城墙上的金光浮传 越发地璀璨夺目 并且传来了 阵阵吟唱之声 死死底 遇住了这只妖鬼的进反 但见金光闪烁间 妖鬼的身躯 便如蜡烛一般 迅速地消融着 这只妖鬼 不禁恼羞承诺 给我破 一道浓重的鬼气 瞬间成形 静直冲向了这些金光浮传 一声巨响之后 整座小镇都为之晃动 所有的小镇居民 全都被吓得面无人色 有些胆小的 更是干脆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那些金光浮传 也传来了阵阵的崩裂之声 这事 已经到极限的象征 可就在这时 只见诸红小楼中的行鱼鹤 猛然一抬眸 轻鹤一声 道法天地 妖鬼兽手 零 一声令下 但见 玄怪于城门旁的那两盏斩魂灯 猛然爆亮 然后从中冲出了两道璀璨红光 合为一体 直接降临于妖鬼的头顶之上 红光所指 妖鬼的动作都变得迟缓起来 躺在床上的行鱼鹤 不知何时已经坐起身来 又一次冷喝到 冰 一声令下 红光瞬间凝聚为 一柄灵丁小剑 道 行鱼鹤浑身震战 但还是强忍着 喝出了这一字 哄 小剑化为流光 直奔这只妖鬼而来 可就在这种情况下 只见这只妖鬼怪笑起来 九字真言 可惜 你猜只有前三字 就凭这个也想杀我 说吧 妖鬼抬起鬼掌 直接拍向了 这柄灵丁小剑 但就在鬼掌将出未出的那一瞬 朱虹小楼之中 行鱼鹤口比流血 但却无比坚定地鹤出一字 扯 一字即出 这柄灵丁小剑的速度 瞬间增长了何止十倍 于须于间就跨过阻碍 来至了这只妖鬼的头顶 这只妖鬼惊叫一声 但想躲闪已经来不及 只能一咬牙 跟着一键硬扛 咔 一声细微地脆响之后 这只妖鬼惨叫了一声 大半个脑袋被斜斜削断 而后这柄灵丁小剑上 便献出了点点裂痕 最终轰然破碎开来 而随着剑碎 朱虹小楼之中 行鱼鹤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然后便扑通一下摔倒在床 不省人事 爷爷 行鱼叔惊叫了一声 冲上前来 一把抱起了行鱼鹤 但见他面如死灰 显然受伤极重 不过幸好气息还在 行鱼叔眼泪直也止不住 浑身都在颤抖 而与此同时 在小镇之外 传来了这只妖鬼愤怒的吼声 牛鼻子 居然敢伤到我 我要将你碎尸万断 没错 这一击 只能算是伤到了这只妖鬼 因为对于吞噬了 无数生魂的妖鬼而言 别说脑袋被削去了一半 就是被炸成粉碎 也能修复过来 但这种剧痛 可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这只妖鬼满心震怒 只想杀偷袭他的人而后快 这等充满杀意的吼声 令整座风魔小镇 都在微微颤抖 躲在屋中的人们 面如死灰 觉得这下可算是必死无疑了 很多人更是嘀嘀地啜气起来 而那位小姑娘小蕊 则忽然想起了什么 将怀中珍藏的糖果取出 一把就塞进了嘴里 疯狂地咀嚼着 与此同时 就见行鱼叔 轻柔地将自己爷爷放在枕头上 然后缓缓起身 深周浮光闪烁 脉步便往外行去 爷爷 你说过的 行家众人没有懦夫 即便是我也一样 可就在他刚刚走出 朱虹小楼的那一瞬 天忽然亮了 行鱼叔浑身一震 然后便满脸震骇地抬头望去 原来并非是天亮 而是自苍穹之上 有一道无比璀璨的流光 正直掌而下 映红了整片天空 目标 直指这只妖鬼 这只妖鬼 本来满心地智德意满 因为尽管受了些伤 但那根本无伤大雅 关键是 这座小镇显然已经撑不住了 刚刚出手伤自己的那道气势 已经微弱到积不可查的地步 说明他已身负重伤 而除他之外 整座小镇已经再无强者存在 哦 不对 似乎还有个少年 可是以行鱼叔的实力 在这只妖鬼看来 完全就是个笑话 所以现在的风魔阵 对这只妖鬼而言 就跟一块饭后甜点一样 随手便能吃下 可就在他宁笑着刚要动手的时候 心中忽然警铃大作 浑身的气机更是开始疯狂地震动 因为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决的杀意 正从天而降 这令他浑身俱震 然后连头都没抬 毫不犹豫地便往外跑去 不管对方是谁 但既然能施展出这等招数 那就不是自己所能够招惹的 抱着这个想法 这只轻面妖鬼就要跑 可直到这时 他才无比惊恐地发现 别说跑了 气机锁定之下 自己连挪一下脚步都做不到 这让这只轻面妖鬼惊骇欲绝 然后便抬起头来 看向了指展而下的那道流光 满脸绝望地张了张嘴巴 想要说什么 可一切都太晚了 也就在这一瞬间 这道流光便已飞至近前 这时行御书才看清 这哪里是什么流光 分明是一道璀璨剑芒 与此同时 就听扑的一声闷响之后 这道流光毫无阻碍地指展而过 然后 这只妖鬼的身形便将立于原地 一切都变得安静起来 那道剑芒在斩过妖鬼之后 便消允不见 城墙之上 刚刚还散发着金光的浮转 也随之恢复了正常 行御书呆呆地看着 就在此时 但见这只妖鬼的身躯中间 现出了一缕细细的裂痕 然后便急剧扩大开来 顷刻间 这只妖鬼便化为了两半 然后缓缓跌落下来 但还没等落到地上 这身躯便化为了微尘 消失不见 至此 刚刚还耀武要威的妖鬼 就此隐灭 行御书简直不敢相信的眼睛 他自然可以感受出 这只妖鬼的强悍 可以说 即便自己的爷爷没有受伤 估计都很难战胜 所以 刚刚行御书已经报定了死战之意 可没想到 这只妖鬼 却被人一剑斩为了虚无 这得多么强大的实力 才能有如此神威啊 莫非是过路的强者 行御书的心中惊疑不定 抬头看向了夜空 忽然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抬脚便往远处跑去 等来到薛安所居住的院落之前 他抬手刚想砸门 门却缓缓地开了 薛安站在门后 冲着行御书微微一笑 行小哥 这么晚了还没睡 正好 我刚想去找你呢 刚刚那玩意是什么 行御书看着一脸温柔笑意的薛安 目光闪烁不定 他刚刚确实曾怀疑 那道剑光是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家伙施展出的 可当看到薛安之后 这个想法忽然又没有了 因为不管怎么看 这个白衣少年 除了气质淡然之外 没有任何的出奇之处 而且听他话的意思 似乎还不知道刚刚那只妖鬼是什么 想到这 行御书垂下头 轻声说道 没什么 回去老老实实地睡觉吧 没事不要乱出来 说吧 行御书转身去 薛安看着他的背影 笑了笑 将门重新演上 然后看着远处的天空 淡淡倒 连九字真言都有流传 事情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当行御书回到朱虹小楼的时候 行御赫已经恢复了一些意识 可现在的他 虚弱至极 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只是感觉到 刚刚那只妖鬼的气息 已经消失不见了 不禁有些惊疑 当见到行御书进来后 他强撑着问道 怎么回事 外面什么情况 行御书没有说话 而是静止地来到了床边 一脸茫然地站在那 御书 外面到底怎么样了 哪只妖鬼呢 行御赫焦急地问道 死死了 死了 行御赫这才松了口气 是被九字真言斩杀的吗 行御书摇了摇头 不是 行御赫一愣 那是怎么回事 他在激出那一剑之后 便失去了意识 自然不知道 外面发生了什么 行御书深吸一口气 浑身微微颤抖 脸上有些惊骇地说道 犹有一道剑光从天而降 将这只妖鬼 直接斩为了虚无 行御赫文言 心中也是一阵 情绪激动之下 牵动就伤 不禁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行御书 行御书这才从刚刚的茫然之中清醒过来 赶忙冲上前来 替自己的爷爷按摩 过了好一会 行御赫方才缓了过来 然后迫不及待地说道 将刚刚发生的事 一点不漏地告诉我 行御书点点头 丝毫不敢隐瞒 直接将所有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听完之后 行御赫沉吟不语 而行御书则轻声道 爷爷 我当时曾怀疑 是那个家伙所为 但等我过去之后 才发现 他似乎 对此也毫不知情 行御赫文言摇了摇头 应该不是他 毕竟要如你所说的话 那一剑之威 已然超出了一般强者的范畴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能拥有如此剑术的人 即便是在整片大陆来说都是 屈直可数的 必须经过几百年的锤炼才可达到 绝不可能是这样的 一个少年所能拥有的 那您是说 行御赫悠悠一探 应该是某个过路的强者剑仙吧 行御书听得悠然神往 剑仙啊 爷爷 这世上真的有见仙吗 行御赫轻笑摇头 当然有 而且还都是极为强大的一群人呢 比您的师门还要强大吗 行御书巧声问道 行御赫面色一素 这无法比较 但我的师门 传承极为古老强大 我不过是其中一个 毫不起眼的弟子罢了 说到这 行御赫有些艰难地伸出手来 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行御书的脑袋 御书啊 我当初因天资所困 成就极为有限 但你跟我不同 你的天赋要远胜于当初的我 所以我希望 等你以后继承了我的机缘 败入师门之后 要好好地修炼 一定要超过我 行御书文言 眼中泪光盈然 难过地低下头 爷爷 我不要什么机缘 我要陪着你 傻孩子 这些话对我说可以 千万不要随便去对外人说 因为你可知 这机缘有多么的珍贵 若不是 因为我不死 你就无法继承 我又何必 让你再次等候这么久呢 说到这 行御赫的神情 变得有些黯然 可是 行御书还想说些什么 行御赫苍梅一扬 怒声道 可是什么 你难道忘了 我之前对你说过什么了吗 御书不敢忘 见爷爷动怒 行御书慌忙俯首 颤声言道 身为行家子弟 怎可如此糊涂 要知道 当初为了我身上的机缘 不知道有多少人虎视眈眈 而你却因为感情用事 便丧失了进取之心 行御书面色发白 双唇紧闭 行御赫见状 这才将话锋一转 轻声说道 你今日也看到了真正的仙人之姿 自然明白 能拥有这种力量的机缘 有多么可贵 所以以后不要再说这些傻话了 明白 嗯 行御书滴滴地应了一声 这时 窗外传来了一声鸡鸣 行御赫淡淡道 天亮了 扶我起来 去看看城墙上的福转怎么样了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大地 风魔阵也随之苏醒过来 人们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窗 心有余悸地打量着外面的情况 昨晚的那一场大战 他们虽然没有亲眼目睹 可那一声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嚎 他们可是都听到了 尤其到了最后 整个风魔小镇都在颤抖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心生绝望之感 认为 这一下将必死无疑了 可万万没想到 就在这时 外面闪过了一抹亮光 然后一切便重归于尽 尽管如此 还是没有人敢探出头来 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只能在极度的忐忑和不安中 等来了黎明的到来 此刻 当看到外面的近况后 所有人不禁全都尝出了一口气 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 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可就在这时 只听吱鸦的一声轻响 朱虹小楼的门被推开 行御书从中缓缓走了出来 而在他的背上 则背负着 因为酒卧在床 导致身体十分瘦弱的行御鹤 见到这爷孙二人 所有人的神情 全都变得十分肃然 然后用宠墓的目光看着 行御书就这样 背着自己的爷爷 缓缓走过鸦雀无声的街道 每过一处 身后便会有人 默不作声地跟随而上 当走过长街 几乎整个风魔小镇的居民 都已经走出房门 在后默默跟随 看守城门的人 一见是行御书二人 赶忙将城门打开 众人走出城门 映入眼帘的 便是触目惊心的一番景象 但见城墙之上 纵横密布着一条条裂痕 之前转刻于上的那些浮转 更是因此而损毁了大半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的心不禁往下一沉 因为这样的损毁 意味着之前行御鹤 耗费无数精力布置下的这些浮转 已经全都付诸流水 而没有浮转的护佑 这座风魔镇 根本抵挡不住那些妖鬼的侵袭 可能过不了多久 就会如那些消失于丛林中的古镇一样 被妖鬼所占据 成为一片死地 所有人的神情 都变得十分难看 尤其是行御书 脸色阴沉的 简直能滴出水来了 行御鹤却只是看了这些损毁严重的浮转一眼 然后笑了笑 御书 往前走几步 行御书背着自己的爷爷 往前走了几步 直到行御书轻声说道 好了 行御书方才停住 而后行御书打量了一下四周 面色逐渐变得凝重 最终缓缓闭上了眼睛 一瞬间 所有人全都凝神看着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 小蕊也跟着娘亲站在人群之中 但她的注意力显然不在这些上面 只见她的头摇来摇去 一双大眼睛里满是稀迹 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一样 正在这时 只见在街道之上 薛安缓缓走了过来 当看到薛安的那一瞬间 小蕊的脸上瞬间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虽然不敢喊 但却用力地摆了摆手 试图引起薛安的注意 薛安的到来并未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而当薛安看到一脸兴奋的小蕊之后 不禁微微一笑 冲她点了点头 然后才抬起头来 看向了远处的行鱼鹤爷孙二人 正在这时 只见行鱼鹤缓缓地睁开眼睛 眼中现出一抹亥然 以及凝重之色 爷爷 怎么了 行鱼叔赶忙问道 行鱼鹤沉声道 好强大的剑意 甚至比我之前所遇见过的那些剑仙还要强大 但除此之外 却没有任何身份上的标识和印记 那莫非真是过路的剑仙强者 行鱼叔问到现在看来 只有这个可能了 那他为何在施以援手之后 也不跟我们接触一下 直接就走了呢 行鱼叔有些讶然 行鱼鹤苦笑着摇了摇头 如那般的仙人 又岂是我们所能揣夺的 可能人家只是偶尔路过 见到有妖鬼作祟 便顺手帮了我们一把而已 毕竟 能发出这般建议的强者 跟仙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行鱼鹤的声音之中满是感叹 行鱼叔则露出了悠然神网之色 这时 行鱼鹤抬头看了看城墙 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光滑 然后沉生道 有这道残留建议的镇压 最少三天 不会有妖鬼赶来作祟 也就是说 我们只有三天时间 来修复城墙上的符传 玉叔 行鱼叔面色一鸣 爷爷 我现在经历 根本不足以修复这么多的符传 所以这次 你也要一同下手帮忙 我 行鱼叔满脸亚然之色 行鱼鹤点点头 没错 可是 我从来没做过啊 行鱼叔还是有些迟疑 行鱼鹤呵呵一笑 谁又是生下来就会呢 虽然以你的年岁 做这些确实有些早了 但我时日无多 不趁着我还在的时候教诲你这些 那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行鱼叔闻眼眼中献出悲痛之色 但旋即便深深地低下了头 是 这时 行鱼鹤抬起头来 看向了人群 诸位相友 现如今的情况 你们也都看到了 时间紧迫 要想尽快修复城墙和福转 我们大家必须一起动手才行 这番话一出 人群立马沸腾起来 行老爷子放心 这等事 乃是为了大家的安危 我等自然责无旁贷 没错 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下来 我等绝无二话 老爷子 您身体不好 只要在此指挥就行 有什么活 我等都包了 这些鼓噪声中 行鱼鹤笑着点了点头 多谢多谢 不过城墙的修复好说 但要想修复福转 必须有会写字的人帮忙 不知道 诸位可有识字之人 此话一出 刚刚还沸腾的人群 瞬间安静下来 人们面面相去 全都面露难色 看到这一幕 行鱼鹤微微叹了口气 对于这个结果 他早有预料 毕竟 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 连生存下去都是个难题 哪有什么心情读书写字 更何况在这个大陆之上 读书识字 乃是贵族才有的特权 一般的百姓 能写出自己的名字 就已经很难得了 现在看来 只能靠自己爷孙二人了 正当行鱼鹤微微苦笑 准备放弃的时候 就听人群之后 传来了一个淡然的声音 我来吧 杀 所有人起起转头 视线瞬间 全都集中到了说话之人身上 人群中的小蕊 自然也不例外 可等看到说话之人后 他的眼睛 也不禁逐渐睁大 只见薛安淡然而立 冲着行鱼鹤微微一笑 我恰好会写几个字 现在又在城中借助 所以帮忙也是应当的 听到他的话 行鱼鹤微微一正 然后深深地看了薛安一眼 笑着点了点头 如此的话 那就有劳了 但行鱼叔对于这个决定 却有些不太满意 但自己爷爷都已经同意了 他也说不出什么 只能用冷然的目光 看了薛安一眼 然后便下去准备了 时间紧迫 人们也不敢耽搁 全都开始忙碌起来 小蕊怯生生地走了过来 有些崇拜地说道 大哥哥 你还会写字吗 薛安笑着点点头 是啊 哇 好厉害 小蕊的眼睛里 都是崇拜的星星 薛安一笑 你想学吗 我我可以吗 小蕊指了指自己 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 怎么不可以 只要你想学 当然可以 小蕊差点从地上蹦起来 满脸兴奋地说道 谢谢大哥哥 这时 小蕊的娘亲也走了过来 只不过这次 这个中年妇人 不再对薛安充满了提防之意 反而有些尊敬地点了点头 不光是她 周围所有人看薛安的眼神之中 都已经充满了敬意 毕竟 对于他们来说 会写字的人 都是值得尊敬的 就跟这个拯救了整座小镇的行鱼鹤一样 乃是真正有本事的人 更何况 薛安现在还要帮着修复城墙福转 更是赢得了众人的尊敬 风魔小镇之中 居民并不算太多 可是关每一个人的安危 所以根本不用动员 人们便以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 开始忙碌起来 很快 繁杂的准备工作便已经就绪 行鱼鹤靠在特制的一张病床上 指挥着众人 风魔小镇外 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片工地 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男人负责弃石头等重体力活 女人们则用特制的灰浆涂抹缝隙 这样才可以保证城墙的坚固性 即便是如小蕊这样的孩子 也没有闲着 而是尽可能地在一旁打着下手 所有人忙忙碌碌 尽管辛劳 但因为事关自己的生死 没有一个人喊苦 反而生怕城墙磊的不结实 一个劲地加固着 但他们所做的这些事 无非就是起到一个心理安慰 真正能起到防护作用的 还得是城墙之上的这些扶转 因为时间紧迫 所以每当有一处城墙修补好 行御书就会立即开始着手修复 尽管是第一次自己独立完成扶转 但因为有自己爷爷的指导 所以进行的还算顺利 可转刻扶转 是一个极为细致而严谨的过程 期间出现任何差错 都会导致前功尽弃 再加上行御书经验不足 因此要想在这短短三天的时间内 单凭他一人修复完如此多的扶转 几乎不可能 所以行御书才会找回写字之人 他先让行御书将扶转的纹路 全都描摸出一个底子 以保证不会出差错 而薛安则负责在后面 将剩余的步骤完成 虽然听起来很轻松 可实际上这也是很难的 毕竟 这些扶转的纹路往往极为复杂 运笔上稍有不慎 便会出现纰漏 所以行御书本想着让薛安适应适应 再投入工作 可没想到 当薛安拿起笔来之后 居然十分轻松地 便将需要临摹的扶转 全都完成了 而且线路清晰明确 质量极高 这让行御书和行御书 全都为之一愣 对此薛安却只是一笑 忘了告诉你们了 我之前很喜欢画画 所以这些线条对我来说 实在太简单了 这个回答 让本来担心工程进度的行御书松了口气 然后笑着点点头 薛公子果然才是拙然 厉害 行御书虽然一直看薛安有些别扭 但在这个时刻 也不得不低头 心里默默想到 这个家伙 倒也不是全无本事 至于小镇之中的其他人 对薛安那更是尊敬有加 言必称先生二子 而薛安身上 那淡然的气度 以及永远含笑的神情 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好感 甚至令小镇之中 很多的姑娘小鹿乱撞 经常借着各种机会 跟薛安说话 可不管是谁 薛安永远只是笑着点点头 神情之中充满了疏离感 从来没有对任何姑娘 表现出多余的亲近 这也让很多女孩 心中沮丧不已 但薛安对小蕊这帮孩子们 却很是亲近 经常拿出糖果来奖励他们 这也让她很快 变化身为 风魔小镇中的孩子头 成为了这些小孩子们 心中的偶像 尤其是小蕊 简直都已经成为 薛安的小跟班了 只要一闲下来 就会有一帮小孩子 围拢到薛安身旁 听她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 今天也不例外 在中午吃饭之后的 休息时光中 薛安讲完了一段 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 这个故事 听得这帮孩子们 眼里全都放出了光 哇 真的有这么厉害的猴子吗 是啊 听起来好过瘾啊 那些大人们 也不禁嘖嘖感叹 唯有行御书 有些冷漠地在远处看着 但心中却有些心潮起伏 因为他忽然想起了 自己和爷爷现如今的境地 这跟被压在五指山下的 孙悟空 何其的相似啊 可惜 自己没有那只猴子的 强大实力啊 行御书心中有些黯然 这时 小蕊子突然说道 大哥哥 你今天还教我们学写字吗 因为薛安之前 答应过这个小姑娘 所以 这两天 薛安只要一有时间 便会教他们写字 说起来 这里的字跟华族的古字 居然也是相通的 但这些人 却绝非华族 这不禁让薛安心中的 那丝疑惑 越发地浓重 不过在此刻 当他听闻小蕊的话后 不禁微微一笑 今天嘛 就不教你们写字了 不如我给你画一幅画怎么样 画画 好啊好啊 小蕊等孩子们 兴奋地欢呼起来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抄起笔墨 来到了城门之前 先抬头打量了几眼 这座烧险破旧的城门 然后便鼻走龙蛇 开始在城门上描画起来 开始的时候 行御书并未在意 画画这种小技 行御书的时候也学过 但现在早已经不再钻研了 因为 在这个朝不保夕的时代 除非是那些吃饱了称的贵族 用来消磨时光 否则谁有心情去研究绘画 但薛安现在的表现 却佐证了行御书心中的一个猜测 这个家伙 肯定是或者至少之前是个贵族 否则不会有如此良好的教养和学识 但除此之外 他身上连一丝灵力波动都没有 这让行御书 不禁有些暗自摇头 百无疑用是书声 这句话在这个时候 可不是说着玩的 这个家伙一点本事都没有 居然就赶在外面乱跑 没死都是运气好啊 行御书心中私存了一阵 然后就打算离开 可就在这时 人群发出了一阵惊呼之声 哇 好漂亮 天哪 简直跟活了一样 这些惊呼声 让行御书微微一震 不禁抬头看去 然后他便也愣住了 就见城门之上 一条活灵活现的巨龙 正在薛安的笔下成形 即便相隔极远 但行御书还是能感受到 来自这条巨龙的磅礴气势 在那一瞬间 行御书甚至以为 这条龙活了一样 这不禁让行御书也有些傻了 不说别的 单凭这一首惊天画迹 这个薛安就绝非一般 就连行御鹤 再见到薛安画出的这条龙后 也不禁一愣 终于 薛安将最后的一笔画完 然后退后了几步 满意地点点头 这才转头冲着小蕊微笑道 好看吗 小蕊的眼睛都快看花了 听到薛安的话后 疯狂地点着头 好看 大哥哥 你简直太厉害了 可是大哥哥 这条龙为什么没有眼睛啊 说着 小蕊指向了巨龙的头部 众人纷纷看去 果然 就见在这条巨龙的头部 本该是眼睛的地方 却是一片空白 薛安笑了笑 然后轻轻摸了摸小蕊的脑袋 傻孩子 因为如果我画上眼睛的话 这条龙就会活过来啊 小蕊渐渐瞪圆了眼睛 显然已经信了薛安的话 但周围的人文言 却全都露出了狐疑之色 画上眼睛 便能让一条龙活过来 这听起来 怎么跟天方夜谭一样啊 就连行御书文言 也不禁一愣 然后看向了自己的爷爷 行御鹤冲他微微摇了摇头 因为即便是他 都没有听说过 画上眼睛 便能另一条画出的龙 活过来的说法 甚至连听闻的那些道法 秘书都做不到 见到自己爷爷都没听说过 行御书不禁冷哼一声 刚刚对薛安的那丝欣赏之意 也随之烟消云散 因为在他看来 薛安这么做 显然是在胡吹大气 好显露出自己的不凡来 这让行御书心生不屑 因此转身就走 但他的态度 却丝毫不影响小蕊等人 对薛安的崇拜 等到三天时光过去 城墙终于修复完成 城墙上的福传 也全都重新描化好 所有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不管怎样 能在这个乱世之中活下来 就已经疏为不易了 至于苦点累点 那根本算不得什么 而经过这件事 薛安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 不管走到哪 都会有人尊称他一声先生 每天的三餐 也有人争先恐后地送过来 而薛安对这些 都是坦然受之 并不推辞 但在朱虹小楼之中 行御书的气色 却一天比一天差了下去 行御书也不再出门 而是整天一不解代地守候 在自己爷爷床边 因为行御书正在将自己所知道的 一切都传授给他 每每说几句 就会停下来歇息一会 因为他的体力 已经到了极为虚弱的地步 可即便如此 行御书也不肯耽搁 而是咬着牙坚持着 这让行御书听着听着 便忍不住哽咽难言 当然 这一切 外界根本无从知晓 唯有薛安 时不时地看向了这座朱虹小楼 微微轻叹一声 而就在风魔镇重新归于平静之时 在离这风魔小镇千里之遥的大道之上 缓缓走来了一对人马 这对人马就好似从黑暗之中走出的一样 黑马黑车 目之所及 一切都是黑的 而等走近之后 你便会骇然发现 这些车马居然都离第三尺 悬空而过 这也让这支车队 在行径的时候 没有丝毫的声息 宛若从地狱之中走出的幽灵一般 而就在这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之中 位于正中的那辆马车 车帘被人轻轻挑开 然后伸出了一只手 一只只若萧葱 修长美丽的手 而后这只手轻轻摆动了一下 车队便在瞬间停住 紧接着 在马车之前的地面之中 涌出了一股黑气 当黑气散开之后 里面赫然是一名身穿黑色斗笠 但下半身却如幽灵一般 化为层层雾气的男子 还有多远 马车之中传来了一个清冷的女生 声波所及 黑暗都在微微颤动 回禀郡主 现如今我已经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那个老家伙身上的气息 而且越来越强烈 这说明 这个老家伙 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伤势 所以才会压制不住 自己所中的毒 而以现在所感知到的情况来看 最多不超过千里的范围 这名黑衣男子 惨笑着说道 马车之中沉没了片刻 然后就见车厢微颤 一名冷艳如冰 纯色纯黑的绝美女子 便缓缓浮现出来 见到她的面容 包括这个黑衣男子在内 车队之中所有的人进阶扶手 女子没有理会这些 只是抬眸看向了远处 那消失于黑暗之中的道路 片刻之后才冷冷说道 既然我们能感受到 那其他的人自然也可以 因此 要想夺得机缘 我们就必须赶在所有人的前面 所以我不想听范围 我要的是 具体有多远 到底什么时候能到 你可明白 说着 女子扫了这名男子一眼 男子浑身一颤 然后慌忙扶手 百里郡主放心 我定当竭尽全力 不负使命 很好 现在便开始全力进发 明日之前 我要见到她 出现在我面前 是 车帘重新放下 黑衣男子有些慌张地 擦了擦额头上 那并不存在的冷汗 她比谁都明白 完不成任务的下场 因为发号施令者 可是锦国之中的顶级权贵 百里家族的长女 人称黑暗郡主的百里烧光了 所以在略一迟一之后 男子一挥手 出发 这支幽灵车队 骤然开始加速 然后化为一道黑光 消失在了茫茫古道之上 而方向则直指风魔阵 就在百里烧光全力赶路之时 在高空之中 也有一支队伍 正在悄无声息地飞行着 而在队伍阵中 则是一顶黑漆漆的轿子 此刻 轿子笼罩于黑光之中 以令人瞠目的速度飞行着 这个轿子从外面看上去 体积并不大 壳里面却极为宽广 并且布置得极其奢华 此刻在轿中 曾家大公子曾家梁 正笑眯眯地端起酒杯来 冲着对面的一个白面男子一拱手 来金兄 你我同饮一杯 金浩然微微一震 这才从思寸中清醒过来 然后便也端起一杯酒 一同饮下 酒吧歌斩 曾家梁微微一笑 看金兄一直心不在焉 可是在忧愁机缘之事 金浩然文言窥叹一声 没错 曾兄 实不相瞒 自打出了京都之后 我便有些心惊肉跳 总觉得这次出行 不会那么顺利啊 曾家梁哈哈一笑 金兄何时也相信其感觉来了 堂堂景国第一皇商 金家的大公子 难道也会怕了不成 金浩然苦笑着摇了摇头 当然不是怕了 而且有曾少在此 我更是有底气 曾家梁娇惊一笑 不置可否 因为金浩然身份尊贵 他也一点不差 毕竟 要论景国几大勋贵家族的话 肯定会有他们增加 那金兄又在担心什么 曾家梁淡淡道 金浩然陈生道 这行家当初好歹也是景国的护国住时 结果却因和皇室意见不合 最终惨遭覆灭 只有这个行渔鹤和行渔书跑了出去 没想到这一去 就是几年光景 并且屏蔽了所有一切 令人无法寻找 直到这两天 我们才通过他所中的歧毒 找到了他的位置所在 这一下 咱们景国的诸多权贵子弟几乎倾巢洞 为的就是夺取行渔鹤身上的那道机缘 可我却觉得 这件事似乎不是那么简单 曾家梁微微一扬眉 哦 金兄为什么这么说 金浩然沉饮良久 然后苦笑着说道 我也说不上来 也可能是我多疑了吧 但我总觉得 这次的事 好像会出现什么意外一样 你的意思是说 曾家梁微微一正 金浩然摇了摇头 我也不敢确定 只是这么猜一把了 曾家梁呵呵一笑 小心脸总是没错 但金兄未免有些太过小心了 以你我二人现在的实力 天下尽可取得 又岂会怕了那个快死的老家伙 金浩然点了点头 话倒是这么说 可这次景国的权贵 几乎全体出动 所以 你我二人也得抢先一步 否则失了先机 可就功亏一篑了 呵呵 就凭那帮子酒囊饭带 曾家梁脸上献出一抹不屑之色 金浩然笑了笑 那帮平时 只会要五扬威棉花素柳的家伙 自然不算 可这次事关重大 我听闻说郡主大人 似乎也亲自出马了 这郡主大人四个字 好似有魔力一样 刚刚还一脸无所谓神色的曾家梁 在文言之后 面色也不禁为之衣白 然后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百里韶光 那个臭娘们也出手了 金浩然点点头 这倒是有点棘手了 曾家梁喃喃自语 突然一发狠 看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赶在那个臭娘们前面 先找到行御贺了 说着一挥手 一团黑气便出现在了这曾家梁面前 再耳语了几句之后 这团黑气便随之消失不见 而后这顶轿子的速度陡然飙升 开始飞快地往远处赶去 来来来 你我继续喝酒 就算百里韶光 那个娘们真的来了 有你我二人联手 难道还真能怕了他不成 曾家梁笑着说道 但这番言语 却更像是给他自己打气 金浩然心知肚明 却也只是笑了笑 然后便举起杯来 继续跟曾家梁喝酒 只是眼中却闪过了一丝 不亦为人所察觉的优色 可不管是于大道之上 长驱直入的百里韶光 还是在高空之中飞过的曾家梁 都没有察觉到 当他们掠过之后 那于黑暗之中 隐藏着的森冷杀鸡 如果你以风魔城为中心 画一个方圆万里的大圈的话 你就会发现 在这个大圈之中 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并非城镇 而是近乎无垠的茫茫领海 密密麻麻的丛林 几乎遮蔽了整片土地 只有一条道路从中穿过 算是将风魔城和外界联系到了一起 而在这遮天蔽日的丛林之中 即便是白天 都不见丝毫阳光 这样的丛林 也被居住在这附近的人 无比敬畏地称之为鬼森林 哪怕你是真仙强者 一旦进入这茫茫领海之中 也会就此消失无踪 再也无法回转 甚至不要说人了 就算是野兽 都不敢靠近这片丛林 而就在这茫茫领海的正中位置 赫然是一颗 几乎顶天立地的巨树 巨树的树皮 已然苍老得如龙林一般 躯干则以一个囚结扭曲的角度生长着 乍看上去 就好似一条暴龙正敦附在那一样 在巨树周遭 所有的树木都弯着腰 像是在顶里膜拜他们的王者 而就在这时 只见几条藤蔓自虚空之中撤回 然后便盘绕在了这棵巨树的脚下 片刻之后 只见这棵巨树开始微微颤动 枝压摇晃间 发出了令人头皮发麻的沙沙声响 声波索及 周围的树木进阶颤抖 让这片领海涌起了一层层的浪潮 而后便见巨树之前黑气弥漫 瞬间凝聚为一名不怒自危的中年男子 只见他浑身都被厚厚的木甲所覆盖 露出的一双眼睛中 更是散发着森冷杀意 然后便四哭四笑地吼道 那个牛鼻子老道 居然敢杀我小妾 并灭我手下 声音刺耳难听 并且是由男生和女生混杂在一起的 吼声所至 众多树木直接榨卫了粉碎 当初我给了这个牛鼻子一个面子 允许这个小镇存在并不去招惹 可没想到他居然如此不识抬举 既然如此 那便全都去死吧 随着话音 但见领海之中的树木 分别往两旁弯腰 现出了一条道路 而后这棵巨树的枝压伸展 构成了一张宝座 男子坐于旗上 然后便划开层层领海 直奔远处的风魔阵而去 大哥哥 你看我写得好看吗 小蕊充冲冲地跑到薛安静前 手里小心翼翼地拖着一张纸 纸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钱希蕊 薛安拿起来仔细地看了看 不错 真搭 小蕊开心的眼睛都放光了 薛安点了点头 微笑道 你才刚刚学了几天 能写成这样 确实已经很不错了 这几天薛安没事 就叫这帮孩子学写字 其中进步最快的 就要数这个小蕊了 短短几天功夫 他就能熟练地写出很多字 其中写得最好的 就是薛安给他取的这个名字 得到薛安的夸赞 小蕊笑得更加开心了 我娘看到我写的名字后 高兴地直掉眼泪 还说一定要好好谢谢大哥哥你呢 薛安笑了笑 却没有说话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跟这些小镇居民的关系 越发融洽 尤其是小蕊的娘亲 因为感激于薛安对这帮孩子们的照顾 所以经常送来一些 他亲手做的食物 对此 薛安并没有推辞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给他这送食物的人可不止一个 其中更是不乏害羞的少女 偷偷地跑过来 然后将亲手做的小吃放在门口 不过薛安在拿到这些小吃后 根本也不多看 直接就分给这帮孩子了 要不是因为这样做 估计都有直接登门给他说清的了 与此同时 在那朱虹小楼之中 行御鹤用尽最后一次力气 终于将所有需要 告诉行御叔的话都给说完了 然后 他便虚弱地躺在床上 面色却不显苍白 反而泛起了一层不正常的红韵 行御叔的心 却渐渐沉了下去 因为他很明白 一旦出现这种症状 就说明自己的爷爷 已经接近游禁灯窟的地步了 这让他浑身站立 眼中泪光盈染 爷爷 行御鹤轻轻摆了摆手 然后嘴角扯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我没事 还能撑一会 我之前之前说的你 可都记住了 行御叔用力地点头 产生到 记住了 那就好 记住 等我死了之后 你便按照我说的离开此处 千万不可停留 明白 是是 可是如果我走了 那风魔阵怎么办 行御叔颤抖着问道 行御鹤脸上泛起了一丝苦笑 这座风魔阵 当初收留了我们 我们也反过来 护佑了他们这么多年 可现在 我已经撑不住了 前两天将福传修不好 正常情况下 可以继续护佑 这座风魔阵十年时间 等十年之后 你应该已经学有所成 到时候再归来看一看吧 毕竟 你不能一辈子都被束缚于此 行御叔文言 只能低下了头 在他这短短十几年的生命中 风魔阵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因为童年时 那种锦衣玉石 无忧无虑的优越生活 已经因为太过幼小 而变得十分模糊 唯有这座风魔阵 占据了他大半的少年时光 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 所以他才会如此的难舍难离 行御鹤自然明白这一切 不禁伸出已经干瘦如枯枝的手臂 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 轻声道 傻孩子 你真以为留在这就能改变什么吗 那片鬼森林中的鬼王 早晚会明白过来 到时候 凭你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震慑住他 所以 你唯有变强 才能在十年之后 护佑这座小镇的居民 是 玉叔明白了 行御叔深吸一口气 缓缓言道 行御鹤笑着点点头 但就在这时 只见他豁然抬眸 眼中献出了骇人的光亮 惊疑不定地喝道 怎么回事 居然知道这里来了吗 行御叔为之一惊 怎么了爷爷 行御鹤脸上的神情越发难看 突然沉声道 拿药鬼先生留下的那枚丹药 行御叔赶忙从怀中掏出了那个玉瓶 等到出之后 行御叔一口便吞了下去 然后闭上了眼睛 脸色开始变换不定 行御叔就觉得 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因为他实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与此同时 正在小院之中 教一帮小孩子学写字的薛安 也突然抬起头来 看向了遥远的天际 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来得还挺热呢 说着 薛安转过头来看向了朱虹小楼 淡淡道 看来我猜得没错 你身上的毒 不但会要你的命 还能当一个定位的坐标啊 小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禁有些疑惑地看着薛安 大哥哥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薛安微微一笑 没什么 只不过是有一场热闹了而已 热闹 小蕊有些茫然 薛安笑了笑 扬起头来看了看星月舒朗的夜空 淡淡道 是啊 一场大热闹 而这时 朱虹小楼之中的行鱼鹤 在吞下丹药之后 深周光滑显现 脸上的皱纹正在迅速减少 甚至连花白的头发 也于须鱼间转黑 这等奇景 令行鱼叔看得目瞪口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药鬼先生留下的这枚丹药 居然会有这么厉害的效果 这样的话 岂不是说 爷爷可以活下去了 行鱼叔心中满是稀奇地想着 正在这时 就见行鱼鹤豁然睁开双眸 从床上一跃而起 然后便直接冲了出去 行鱼叔微微一震 赶忙跟了上去 吞下丹药后的行鱼鹤 速度堪称恐怖 不过瞬息间 便已飞至了城墙上空 行鱼叔堪堪赶至 有些气喘吁吁地说道 爷爷 怎么 话还没说完 便停顿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答案 就见在城外那条古道的尽头 出现了一对人马的身影 开始的时候 行鱼叔也不确定 那是什么 因为距离实在太远了 远远地看过去 只能看到点点黑影 但不过几个呼吸的光景 这对人马 便以极为恐怖的速度 跨越了极远的距离 来致了城下 这时 行鱼叔才震恶地发现 这居然是一只 宛若从地狱中 走出来的幽灵车队 通体纯黑的车马 静静地 停在城下的古道之上 没有声响 甚至连一丝 多余的气息 都没有 有的 只是这只诡异的车队上空 那挣腾而起的黑气 而见到这一幕 行鱼鹤的脸色 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道 百里家族 声音之中 满是刻骨恨意 随着他的话音 就听车队之中 传来了一声轻笑 然后便见马车的车帘一条 一股黑雾弥漫开来 从中浮现出一名冷艳如冰 纯色纯黑的女子 而后这名女子抬起头来 看着城头之上 站立着的行鱼鹤 脸上露出了一丝 冷冷的笑意 行鱼鹤好久不见 行鱼鹤面沉似水 死死地盯着这个百里韶光 然后才用森冷的语气说道 你们还真是如腹骨之躯一把 居然连这里都能找到 百里韶光轻笑一声 行鱼鹤 要不是因为你修为太深 压制了你体内的毒素 你真以为我们会找不到你 行鱼鹤文言一愣 然后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我所中的毒 泄露的踪迹 百里韶光点了点头 没错 说着他抬起头来 冷冷地注视着行鱼鹤 废话不多说 行鱼鹤 你是个聪明人 自然明白我来此事为何 现在你乖乖地将机缘交出来 我就可以放过你 以及你身后的这座小镇 行鱼鹤笑了 笑容之中满是讥讽 这番话 十年之前 你们就说过不止一次了 但你觉得 我会信吗 百里韶光面色一沉 行鱼鹤 你不要以为我是怕了你了 要知道 你既然已经无法压制自己所中的剧毒 就证明你已经是强弩之末 在做无谓的挣扎 只是让你死得更快一些而已 行鱼鹤哈哈大笑 然后转头看向自己的孙儿 玉叔 你现在可看清了吗 这就是当初我们行家 费尽无数心血所保护的人 行鱼鹤眸光四铁 死死盯着百里韶光 然后重重点头 看清了 那好 记住他们的这番嘴脸 等以后 将我们行家的仇 十倍偿还 是 百里韶光 闻言冷哼一声 找死 说吧 只见他一挥手 在他身后 便浮现出点点黑光 领头的正是那个引路的男子 这些黑光散开之后 里面赫然全都是漂浮于空中的鬼魅 然后冲着百里韶光 齐齐攻身 郡主 百里韶光往前一指 冷冷道 涂灭此阵 活捉行鱼鹤 是 一声令下 但见这无尽的鬼物 化为黑色红流 直接攻向了风魔阵 可当他们刚刚冲进二百丈的范围内后 城墙之上的浮转 便放出了璀璨金光 光华所指 这些黑光便发出了阵阵惨嚎 然后消失不见 可面对这些 百里韶光却没有丝毫的动容 反而冷哼一声 长发无风自舞 深周的黑光瞬间增多了十几倍 浩浩荡荡地直轰而去 尽管金光璀璨 可面对这么多的黑气冲击 还是力有为大 只见城墙微颤 显然已经到了极限 就在这时 但见行鱼鹤冷喝一声 眼中光滑引线 然后双手结印 零 冰 两字真言一出 只见一道巨大的浮转 直接便轰向了百里韶光 百里韶光的脸上 现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抬手一挥 就见刚刚还弥漫四周的黑气 便凝为一方厚重的盾牌 跟这道浮转硬抗了一击 哄 一声闷响之后 百里韶光情不自禁地 往后退了十几步 面色微微发白 而行鱼鹤也是身形一晃 但却没有退后 眼中的光滑 反而越发地璀璨 与此同时 整个小镇都已经被惊动 众人不敢过来 但都站在街道之上 抬头看去 行鱼叔心中一紧 惊声道 爷爷 行鱼鹤摆了摆手 示意他不要说话 然后深吸一口气 冲着城外的百里韶光 缓缓道 百里韶光 这一掌你就应该明白 我现在的实力了吧 我并无意杀你 现在速速离去 我可不再追究 百里韶光文言 秀眉微扬 颇有些忌惮地 看着行鱼鹤 因为刚刚那一掌 他确实没有讨到便宜 这不禁让他的心中 未知惊疑 莫非自己的推测有误 这个家伙的实力 根本没有多少折损 正在他游移之时 就听高空之上 传来了一声轻笑 郡主大人 你果然还是来得 比我们早上一步啊 听到这个声音 百里韶光的面色 瞬间变得很是难看 然后与韩如冰地说道 曾家梁 没错 正是小可 随着话音 但见一顶黑漆大叫 凭空出现在众人面前 然后叫连掀起 曾家梁和金浩让 一前一后 从中走了出来 这二人的出现 让场中的局势 瞬间变得更为紧张 尤其是行鱼鹤 只见他紧咬牙关 沉声鹤念道 曾家 金家 没错 曾家后生 见过行前辈 曾家梁笑嘻嘻地一拱手 行鱼鹤面沉似水 而后曾家梁 冲着百里韶光 微微一笑 郡主大人 你虽然来得比谁都早 可看样子 你似乎也没占到什么先机啊 哼 百里韶光冷哼一声 眼中杀意引现 金浩让这十字 突然笑了笑 然后朗声说道 郡主大人 曾兄 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耽搁的话 后面来的人会越来越多 还不如现在连起手来 共同对付这个行鱼鹤 等将其抓住之后 再商谈如何分配机缘 二位以为如何 这个提议 完美符合金浩让的身份 毕竟 他可是以金商出名的金家子弟 而百里韶光和曾家梁 在略意思量之后 便纷纷点头 同意了金浩让的提议 行鱼鹤见状 简直是怒不可遏 因为从始至中 这帮家伙的态度 完全是拿自己的爷爷 当成一件货物了 这怎能不令行鱼鹤为之震怒 可行鱼鹤 却没有任何的急躁 只是背负着手 冷冷地看着 与此同时 整个封魔镇的居民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尽管不知道来的人是谁 但既然跟行老爷子作对 那自然都是坏人 小蕊也是这么想的 但他更担心大哥哥的安危 不禁偷偷转头看去 然后他便愣住了 因为此刻的薛安 站于人群之后 脸上带着一丝意味不明的笑意 目光却没有看向城墙 反而穿过层层黑暗 看向了遥远的天际 然后轻声呢喃道 来得倒是挺快 也好 这样倒是省得我多费事了 这时 已经结为同盟的百里韶光三人 也不废话 直接便对行鱼鹤下了死手 这一下就看出 三人之间的实力差距了 不管是气势还是修为 百里韶光都要稳稳压过 曾家梁和金浩阳一头 不过 两人也不甘示弱 而是催动全身修为 直营而上 但见鬼气森森 黑光闪烁 三人联手一击 形成了一道黑色红流 直奔城墙上的行鱼鹤而去 行鱼鹤面沉似水 冷声喝道 再此守候 说吧 他一个闪身便飞离城墙 离开了金光浮转的防护范围 爷爷 行鱼叔惊叫一声 眼中献出黄疾之色 但他不敢动 因为他明白 行鱼鹤之所以离开 具有防守优势的城墙 选择独自面对积来的 这道黑色红流 就是为了保全辛辛苦苦 才修复好的浮转 而行鱼鹤 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自己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这城墙之上 好生守候 可尽管心中明白这些道理 可行鱼叔 还是忍不住地开始颤抖 泪水更是夺况而出 如果有可能 他真想跟着自己爷爷一起冲上去 痛痛快快地跟这帮家伙打上一场 与此同时 百里韶光三人 见到行鱼鹤不退反进 居然离开了金光浮转的护佑 直接冲了过来 不禁全都大喜过望 找死 百里韶光冷哼一声 眼中黑芒一闪 周深的黑气 瞬间又增强了许多 曾家梁二人也不例外 纷纷催动修为 于是 这道黑色洪流的规模 瞬间又增大了一倍有余 携带着极其恐怖的威势 砸向了行鱼鹤 行鱼鹤却毫不慌乱 而是在半空之中立定身形 然后双手抬于胸前 开始疯狂结意 速度之快 手指甚至在空中拖出了道道虚影 乍看上去 就如同朵朵莲花正在绽放一般 三山印 怒尊印 反天印 本坛官僵直 种种玄妙手印请客集成 最终化为了最为根本 也是最为稳固的 道家太极印 当手印结成的那一刹那 黑色洪流也已冲到境前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一道无形的冲击波 迅速扩散开来 将封魔阵之前的树木 齐齐轰碎 而后便见百里韶光 曾家梁 以及金浩让三人 齐齐闷哼一声 然后便往后退了十几丈远 而行鱼鹤 却只是身形晃动 往后退了三步而已 这下 全场未知震动 百里韶光三人的面色 亦是变得极其凝重 颇为忌惮地 看着奥立于空中 神采奕奕的行鱼鹤 行鱼叔的心 本来都提到了嗓子眼 可当看到眼前这副景象后 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惊喜地喊了一声 爷爷 行鱼鹤却没有理会他 只是冷冷地看着对面三人 现在滚 我还可以饶你们一命 闻听此言 曾家梁和金浩壤 全都面现犹疑之色 然后互相对视了一眼 他们都没想到 这个本该游进灯窟的行鱼鹤 居然如此地强横 看现在 这生龙活虎的情况 自己这点实力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因此 二人全都萌生了退意 毕竟 不管机缘再如何珍贵 都没有自己的命来的重要 可百里韶光 却面容冰冷 没有丝毫的退却之意 行鱼鹤见状苍眉竖起 寒声鹤道 百里韶光 你还不打算滚吗 百里韶光 看着满脸怒涩的行鱼鹤 嘴角渐渐扬起 露出了一丝似有似无的笑意 行前辈烧暗物躁 我只是觉得 前辈你果然神勇无双 令人佩服得紧啊 但 百里韶光话锋一转 不知道您能否再抵挡我们一击呢 什么意思啊 行鱼鹤沉声鹤道 很简单 只要行前辈能再抵挡我们一击的话 我三人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而且会阻止所有 前来惊扰你的人 你看如何 百里韶光含笑说道 听到这番话 曾家梁和金浩然眼前一亮 然后便全都看向了行鱼鹤 行鱼鹤面容古井不波 只是眼中闪过一抹光滑 然后便冷冷道 好啊 既然你们这般不死心 那老朽就再陪你们玩一会 百里韶光灿然一笑 既如此 那便得罪了 动手 话落 但见他的头发无风自起 张牙舞爪尖 好似一根根触手 而在他身前 一道道黑光 瞬间凝聚为 一只巨大的猙獰鬼头 百里绝学 路神诀 曾家梁和金浩然 全都看出了百里韶光 这一击的来历 不禁齐其一阵 因为这路神诀 可是百里家族的 不识绝学啊 见此情景 曾家梁和金浩然 互相对视一眼 然后便也催动浑身修为 纷纷用出了 自己压箱底的绝招 这一次 三道光滑汇聚一处 所形成的威压 要比上一次还要强大 所过之处 地面上的草木纷纷枯萎 俨然已经被这一击 吸干了全部生机 行渔鹤的眼中 现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但还是不动如山 双手又一次结印 然后化作猛虎下山印 直接轰出 一声唬啸震于四眼 然后便归于沉寂 而后便见两者相机之处 空间好似 都微微塌陷下去 恐怖的冲击波孕育而出 然后直接横扫了 方圆十几里面的草木 这一下 曾家梁和金浩然 终于按捺不住 直接倒飞出去 然后张口便吐出了一口鲜血 百里韶光的状态稍微好一些 但也绝不轻松 就见他往后退了十几步 娇媚的容颜之上 现出了苍白之色 再看行渔鹤 却只是又退了三步 神色依旧淡然 然后副手而立 冷冷地看着三人 现在 你们可服气了 见此情景 风魔阵中一片欢呼 尤其是行御书 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 行老爷子 天下无敌 没错 行老爷子当真厉害 众人开始纷纷喝彩 可就是在这种 近乎狂热的气氛之中 唯有薛安神情淡然 静静地看着 站于半空之中的行渔鹤 然后轻轻叹了口气 因为只有他 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行渔鹤 本身就已经游进灯窟 现在之所以 能如此神勇无敌 力战三人而不退 显然是通过秘书 或者丹药 强行催发了所有的潜力 可这么做 只有一个后果 那就是神魂俱灭 但这条路一旦踏上 就再没有回头的可能了 这也是薛安 一直没有出手的缘故 因为不管他动不动手 行渔鹤都得死 还不如临死之前 让他通过自己的方式 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次 百里韶光三人 全都说不出话来了 尤其是百里韶光 这一击 让他受伤颇重 看向行渔鹤的眼神中 也有了深深的忌惮之意 最终一咬牙 冲着行渔鹤一拱手 前辈果然厉害 晚辈佩服 走 说吧 百里韶光转身便走 至于曾家梁和金浩壤 在见到百里韶光离开后 更是忙不迭地 也转身想要离开 行渔书心中兴奋 然后一个纵身 便来到了行渔鹤进前 然后低声道 爷爷 我们 他本想说 为什么不成胜追击 将这三人都给杀了 毕竟 他们行家 跟这些贵族之间的仇恨 是无可化解的 可话还没说完 就听从天际摇摇传来了一阵 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这笑声 赫然是男生和女生 混杂在一切的 而且尖酸至极 令人听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一听到这个笑声 行渔鹤面色不由大便 而正准备离去的三人 更是为之一正 然后齐齐抬头望去 但见封魔城前 那无边无际的丛林 无风自动 无数树木开始伸展之鸭 然后齐齐弯腰扶手 好似迎接 王者归来的臣子一样 而后 便见一道足足占据了 半边天空的黑色漩涡 以恐怖的速度 往封魔镇飞来 所过之处 大地崩裂 树木折断 气焰滔天 顷刻间 漩涡便来致敬前 然后便见黑光逐渐散去 从中浮现出了一尊巨大的王座 这尊王座通体以黑色的藤蔓编构而成 繁密复杂 而且散发着极为邪恶的阴冷气息 而在王座之上 一个周身覆盖于木甲之中的男子 正端坐于上 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 气势所及 整座风魔镇 以及方圆千里的土地 都在微微颤动 城中的居民 更是早在这黑色漩涡 刚刚到进前之时 便被那股强诀威势 压得退到了远处 瑟瑟发抖地看着 行御书的面色苍白如指 因为见到这个王座 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他爷爷千叮宁万嘱咐的人 果然 只听站在半空之中的行御鹤 深吸一口气 用极为凝重的语气缓缓说道 树妖鬼王 你居然也来了 没错 来者 正是掌管着方圆数十万里疆域 威势震天 繁衍出无边无际的鬼森林的树妖鬼王 只见他一阵节节怪笑 然后才阴侧侧地说道 整片土地都是我的鬼域 我当然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道是你 行御鹤 说到这 这树妖鬼王的声音之中 引现杀意 见到本王 你难道都不害怕吗 怕 鬼王大人 老朽在此处镇守 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咱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 我为何要怕 行御鹤沉声言道 哼 老家伙 你是在跟我装糊涂吗 亦或是说 你觉得 凭你这点实力 就足以跟我叫板了 随着这个树妖鬼王的声音 但见无数藤蔓从地下涌起 在树妖鬼王的身后交织游走 犹如无数毒蛇般 死死地盯着行御鹤 以及这座风魔小镇 局势瞬间大变 而本来准备杀远而归的 曾家梁三人 眼前更是一亮 然后就见百里韶光 迫不及待地上前几步 躬身失礼 毕恭毕敬地喊道 锦国百里家族长女 百里韶光 见过鬼王大人 这位树妖鬼王 垂眸扫了一眼百里韶光 以及在他身后站着的 曾家梁和金浩壤 然后才冷冷一笑 你们锦国的人 不在自己的地盘待着 跑到我这里想干什么 身为执掌一方的赫赫强者 再加上跟锦国的疆域相隔极近 因此 平日里 锦国每年都会派使者 给他送一些礼物 各大世家 也会趁此机会 对其表现出自己应有的敬意 所以这树妖鬼王 自然也知道 锦国之中的势力构成 听到树妖鬼王的质问 曾家梁和金浩壤 就觉得头皮发麻 尽管他们都是修习的鬼教功法 但还是觉得 有一股致阴致寒致气 将自己牢牢包裹起来 好似 将自己身周的血液 都给冻结了一样 这让两人心中满是骇然 鬼王之威 居然强悍到了这般地步吗 战于前面的百里韶光 比他们两个承受的压力更大 可即便如此 他脸上的笑容依然没变 甚至更加赤裂 然后弓声说道 鬼王大人 我们来此乃是迫不得已 而且在经过您的地界之时 已经争得了这方丛林的同意 绝非擅自闯入 哼 亮你们也不敢 树妖鬼王冷哼一声 但语气已经大为放缓 其实从这三人 进入自己的领地那一刻起 他就知道了 因为如果没有他的手肯 那这三人根本就别想进来 刚刚的发怒 不过是为了显示 一下自己的威严罢了 百里韶光 又怎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当感觉身周的压力一清之后 他又上前两步 充满敬意地仰视着树妖鬼王 鬼王大人 听您刚刚的话 您似乎对这个行鱼鹤 十分地不满 呵呵 是又如何 说着 树妖鬼王颇堪玩味地 看了一眼这个百里韶光 然后淡淡道 怎么 你还想质问我为何 收留你们锦国的叛徒吗 百里韶光慌忙俯首 小语不敢 我只是 行了 不用说了 我知道你的用意 不就是想让我 帮你杀了这个行鱼鹤吗 这有何难 在我面前 他就跟土鸡娃狗一般 根本不堪一击 树妖鬼王淡淡道 行鱼叔尽管心中惊惧 可生性桀骜的他 听到树妖鬼王 居然敢这般诋毁自己的爷爷 不经见眉一束 就带发作 可就在这时 行鱼鹤的手轻轻 按住了他的肩膀 示意他不要乱动 然后在他的耳边轻声道 一会我让你跑你就跑 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千万不要回头看 你可明白 听到自己爷爷这么吩咐 行鱼叔就觉得 自己的脑袋里轰的一声 一片空白 本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事 听到了吗 不管发生了什么 都不要回头看 永远记住 你是行家子孙 行鱼鹤轻声说道 神情居然很是轻松的样子 行鱼叔的心都缩紧成了一团 茫然地看着行鱼鹤 然后点了点头 而这时 百里韶光听到树妖鬼王的话后 心中更是大喜过望 然后连连弯腰 多谢鬼王大人 我所要的 乃是这个老家伙身上的机缘 机缘 呵呵 树妖鬼王节节怪笑了几声 然后低下头 看了看百里韶光 我替你杀了他不难 但你又要怎么报答于我呢 百里韶光脸上的笑容一僵 您是说 事成之后 回去陪我十日 我就放你走 如何 百里韶光的眼中 闪过一抹金黄和怒色 可玄机他的心中 便权衡完了利弊 然后深深俯首 一切谨遵鬼王大人的吩咐 哈哈哈哈 好 那你这个忙 我帮了 树妖鬼王哈哈大笑着说吧 然后才抬起头来 看向了邢渝鹤 然后一脸玩味地说道 老家伙 本王现在再问你一次 你可知道 我为何要来杀你吗 邢渝鹤默然片刻 然后缓缓说道 是因为前两日的 那只轻面妖鬼 树妖鬼王晒然一笑 那个蠢货死了 也就死了 怎么配让我亲自跑一趟 我现在只问你一句 当初是谁杀了我的小倩 邢渝鹤浑身一震 这才恍然是怎么回事 然后苦笑着说道 鬼王大人所言 可是那天出现在 风魔阵外的那只 真仙级的女鬼吗 当然 邢渝鹤摇了摇头 正色道 鬼王大人戎饼 不管是您的小倩 还是那只妖鬼 都不是我风魔阵的人杀的 呵呵 接着说下去 树妖鬼王连连冷笑道 不管您信也好 不信也罢 这两只妖鬼 绝非我所杀 应该都是过路的强者所为 过路的强者 树妖鬼王仰天大笑 老不死的 你到现在了 还想糊弄我吗 在我的疆域 就是一只蚊子 飞过我都知道 可偏偏这两日 根本没有任何的强者飞过 行鱼鹤的面色为之大变 震恶万分地说道 怎么可能 那这两只妖鬼 是怎么死的 这我还想问你呢 老家伙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想狡辩吗 树妖鬼王怒吼了一声 藤蔓犹如受惊的蛇群 开始疯狂地扰动 行鱼鹤面色变换不定 惊声喊道 鬼王大人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 你听我解释 解释 解释就是今天你 还有这座风魔小镇上的 所有人 都得死 随着话音 就见藤蔓倾巢而出 以遮天蔽日之事 直扑行鱼鹤 行鱼鹤总觉得 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被自己给遗漏了 但情况紧急 也容不得他多想了 只能抬起手 来以极快的速度 在空中零化出一道符转 天地惶惶 四野张张 金光暴胜 寝客间便将扑来的 这漫天藤蔓 全部化为了灰烬 疏妖鬼王闷哼一声 显然也受了一丝轻伤 可当发出这志强一击之后 就见行鱼鹤脸上的血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消失 本来平整光洁的额头 也开始现出道道皱纹 乌黑的头发 更是转瞬即白 这一幕 看呆了所有人 百里韶光浑身一震 大喊一声 他果然 是在强撑 声音之中 满是傲丧 实际上 从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对行鱼鹤的状态 有所怀疑 因为如果他真的实力 强横的话 绝不会放自己三人离开 但因为行鱼鹤吞下的那枚丹药 药性伟师太过逆天 居然成功地瞒过了他们三人 并且接连力汗了两招而不退 这才让百里韶光的信心 为之动摇 最终准备离去 而束妖鬼王的出现 让百里韶光看到了曙光 所以 他才会祈求束妖鬼王 帮自己夺得机缘 他还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 毕竟 陪伴这个束妖鬼王度过十天 可不会什么美好的回忆 可万万没想到 不过一招之下 这行鱼鹤便显露了原形 这怎能不令百里韶光 感到懊恼和后悔 束妖鬼王文言 却哈哈大笑起来 他当然是在强撑 否则你以为 我真的愿意过来跟他较量吗 当初行鱼鹤刚刚来治风魔阵的时候 实力还未曾消退 尽管和束妖鬼王比起来 还差得很远 但因为道法的克制 束妖鬼王也就听之认之 不想再和他起冲突了 直到这次 自己的小妾居然死在了风魔小镇之前 这个行鱼鹤再怎么说和他无关 束妖鬼王也不会相信了 而他的眼力 可比百里韶光强得太多 一眼就看出 行鱼鹤不过是 靠着秘法正在强撑而已 所以才会顺手推舟 不但杀了仇人 还能得个美人回去玩几天 这些能镇守一方的鬼王强者 果然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啊 这些想法 在曾家梁和金浩让心中电闪而过 最终不禁感叹了一句 与此同时 就见束妖鬼王节节怪笑道 行鱼鹤 本王现在就送你上路 说着 就见地面之上的那一棵棵巨树 陡然开始变换形态 化为了一只只身披木甲的妖鬼战士 然后便冲向了行鱼鹤 这时的行鱼鹤 气势已经跌落至谷底 浑身抖落筛糠 似乎一阵风吹过 就能刮倒一样 唯有他的那双眼眸 依然明亮如初 并且充满了决然之色 然后他缓缓抬起干瘦的双手 又一次在胸前开始结印 灵 冰 斗 折 接 镇 裂 鱼 钱 随着每一道手印的结成 行鱼鹤眼中的生机便会消退一分 当九字其出 行鱼鹤的双眸已经暗淡无光 但在他的手掌之间 却孕育出了一缕 令人不敢直视的道法光滑 束妖鬼王健壮眼中 也不禁闪过一丝恍然 然后有些气急败坏的吼道 居然不惜燃烧神魂 行鱼鹤 你他妈疯了不成 行鱼鹤嘴角献出一抹解脱般的笑意 然后轻声说道 玉叔 快跑 说吧 就见行鱼鹤头也不回地 向那妖鬼洪流冲去 行鱼叔想大喊 可话到嘴边 却又声声咽回去了 一起被憋回去的 还有眼中的泪水 只见他深深地看了自己爷爷的背影一眼 就好似 要将这一幕 深深刻在自己的脑海中一样 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去 报仇 我一定要报仇 这是此刻行鱼叔心中唯一的想法 可数妖鬼王又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就放他走 只见他节节怪笑了几声 怎么 想跑 可这片疆域乃是我的地盘 你又能跑到哪里去 说着 就见数妖鬼王抬手一指 行鱼叔正在狂奔的身形 瞬间变得凝制起来 而且在他前方 树木陡然暴涨 形成了一大片绿色的屏障 拦住了去路 行鱼叔一咬牙 转身就要往另一个方向跑 但念头刚起 在他的四面八方 一道道绿色的屏障凭空而起 瞬间形成了一座绿色的牢笼 将其牢牢困在当中 不 正跟妖鬼混战的行鱼鹤 见状绝望地大喊一声 一个分神之下 一只妖鬼偷偷地潜伏到他身后 然后一拳轰出 行鱼鹤躲闪不及 犹如断线的风筝一样 直接被轰飞出老远 然后便往地下摔落 以他所处的高度 如果毫无阻碍地摔下去 当场就得成为肉泥 被困在牢笼之中的行鱼叔 目自欲裂 绝望至极的吼道 爷爷 然后转过头来 冲着树妖鬼王 以及百里韶光他们大吼道 我要杀了你们 可树妖鬼王 却根本没有理会他的喊声 因为就以行鱼叔的实力 连让他多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 吼声回荡四野 风魔小镇之中 所有的居民 全都一脸的绝望 因为现在的局势 即便是傻子 也能看得出来怎么回事 行老爷子拜了 拜得很惨 生死未知 行鱼叔被困于牢笼之中 什么都做不了 那么 接下来等待这座风魔小镇的 就只有灭亡这一个结果了 生于这片乱世 风魔小镇的居民 对于这个结果并不陌生 因为那些消影于丛林之中的古镇小城 简直多如牛毛 而每一个结果 都是一个字 死 本来风魔镇也不例外 但自从行家爷孙来后 便给了这些居民一丝希望 一丝活下去的希望 可等到今天 这丝希望也破灭了 这种如现泥沼的绝望 令所有居民的脸上 都现出了麻木之色 小孩子们虽然懂得不多 但被大人们的气势感染 也都低下了头 有些甚至开始小声唾气起来 唯有小蕊 他尽管也十分地害怕 但最后的一个念头 居然是想起了薛安 不知道大哥哥怎么样了 其实他只要不在 这小镇之上投诉 就可以不死的 不知道他会不会害怕呢 小蕊心中满是黯然地想着 偷偷转头看向了刚刚薛安所站的位置 但出乎意料 那里空无一人 小蕊一愣 怎么回事 大哥哥去哪了 而就在这时 当见到行鱼鹤被轰飞出去后 百里韶光心中一喜 然后便迫不及待地飞身而起 想去抢夺机缘 可他的身形刚然一动 忽然觉得 有人在他的肩膀上按了一下 直接将他生生按回了地面 并传来了一个清冷的声音 别动 百里韶光浑身汗毛直竖 毫不犹豫地便发动了反击 并且冷声质问 是谁 可惜 不管是他的反击还是质问 根本就没有人回应 而与此同时 就见本来自半空之中 直直跌落下来的行鱼鹤 下坠的速度突然放缓下来 最终漂浮在了半空之中 而在虚空之前 一个身影则在缓缓浮现 一个身着白衣 见眉心目的少年 地下的小蕊健壮 渐渐张大了嘴巴 满眼的难以置信之色 因为出现于虚空之中的那道身影 正是他的大哥哥 薛安 与此同时 他的出现 更是令全场所有人为之愕然 尤其是困于牢笼之中的行鱼书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宁宁 拟了半天 他也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薛安冲他微微一笑 别说话 静静地看着就好 行鱼书满脸震骇地呆望着 这时 就见薛安缓缓抬眸 冲着远处的树妖鬼王笑了笑 以草木之深入鬼道 你也算是另辟蹊径了 树妖鬼王死死盯着薛安 眼中光滑闪烁不定 因为他忽然发现 自己居然看不透 这个看上去清秀的 如同女子般的少年 因为他从薛安身上 感受不到任何气势 平平常常地 就好似一个凡人相似 可问题是 有凡人能力于虚空之中 面对自己侃侃而谈吗 树妖鬼王心中 正在惊疑不定 地面之上的百里韶光 则先是一愣 然后抬手指着薛安 又惊又惧地说道 刚刚是你 薛安点了点头 是我呀 怎么了 百里韶光面色阴沉 但旋即便冷静下来 然后冷笑道 好本事 居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出现在我身边 薛安摇了摇头 淡淡道 你说错了 并不是我本事好 而是你实力太差 百里韶光瞬间瞪圆了眼睛 从小到大 还从未有人敢说 自己实力差的 因此 他忍不住怒吼道 小子 你 后面的话没有说完 因为 在他勃然大怒的时候 薛安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而后百里韶光便傻在了原地 浑身开始瑟瑟发抖 因为他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目光 要知道 身为鬼教中人 他见过无数的厉鬼妖王 但不管是如何厉害凶蛮的强者 都不如薛安现在的这一个眼神可怕 那是一种近乎极致的平静 仿佛一片浩瀚的大海一样 但在这种平静的表面之下 却孕育着令人胆寒的无上之尊 就好似一尊俯瞰万古的神明 令人只想顶礼膜拜 而生不出丝毫的抵抗之心 一个眼神 百里韶光便溃不成君 陷入了重重幻境之中 当然 这一切外人根本不得而知 人们只看到薛安轻描淡写地 撇了这个百里韶光一样 然后他就站在原地 瑟瑟发抖起来 而后薛安方才缓缓抬眸 似笑非笑地看着这尊树妖鬼王 淡淡道 你刚刚不是问谁杀了你的小妾了吗 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 是我杀的 一言即出 这尊树妖鬼王面色一变 冷哼一声 刚要说话 薛安笑着摆了摆手 不要那么激动 因为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 只是想让你待会死的稍微明白一点而已 怎么样 是不是很开心 哄 这番话 犹如捅了马蜂窝一样 令全场都为之哗然 直到这时候 这群小镇居民 方才如梦初醒 然后看着半空之中 独自面对树妖鬼王的薛安 不禁一阵的骚动 我的天 这不是那位薛小先生吗 他怎么突然跑到天上去脸 有一名老头 惊讶万分地说道 是啊 这位薛小先生 胆子也太大了吧 有人更是震恶地说道 这可怎么办 这位薛小先生 未免也太鲁莽了吧 有人满脸惋惜地说道 和鼓噪的人群不同 小蕊以及众多小孩子 全都一脸崇拜地 看着天空上的薛安 尤其是小蕊 只见他的拳头攥得紧紧的 眼中满是西纪 他坚信 大哥哥一定能够灭掉这些坏人 因为在他看来 世界上就没有能难倒大哥哥的事情 而更为惊恶地 还要鼠背 困在牢笼之中的行御书 他呆呆地看着薛安 耳畔似乎还回想着他 刚刚对树妖鬼王说的那番话 神什么意思 难倒说他打算以一己之力 灭掉这个树妖鬼王 这个念头刚一升起 行御书自己都觉得荒谬 因为这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果然 就见树妖鬼王也在愣证了片刻之后 节节怪笑起来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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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妖鬼王一连说了三个很好 然后才用责任而视的目光 死死盯着薛安 你既然敢承认是你杀的 那就好办 至于你说 让我死得明白一点 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呢 薛安微笑摇头 不用了 因为我一般不跟死人客气 树妖鬼王的眼中 现出一抹冷然之色 他不是傻瓜 恰恰相反 能在这片厮杀之地成为执掌一方的豪强 他的头脑要比一般人清醒得多 这个薛安处处都透露着古怪 没有丝毫的气势波动 却给人一种冤庭越智的感觉 这就说明他绝非一般人 再加上自己的小妾 好歹也是真仙级的强者 居然也隐名于他的手中 这就更加说明 此人实力应该很是不错 所以 树妖鬼王一点都没有轻敌 小子 这番话 正好也代表了我的看法 给我 死 这树妖鬼王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便是至强杀招 但见方圆千里之内 所有丛林瞬间枯萎 万数化魔 净化世间 随着树妖鬼王的这一声幕后 但见无数黑光 疯狂涌到了树妖鬼王的面前 然后在一个阵战之后 瞬间化身为 身着黑色甲皱的冰疆 数量之多 乃至于将整片天空都给遮蔽 这等威势 足以令天地色变 风魔阵的居民面如土色 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有些胆小的 更是直接跌坐余地 根本站不起来了 树妖鬼王哈哈大笑 给我杀光他们 说着 他抬手一指 但见无数黑光兵 将变化作黑色的潮水 直接扑了过去 见到这一幕 牢笼之中的行御书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现在的他自然也明白 薛安肯定不是个普通人 但就算他再厉害 又能怎样 面对着漫天的鬼兵 就是剑仙 也得屠呼奈何 所以他也只能闭上眼睛 不忍心看承在了自己 大半少年时光的 风魔小镇覆灭的瞬间 可就在这时 但见薛安立于空中 看着这无尽的鬼兵 汹涌而来 忽然笑了笑 然后转过头来 冲着小镇之中喊道 小蕊帮我一个忙 声音清冷 却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所有人全都一愣 不明白薛安这是要干什么 小蕊更是一惊 然后有些色缩地站起身来 大哥哥 怎么了 薛安笑了笑 然后淡淡道 我之前不是教你画画来吗 现在你便帮我画个东西 画个什么 小蕊惊愕地问道 就在这时 但见薛安抬手一指 一缕剑芒 便飞入小蕊的头顶 直接将其带飞入空中 来至了城门之前 而后薛安淡淡道 我之前说过 城门上这条龙不能点睛 否则就会飞走 你们不相信 那现在 我便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叫画龙点睛 说吧 薛安随手扔过去一根笔 然后对着小蕊微微一笑 小蕊 画龙的眼睛 小蕊浑身都在颤抖 他确实曾经跟着薛安学过画画 但那只是出于小孩子的好玩天性而已 根本不曾想到 会有今天这样的事 要知道 现如今自己的娘亲 乃至所有的小镇 居民可都在下面看着呢 而远处 更是有无数的鬼兵将至 这样的局面 自然让这个不过十来岁的小姑娘 瑟瑟发抖 机不能言 大大哥哥 我 薛安冲着他微微一笑 画吧 发挥你的想象力 相信自己 你能行的 不知怎变 当看到薛安的笑容之后 小蕊忽然不那么慌了 然后深吸一口气 郑重地冲着薛安一点头 转过头去 举笔便开始描画 他紧紧跟着 薛安学了半天的绘画 水平自然是惨不忍睹 而且速度很慢 而远处 就是狂涌而来的鬼兵浪潮 这种情形 令全场的气氛 变得无比压抑 刑御书也已睁开眼睛 呆呆看着 但眼中却满是悲凉 因为他觉得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就算这条龙 真如薛安所说 可以活过来 可一个小孩子 涂鸦出来的眼睛 又能有什么威力 不光他这么想 几乎全场 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可薛安却笑眯眯地看着 一点都不着急 一个呼吸 两个呼吸 眼见的那些鬼兵越来越近 甚至站在小镇之中 已经可以清楚地 看到这些鬼兵眼中 燃烧着的鬼火 可小蕊的眼睛 却还是没有画完 感受到周围 那无比压抑的空气 他不禁开始紧张 大哥哥 薛安笑了笑 柔声道 别怕 接着画 小蕊深吸一口气 瞬间抛开所有的念头 小脸 之上满是肃然 然后抬起手来 补上了最后一笔 不得不说 小蕊花的眼睛很难看 可就在这最后一笔补上之后 这条巨龙 却突然像是 有了神采一样 眼中突然现出了道道光滑 小蕊捂住自己的嘴巴 看傻了 其实不光是他 所有的人 几乎都已经看傻了 因为就在此刻 天地之间忽然开始阵战 一道强悍气机 开始浮现 而后便见城门之上的巨龙 灵甲开始一片片地巨线 紧接着 就是那庞大的身躯 巨爪 尾巴 当巨大的头颅 最终也从城门之上探出之后 只听一声龙吟 响彻四眼 声波锁过之处 这些已经冲至近前的鬼兵 连挣扎都做不到 便齐齐炸裂开来 化为虚无 这便是 一声龙吟震九霄 这这怎么可能 行御书的眼睛睁到最大 近乎身影般地呢喃道 此时此刻 不光是他 全场所有人都已经看傻了 小蕊呆呆地看着 大脑之中一片空白 这这就是刚刚被自己画上 眼睛的那条巨龙吗 与此同时 就见 这条巨龙腾空而起 在空中梳展开庞大的身躯 围绕着这些遮天蔽日的鬼兵 便是一个绞杀 哄 只听一声巨响 刚刚还气势汹汹的鬼兵 便全部化为了虚无 顷刻间 天地之间恢复了清明 此等威势 足以令人为之胆寒 至少数妖鬼王 便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 然后便惊声尖叫起来 你到底是谁 薛安微微一笑 现在才想起问这个问题 不觉得太晚了吗 你 数妖鬼王神色一变 凭你 还没资格知道我是谁 薛安淡淡说罢 抬手一指 灭了他 指尖所向 便是这条巨龙前进的方向 指尖这条巨龙 又发出了一声龙吟 然后便舞动身躯 狂扑而至 所过之处 狂风阵阵 威势惊人 数妖鬼王又惊又怒 惊得是 这个白衣少年到底何方神圣 居然有这般逆天的手段 怒的则是他言语中对自己的轻蔑 要知道 身为执掌一方的鬼王 可是从来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的 故弄玄虚 今天本王就让你明白明白 什么才叫力量 数妖鬼王怒吼一声 然后就见在他身周的虚空之中 陡然伸展出无数藤蔓 圆圆不断地汇入 数妖鬼王的身体之中 而数妖鬼王的身躯 也随之开始飙涨起来 几乎是眨眼之间 他便化身为一尊高有百丈的木甲巨人 呼 数妖鬼王长出一口气 气流所致 令天地间刮起了一阵狂风 与此同时 这条巨龙 也已冲至近前 数妖鬼王怪笑一声 抬起粗壮无比的手臂 对着巨龙 便轰出了一拳 碰 一声巨响之后 但见这条巨龙 被一方巨大无比的拳头压制住 再也无法存进 净 全场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 屏住了呼吸 等待着接下来的结果 咔 随着一声细不可查的脆响 一条裂纹便出现在巨龙的头顶之上 而后迅速伸展蔓延 不过一个呼吸的光景 这条巨龙的身躯上 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缝 然后发出了一声悲鸣 砰得一声炸裂开来 化为纯粹的灵力 消失不见 随着这条巨龙一同炸裂的 还有所有小镇居民 心中刚刚升起的那一丝希望 与此同时 只听一阵大笑之声传来 束妖鬼王开始得意的狂笑 我还以为有多了不起呢 如果你真能召唤真龙将士 那我自然甘拜下风 可区区一条用灵力凝聚而成的假龙 障眼法一样的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束妖鬼王一边说着 心中的一块巨石也随之落了地 刚刚他确实被害得不轻 但现在看来 这条巨龙虽然形神俱备 但不过是一条用秘书凝聚出来的假龙罢了 对于其他人而言 可能很厉害 所以也能剿灭那些鬼兵 但对于束妖鬼王这种强者而言 却完全不够看 听到束妖鬼王叫嚣 所有人的面色都变得苍白起来 眼中更满是绝望之色 行御书死死握住构成牢笼的藤蔓 手已经被刺的鲜血淋漓都恍若未绝 只是痴痴地看着远处 衣昧飘飘的薛安 心渐渐地沉入深渊 果然还是不行吗 行御书忽然有一种大哭的冲动 绝望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给了你希望 然后又生生地将其剥夺 地面之上的曾家梁和惊耗嚷 则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脸上的轻松之色 尽管波折重重 但好在结果还是一样的 唯有百里韶光 依然陷于刚刚续安的那个眼神之中 抖落筛糠 不能自拔 小子 你的手段不错 如果不是因为你太过嚣张 居然杀了 我最喜爱的小妾 我甚至是 可以放过你的 可惜 现在我就只能送你上路了 树妖鬼王故作惋惜地说着 然后压抑不住地怪笑起来 临死之前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质问之下 无数人将目光投向了 站于虚空之中的薛安 小蕊的心 更是纠紧成了一团 呆呆地看着薛安的背影 心中默默地想到 大哥哥这次 还能化险为夷吗 估计很难了吧 想到这 小蕊的眼中 渐渐蓄满了泪水 可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轻笑之声 传遍四方 借用本体来转移力量 从而对抗这一击吗 倒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算了 既然如此 那就稍微认真一些地对付你吧 声音不大 但听在众人的耳朵里 却不亚于雷击 树妖鬼王更是一正 然后便忍不住吃笑出声 稍微认真一些 你在说什么笑话 莫不是被吓傻了吧 哈哈哈 树妖鬼王又一次大笑起来 一边笑 巨大的手臂一边砸落下来 大哥哥 小心 小蕊惊叫一声 忍不住提醒道 却没想到 薛安居然在这个时候 转过头来 冲着他微微一笑 多谢 说完 便见薛安抬拳 跨步 轰出 这一拳是那么的普普通通 甚至连气势都没有半点 乍看上去 就跟嬉戏玩耍的孩童一样 可就是这样轻描淡写的一拳 却在跟树妖鬼王轰来的 这条巨大手臂 触碰在一起时 震出了一朵 犹如蘑菇云般的巨大冲击波 天地在此刻都进阶失声 只余下了对峙中的薛安 和这位树妖鬼王 一片静默中 树妖鬼王的眼睛逐渐瞪圆 难以置信地看着薛安 眼神之中 渐渐浮现出无比浓重的惊骇之色 然后嘴唇颤动 似乎打算说些什么 可已经没有机会了 因为就在此刻 在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之中 从树妖鬼王的手臂开始 他的身躯 开始接连不断地爆裂开来 顷刻之间 就见树妖鬼王惊惧 已急得大吼一声 然后便直接在半空之中 炸裂开来 目屑飞剑间 薛安默然而立 然后摇了摇头 还不够 说着 薛安便又一次跆拳 轰出 权威所及 这一整片无垠的丛林 齐齐阵战 然后便接连不断地开始爆裂 最终化为灰烬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 因为此刻 曾覆盖了整片大地的丛林 已经进阶消失 露出了下面那阴暗潮湿的土地 死死了 正当这个念头 在所有人的脑海之中盘旋之时 只听一声震天的惨嚎 从极远之处传来 然后 人们便看到了一幕奇景 但见在遥远的天际 一道红光直冲苍穹 并接连不断地传来爆响之声 饶命 一声求饶的惨嚎 跨越万里 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行御书牙关打战 浑身站立 因为他听出了这个声音 树妖鬼王 是他在求饶 那么 那道红光 很多人突然明白了什么 而立于虚空之中的薛安健壮 却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缓缓收回拳头 淡淡道 我还以为你能撑过我两拳呢 可惜还是不惊奏 因为在薛安的这一拳之下 不光是覆盖了整片大地的丛林被烘碎 就连位于江域正中 那株高耸入云的巨树 也随之开始崩育 而这棵巨树 正是树妖鬼王的本体 身为以草木之深入轨道的存在 这尊树妖鬼王 在理论上说 可以说是不死的 因为经过这几千年的经营 它的树根 已经覆盖了整片大陆 那些生长而出的丛林 实际上就是由它的树根孕育出来的 可以这么说 这看似广袤无垠的灵海 其实都是它这一棵树繁育而出 在这种近乎恐怖的生机 加持之下 这树妖鬼王 实力可能比不上那些强大的鬼王 但却拥有了几乎不死的身躯 只要你伤不到它的根本 就根本无法彻底铲除它 这也是这尊树妖鬼王 如此有恃无恐 敢于肆意横行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 在被薛安的第一拳 轰碎了身躯之后 这尊树妖鬼王 几乎瞬间便回转到了本体之上 当时的它 心中满是庆幸 甚至还对薛安充满了憎恨 准备着待会在泽姬找薛安的麻烦 可这个念头 只不过刚刚升起 薛安第二拳的权威便已经到了 繁育的丛林被毁 虽然让树妖鬼王受伤颇重 却没有伤及根本 可当权威集体之后 树妖鬼王终于惊恐无比地发现 自己居然根本无法抵御这一拳的力量 那坚如神兵的树干 在这股力量之下 比豆腐强不了多少 几乎是瞬间便开始崩碎 粗壮无比的树枝 更是随之疯狂摇摆 然后轰隆隆跌落下来 这种本体被毁的剧痛 令树妖鬼王终于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可他刚刚喊出了一声饶命 粗壮无比的树干 便咔嚓嚓破碎开来 然后如大厦江青般跌落余地 瞬息间 他便受了重伤 而在神魂破损之下 更是迸射出了道道红光 乃至于将天穷都给硬亮了 这一切 封魔阵前的所有人尽管没有亲眼看到 但那震荡不休的天地契机 却告诉了他们正在发生着什么 本来以为一切完结的曾家梁和金浩壤 吓得面无人色 抖落筛康 树妖鬼王是什么存在 那是连景国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强者 结果却被这个白衣少年一拳轰成了碎渣 这怎能不令这两人感到惊慌 反倒是刚刚还经济不已的百里烧光 这时候逐渐恢复了清醒 就在这时 只见在薛安的身前 一道极为稀薄的虚影开始浮现 然后便跪在虚空之中 冲着薛安疯狂叩手 众人见状全都默然 跪下之人 自然便是刚刚还耀武扬威的那位树妖鬼王 只不过现在的他 可谓凄惨至极 不但威势全无 甚至连这缕神魂也越发地稀薄起来 薛安静静地看着这个跪在自己脚下的虚像 淡淡一笑 临死之前 你还有什么想说 树妖鬼王的虚像一阵波动 然后便用微弱至极的声音疯狂呐喊道 大人饶命 我不知大人神威多有冒犯 还请恕罪 只求您饶我一命 薛安笑着摇了摇头 真是没点创意啊 我还以为你想说什么 至于饶你一命 薛安笑容渐冷 你觉得可能吗 树妖鬼王浑身一阵 虚像震荡 险些就此 魂飞魄散 大人 我愿投靠于您 我有无数财宝 都可以奉献于您 我 薛安却懒得再继续听下去了 只见他缓缓深吸一口气 然后猛然吐出 呼 一道狂风袭过 这位树妖鬼王惨叫一声 本就脆弱至极的神魂 便被吹散开来 消失于天地之间 与此同时 所有人就觉得 曾凌驾于这片土地之上的某个存在 突然崩解 瞬息间 就连呼吸都变得顺畅了许多 但薛安却没有就此停手 只见他俯瞰大地 淡淡道 树根藏于地下 就以为我看不到了吗 说着 薛安犹如一颗 炮弹般直直落地 哄 大地震动 而后以薛安的脚下为中心 一道道裂纹陡然浮现 呈放射状 疯狂地扩散开来 顷刻之间 整片大地便分崩离析 而藏于厚土之下的所有树根 更是被这一脚之力 直接震为积粉 彻底断绝了 树妖鬼王的所有生机 人们全都傻了眼 呆呆地看着 就在这时 行御鹤的身躯 缓缓落于地上 而本来束缚住行御书的那道牢笼 也随之破碎开来 当他重获自由之后 立马便催动身形 来到了依然生死不知的行御鹤进前 爷爷 行御书眼泪止不住地滑落 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 抬起头来用无限袭击的目光 看着薛安 薛大人 求求你救救我爷爷 之前都是我不对 我给您道歉 说着 行御书扑通一下 就跪在了地上 薛安目光悲悯地看了这行御书一眼 你爷爷生机断绝 谁也就不了了 现在的他 只是全凭一股信念在支撑而已 行御书闻言 整个人便僵在了原地 薛安摇了摇头 抬手一指 一道光滑 便飞入了行御鹤的眉心之中 片刻之后 行御鹤哼了一声 缓缓睁开了双眸 但此刻 他的眼睛暗淡至极 甚至可以用灰败空洞来形容 直到过了片刻 当他看到站在面前的薛安之后 他的眼中 才渐渐现出了一丝光亮 然后像是多了一些明雾一样 无比恭敬地轻声说道 见过前辈 不必了 薛安语气淡然地说道 实际上 若不是薛安在大战之时 特意奋出一缕神念 护住了行御鹤 他早就已经魂飞魄散了 哪里还有醒过来说话的机会 也因此 这个行御鹤 虽然处在目不能视 口不能言的半昏迷状态 却可以清晰地感知到周围的一切 所以 刚刚发生的一切 行御鹤都知道 当他看到薛安 让一个小姑娘画龙点睛 结果真的凝聚出一条巨龙之时 险些吓得神魂破灭 要知道 之前薛安在城门之上作画的时候 他也是亲眼所见的 当时行御叔还曾问过他 真的有可以让画活过来的秘书吗 行御鹤当然是摇头否认 可没想到 却被事实无情地打脸 但行御鹤却没有丝毫沮丧 反而振奋不已 因为身为道家传人 他当然可以看出 这条巨龙身上所蕴含的气息 那是一种恍然大气的道家气息 远胜于己 他当时就明白 这个薛安绝对是一名道法高深的高人 可谈自己之前 居然有眼不识泰山 所以 当他醒来之后 第一句话 就是尊称薛安为前辈 毕竟 打者为师 薛安的实力摆在那 自己叫一声前辈乃是理所应当 薛安对此却不置可否 只是淡淡道 有什么话尽快说吧 你的神魂已经彻底枯竭 我只是用秘术替你维持一下 时间一到 你不要魂飞魄散了 薛安尽管可以让行于鹤醒过来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因为这行于鹤先是身重其毒 在漫长的时光中 已经耗干了他所有的精力 又接连大战 并强行透支神魂之力 说实话 要不是薛安神念如海 他连这段时间都撑不过去 但闻听此言 行于鹤还是忍不住悲鸣一声 险些晕倒在地 反倒是行于鹤表现得很是平静 苍梅一扬 轻声道 于鹤 我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 行于鹤这才渐渐止住悲声 但还是低下了头 无声地啜泣着 行于鹤的眼眶也有些发酸 但还是深吸一口气 转过头来恭敬地看着薛安 前辈 您之前所用的画龙点睛 可是道法之术 薛安点了点头 是 说到这 薛安顿了顿 然后叹了口气道 可惜 现在实力还没完全恢复 不然就直接抓条真龙过来了 那样也就省得 我费事了 薛安的言语之中 满是惋惜 行于鹤却陷入了茫然之中 真龙还直接抓条过来 但很快 他便恢复了清醒 然后态度变得更为恭敬 能见识到前辈的这等道数 我死也无憾了 说到这 行于鹤艰难地爬起身来 摇摇晃晃地冲着薛安一跪 薛安微微一扬眉 却并未躲闪 怎么 行于鹤深吸一口气 前辈 我已命不久矣 但临死之前 我想求前辈一件事 说吧 薛安淡淡道 前辈 实不相瞒 我乃是道家七洞天之一的玉顶阁门下弟子 薛安不置可否 静静地听着 行于鹤显然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 说话的速度也加快了许多 百年之前 我因天子所现 只不于外门弟子的身份 最终下山回归故里景国 开始的时候相安无事 我也想着做出一番事业 保一方平安的 可没想到 这景国朝野昏庸 就在十几年前 居然因为想要长生 便集体投靠了鬼教 我行家世代为景国护法 和鬼教乃是正邪不两立的死对头 自然不肯答应 结果 行于鹤的言语之中 有些颤抖 结果这景国的各方权势 居然偷袭我行家 令我行家满门上下几乎死绝 唯独我带着御叔拼死逃出 可也身受重伤 接下来我就躲藏在这座风魔小镇之中 苟且偷生 只想等御叔成人之后 待他重返师门 继承我的道员 光复我行家 那样的话 我就算死也瞑目了 可看现在的情况 这些事 我自然是无法完成了 所以 这时 行于鹤的声音 已经开始虚浮不定 脸色更是白得近乎透明 但还是无比坚定地看向薛安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希望前辈能送御叔回我的师门 继承我留下的道员 前辈若能答应 于鹤感激涕零 说着 行于鹤艰难地扣手于地 行于叔已然哭成了一个泪人 也跟着自己的爷爷跪倒在地 薛安静静地看着这个已经油尽灯枯的老者 过了半晌 脸上浮现出一抹炭碗之色 然后点了点头 好 我答应你 文婷此言 行于鹤浑身一震 喜极而泣 多谢前辈 说吧 连连扣手不已 薛安摆了摆手 不必了 实际上 就算行于鹤不说 薛安也准备去一趟他的尸门 毕竟 行于鹤所修炼的 可是正统的华族倒数 那他的尸门 显然跟华族是有渊源的 薛安自然想查清这些事 这时 行于鹤的手臂之上 开始渐渐浮现出裂纹 并开始往下掉落碎片 爷爷 行于叔尖叫一声 行于鹤却好似放下了千斤重担一样 抬起头来 可这时的他 双眸已经化为虚无 只留下了两个黑洞洞的眼眶 尽管如此 他还是用虚弱至极的声音说道 玉叔 扶我对准西北方向 行于叔哽咽着 上前扶着行于鹤 对准了西北方 然后便见行于鹤 恭恭敬敬地冲着西北方三叩手 然后轻声道 不孝徒行于鹤 再次叩手 弟子这一生 不曾辱没了师门荣光 我无悔 当最后一个字说完 就见行于鹤脸上浮现出一丝解脱般的笑意 然后他的整个身躯便破碎开来 化为了鸡粉 随风而去 爷爷 一路走好 行于叔连连叩手 乌叶地哭着 与此同时 就见封魔镇上所有的居民 亦是齐齐跪倒在地 行老爷子 一路走好 行于鹤曾忽悠小镇十年 现在他走了 小镇的人自然要送他最后一程 震天的哭声之中 玄于城门旁 本来鲜红如血的斩魂灯 就如褪色一般 于瞬息间化为了雪白 薛安静静地看着这两盏白色的斩魂灯 直到过了一会 方才收回目光 对于行于鹤 他是比较尊敬的 毕竟 不管在什么时候 能够秉持自己心中的信念 并坚持到底的人 都是值得尊敬的 更何况 他还庇佑了这座小镇 达十几年之久 并且从未向势力远胜于他的妖鬼低头 从这一点来说 他足够资格被尊称一声真人 当然 这个真人并非修炼境界之中的那个真人 而是道家之中 对于道心坚定 道法高深之人的尊称 想到这 薛安不禁对行于鹤的尸门 越发地感兴趣 道家气洞天 玉顶阁 听起来 似乎都很有意思啊 薛安心中思量 而行于书等人 则跪在地上 哭得死去活来 就在这种纷乱的情形之下 曾家梁还有惊耗嚷 以及刚刚恢复清醒 面色依然十分苍白的百里韶光 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便不约而同地 开始挪动脚步 小心翼翼地往远处走去 整个过程是很缓慢的 并且没有发出丝毫的声响 对于他们三个人来说 只要能脱离开一定的范围 那么他们就有信心逃出升天 可就在他们刚刚挪出几百步远 眼看就能接近自己心中目标的时候 就听薛安轻叹一声 你觉得你们三个还能走得了吗 这三人全都一击灵 然后便十分僵硬地转过身来 脸上堆满了强笑 大大人 我们只是 说话的 正是刚刚被薛安一个眼神 震碎所有信心的百里韶光 只见他的目光之中满是深深的敬畏之色 薛安却根本懒得去听 随手一摆 打断了他的话 然后淡淡道 还是说 你们认为我会放过你们三个呢 即便是傻子 都能听出这番话中所蕴含的彻骨含义 更何况 三人不是傻子 恰恰相反 还都是搅弄风云的一方俊杰 所以 在听到薛安的这番话后 不禁浑身一震 然后脸上全都现出了惊慌之色 对于薛安 他们一无所知 但这个白衣少年 刚刚所表现出的实力 已经超出了他们所能想象的范畴 要知道 如树妖鬼王这样的存在 都是他们只能仰视的 可结果 却在薛安的两拳之下 化为了飞灰 这等实力上的碾压 令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喘 只能满脸绝望地看着薛安 蹊跡于 他能手下留情 饶自己一命 薛安已经见惯了这种目光 甚至都已经有些免疫了 因此 他只是笑了笑 然后便轻描淡写地说道 你们都是锦国中人 是 我们三个都是锦国贵族 曾家梁老老实实地回答 薛安目光微微一闪 那刚刚行鱼鹤所说的那个鬼叫 又是怎么回事 如果说刚刚三人 只是充满了惶恐和绝望的话 那现在简直都要哭出来了 鬼鬼叫 乃是我们锦国最新创立的国叫 但这件事 和我们真的没有关系 我们也只是听闻说 这位行老爷子身上有无上机缘 因此才会起了贪念 想要过来抢夺的 求大人恕罪啊 这时候 反倒是家中经商出身的金浩阳 表现得最为镇定 连求饶都很是条理清晰 薛安对此却不置可否 而是轻声呢喃道 鬼叫 国叫 呵呵 薛安脸上的笑容渐冷 然后抬眸看着静若寒蝉的三个人 淡淡道 说吧 你们打算怎么死 言语所指 薛安身上的气势陡然一声 三人闷哼一声 便不堪重负地跪倒在地 然后惶恐不安地喊道 大人 我们愿意当牛做马 只求您饶命啊 没错 只要大人能饶过我们 让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愿意 曾家梁和金浩阳 开始争先恐后地求饶 唯有百里韶光 浑身颤抖 眼神惊恐 已经说不出话来 薛安文言 却是微微一扬眉 然后饶有兴致地说道 哦 只要我放过你们 你们做什么都愿意 是是是 只要大人 您愿意放我们走 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一见薛安语气松动 曾家梁和金浩阳 更是忙不迭地喊道 薛安嘴角渐渐浮现出一抹笑意 那好 说起来 你们也醉不至死 那我就不杀你们了 一听这话 曾家梁和金浩阳 暗暗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无比惊喜地喊道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饶命 薛安摇了摇头 先别那么急着谢我 我虽然饶你们不死了 但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活罪 这个字眼 令曾家梁二人 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脸上的表情 更是极为惶恐 大大人 什么是活罪 金浩阳艰难地问道 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似笑非笑道 什么是活罪吗 你很快就知道了 说着 一道磅礴无比的神念 便扩展开来 直接将这两人笼罩其中 展插光景之中 光滑逐渐散去 再看这时的 曾家梁和金浩阳 满脸的茫然和空洞之色 呆呆地跪在那 好似两尊石化的雕像一样 见到这一幕 百里韶光终于开始 控制不住地颤抖 再看薛安的眼神 更是未如蛇蝎一般 薛安淡淡道 你看出我在做什么 百里韶光点了点头 然后用惊恐无比的语气说道 你你把他们两个的灵魂改造了 薛安微微一震 用灵魂改造来形容神念喜恋 倒也贴切 你见过 薛安微微一扬眉 淡淡问道 百里韶光迟一片刻 然后才站立不已地说道 鬼叫的大人们 有时候就会用这种手段 来控制手下 薛安眼中闪过一抹 微不可查的寒芒 但旋即便恢复了正常 然后语气淡漠道 知道我为什么 没有将你的灵魂改造吗 百里韶光浑身一颤 摇头不知 薛安笑了笑 因为在你身上 有人留下了诱饵 若是直接洗练 对方很快就会知道 百里韶光面现茫然之色 他哪里知道这些 可薛安这时 却面带一丝 鸡翘之色地摇了摇头 可惜 就凭这点水平 便想设下圈套 还是太知能了些 说着 薛安眼中光滑璀璨 一道强悍神念不由分说 直接侵入了 百里韶光的石海之中 然后极为自然地 从那道封印之中渗透而过 在寝刻间 便将其洗练完毕 从始至终 那道封印都一无所决 等洗练完成之后 三人从茫然中逐渐恢复过来 等终于恢复清醒之后 不由就是一阵 然后便朝着薛安齐齐攻身 见过大人 这次的语气之中 没有了惶恐和畏惧 有的只是无限的尊敬 回去后 记得怎么做吗 是 我等明白 薛安摆了摆手 那好 走吧 三人 这才毕恭毕敬地离开往后退去 一直到离开了百步之远 方才飞升而起 消失在天际 一切是了结完毕 薛安转过头 来看向了封魔小镇的居民 目光所过之处 众人无不畏惧俯首 根本不敢直视 薛安按叹一声 对这个结果 却是早有预料 但就在这时 人群之中的小蕊 暗自一咬牙 终于鼓足勇气 慢慢地走上前来 然后仰起头来 用带着一丝颤抖的声音说道 大大哥哥 谢谢你救了我们 薛安看着这个眼中 满是不安和怯弱 却又表现得十分勇敢的小姑娘 嘴角渐渐扬起 然后伸出手来 轻轻抚摸了一下她的脑袋 不用客气 可能是被薛安现在的态度所鼓舞 小蕊的娘亲 有些迟疑地走上前来 先冲着薛安谄媚的一笑 然后低下头 小声斥责道 以后不能叫大哥哥了 要叫大人 听到了吗 小蕊似懂非懂 薛安却哑然失笑 好了 她能继续叫我大哥哥 我很欢喜 见到薛安这个态度 小蕊终于开心起来 而她的娘亲 也是微微一愣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那那就好 人死了 但日子还得接着过 尤其现在有了薛安这样的大靠山 整个风魔阵上上下下 都洋溢着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 唯独行御书 犹如傻了一样 也不说话 就是呆呆地 坐在那流眼泪 风魔阵的人也不敢劝 只能将希望寄托到了薛安身上 薛安叹了口气 然后便让人将行御贺留下的遗物 全都整理在一起 在小镇的城墙下 立了一个小小的衣冠中 当看到墓碑之上写着的名字之后 刑御书眼中的茫然之色渐渐退去 最终哇的一声便吐出了一口鲜血 扑倒在地 不省人事 众人全都一惊 唯有薛安轻叹一声 好了 这口鲜血吐出来 也就证明 他闯过去了 果然 等到刑御书再次行转之后 脸上再也没有了半点的悲痛之色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寒意和冷漠 令人看了便有些发毛 这种改变意味着 之前那个少年热血的刑御书 已经在一夜之间死去 现在站在众人面前的 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而等刑御书 在自己爷爷的衣冠肿前守灵三天之后 见到薛安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什么时候走 薛安笑了笑 你很着急 刑御书毫不犹豫地点头 是 我很着急 因为我要完成爷爷的嘱托 继承机缘 灭掉仇敌 光要行驾 刑御书机械地说着 眼中犹如一潭死水 古井不波 薛安静静地看着他 直到过了片刻 方才点了点头 好 那我们急日便动身 薛安他们要走的消息 迅速传遍了整个小镇 当第二天他们两人出门的时候 大街之上已经站满了人 小蕊泪流满脸地 站在队伍最前面 当见到薛安之后 他有些哽咽地说道 大哥哥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薛安笑了笑 放心吧 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小蕊恋恋不舍 但其他的人 确实一脸忧色 毕竟 等薛安和刑御书走后 这小镇就彻底成为 一座空城了 虽然说树妖鬼王 已经被薛安铲除 可谁能保证 不会出现第二个鬼王呢 到时候 这个小镇 估计就很难幸免了呀 薛安自然看出了 众人心中的担忧 但他只是笑了笑 并未表态 直到出了城门 薛安转身站住 然后看了看城门上 悬挂的那两盏斩魂灯 淡淡道 那是你爷爷留下来的遗物 去摘下来带走吧 行御书也不问为什么 一个飞身而起 便取下了这两盏灯了 等他回转过来之后 薛安看着满城沉默的百姓 淡淡一笑 然后抬起手来 随手在空中零化出一枚符传 然后往前一挥 哄 一声闷响之后 但见城墙之上 赫然浮现出 薛安描画出的这枚符传 而后薛安淡淡道 这道符传之中 包含着我的一道气息 神鬼屁翼 可保你们无忧 说完 薛安转过身来 冲行御书淡淡道 准备好了吗 行御书无声点头 好 走吧 说吧 薛安冲天起 行御书紧随其后 请客间 两人便消失在天际 只留下满脸震恶的小镇居民 直到过了好一会 这些小镇居民 方才逐渐恢复了清醒 然后感激涕零地 冲着天际拱手而拜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护佑 喊声此起彼伏 唯有那个小姑娘钱熙蕊 站在人群之中 呆呆地看着 已经空荡荡的天际 手中紧紧攥着薛安 送给她的一杆笔 心里默默想到 大哥哥 你可要回来 按照行御鹤留下的路线来看 要想从风魔小镇 前往他的师门御顶阁 最少也途径几大疆域 其距离之遥远 对于普通人来说 简直无法想象 但这对于薛安来说 却不过耳 实际上 若不是因为 此方天地气机紊乱 构造特殊 以薛安现在的实力 甚至可以直接跨域而行 虚余变质 即便是依靠飞行赶路 对于薛安而言 也可以做到当日极致 可关键是 他还带着行御书呢 这个少年 一身倒数修为尽管不错 可跟薛安比起来的话 还差得太远 薛安估摸着 要是以诸天之中的标准划分的话 这个行御书 至多不过经先进 当然 这个修为对于他的年纪来说 已经算是很可观了 放到地球上 肯定也是一方豪强 但无奈 这方天地十分的诡异 尽管气机紊乱 但却强者辈出 就以薛安在飞行途中 以神念探之道的情况来看 真仙及强者 在这片天地 只能算是稀松平常 只有进入半部大罗 方才算是跨入了 真正的强者之境 当然 这里面还有一个 最为关键的因素 那就是 此界正道不昌 妖鬼横行 就以薛安所见的情况来说 几乎所有的强者 都是妖鬼 人族强者虽然也有 但数量上就显得十分稀少 这也导致了这片天地之中 大片的疆域 都被妖鬼所掌控 人族的势力 只能蜷缩在城市之中 薛安对此 只是微微冷笑 终于 在经过了三天的 长途跋涉之后 薛安二人 终于横跨了诸多疆域 来至了金鼎阁的势力范围 当跨入这一片疆域的 那一刹那 薛安就觉得 周遭的契机都未知一变 本来紊乱的灵力 变得温顺了许多 这也让这里的灵气浓度 要比外面强盛太多 毕竟 此界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 灵力互相抵消 导致的无谓损耗 而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片天地的灵气浓度 便堪称恐怖了 这也让生活在这片疆域之中的人 比外界要强盛许多 最关键的是 这里并没有妖鬼的气息 所以 大地之上 城市兴罗齐步 并且不时还有道道光滑冲天起 欲空而行 洞天吗 薛安轻声呢喃了一句 然后脸上便浮现出一抹 似有似无的笑意 尽管进入了这片疆域 但距离金鼎阁的真正所在 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可经过这三天的高强度赶路 行御书身心俱疲 已经跟不上薛安的脚步了 薛安索性便放缓了速度 开始慢悠悠地往前赶路 并打量着沿途的风景 在这种慢吞吞的速度之下 不时便有一道道 欲空飞行的修者 从旁掠过 然后忍不住用惊诧的目光 打量了薛安二人一眼 甚至有些人忍不住便吃笑出声 就这点修为 也赶前去参加开山盛典 真是好笑 这些言语 薛安对此毫不以为意 毕竟天下之大 什么样的人都是有的 修者也不例外 你总不可能因为一句话 就先乱了阵脚吧 可行御书 却没有薛安那么好的定力 当听到这些满含嘲讽的言语后 眼中总是时不时地闪过怒火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 薛安二人又往前赶了大半日的光景 眼见的前方隐隐现出了一座巨大的城池 薛安便准备去这座城池落脚休息 实际上 他是无所谓的 就这种速度 他甚至可以飞个一年半载 都不用休息的 关键是 行御书已经快到极限了 这几天不眠不休地赶路 这个少年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薛安对此自然心知肚明 这并非薛安故意折磨他 相反 薛安很清楚这个少年的心思 因为他爷爷的死 这个少年心中遇结了太多负面情绪 若是不将其发泄出去 很可能会就此走向极端 所以 薛安才会用这种近乎自残的赶路 来让他逐渐疏解心中的悲愤 现在看来 效果不错 但现在也已经到极限了 再这么飞下去 他估计就会真的崩溃了 抱着这个想法 薛安便准备领着行御书 飞入这种城池落脚 可就在这时 前方的空间 忽然出现了倒倒涟漪 然后便见一名身穿轻衣 满脸巨傲的老者 出现在薛安二人面前 然后抬手一挡 淡淡道 止步 薛安也没微扬 但还是停住了脚步 行御书已经飞得晕头转向 见到薛安停下 自然也跟着停下 然后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这个老者有些鄙夷地 打量了行御书 以及薛安一眼 然后才十分傲慢地说道 死路不通 二位请绕道吧 行御书闻言面色一沉 便要出口质问 薛安随手一挥 拦住了他 然后似笑非笑地说道 什么意思 这名老者从鼻孔里冷哼一声 什么意思 当然是字面上的意思了 我家小姐马上便要从此经过 闲杂人等自然要退散 这时不光是薛安 还有很多人也已经飞到境前 但无一例外 都被泛起涟漪的空间所阻挡 因此 还没等薛安说什么 便有那急躁之人怒声道 你们要干什么 本少爷 我还有急事 给我把路让开 否则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这人的语气 也是颇为不善 可这老者却根本不为所动 只是冷冷一笑 不好意思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 也得乖乖绕行 这名被拦的男子 闻言勃然大怒 指着老者的鼻子贺问道 好奴才 你可知我是谁吗 我乃前方那座城池第一世家的公子 现在滚开 我要回城 说着 男子迈步便往前闯去 可还没等他迈出一步 这老者冷哼一声 一仰手 便见一抹浮光 直冲而至 这男子躲闪不及 被这一记神符轰在了胸前 跌跌撞撞地 便往后退了几十步 灰头土脸地 极为狼狈 而后这老者方才傲然道 这只是给你的一个教训 若是再敢往前 那就不要怪我 下杀手了 你 这男子气得浑身都在颤抖 但围观的人群 却是一阵色缩 毕竟 这个老者看上去不过是个奴仆 但举手投足间 却有着不俗的修为 这更说明 他背后的主人 绝非一般 老者满脸巨傲地环视全场 然后接着说道 我告诉你们 不光是这里不通 前方的那座城池 也已经被我家小姐征用 任何人不得入内 你到底是谁 为何如此霸道 那名男子按捺不住的吼道 老者冷冷一笑 天方 圣家 可有这个资格 这句话 就如同有魔力一样 让所有人都为之遗产 尤其刚刚跟这名 老奴起冲突的那个男子 面色更是瞬间变得苍白如指 连看都不敢看一眼 转身就走 他这一走 围观的人群更不例外 瞬息间便做鸟兽心散 这名老奴得意地笑了一声 旋即便又皱了皱眉 因为他发现 场中居然还有两个人没走 非但不走 站在前面的那个白衣少年 甚至还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这让他心中浮然不悦 冷声道 我圣家办事 速速躲开 否则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没走的 自然是薛安和刑玉书 只见薛安文言微微一笑 然后嘴唇轻动 淡淡喝出一字 滚 滚字一出 这名老者都没反应过来 便觉得好似被迎面轰了一拳一样 直接便被砸飞出去 好不容易 他才稳定住身形 然后便满脸骇然地看向薛安 因为他 甚至没有看清楚 薛安刚刚是怎么打自己的 薛安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淡淡道 我们走 说着 便要领着刑玉书离开 这名老奴 尽管心中惊惧 但还是沉声喝道 拦住他 人影闪动 然后便见一对精锐的修士拦住了薛安的去路 虎视眈眈地盯着薛安二人 气氛陡然变得极为凝重 薛安笑了笑 然后丝毫不受其影响 脉步继续往前行去 可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时 就见一道磅礴的光滑从天而降 一艘巨大的非洲 缓缓浮现在众人面前 当见到这艘非洲之后 那名老奴 以及所有手下 全都恭恭敬敬地 往后退了半步 弯腰失礼 怎么回事 一个带着一丝稚嫩的女生传来 显然十分娇俏可爱 而后才见非洲之前光滑波动 一个窈窕的身影 缓缓浮现出来 当光影散去 出现在面前的 赫然是一名年岁上佑 但已经如花 娇艳的少女 一见到这名少女 老者的腰不禁弯得更深了 然后用带着一丝惶恐的声音说道 二小姐 这个家伙非要硬闯过去 我担心惊扰了您 正准备将其擒货呢 说着 这名老者抬手指了指不远处的薛安 哦 这名少女文言微微一正 顺着所指 便看向了薛安 然后便是一愣 身为天方圣家的二小姐 圣妙同平日所见者 无意不是各方俊艳 眼光自然极高 可等今天看到薛安之后 她才忽然明白了 什么叫做墨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少年若要俊秀 必定要带有一些女像 可这很容易会让人显得过于阴柔 从而失去了男子气感 至少她平时所见的所谓俊秀男子 无意不是如此 可薛安却不一样 尽管她面色白皙 五官秀美 却没有一丝一毫的阴柔之气 相反的 尽管她只是简简单单地站在那 却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贵气 这种气质 另一贯眼高于顶的圣妙同 都不禁有些自残行贿 因此不由地呆立当场 这时 这名老奴凑上前来 满脸狠立之色地瞪了薛安一眼 然后铲笑着对圣妙同说道 二小姐 您不必生气 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 就交给我了 我今天一定让她明白明白 话还没说完 就已经说不下去了 因为她惊恐地发现 一贯俱傲的二小姐 居然面含微笑 款款走到了那个白衣少年的镜前 然后脸刃万福 见过公子 这等做态 是这个老奴从未见过的 但她不是傻瓜 几乎是一个机灵 便已经清醒过来 然后便深深地低下头 再不敢多说一个字 与此同时 当离着薛安静了之后 圣妙同的心中 不禁又是喝了一声财 好一个舒朗少年 因此 她不由自主地 便收敛了平时的傲慢 十分淑女地 对薛安行了一礼 薛安对此却不置可否 只是看了她一眼 然后微微点了点头 算是环礼 如果是其他人敢如此巨傲 这个圣妙同 估计当场就暴走了 可不知怎便 当见到薛安这么多的时候 圣妙同却是眼前一亮 丝毫没有动怒 反而巧笑倩兮地说道 公子莫怪 这帮家奴 平时确实太过嚣张 等回去后 我一定严加斥责 说着 她还转头冲着那名老奴喝道 还不过来道歉 是 这老奴心中暗暗叫苦 却又不敢反抗 只好硬着头皮跑了过来 连连道歉 薛安轻轻摇了摇头 淡淡道 不必了 说罢 便领着刑御书 准备离开 圣妙同见状大吉 忍不住上前一步 拦住了去路 嗯 薛安微微一皱眉 心中已经有些烦躁 圣妙同眼珠一转 然后微笑道 这位公子 看你二人的样子 可是要去参加开山大典吗 又是开山大典 薛安心中微微一动 然后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事又如何 圣妙同眼前一亮 丝毫不为薛安的态度所激怒 反而笑着说道 这妖巧 我也是 去参加开山大典的 既然相遇就是有缘 不如结伴同行 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您说呢 薛安不为所动 淡淡道 多谢 但是不用了 说吧 他根本不给这个圣妙同书话的机会 直接领着行御书 离开了此处 直奔远处的城池而去 圣妙同气得一跺脚 恨恨地盯着薛安远去的背影 这时 那名老奴见状 不禁又一次凑了过来 二小姐 此人如此不识抬举 不如我们进了城之后 将其 滚 圣妙同毫不犹豫地 又是一记耳光 这下善的这个老者 眼前直冒惊心 而圣妙同 则死死盯着远处的城池 轻声呢难道 从小到大 我想要的东西 从来还没有得不到的 你也是一样 说到这 圣妙同脸上 献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往前一挥手 走 说吧 便一马当先 往那城池飞去 人群紧跟着 便都飞走了 只留下这个老奴 捂着腮帮子 呆立在原地 简直都快要哭出来了 我今天这是得罪了哪路神仙啊 就这么一挥的功夫 怎么便被人揍了好几次呢 但没有人理会他的难过 这时的薛安 已经飞入了这座城池之中 这是一座庞大的城市 里面可称得尚是繁华至极 薛安降落下来之后 便先找了一家电房 而当他刚刚住下 圣妙同也率领着众人赶到了 当他的契机出现之后 这座城池的城主 率领着众多强者 忙不迭地便出来迎接 因为之前 圣家已经给了他们消息 圣妙同不日便将抵达这里 要他们做好接待 面对这方洞天之中 首屈一指的豪门 这处城池的城主当然不敢有丝毫的违逆 可他也没有想到 圣妙同会来得这么快 因此迎接的有些晚 心中不免有些惩惶惩恐 圣小姐 我马上便将此城封锁 直接带您一个人 城主颤颤巍巍地说道 可没想到 圣妙同却是一瞪眼 然后冷声道 不必了 说着便不再理会这些人的迎接 直接往那大街之上行去 城主这帮人 全都有些傻眼 这时圣妙同不禁转过头来补充了一句 对了 你们也不用给我安排住处了 而且我不叫你们 你们不得过来打扰 城主这帮人呆呆地 看着圣妙同远去的背影 不禁全都有些傻眼 这是怎么回事 以前天方圣家的人来此 可不是这样的 莫非是因为什么事 得罪了这位圣家二小姐 这些一味营绕在这些人的心头 不禁让他们的面色 都变得极为难看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一点 在这片洞天之中 得罪其他人可能还能活 但要是得罪了天方圣家的人 那下场可不会太美好 因此 在略意迟疑之后 这里的城主便沉声道 赶紧派人去打探一下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是否是我们招待不周 惹恼了这位圣二小姐 是 少下领命而去 这些人的心全都沉甸甸的 也不敢离去 而是忐忑不安地再次等候着 没一会光景 那位倒霉的老奴 便被请了过来 这老奴虽然在圣庙同眼中 是个可以随意打骂的存在 但在这群人眼中 只要跟圣家沾鞭 都是惹不起的 因此 就连城主的态度 都是十分恭敬 而他们这样的态度 也让这个心中满腔怒火的老奴 突然舒爽了很多 尤其当收下了一笔厚礼之后 脸上的笑意 都为之赤裂了三分 然后慢悠悠地说道 城主大人不必忧心 我家小姐并非是跟你们生气 那为何饭也不吃 甚至还不让我们跟随呢 这城主有些忐忑不安地说道 老奴呵呵一笑 然后眼中便闪过了一抹阴狠的光芒 圣庙同打了他两巴掌 他当然不敢生气 但却把账全都寄到了薛安身上 在他看来 要不是因为这个不知道 哪蹦出来的小子 自己怎么可能惹二小姐生气呢 因此 当听到这个城主的问话后 他眼珠一转 便有了计较 哼 城主大人敷儿过来 我有一件密事相告 这位城主乖乖地贴身过去 听了片刻之后 眼睛不禁渐渐瞪圆 脸上更是闪烁着喜悦和兴奋的光彩 此话可当真 城主的声音都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老奴点了点头 当然 我乃是跟随二小姐多年的老家人 这等事 怎么可能胡说 那就好 那就好 城主激动地直搓手 然后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一样 忙不迭地说道 等事成之后 我定有重险 这老奴云淡风轻地摆了摆手 城主大人太客气了 我不过是 看你投缘 所以才将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你罢了 还有 您最好尽快开始行动 否则时间一长 变数可就多了 城主点头如捣算 明白明白 我马上就派人去准备 老奴见状 心中便是一阵得意的冷笑 小子 这下我看你还怎么猖狂 自觉自己谋略惊人的老奴 志得意满地离去了 周围的人则一拥而上 全都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位城主大人 迫不及待地问道 当然 刚刚那个老家伙说了些什么 是啊 您为何如此的兴奋 这位城主大人 闻言黑黑一笑 看了一眼这些人 见到都是这城中数一数二的世家豪门后 方才清了清嗓子 然后冲着众人一勾手 你等都过来 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 我要告诉大家 片刻之后 听完城主大人的话 这些人的脸上神色各异 有的满是迷茫 似乎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有的却已经反应过来 兴奋地简直都要蹦起来了 城主大人 我们现在怎么办 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道 这位城主 目光悠远地看着远方 然后淡淡道 这还用说吗 自然是赶紧把握住了 传令下去 立马将二小姐入住的客栈 以及周围的商铺 全部清空 换上咱们自己的人 我说的这个自己人 你们可明白 这些人能混成一方豪门 自然没有一个傻瓜 尤其当听到这城主的话后 就是反应再慢 也清楚怎么回事了 因此全都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等自然明白 正巧我家三子 刚从外游学归来 我这就让他梳洗打扮 赶紧过去 城主点了点头 事不宜迟 那就快去吧 是 这些人闻言 全都一哄而散 城主站在原地 看着这些人兴冲冲的背影 满是得意的一笑 就凭你们家中的后生 也配跟我斗 这次 圣家的城龙快叙 我家算是当定了 想到这 他头也没回 只是淡淡吩咐道 传令下去 立即让能儿收拾一下 然后前往那座客栈 是 由手下领命而去 这位年过中旬的城主 意气风发地站在原处 不禁开始畅想 自己跟圣家结为亲家之后的美好生活 与此同时 不光是他 整个城池之中的各大豪门世家 但凡有能拿得出手的少年才俊 一个不胜 全都被换上最得意的衣服 然后被送往了那座 本来毫不起眼 但在此刻 却变得光耀万丈的客栈 即便是那些实在找不出 合适人选的世家豪门 也不甘示弱 而是各出其招 有的 将已经婚配的儿子 也送了过去 这还是好的 甚至有一个实在没有儿子 居然让自己的女儿 换做男人装扮 也给送了过去 当别人问起的时候 这家还阵阵有词地说道 谁知道二小姐喜欢什么样的 没准就喜欢这一口呢 总之 整座城池都因为 这个老奴的几句话 而鸡飞狗跳 热闹非凡 而就在这时 薛安和刑御书 早已在这客栈之中住下 刑御书确实累得快要吐血了 等进了屋子 直接瘫倒在床上起不来了 而且不过瞬息间 便开始呼呼大睡起来 薛安见状只是笑了笑 然后便坐在桌前 开始慢调丝里的烹茶 这已经是他的一个习惯了 不管到了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都喜欢烹上一壶热茶 为此 薛安特意将 炎儿的那枚空间戒指拿来 在里面放上了 各式各样的茶具 以及琳琅满目的茶叶 但薛安最喜欢的 还是这种原生态的烹茶 上好的澡和炭燃烧的时候 飘起鸟鸟青烟 慢慢地将壶中的茶香逼出来 整个过程 会令人情不自禁地安静下来 可就当薛安的这一壶茶 刚刚烹制完毕 刚要倒出之时 就听门外隐隐地传来了喧哗之声 薛安微微一震 旋即便笑了笑 然后漫条丝里地倒满一杯茶 轻轻戳饮了一口 就在这时 房门之外的游郎之中 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然后在门前便停顿了 薛安低着头 默默地饮着茶 连看都没看一眼 正在这时 房门忽然被人粗暴地推开 门外的风惯涌而入 吹得围杖飘摇不定 而那位圣家二小姐圣妙童 则站在门前 看着坐在桌前不动如山 默默饮茶的薛安 眼中闪过一抹很复杂的光芒 有欣赏 有好奇 也有一丝促暇的笑意 而后这位圣妙童倾咳了一声 故作惊讶地说道 咦 公子 这要巧啊 薛安这么快又遇到了 薛安抬眸看了一眼 这个身量 都还为彻底展开的少女 然后垂下眼眸 淡淡道 是啊 真巧 若是换作其他人 在圣妙童面前如此拖大的话 估计他一巴掌 都已经扇过去了 毕竟 谁不知道圣家二小姐的火爆脾气 唯独面对薛安的冷漠态度时 这位圣妙童 丝毫没有动怒 反而黑黑一笑 然后抬脚便步入房中 十分自来熟地凑了过来 公子可是在喝茶吗 当离得近后 圣妙童先是暗暗赞叹了一声 居然连喝水都这么帅 然后才笑眯眯地道 薛安点了点头 是 那这茶好喝吗 圣妙童舔了舔嘴唇 目光灿然地问道 尽管他年岁不大 可当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 还是带着一种致命的魅惑 就好似一只贪吃的小野猫 看到了心仪的雾一样 薛安却连眼睛都没抬 还行 圣妙童幻想过薛安的无数种反应 唯独没有料到这两个字 还行 这算是什么鬼回答 难道这时候 不应该邀请自己坐下一起喝茶吗 要知道 那帮整天缠着自己的家伙 要是能有机会跟本姑娘一起喝茶 估计会激动的 连觉都睡不着吧 圣妙童越想越气 一屁股便坐在了一旁的凳子上 恶狠狠地说道 我也要喝 薛安终于抬眸看了一眼这位圣家二小姐 只见她正满脸凶恶地看着自己 不禁哑然失笑 你也要喝 啊啊啊 是啊 我也要喝 当看到薛安的笑容之后 圣妙童就觉得 刚刚的那丝怒气 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迟愣了片刻 方才回应道 薛安却摇了摇头 我的茶很贵的 估计你喝不起 很贵 圣妙童眨了眨大眼睛 重复了一遍 对 很贵 圣妙童简直想大笑三声 在这方洞天 乃至于这片天地之中 居然有人跟圣家二小姐说 很贵 难道她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嗯 没准是这样 想到这 圣妙童的脸上 不禁浮现出一抹古怪的神色 然后悠悠叹了口气 可我现在好渴啊 真的想喝怎么办 说着 她抬起头来 用满寒祈求的目光看着薛安 伸出一根手指 那我现在没钱怎么办 公子 能不能先让我喝一杯 就一杯 等我以后有钱了 再还给你 薛安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直到看着这圣妙童 莫名地开始紧张起来 方才收敛目光 随手拿出一个杯子 给她也斟满了一杯 谢谢公子 圣妙童笑得十分灿烂 揭杯在手 然后便饮了一口 她根本不懂茶道 但因为出身高贵 所以见识过无数神奇玄妙的茶叶 可当这杯茶入口 一股沁人心脾的茶香 便直接在口中炸裂开来 并顺着食道缓缓入腹 圣妙童激灵打了个冷战 就觉得浑身的气血 似乎都顺畅了许多 不禁惊讶万分地说道 这是什么茶 龙井 龙井产自哪里 很贵吗 圣妙童连连问道 产地很远 至于贵不贵 薛安顿了顿 然后淡淡道 一包好像是一千一百块钱吧 沃尔玛就有卖 一千一百块钱 沃尔玛 这两个闻所未闻的词汇 弄得圣妙童一脸猛逼 但玄疾 他便将这些东西 抛诸脑后 天地太大了 出身此方洞天的第一豪族 他更是明白这一点 所以也没太在意 而是饶有兴致地看着薛安 说了这么半天 还不知道公子的名字呢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圣妙童 来自来自一个小地方 薛安用银针拨弄着炉中的炭火 头也没抬 淡淡道 薛安 姓薛 圣妙童的脑袋迅速运转起来 开始检索这片天地 可有姓薛的豪门世家 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 果然是这样 要是他出身豪门 又怎会不知道我圣家的名号呢 看起来 应该是某个小地方的人吧 圣妙童居然不觉得失望 身为天之娇女的他 早就已经看腻了那帮 整天围绕自己转的世家子弟 所以当听到薛安并非出身豪门后 反而更加的兴奋 薛公子 想必是为了金鼎阁的开山大典吧 圣妙童笑嘻嘻地问道 又是这个开山大典 薛安目光微动 然后点了点头 算是吧 嘿嘿 我也是一样呢 其实我本来不想去的 但家里非让我去 说什么 我现在的年纪 已经可以入山休息了 可那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圣家的家传功法 也不见得比那金鼎阁差呢 这个圣妙童 开始叙叙叨叨地抱怨起来 这时候的他 反倒没有了之前的盛气凌人 表现得就跟一个普通的凌家少女一样 薛安不动神色 默默地饮着茶 也不知道有没有在听 在说了足足半天之后 圣妙童猛地一拍桌子 目光炯炯地看着薛安 薛公子 你放心 既然你请我喝了杯茶 那我们便是朋友了 这次开山大典 我绝对帮你顺顺利利地 进入金鼎阁之中 薛安似笑非笑地瞥了他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既如此 那就多谢了 哎呀 你我之间 何谈谢字 不过 圣妙童眼波流转 忽然想起了什么 有些兴奋地说道 薛公子应该还没吃饭吧 我刚来的时候 已经命他们准备了 要不我们先去吃饭吧 吃饭 对啊 圣妙童黑黑一笑 颇为自豪地说道 薛公子有所不知 我家厨娘的厨艺 可是天下文明的哦 您尝一尝便知道了 一听厨艺不错 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然后点了点头 也好 那就去尝尝 当薛安和圣妙童走下楼梯 来到后院的天井之时 但见十几名衣着光鲜 面容娇美的婢女 功利于两厢 而且这些婢女身上的气势 都十分地不俗 显然都是有修为在身 而等见到圣妙童的身影后 这些婢女 立马便有条不紊地开始准备 桌椅饭碟等瞬息 便摆放整齐 这等素质 足以证明这圣家的不凡 圣妙童心中得意 不禁偷偷看了薛安一眼 想看看 她见到这一幕画面会是什么表情 可是出乎意料 就见薛安神情淡然 甚至连眼皮都没眨动一下 就好似这等正式不过耳一样 这让圣妙童心中有些惊疑 要知道 即便是那些世家子弟 见到自己的这些贴身丫鬟后 也得面显亚裔之色 有些不堪的 更是直接呆立于当场 可这个薛安却没有丝毫动容 十分地平静 莫非她没有看出这里面的端倪 嗯 应该是这样 很快 两人便坐了下来 而后这些婢女便开始流水般 盛上一叠叠精致的菜肴 这些菜肴 不管是食材还是厨艺 都结合得十分完美 至少在圣妙童 看来是这样 因此 当薛安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后 她便笑眯眯地看着薛安 想看看 她会是什么反应 应该会惊叹不已吧 毕竟 不管是何等世家子弟 第一次吃到这样的饭菜 都会为之惊叹的 圣妙童自信满满地想到 可就在这时 薛安忽然一扭头 将嘴里的东西吐了出去 圣妙童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而薛安则淡淡道 食材不错 厨艺只能说暴殿天物 圣妙童的眼皮 开始疯狂跳动 但还是不服气地 一推旁边的盘子 您再尝尝这个 这可是我家厨娘最擅长的哦 片刻之后 火候太过 处理太差 不一会功夫 满桌子的菜 都被薛安贬得一无是处 本来气势满满的圣妙童 忽然有些无力 她也不知道 薛安的这些话是真是假 但听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 可关键是 身为一个连豪门子弟都不是的她 又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 圣妙童心中 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 可就在这时 只听一个满是嘲讽的声音传了过来 装模作样 徒增孝儿 随着话音 但见从院门之外 走进来了一行人 领头的乃是一名衣着华丽 面容清秀的青年男子 而在他身后跟随的 更是溢水的少年男子 而说话之人 便是领头的这位 见到这么多人突然闯进来 圣妙童先是一愣 然后便怒声道 这是怎么回事 随着话音 就见那位老奴忙不迭地跑了进来 冲着圣妙童点头哈腰地说道 二小姐息怒 这几位都是城中几大世家的子弟 领头的这位公子 更是苏城主之子苏俊能 他们听闻说您来 都想过来拜会于您 我就斗胆 领着他们过来了 圣妙童面冷如冰 与此同时 就见这位苏俊能 笑容得体地上前一步 微微俯首 见过圣二小姐 圣妙童冷哼一声 但不管她如何骄横 现在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上 所以 她也只好按捺下心中的不悦 微微点了点头 却没有说话 这苏俊能脸上的笑容丝毫未变 但眼中却闪过了一抹冷然之色 尤其当她看到 坐在圣妙童一旁的薛安后 心中更是泛起一股冷意 身为这一成之主的儿子 苏俊能从一出生 便享受着最好的待遇 尤其她相貌俊朗 天赋也很是不错 所以小小年纪 便已经有了偌大的名望 平时更是被这城中 无数的阴阴厌厌所簇拥 过得很是惬意 而这次 当她听父亲说 天方圣家的二小姐 居然来此落脚 并且听她身旁的老奴说 有意结交此处的朋友吼 这位苏俊能 简直喜出望外 立马便整理形容 迫不及待地便赶了过来 可刚刚还没走进院中的时候 她便听到了 薛安对于诸道菜肴的评价 苏俊能来之前已经调查过 知道这个薛安根本没人见过 绝非是豪门子弟 因此便认为 薛安纯粹就是在胡说 其目的 无非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凸显自己 因此 她才嘲讽了一句 装模作样 而等进来之后 当她看到这个薛安 居然坐在正位 圣妙童在旁相陪 而且看样子 还相谈圣欢之时 心中更是度火滔天 这位仁兄看起来很是面声 但不知 是出自何处豪门 哪方是家的子弟啊 苏俊能语含嘲讽地问道 薛安没有说话 只是抬眸静静地 看了这个苏俊能一眼 没来由的 当被薛安的目光触及之时 苏俊能就觉得心中一紧 头皮也有些发麻 但旋即 她便反应过来 然后毫不示弱地怒视回去 圣妙童见状 却是怒火中烧 要知道 薛安好歹也是她请来的朋友 这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苏俊能 居然如此咄咄逼人 她怎能容忍 因此她怒哼一声 姓苏的 你什么意思 苏俊能浑身一颤 赶忙陪笑道 二小姐 我没什么意思啊 只是看这位朋友实在面声 又听到她刚刚的那番豪言壮语 自然想问一下来历 求您恕罪 圣妙童当然不会信这些鬼话 刚要说话 就见薛安缓缓站起身来 淡淡道 你们俩 我回去喝茶了 说着 迈不便走 她的这番举动 让圣妙童一惊 然后便愣在了原地 苏俊能的眼中 却现出一抹喜色 心中更是连连冷笑起来 在她看来 这个白衣少年 显然是被自己吓住了 所以才会如此急躁地想要离开 算你实相 苏俊能心中得意 然后便笑着 对呆坐在 那的圣妙童笑道 二小姐 这位人兄 估计是有什么急事吧 咱们不用理她 毕竟刚刚点评菜的时候 她可是满嘴的豪言壮语呢 这话说得很是刺耳 圣妙童虽然气得脸色 都有些发白 简直恨不得先删这个苏俊能两巴掌 但此刻的她 更多的注意力 还是集中在了薛安身上 就这么走了吗 圣妙童的目光 有些失望和黯然 要知道 她可以不在乎出身如何 反正不管出身再好 也没有自己的出身好 也可以不在乎修为和实力 毕竟 那都是可以修炼的 但在这个世界 一个男人若是在面对挑衅时 连还击的勇气都没有 那才会真的让人看不起 可不管她心中怎么想 薛安的脚步都没有丝毫的停留 眼看就要上楼了 就在这时 这苏俊能见圣妙童的目光 依然停留在薛安身上 心中度火大盛 不禁冷笑着说道 哼 估计都没吃过好东西吧 还敢胡吹大气地挑毛病 真是令人可发一笑 这番话 让跟着他一切来的那些人 纷纷吃笑出声 正要附和几句 就在这时 只见已经跨上楼梯的薛安 停住了脚步 然后缓缓转过身来 冷冷地看着说话的苏俊能 苏俊能本想着再嘲讽几句 可当接触到薛安的目光后 就觉得浑身的汗毛 瞬间全都竖了起来 想说的话 也卡在了嗓子里 眼中不禁现出了一抹黄色 怎么回事 这个家伙的眼神 怎么这么可怕 苏俊能心中疯狂地呐喊着 试图摆脱这种恐惧 可无奈 在薛安的注视之下 他觉得自己 就跟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样 没有丝毫地反抗之力 正在这时 就见薛安缓缓收敛目光 淡淡道 你刚刚的话 是不是不服我之前的评价 终于摆脱了薛安的注视之后 苏俊能终于恢复了正常 尽管心中余计未消 可还是恶狠狠地点头道 没错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天下谁不知道 圣二小姐的贴身厨娘 厨艺堪称一绝 你却口口声声 挑出那么多的毛病来 我当然不服 而且 不光是我不服 估计圣二小姐 也不会服气吧 说到这 苏俊能不禁看向了圣妙童 圣妙童也有些迟疑 因为他也觉得 薛安刚才的话有些不同 薛安文言却笑了起来 实际上 他根本懒得理会这些破事 不管是圣妙童 还是这个苏俊能 薛安都懒得搭理 所以 刚刚他才会打算离开 并非惧怕 而是感觉没有必要 可惜 天下总有那么一两个 做死的人 这个苏俊能 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 那薛安就不想客气了 因此 在听完苏俊能的话后 薛安点了点头 说得有道理 但你怎么知道 我是在乱挑毛病呢 哼 是不是乱挑毛病 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 无非就是想在 圣二小姐面前 出出风头而已 对吗 苏俊能冷笑道 薛安笑了 然后默然转头 冲圣妙童道 圣二姑娘 既然她不服气 那你便将你的厨娘 请出来吧 我有几句话 想对她说一下 圣妙童心中一动 然后便点了点头 好 而还没等她吩咐 那位老奴 已经迫不及待地 去后面请厨娘了 一边跑 她心中一边得意 这个不知道哪来的土包子 虽然有点实力 可今天我看你怎么 闯过这一关去 只要二小姐 对你不再感兴趣 我有的是办法来收拾你 这老奴 兴兴兴地去了 不过一会功夫 便领着一名三十多岁的妇人 走了过来 这妇人长得并不算漂亮 但不管是五官还是气质 都令人觉得很舒服 而且行走间 气势微然 居然也是一名修行强者 当见到她后 圣妙童也不禁微微欠身 吴妈 从圣妙童很小的时候 这位厨娘便开始照顾她的饮食 所以 圣妙童对其也要格外尊敬 这时候 这位吴妈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因为在路上的时候 这个老奴便已经添油加醋地 将事情经过都告诉她了 因此 当听到圣妙童的喊声后 她微微一汗手 喊了声 二小姐 然后便转过头 来看向了站在楼梯之上的薛安 眼中闪过一抹怒色 年轻人 刚刚就是你说我做出的东西 很难吃吗 目光刷的一下 都集中到了薛安身上 薛安笑了笑 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不是 听到薛安这么说 苏俊能吃笑了一声 这时候居然说不是了 圣妙童眼中的失望之色 也越发地浓重 可紧接着 薛安淡淡道 不是很难吃 而是特别难吃 听到这番话 这位吴妈眉毛一条 心中怒意薄发 要知道 她自幼便酷爱厨艺 并一直在刻苦磨练 一直到进入天方圣家 成为圣妙童的贴身厨娘后 因为这个小姑娘 对饮食上的极端挑剔 也让她的厨艺突飞猛进 最终方才有了偌大的名望 可这个少年 居然口口声声说 自己的东西做得特别难吃 她当然难以接受 因此 她深吸了一口气 冷冷地说道 很好 既然你说我做的东西难吃 那请你 多将缺点一一告知 薛安点了点头 然后随手一指 比如这道 食材选举倒也算是精细 可惜处理的火候太差 在烹制的时候 更是流于表面 最终导致味道无法统一 这 你可服气 吴妈面色一白 薛安指出的毛病 她也一直有所感觉 尽管一直试图改进 可一直不得其门 可就在这时 那苏俊能却冷笑了一声 话谁都会说 有本事自己做一道 薛安目光一闪 瞥了这苏俊能一眼 苏俊能心中一颤 不敢再说了 而后薛安淡淡道 谁说评论菜品 就非得自己会做菜了 而且 薛安抬起头来 看了看天井之中的这群人 凭你们 还没资格让我动手烹制 你 苏俊能怒火中烧 刚要说什么 就见吴妈上前一步 抢先说道 公子息怒 你刚刚所言的 毛病我确实承认 这下 苏俊能傻眼了 因为这位吴妈 自己承认了 不光是他 连圣庙童都有些傻眼 要知道 他对于饮食的要求 一向极为苛刻 可也没尝出薛安所说的 这些毛病来 薛安却只是微微一笑 不错 你能意识到毛病所在 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说着便要转身离去 可这吴妈 好容易遇到了一个 能挑出自己毛病的人 怎肯轻易放过 因此又往前走了几步 毕恭毕敬地说道 公子留步 您刚刚既然说 我们不值得您动手 那您可否将方法告诉于我 我去改进回来 您看如何 薛安深深地看了 这个满脸至成的厨娘一眼 实际上 以薛安的厨艺 当然可以挑出 他的诸多毛病来 但对于一般的人 乃至普通修者而言 他的厨艺可算是相当不错了 很多人都以为 在走上修行之路 并且有所成就之后 饮食什么的 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这其实都是误解 修者虽然可以不用吃饭 也能活下去 但这并不能证明 饮食不重要 恰恰相反 在诸天之中 饮食乃是一门大学问 甚至是一套完备的修炼体系 因为在诸天之中 各种稀奇古怪的食材 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而且 越是珍贵稀有的食材 越是对修行有所帮助 比如可以用来炼丹的灵药仙草 药性最好的部分 自然是入药 但剩余的东西 其实也有着很充沛的灵力 可如果直接吃下的话 很可能无法吸收那狂躁的灵力 甚至反受其害 这时候 厨艺的重要性 就凸显出来了 越是厨艺高超的人 越是能通过手法或者秘术 来调和或者化解食材之中的毒性 并将其中所蕴含的灵气释放出来 这样在吃下之后 会对修炼起到很大的帮助 尽管这种改变不如丹药那么快 但胜在没有副作用 而且日积月累 也是极为可观的进步 于是 这也让厨艺高超的人 成为了诸天强者追捧的对象 甚至可以说 越是实力强横的人 对厨艺的要求也就越高 而当初的薛安 不光是修为第一 实力第一 就连厨艺也被很多尝过他手艺的人 公认为第一 所以他当然瞧不上这些菜肴 而当听到这个吴妈的话后 薛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目光所及 吴妈扶手而立 但垂下的眼眸之中 却满是稀迹 片刻之后 薛安点了点头 也好 那我就教你一次 说着 就见薛安随手一挥 一道包裹着信息的神念 便飞入了吴妈的石海之中 这个吴妈浑身一阵 眼中现出茫然之色 直到过了好一会 方才清醒过来 然后他的眼中 便现出骇然之色 身为对厨艺痴迷的人 他当然看得出 薛安赐予他的这些厨艺 有多么珍贵 因此 他深吸一口气 冲薛安深失一礼 颤声道 多谢公子 我现在 便去重做一份 说着 他都没跟圣妙桐打声招呼 转身便匆匆而去 薛安笑了笑 索性也就没回去 而是站在那静静地等着 圣妙桐则一脸疑惑地 看了看薛安 又看了看一溜小跑着 离开的吴妈 心中越发的疑惑 这个家伙 真的懂厨艺 苏俊能这时也恢复过来 然后心中 也在微微颤抖 时间过得很快 也就是斩插光景 就见吴妈一溜小跑 端着一个盘子 又跑了回来 然后直奔薛安的进前 恭恭敬敬敬地往上拖起 气喘吁吁地说道 公子 您再尝尝 薛安随手接过筷子 夹起一块尝了尝 然后便将筷子放下 淡淡道 可 说完 转身便离开了 这吴妈听到薛安的一个可字后 喜不自圣 朝着薛安离去的方向 深深一弯腰 颤声道 多谢公子 声音之中满含着激动 圣妙童见状 不禁有些疑惑 然后便走了过来 也拿起筷子 夹起一块 放进了嘴里 当一咀嚼之后 圣妙童的眼睛 不禁渐渐瞪圆 吴妈笑着问道 二小姐 怎么样 圣妙童迫不及待地 又夹了几筷子 大口大口地吃下 然后方才长出一口气 说不出来 但总觉得 比之前的味道好太多了 吴妈笑得极为开心 是啊 都要感谢这位公子呢 圣妙童默然不语 这时 苏俊能舔着脸走了过来 自觉优雅地冲着圣妙童一笑 二小姐 您 话音未落 就见圣妙童将筷子一扔 登登登便上了楼梯 扬长而去 剩下苏俊能 一脸尴尬地站在那 见吴妈站在一旁 不禁笑了笑 我也尝尝 说着 伸手就要去拿筷子 可这次 吴妈的脸上没有了笑容 反而往后退了一步 淡淡道 不好意思 二小姐有洁癖 不允许任何人碰她的餐具 苏俊能眼珠都要瞪出来了 可是刚刚那个家伙明明 她刚想说 薛安刚刚可是连筷子都用了 但话还没说完 这吴妈便端着盘子 大步而去 而当经过面色苍白的 那名老奴之时 这吴妈轻声道 这次的事 我不告诉二小姐 但希望你能好自为之 老奴吓得浑身一哆嗦 赶忙弯下了腰 颤声说道 是 请客间 天井之中 就变得空荡荡的 就连桌椅 都被那些婢女们带走了 只剩下苏俊能呆呆地站在原地 和跟随她来的那些人 大眼瞪小眼 过了片刻 苏俊能的那张俏脸 便因怨毒和怒火 而变得扭曲起来 恨恨地看了楼上一眼后 转身便离开了客栈 她一走 其他人自然也都跟着一哄而散 与此同时 在房间之中 薛安默默地喝着茶 圣妙童则坐在对面 目光炯炯地看着她 越看 圣妙童的心神便越是荡漾 眼波也越是柔美 人长得帅 实力也不错 而且连厨艺都那么棒 这个少年 简直太少见了 圣妙童心潮澎湃 终于忍不住说道 薛公子 你的厨艺 是跟谁学的呀 能不能教教我 薛安摇了摇头 哎呀 我真的想学嘛 你就教教我呗 圣妙童的声音 都有些发逆 薛安还是没有说话 正在这时 睡了一觉的行御书 从里屋走了出来 一见之前 那个凶巴巴的少女 居然在屋中 不禁就是一论 圣妙童黑黑一笑 冲着行御书打了个招呼 你好 行御书有些发傻 不禁看向了薛安 薛安头也没抬 淡淡道 御书 将这位姑娘送出去 是 行御书毫不犹豫地 走上前来 圣妙童开始还以为 薛安是在开玩笑 可当他真的被行御书 连推带嗓地 推出房间 而后房门棚的一声 关闭之后 他才恍然大悟 自己原来真的 被赶出来了呀 这不禁让圣妙童 怒火中烧 因为从小到大 还没人敢如此对他 因此 他抬手就要砸门 但手到半空又顿住了 而后恨恨地一跺脚 小声道 哼 想赶我走 没门 姑娘我还就赖上你了 说吧 他气哼哼地转身去 而房间之中 行御书有些好奇地问道 大人 这个女的是谁呀 这时候的行御书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现 已经离刚开始的时候 好了很多 薛安将杯中茶水 一饮而尽 淡淡道 谁知道啊 没准 是哪来的疯婆娘吧 行御书十分赞同地点了点头 我觉得也是 城主府中 苏俊能面色阴沉至极 将前因后果 都对自己的父亲讲述了一遍 听完之后 这位城主大人 手拧虚然 沉音不语 半赏之后 苏俊能实在按捺不住 沉声道 父亲大人 这个小子着实可恶 但城二小姐 对其却另眼看待 对我等根本不假词色 这该如何应对 苏俊 苏俊嘿嘿一笑 薛家 据我所知 不光我们金光洞天 没有一个性靴的豪门 就算是其他既大洞天 也都没有听说过 有性靴的事家 苏俊能文言微微一正 然后面上现出很立之色 这样说的话 父亲的意思是 说着 苏俊能在脖梗间 恶狠狠地比划了一下 苏俊摇了摇头 不可操之过急 尽管此人不过一介白丁 可现如今 圣二小姐对其十分看重 若是贸然下手 反而会招来 圣二小姐的愤恨不满 到那时 反而做事不成 反受其累 苏俊能脸上 现出茫然之色 这样不成 那样不成 难道我们就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吗 苏俊呵呵一笑 然后志得意满地 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 谁说我们只能 眼睁睁看着了 诺 你看看 苏俊能接过纸来 略略地看了一眼 然后便愣在了原地 苏俊得意地说道 苏俊能就觉得一阵狂喜涌上心头 兴奋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父亲 这这是 什么时候得到的 无怪乎他如此兴奋 实在是因为这张纸上 所记载的东西 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重要到 令这个平素顽固的苏俊能 都为之狂喜 纸张上面 只有很简单的几句话 这次金鼎阁开山大典 已经打点妥当 苏俊能届时 也可败入金鼎阁的山门 一想到自己 也可以进入鼎鼎大名的 金鼎阁休息道法 以后更是会成为万人景仰的存在 这苏俊能 便连呼吸都变得粗重了许多 苏俊呵呵一笑 早在去年 我就已经在筹谋这件事 现在终于不负众望 得到了这个许可 这下 我儿也将成为金鼎阁的弟子了 多谢父亲 苏俊能躬身败道 兴奋的浑身都在颤抖 然后站起身来 有些犹疑地说道 可是父亲 这跟对付那个姓靴的 有什么关联吗 苏俊辅然一笑 呵呵 在下午得到这张信件之前 我也曾有些忧虑 不知道该如何对付 这个不知道哪冒出来的血案 但现在大局已定 苏俊能一正 还没明白自己的父亲 是什么意思 苏夫淡淡道 赖尔 你可知 我们这金光洞天 在此界之中 尽管居于末尾 但这金鼎阁 却也不是谁都能进的 这次开山大典召开在即 这个姓靴的 显然也是打算败入山门的 可惜 就凭他这种 一无背景二无人脉的普通人 又怎么可能进入金鼎阁呢 文婷此言 苏俊能恍然大悟 父亲 您是说 苏夫点了点头 没错 这次的开山大典 就是收拾这个姓靴的最好机会 说到这 苏夫站起身来 在屋中来回夺了几步 然后黑黑一笑 这位圣二小姐不用说 肯定会败入金鼎阁 甚至很有可能 直接便是内门弟子 而你也将败入山门 到时候 这个靴安一旦落选 等待的他的会是什么 还用我说吗 苏俊能越听越是兴奋 但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有些迟疑地说道 可我看这位二小姐 对这个靴安十分青睐 到时候若是他 苏夫摆了摆手 那儿啊 你还是不明白 这些豪门嫡女的心思 尤其对二小姐 这种天之娇女而言 很多时候 只是闲得无聊 一时心血来潮的玩乐罢了 但对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 还是实力和地位 到时候 这个靴安一落选 自然得灰溜溜地离开 而你等进入金鼎阁后 则有的是时间可以接触 不出几日 管保这位二小姐便会将这个姓靴的 抛诸脑后了 苏俊能听得心驰神网 连连点头 没错 父亲大人果然明显 可是父亲 若是这成二小姐 打算通过圣家的势力 替这个姓靴的买通关节呢 苏夫黑黑一笑 然后摇了摇头 如果是其他人 我还不敢说 但圣二小姐嘛 绝不可能 嗯 为何这么说 因为这次的开山大典 不光是圣庙同一人参加 我刚刚收到的消息 她的大姐圣曼宇也将前往 并直接拜在水晋长老的门下 要知道 这位成二小姐 天不怕地不怕 唯独对自己这个大姐 敬畏有加 你说 到时候 要是被这位圣大小姐知道这些事 她会做何感想 苏俊能心中大定 不由对自己父亲的手段越发叹服 嘿嘿笑道 到时候 没准不用我们动手 这个姓靴的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呢 呵呵 我说的没错 所以这几日 就先让这个姓靴的猖狂一下吧 苏夫笑眯眯地说道 好像一只脱了毛的老狐狸 一夜无话 等到第二天 当薛安带着刑御书刚一出门 就见圣庙同早就 巧笑倩息地站在门前后着了 薛公子 可睡好了吗 圣庙同笑眯眯地问道 薛安点点头 那我们现在便出发吧 圣庙同双眸放光地说道 我们 薛安微微一皱眉 对啊 您不是要去参加开山大典吗 正好我们顺路 不如一起坐非洲过去 也省得费心费力地 在天上飞来飞去了 薛安深深地看了圣庙同一眼 多谢 圣庙同笑得比花多灿烂 哎呀 说什么谢字吗 我那非洲 足可容纳很多的人呢 而且 这里离这金鼎阁 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 咱们在一起飞 岂不是也不显得无聊 不想薛安却摇了摇头 不用了 嗯 圣庙同脸上的笑意僵住了 然后便见薛安一抬手 随着一声鹤唳 一架鹤脸乱车 便出现在半空之中 薛安淡淡道 走吧 说着 脉步便上了乱车之中 行御书傻傻地看着 嘴里 则轻声嘻嘻嘻嘻嘻哩道 既然有这个 为什么要让我足足飞了三天 嗯 薛安转过头来 看了一眼刑御书 刑御书就觉得浑身一颤 赶忙一个纵身 也飞入了轮车之中 嗯 薛安又是微微一扬眉 刑御书乖乖地便来到了前面 直起鞭子 轻甩一下 啪 一声翠响之后 赫脸乱车隆隆向前飞去 眨眼间便消失在了天际 圣庙童目瞪口呆地看着 直到赫脸乱车的身影 彻底消失不见了 方才渐渐恢复了清醒 然后脸上便现出了重重怒色 本姑娘好心去请你 你却连声招呼都不打便走了 圣庙童怒声说道 没人敢搭话 全都乖乖地低下了头 保持着沉默 哼 看看是你们快 还是我的非洲快 走 圣庙童发泄了一阵 然后一跺脚 便要上非洲去追赶 可就在要离开的时候 苏俊能骑着一匹 神骏异常的独角天马 也赶了过来 一见圣庙童独自在那 眼前便是一亮 然后含笑道 二小姐 时候不早了 不如我们一起 结伴同心如何 圣庙童心中本来就满是火气 一见这位苏俊能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冷哼一声道 不必了 说完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上下打量了这个苏俊能急眼 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苏俊能嘿嘿一笑 然后颇为自得地说道 实不相瞒 在下也要去参加金鼎阁的开山大典 所以 还没等他说完 圣庙童已经不耐烦了一挥手 好了 你参加不参加 关我什么事 我们走 说吧 直接进入了非洲之中 然后一脚油门踩下 轰得一声巨震 然后这句非洲 便以恐怖的速度升空而起 瞬息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苏俊能面色铁精地站在原处 从来还没人敢这么无视于他 但苏俊能没有将怒火对准圣庙童 他也不敢那么做 而是将满枪怒火和矛头 全都对准了虚安 在他看来 一切都是 因为这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小子 坏了自己的好事 哼 等到了那 再看你怎么应对 苏俊能冷笑一声 然后拨转马头 也往那金鼎阁飞去 与此同时 但见前往金鼎阁的天路之上 滑光阵阵 非洲更是多如过江之际 无一例外 这些人全都是前往金鼎阁 参加开山大典的 见此情景 正在驱赶赫年乱车的行御书 面色不仅有些苍白 眼中也闪烁着紧张之色 虽然说行御赫给他留下了一道机缘 可那金鼎阁 号称七洞天之一 实力极为强横 而且看现在这阵势 便能知道 有无数人想要败入金鼎阁之中 自己到时候 真的能顺利继承爷爷的机缘吗 行御书的心 悬在了半空之中 十分的忐忑不安 薛安自然看出了他的心思 但却只是一笑 在紧张吗 嗯 行御书点了点头 没事的 既然你爷爷说了 那你就一定可以 薛安淡淡道 多谢大人 行御书现在对薛安的态度十分尊敬 因为他可是替自己报了血仇的恩人 但对于薛安的安慰 他却没有听进太多 毕竟 现在离行愈鹤离开金鼎阁 已经过去了百年之久 这段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对修士来说 可能还不算什么 但却足以改变很多东西了 即便当初自己的爷爷筹谋得当 谁又敢说一切都会顺利呢 若是所谓的机缘失效了 自己又该怎么办呢 行御书又一次陷入了迷茫之中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 赫碾乱车以迅疾的速度飞行着 不过一日光景 前方便隐隐地出现了一座 高耸入云的大山 当这座山的全貌彻底出现在视野中时 行御书不禁未知惊叹 因为这哪里是什么山峰啊 分明是一座玲珑剔透 做工精巧 同时又宏伟至极的亭台楼阁啊 但见一座座造型精致的亭台楼械 飘浮于半空之中 中间由无数的游廊将其连接起来 然后全都维系在了主体的高楼之上 远看过去 那无数的游廊就好似风潮一般 让这座楼宇多了一丝奇妙的韵律感 而当阳光投射而下之时 不管什么时辰 这座顶阁的边缘都会镀上一层淡金 更显宏伟大气 而这便是金顶阁名字的由来 行御书第一次见到此等场景 就觉得自己的眼睛都不够用了 不光是他 即便是那些已经来过不止一次的人 当看到这一幕奇景的时候 还是会忍不住地惊叹 唯有薛安神色如常 台某打亮了一眼这座金顶阁后 眉毛微微一扬 眼中便闪过了一抹意味不明的复杂神色 这时周围的人已经越居越多 非洲更是遮天蔽日 但不管是何方强者 当来到这里后 都不敢越过前方的山门 只能在远处聚集等待着 幸好在离这山门不远的地方 有一座小城镇 这座小城镇平时并不算繁华 唯独等到了开山大点的时候 便会人流爆满 人们都愿意再次停留歇息 等待着开山大点的到来 薛安二人也不例外 可还没等他们飞落下来 就见一艘非洲跌跌撞撞地闯了过来 沿路之上 所有的非洲车链都未能幸免 不是被撞得稀碎 就是惨遭寡蹭 一时间 人群一阵大乱 很多人勃然大怒 张嘴就要骂人 可等见到这艘非洲之后 便生生将骂人的话 又重新验了回去 因为他们都认出了 这艘非洲上的灰印 天方圣家 这样的存在 可不是他们能招惹起的 因此全都老实下来 终于 这艘非洲来至了薛安近前 然后圣庙童便浮现出身形 笑眯眯地说道 哎呀 这要巧啊 薛安一阵无语 但也只好点了点头 是啊 这要巧 圣庙童黑黑一笑 明天才是开山大点的日期 我们不如先去那座茶楼之中 小坐一下如何 圣庙童指的 乃是位于小镇正中 同时又可以俯瞰 整座山门的那座茶楼 薛安看了一眼 这座高有十层的茶楼 圣庙童赶忙补充道 听说这座茶楼的茶水 很是不错呢 颇有独到之处 薛安笑了笑 那好 去尝尝 这座茶楼占地极广 而且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装饰也很是豪华 所以 每当到了这开山大点的时候 这里便会成为各方豪强的首选之地 而且 你的实力或者地位若是不够 也根本就进不去这座茶楼 不过圣庙童可不管这些 只见他堂而皇之地往前闯去 负责接待的伙计刚要说话 然后便看到了圣庙童衣服上的灰影 吓得浑身一颤 赶忙上前伺候着 薛安一行人 便跟着这位兴高采烈的圣庙童 静置上了最顶层 这里并无人打扰 幽静至极 而且坐在窗前 便能将金顶格一览无余 环境可谓绝佳 圣庙童笑眯眯地招呼道 快坐 与此同时 十几名美帝 把茶点端了上来 这等阵势 让行御书都颇感不自在 唯有薛安静静地坐在那 淡淡道 你说这的茶不错 对啊 圣庙童笑嘻嘻地说道 然后转头吩咐了一声 快点勘茶 是 很快便有一宫庄妇人 款款走上前来 开始束手烹茶 第一杯茶 自然是献给了圣庙童 但他咧了咧嘴 直接递给了薛安 诺 快尝尝怎样 薛安接过来 轻轻尝了一口 然后微微一扬眉 还好 但色为畏惧 显然火候不足 这个评语 让这名宫庄妇人 微微色变 要知道 他今年茶到百年之久 接待过无数大人物 却从未有一人能如 这个少年般说的正中要害 因此他轻声道 公子果然不凡 今年的云雾茶 因为比往年早熟了三日光景 所以比往常要嫩一分 若是按照之前的烹制 很容易就会老 所以我 才会提前取茶 却不想被公子尝出来了 言语之中满是叹合 薛安笑了笑 然后信手取过茶具 开始自己烹茶 但见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 不一会 茶香便开始肆意 这个宫庄妇人 渐渐瞪大了眼睛 身为内行之人 他自然看得出 薛安现在的手法 有多么难得 尤其这股茶香 简直闻所未闻 圣妙童则很是期待地笑道 嘿嘿 这又是那什么沃尔玛的龙井吗 不是 这是大人发里的铁观音 薛安淡淡道 片刻 茶成 圣妙童迫不及待地端起一杯 也顾不得 烫便喝了一口 然后便开始嘖嘖赞叹 这大润发 又是个什么鬼 不过 茶倒是挺好喝 宫庄妇人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 端起一杯尝了一口 眼前便是一亮 这股茶香 跟他所尝过的任何茶叶 都完全迥异 关键是 烹制的火候恰到好处 因此探服道 公子好手段 可就在他们一行人烹茶聊天之时 就见远处的天际 云雾一阵扰动 而后一艘庞大无比的非洲 便从中钻了出来 这非洲之大 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简直如一座小城一般 而在非洲之前 也印着一个大大的灰印 当看到这句非洲之后 圣妙童浑身一颤 尸首便打翻了面前的茶杯 烫得他妈呀一声 然后转身便想跑 可就在这时 只听非洲之中 传来了一个清冷的女声 给我站哪 这句话就好似定身咒 直接让圣妙童的身形 停滞在原地 与此同时 就见这艘非洲 缓缓飘至了茶楼近前 当离得近了 更能体会到 这艘非洲的庞大和奢华 小镇之上所有的人 全都看到了这一幕 脸上全都浮现出 震恶跟尊敬之色 因为来的 便是圣家之中 九父圣名的那位大小姐 圣曼语 这时 但见非洲之前光滑缭绕 然后便从中走出了 一个身形高挑 肤色白皙 冷艳无双的女子 当见到这名女子之后 工庄妇人也赶忙站起 脸刃一礼 见过大小姐 盛大小姐没有吭声 一双妙目眼波流转 扫射了一下屋中的所有人 最终将视线停留在了 坐在茶桌之后 依然在漫条丝里的 饮着茶的薛安 然后眼中便闪过了 一抹凛冽寒光 这种无声的威压 让整层茶楼鸦雀无声 工庄妇人脸上 显出震撼之色 唯独薛安丝毫不为所动 甚至连眼皮都没眨动一下 与此同时 自知这次无法逃脱的 盛妙童 僵硬地转过身来 冲着自己这位姐姐 抢笑了一下 姐姐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我来 盛曼宇淡淡道 啊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您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盛妙童十分心虚 连连解释道 我要是再不来 估计咱们盛家的清誉 都要保不住了 盛曼宇冷冷道 盛妙童面色一白 眼中现出骇然之色 聪慧如他 怎能听不出 盛曼宇话中有话 可关键 是他怎么会这么快 就知道了呢 正在疑惑之时 只听一个颇具雌性的 男生含笑道 慢语 你看你把妙童妹妹 都吓成什么样了 说着 就见光华之中 又接连走出了两个身影 走在前面的 是一名长身玉立 相貌气质俱佳的 青年男子 而在他身后跟着的 正是那位随后赶来的 苏俊能 只不过此时的苏俊能 已经没有了 往常的巨傲 相反的 脸上居然满是 谄媚和讨好之色 甚至连走路的时候 都不敢抬头 而是一直弯着腰 这时 男子缓缓走到了 盛曼宇进前 笑容得体地说道 曼宇 你也不要太冷了 不然吓坏了妙童小妹怎么办 盛曼宇看了一眼这个男子 默默地点点头 而后这男子方才转过头 来看向了盛妙童 笑容灿烂地说道 好了妙童妹妹 曼宇已经不生你气了 可是 不管这个男子表现得 多么温儿雅 气质高洁 盛妙童在看他的时候 眼中却满是 掩饰不住的冷漠和嫌恶 但很快 他便垂下了眼眸 然后轻声道 多谢卢公子 这名男子微微一正 然后便深深地看了这个身量 虽然还未彻底展开 但已经娇俏可人的盛妙童一眼 眼神深处 闪过一抹不可名状的贪婪之色 而后他才笑呵呵地说道 妙童妹妹 想我鲁家 跟圣家有通家之好 我又是从小 看着你长大的 何必如此见外 叫我哥哥便好 圣妙童低头不语 根本不曾理会他的话 茶楼之中 瞬间陷入了冷场的尴尬之中 这名男子脸上的笑容 却丝毫未变 因为他一直确信一点 成大事者 从来都不能因为一些小事 而喜怒形于色 这也是他的父亲 鲁家家主所一直教导他的 身为鲁家年轻一辈中 最杰出的传人 鲁师发身以为然 并一直在努力克行 所以 尽管他对这对 圣家姐妹花 一直垂涎三尺 但表面上 却一直表现得云淡风轻 甚至充满了长者之风 就比如刚刚 他的一言一行 都完美地符合 大哥哥这个人设 挑不出任何毛病来 这个圣妙童的沉默 只能显得他任性妄为 果然 就见这位圣曼语 微微一皱眉 沉声道 妙童 还不谢过 圣妙童浑身一震 然后才用低不可闻的声音说道 谢谢 鲁哥哥 说到鲁字的时候 十分含糊地 便划过去了 圣曼语还想说什么 鲁诗发抬手便拦住了 然后笑嘻嘻地说道 好了 妙童还小 有些任性也不奇怪 倒是这位 说着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 停留在了薛安身上 实际上从一进来 他就已经注意到了薛安 因为想不注意也不行 一身白衣的薛安 不管在哪 都是令人瞩目的焦点 但等到仔细一打量 这鲁诗发的心中 便不由往下一沉 因为他发现 这个少年 尽管名不见经传 但不管是相貌还是气度 都远胜于自己 毫不夸张地说 甚至是碾压 这让一向自信的鲁诗发 不禁都为之一惊 心中更是生起了强烈的敌意 因为作为和圣曼语关系最好 也是最有希望 摘取这朵圣家玫瑰的男人 他一向是这姐妹二人 为自己的禁卵 根本不容他人染指 所以当在路上偶遇了正在拼命赶路的苏俊能 并从他口中得知 居然有人获得了圣妙桐的赏识之后 这鲁诗发变心如火燎 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 现在看到薛安之后 他的敌意不由得越发强烈 因此在上下打亮了几眼之后 鲁诗发微微冷笑一声 慢条思理地问道 这位兄台看上去很是面声啊 但不知道是哪里的人是 这声质问 让全场的目光瞬间汇聚到了薛安身上 圣妙桐面色一变 心中不由大怒 抬眸便要说话 可圣漫语一瞪眼 示意他闭嘴 因为他也从苏俊能的嘴里 知道了这件事 相比于鲁诗发的龌龊心思 他纯粹是出于对妹妹的关心 生怕他再被不良之徒给骗了 这才急忙赶了过来 现在看来 这个少年虽然长得不错 但确实不像是什么豪门子弟 仅凭这一点 圣漫语就心中冷然 因为以圣家的地位 绝不可能允许圣妙桐 找这样一个男子 更何况 从了解的情况来看 这个少年很大可能是因为圣家的权势 才刻意接近圣妙桐的 话而言之 极有可能是个骗子 所以 他当然不允许圣妙桐说什么 圣妙桐心中怒火中烧 可面对自己的亲姐姐 却又说不出什么 正在干着急之时 就见薛安终于喝完了一壶茶 有些满足地叹了口气 然后方才抬起头来 看向了鲁诗发 刚刚是你在跟我说话 鲁诗发傲然点头 当然 薛安点了点头 很好 但我不想跟你说话 这番话一出 圣妙桐忍不住扑斥一乐 圣漫语狠狠瞪了他一眼 圣妙桐这才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但一双大眼睛中 却满含笑意 并悄悄地看向薛安 这个回答 我给满分 圣妙桐心中默默地想到 可他开心 屋中其他的人 却全都面色一变 尤其是鲁诗发 脸上的笑意 更是渐渐收敛 然后目露凶光地看着薛安 你不说我也知道 薛安妖 呵呵 可是我怎么没听说过 有哪个兴趣的豪门世家呢 但不知道 兄台可否给我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薛安惬意地靠在矮榻之上 淡淡道 鲁诗发火冒三丈 但为了保持形象 还是强行忍住 然后冷笑道 比如您的身份和来历 以及为何要接近妙桐妹们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几句话问得很是恶毒 至少圣妙桐面色大变 如果有可能 他真恨不得 现在就冲上去 将这个鲁诗发的嘴巴撕碎 可没想到 薛安却笑了 笑得很灿烂 然后轻描淡写地说道 你说这么多 无非就是想问我 是不是豪门子弟 对吗 也可以这么说 鲁诗发傲慢道 那你觉得我是吗 薛安眸光见冷 淡淡道 呵呵 我已经打听过了 金光洞天 以及其他六大洞天 都没有一个学性豪门 你说你是吗 自觉攀附上高知的苏俊能 按捺不住心中的得意 忙不迭地说道 薛安垂下眼眸 调查得倒是挺细 哼 鲁诗发冷笑一声 认为薛安承认了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薛安好争以挟地摆弄着指甲 头也不抬得淡淡道 说得不错 我确实不是豪门子弟 苏俊能吃笑一声 刚要说话 但这时 薛安豁然抬眸 与寒如冰道 因为我一人即是豪门 这番豪言壮语 听得全场众人都有些发傻 圣妙同在微微一愣之后 眼睛便逐渐亮了起来 看向薛安的目光 也越发地柔眉 圣漫语却怒哼一声 认为 这个白衣少年 无非就是个口出狂言的登徒子而已 但还没等他和鲁诗发说话 一直想找个机会 表现自己的苏俊能 便率先冷笑起来 真是大言不惭 还你是豪门 真是笑掉大牙 你可知 话音未落 就见一道白光闪过 然后这苏俊能 就好似被一辆重型坦克 迎面撞上一样 直接倒飞出去 等接连砸碎了十几丈桌以后 方才扑通一下 栽落余地 这时在看他 只见嘴巴之中血流不止 混杂着破碎的牙齿 流淌而出 而将他砸飞出去的 却是一方小小的白瓷茶杯 全场哑然之间 就见薛安的手指 轻轻敲击着茶几 然后用玩味的语气淡淡道 你不是想笑掉大牙吗 我帮你做到了 不用谢 慈悲于地上如陀螺般旋转着 发出嗡嗡的声响 直到过了片刻 方才逐渐停歇下来 而全场的目光 则七七汇聚到了薛安身上 尤其是圣曼宇 以及鲁诗发 面色七七为之一尘 唯独这位圣妙童 尽管捂着嘴巴 眼睛却都已经笑弯了 眼中更满是 唯恐天下不乱的兴奋 直到这时 这位倒霉的苏俊能 方才从被砸猛的茫然中清醒过来 先是凄惨地嚎叫一声 然后便含糊不清地怒吼道 姓薛的 你敢打我 薛安笑了笑 但没坚确满是冰冷 然后语气淡漠道 打你又能如何 你 苏俊能本想冲上前去 好好教训这个家伙一番 但嘴里的剧痛提醒他 这个白衣少年 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因此 他满脸委屈地看向武士发 卢大人 因为满嘴的鲜血 再加上牙齿都已经被砸碎 说话的时候都在漏风 所以他的言语很是模糊不清 但谁都看得出 他的靠山显然便是这位鲁诗发 果然 就见鲁诗发面容逐渐冷峻 然后死死盯着薛安 阴侧侧地笑了起来 怪不得如此有恃无恐 果然好手段 可你难道就没听过 打狗也得看住人吗 这番话 俨然已经将这位苏俊能 当成自己手下的一条狗 可苏俊能闻言之后 不怒反喜 甚至脸上 还浮现出 与有容颜的得意之色 见到这一幕 圣妙童简直恶心地不行 满脸嫌恶地 离这位苏俊能又远了一点 对此 苏俊能心知肚明 但此刻的他 却已经不再奢望 能够接近这位成二小姐 因为他不是傻瓜 自然看得出 这位鲁家大少鲁诗发 对于这对姐妹花的贪念 实际上 当他在路上偶遇 这位赫赫有名的 鲁家大少鲁诗发后 立马便转换了目标 毕竟 想接近这位圣二小姐 并获得芳心 希望很是渺茫 但要是能攀附上 这位鲁家大少 也是极好的选择 要知道 鲁家 在这金光洞天之中 乃是仅次于圣家的豪门 对于苏俊能这样 出身于小城的人来说 已经是粗得不能再粗的 金大腿了 也因此 当他听到鲁诗发 居然称呼他为狗后 方才不怒反喜 与此同时 就见薛安靠在了矮踏之上 不置可否的一笑 说得不错 打狗确实得看主人 但我的习惯就是 若是狗太猖狂的话 那就连主人一块打 你觉得如何 这话一出 全场悚然 就连一只唯恐天下不乱的圣妙童 不禁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眼神之中 终于现出了一抹忧色 他只是刁蛮任性一些 不代表他看不清局势 家中长辈对这个鲁诗发 显然十分看重 甚至已经默许 他为自己大姐的如意郎郡 再加上鲁家 最近几年越发强盛的权势 所以 即便他窥破了这个鲁诗发的狼子野心 也只能静而远之 因为他明白 如果闹破了的话 对谁都不好看 可没想到 薛安居然敢放出此等豪言 自然令圣妙童在钦佩之余 生起了一丝担忧 果然 就见鲁诗发面色一沉 眼中蹦射出责人 而适得阴森光芒 鸣声道 小子 你可知道 你是在跟谁说话吗 薛安笑了笑 然后伸出手来 轻轻摆弄着桌上的茶杯 然后头也不抬地说道 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不过你信不信 若是你再敢多少一句废话 这个茶杯便也会出现在你的嘴巴里 让你这辈子都忘不了牙齿破碎的痛苦 鲁诗发怒哼一声 磅礴而强悍的气势 自他身上陡然而出 令这座茶楼都在微微颤抖 针仙巅峰 仅差一步地半步大锣 那名工装妇人浑身一震 惊骇言道 这个修为对于此季而言只能算是中上流的水平 但如果配合上鲁诗发现在的年岁 那就显得很可怕了 而且天知道这些豪门世家之中有什么秘法流传 毕竟同样境界的修者 真正的实力可能天差地远 鲁诗发得意的一笑 没错 而且我只是不想突破罢了 否则现在早已成为了大罗强者 众人闻言更是骇然 就连圣妙瞳都不经浑身微震 目中现出凝重之色 可就在这鲁诗发面目阴沉 就要发作之时 一直漠然不语的圣曼宇忽然上前一步 拦住了他 鲁诗发微微一震 然后便有些疑惑地看向圣曼宇 曼宇 你 圣曼宇淡淡道 鲁公子且先不要发作 我有几句话想对他说 圣曼宇的面子 这个鲁诗发不能不给 因此只能点点头 往后退了一步 然后用好似看死人一样的目光盯着薛安 这时 这位圣曼宇款步走到了茶桌之前 一双满是寒意的妙目 冷冷地注视着薛安 在这种情形下 很少有人能保持镇定 至少会表现得有些局促 可薛安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只是轻轻转动着桌上的茶杯 纤长的手指 甚至将这白色蜜茨都映照得有些黯然失色 全场静默下来 足足十个呼吸的光景之后 只听这位圣曼宇冷冷言道 我不管你是谁 但我妹妹不是你这样的存在 所能够染指的 这点 我希望你能明白 此言一出 圣妙同浑身一震 眼神深处现出一抹怒火 但玄疾便又熄灭 化为了黯然之色 然后轻轻垂下了头 薛安微微一扬眉 似笑非笑地说道 哦 我很好奇 什么叫我这样的存在 圣曼宇目冷如冰 与含讥讽地说道 为何接近我妹妹 你自己应该最清楚 这还用我说吗 薛安笑容不变 那我要是不清楚呢 圣曼宇冷哼一声 圣家权势 不是你这样的人 可以仰视的 还有 你来此也是 想参加金鼎阁的 开山大典吧 我现在便可以 很明白地告诉你 你绝不可能 败入金鼎阁中 哦 薛安见眉协调 看了这个圣曼宇一眼 圣妙同则实在忍不住了 张嘴喊道 姐 话音未落 便被圣曼宇打断 闭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然后 他用居高临下的目光 看着薛安 你可以不服气 也可以试一试 但不管你做什么 都改变不了这个结果 因为这是我说的 薛安的嘴角渐渐扬起 语气淡漠道 你说的 没错 说到这 圣曼宇脸上 献出击窍之色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残酷 而一个连金鼎阁 都进不去的人 又有什么资格 来接近我妹妹 在圣曼宇 这般盛气凌人的质问之下 全场都为之静默 很多人的脸上 更是露出了玩味之色 尤其被打得口鼻流血的苏俊能 眼中的得意 简直都要满意出来了 我看你这下如何应对 苏俊能心中想到 可没想到 处于风暴中心的薛安 脸上却连一丝波动都没有 反而好整以侠地 靠在矮榻之上 手指轻轻敲击着茶几 直到过了片刻 薛安方才轻笑一声 不错 但我想说的是 你有两点搞错了 哦 哪两点 圣曼宇冷声问道 第一 要拜入金炳格的人 不是我 而是他 说着 薛安指了指在身后 作者的行御书 众人这才注意到 这个一直沉默无言的少年 但玄疾便又露出了一丝不屑之色 因为不管是穿着打扮还是气质 这个行御书 显然都只是一个涉事未深的普通少年 根本无甚出奇之处 圣曼宇更是冷冷一笑 那第二点呢 该不会说你 对我妹妹全无感觉吧 她的语气之中 满含着讥讽 可就在这时 一直垂眸的薛安 猛地抬头看了她一眼 本来满心不屑的圣曼宇 瞬间便僵在了原地 后面的话 也全都堵在了喉咙里 说不出来了 因为就在薛安的这一个眼神之下 圣曼宇就觉得自己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心中更是寒气直冒 那种感觉 就好似被一头暴龙盯上了一样 令人毛骨悚然 但这些感觉稍纵即逝 当薛安又一次垂下眼眸 一切便如潮水般消逝 快得 仿佛刚刚只是一场幻觉一样 而后便见薛安语气淡漠道 第二 我来金鼎阁 只是应一个朋友的所托 顺便过来看看这里的情况 而结果若是让我不满意 那这里的一些东西 我就该收回去了 说到这 薛安顿了顿 冷冷地扫射圣曼宇一眼 至于你所谓的圣家权势 在我眼中 不过蝼蚁一般 这番话 好似一记重磅炸弹 炸得很多人满脸猛逼 甚至连圣曼宇都有些愣住了 直到过了好一会 才逐渐清醒过来 然后便不由地勃然大怒 好狂徒 居然敢如此诋毁我圣家 话音未落 只听彭的一声响 一道白光直闪而过 直接砸在了圣曼宇的肩膀之上 圣曼宇猝不及防 被这距离轰得连连倒退十几步 方才勉强站定 然后脸上便现出了痛楚之色 因为这一道白光已经将她的肩胛骨彻底砸碎 剧痛袭来 让这位自幼便生活在万人景仰之中的天之娇女 简直怒火攻心 而薛安则与其淡漠道 我刚刚说过的 再有废话 就将你们的牙全给砸碎 但看在你是圣妙童的姐姐 就先给你个面子 与此同时 鲁诗发也反应过来 早就想在众人面前显摆一番的她 闻听此言自然更是大怒 因此闷哼了一声 气势陡然而起 便要冲上前来教训一下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薛安嘴角扬起一丝冷然的笑意 他早就已经不耐烦这帮家伙了 实际上 要不是因为圣妙童 这个圣曼宇 现在已经死了 薛安虽然对于所谓的名声并不看重 但若是有不知死活的人屡次挑衅 那薛安也不介意送他们去另一个世界见识一下 可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悠扬至极的忠明之声 自远处传来 瞬间便传遍了整片山谷 以及这座小镇 闻听此声 却有那见多识广之人惊呼道 是开山中 金鼎阁要开山了 这个消息 令所有人都为之哗然 尽管不知道 为何这次的开山大典 要比平日早一天光景 但既然已经发生 而且 事关自己能否败入金鼎阁 因此 所有人在清醒过来后的第一反应 便是齐齐往那金鼎阁冲去 这等变故 茶楼众人自然也全都知晓了 鲁诗发和圣曼宇等人 齐齐色变 对于他们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 自然是先败入金鼎阁 其他的都可以往后搁置 因此 鲁诗发和圣曼宇对视了一眼 然后鲁诗发 便用极度阴冷的语气说道 小子 算你运气好 且先让你多活一回 曼宇 我们走 圣曼宇则冷冷地瞥了薛安一眼 然后转头就走 圣妙童自然也不能例外 但这个小姑娘在临走的时候 却偷偷地转过头来 冲着薛安微微地摇了摇头 眼中满是黄疾和担忧之色 他的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让薛安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千万不可久留 可薛安对此 却只是微微一笑 圣妙童焦急万分 但设于自己姐姐的威势 又不敢直说 只能内心煎熬地 默默离开了茶楼 很快 这些人便全都走了 茶楼之上空荡荡的 只剩下薛安 还有刑御书 就连那位宫庄妇人 也已经不见了踪迹 这时透过窗户 可以看到大道之上 黑压压的人群 正在往远处的山门奔去 刑御书不免也有些焦躁不安 大人 我们现在还不过去吗 薛安笑了笑 你慌了 刑御书咬了咬牙 是有一点 因为这么多的人去拜山 如果我们不能尽快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薛安深深地看了这个刑御书一眼 然后转头看向远处 那巍峨高耸的金顶阁 低声道 其实你大可不必慌的 嗯 大人 你说什么 刑御书没有听清薛安的话 不禁有些愕然地问道 薛安哈哈一笑 然后长声而起 淡淡道 没什么 既然来了 这场热闹 好歹得看一下 走吧 说吧 薛安便和刑御书 一前一后跨出茶楼 直奔远处山门飞去 当跨过这道 好似孤零零处立在荒野之中的山门之后 刑御书便觉眼前豁然开朗 一个巨大的广场 赫然出现在眼前 而在广场之人 早已是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四方来者全都齐聚于此 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但尽管人数众多 依然可以清晰分辨出其中的等级划分 站于最前 也是位置最好之处的 无一例外 都是衣着锦绣的豪门子弟 圣家姐妹 鲁诗发等人 赫然就在这群人之中 而且是核心位置 往外便是全是烧训之人 再往外一服如是 等来到最边缘地带 便都是一些普通的修者 其中甚至有很多面容憔悴 衣着破旧 一看就是穷困子弟的人 相比起来 薛安和刑玉书的出现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因为所有人都将注意力 集中到了位于远方的 那座高台之上 正在这时 只见一朵祥云从天而降 直接落在了高台之上 当云影散去 赫然是一名穿着金鞭道服 神采飞扬 但眼角眉梢 却有着遮掩不住的傲气的中年男子 而在他身后 则是几名神态恭敬的道童侍女 这般气势 令着男子一出场 便引来了全场瞩目 而后人群便是一阵微微的骚动 人们开始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嘶 这次金鼎阁的开山大典 居然是由雌云长老亲自主持吗 是啊 往年都只是派出一名内门真传弟子来 这次居然派出了一位长老 看来这次的开山大典 不同凡响啊 政当人们巧声议论之时 就见这位雌云长老面露得色 然后含笑说道 金鼎阁十年一次的开山大典 本应在明天召开 诸位远道而来 本应让大家休息一日 但掌门偶游所感 便改在了今天 并由我雌云亲自主持 声音清朗如鹤鸣 传遍四方 并瞬间将人群的喧闹声 给压了下去 很多人面线敬畏之色 不说别的 单只这一手便足以证明 这位雌云长老的实力 因此 人群瞬间变得安静下来 雌云环视全场 很是享受众人敬畏的目光 然后满意地点点头 很好 既然如此 话不多说 开山大典现在开始 说吧 只见他袍袖一挥 在这广场之前 一道道光滑开始浮现 然后便交接在一起 而等光影散去之后 居然是一架梯子 但见这架梯子光影浮动 而另一端则直通天际 隐没于虚无缥缈的云雾之中 开天帖 有人惊呼道 所谓的开山大典 其实就是金鼎阁这种大派 为了补充新鲜血液 用来筛选弟子的一种仪式 而这开天梯 则是一种秘法 若你与道法有缘 并有天赋和资质 便可以登天而去 若是没有 便是寸步难行 所以 一见天梯出现 很多人都面现凝重之色 但在这时 就见盛曼宇款步上前 冲着这位慈云长老 脸刃一礼 盛家长女 盛曼宇见过慈云伯伯 本来满脸得意的慈云 见到盛曼宇后 脸上立马便堆满了笑意 原来是曼宇啊 快不要如此多脸 毕竟你马上就要 拜入我水晶师兄的门下 以后便是同门之人了 快过来 言语之中 满是慈爱 盛曼宇见此情景微微一笑 然后点了点头 多谢慈云伯伯 不过这次我妹妹也来了 要不让她先上一下开天梯 哎呀 都是一家人 上什么天梯啊 都过来休息一下 然后就回京鼎阁 慈云笑眯眯地说道 盛曼宇点了点头 然后便拽着盛妙童走出人群 往那一边行去 此刻的盛妙童 满心彷徨和难过 因为她觉得 都是因为自己 才害得薛安等人 陷入了绝境之中 也不知道 她现在怎么样了 有没有听自己的话 尽快离开这里 想到这 盛妙童不禁偷偷地 看向人群 但广场如此之大 哪里去寻薛安 和行御书的踪迹 而等盛家姐妹 顺利通过考核之后 那位鲁诗发 也十分自得地走上前来 拱手为礼 慈云一见是鲁家大少 当然也是笑容灿烂地 让其通过了考核 接下来 这些豪门子弟 几乎都是类似的流程 虽然没有像盛家姐妹 以及鲁诗发那样 被隆重对待 可也都轻松地走过了考核 甚至就连这位 名不见经传的苏俊能 也走上前来 开始的时候 慈云还不认识他 但等苏俊能将那张纸取出 这慈云便也放他过了考核 很快 位于最前的豪门子弟 几乎全都中选 而后便是那些 家是稍微普通些的人 在面对这些子弟的时候 慈云的神色 变得严肃了许多 但这些子弟在登梯之前 都会十分之机地 掏出一个东西 递给慈云 慈云面色自然地一回袍袖 便将其收下 然后这些人登梯之时 便十分地顺当 很快 这些富家子弟 基本上也全都通过了考核 紧接着 又是家是更为普通的 总之一句话 不管何等天赋 若是没有交钱 都不要想着顺利通过考核 因此很快 便有一大批家是普通的子弟 满脸灰败之色的黯然离场 见到这一幕 站在广场边缘的刑狱书 脸上满是惊恶和不安 终于忍不住轻声道 大大人 这这怎么办 但他的话却没有回应 刑狱书不禁有些愕然地 抬起来看向薛安 然后心中便是一领 因为此刻的薛安 面冷如冰 正冷冷地看着所发生的一切 刑狱书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想说什么 但张了张嘴 却欲言又止 又过了不知道多久 可能是一个时辰左右 就见刚刚还喧闹的广场 已经变得空荡荡的 被淘汰的人 已经黯然离场 而通过考核的人 则站在雌云身后 兴奋地交谈着 最终便只剩下了 站在广场边缘的薛安 和刑狱书二人 这下 所有的目光 瞬间全都集中到了 他们两人身上 盛妙同一见薛安 他们果然没走 心中不禁暗暗叫苦 而盛曼宇 则微微冷哼一声 然后跟鲁诗发对视一眼 便款步走到了 雌云长老近前 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本来笑语艳艳的 雌云文言之后 微微一皱眉 然后便用审视的目光 看向了走来的薛安 和刑狱书二人 他脸上的神情 不禁越发地冷漠 然后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好了 我知道了 盛曼宇文言冷冷一笑 眼波流转 瞥了一眼走来的薛安 心中满是得意 这时 薛安二人已经走到了近前 雌云冷哼一声 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们谁要登天梯 拜入我金顶隔山马 刑狱书上前一步 拱手言道 回长老 是我 我 刑狱书本想将自己爷爷的事情 讲述一遍 可没想到这雌云根本不听 反而十分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行了 那你就上吧 可是 刑狱书一愣 便想接着往下说 却没想到 这雌云把眼一瞪 冷哼道 可是什么 现如今就剩下你一人 若是不想考核 就趁早退出 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刑狱书面色一白 眼中隐隐现出了怒意 因为之前这雌云 在面对那些豪门子弟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态度 身为没有经历过太多事的少年 他怎能忍受得了这种屈辱 可就在这时 只听身后的薛安淡淡言道 既然这样 那你就先上天梯吧 刑狱书闻言 暗暗咬了咬牙 冷冷地看了雌云一眼 方才垂下头 往那天梯走去 可他的这番态度 却让这位雌云心中更是不快 本就小度机长的他 不禁暗暗冷笑道 就凭你这个态度 也想通过考核 全场的目光 集中到刑狱书的身上 有些人和身边的人 巧声讨论着什么 时不时地 他还只向薛安和刑狱书二人 然后发出阵阵刺耳的笑声 这两个家伙 莫不是有些傻吧 谁说不是 居然还敢顶撞慈云长老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泽泽 就凭这点眼力尽 也想通过考核 真是痴心妄想 这些议论声 飘入刑狱书的耳朵里 令这个少年的心 越发的冰凉 爷爷之前不是说 只要自己到了这 就能获得机缘吗 可这又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切 跟他说的不一样呢 刑狱书心中默默盘算 然后仰起头来 看向这架延伸入云端的天梯 不管怎样 先试试吧 说着 他深吸一口气 一步跨上了天梯 本来安稳不动的天梯 突然开始颤抖 这等态势之前从未出现过 刑狱书心中一领 但这时薛安 却淡淡道 别怕 继续 听到薛安的话 刑狱书一咬牙 索性抛开一切 目中献出狠力之色 然后便往上攀去 雌云见状 心中冷笑一声 然后看了远处站着的薛安一眼 这就是得罪了圣家的那个家伙吗 长得倒是不错 可惜 太看不清局势了 与此同时 就见这刑狱书 已经飞快地攀登到了一半高度 而且整个过程如履平地 甚至连天梯都现出了丝丝光滑 这说明 刑狱书于道法上的天赋 很是惊人 可雌云却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对他来说 这次主持开山大典 乃是他好不容易才挣来的一个机会 正好可以趁机大刺敛财 而他要是不想让刑狱书通过 哪怕刑狱书天赋再高 也绝不可能过得了 更何况 这里面还有圣家和鲁家的意思 他当然要卖对方的面子 因此 当他见刑狱书 已经快要攀升至云端了 龙于袍袖之中的手 便掐了一个绝印 然后心中默念了一声 散 咔 一声脆响 但见这句 以道法凝聚而成的天梯 一阵晃动 然后便开始四散 刑狱书就觉得 脚下一个不稳 手掌也变得有些不受力 心中不禁满是骇然 但眼见的云端就在眼前 所以他一咬牙 拼尽全身修为 便想冲过去 可在这天梯之上 他所有的修为 都已经被封印 跟一个凡人 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 这短短的一段距离 却变得那么遥远 而他的身躯 更是开始往下坠落 这一下 很多心地还算良善之人 忍不住惊呼一声 而雌云等人 却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 尤其是盛曼语 只见他满脸讥讽地 看了薛安一眼 心中冷笑道 你不是夸下海口 说什么 我等皆是蝼蚁吗 那我倒要看看 你这下怎么办 可他的得意 刚刚持续了没有几秒 便被打断了 因为就在此刻 薛安仰起头来 看着开始崩溃的天梯 谋冷似铁 淡淡道 传承下来的道法 居然被你们这么遭见吗 您 一声令下 本来已经弱不可见的天梯 陡然现出了一道 璀璨至极的光滑 然后就变得固若金汤一般 而行御书则趁此机会 几个攀越 便升入了云端之中 当他进入云端的那一瞬 他的身形 便出现在了地面之上 而后这架天梯 才轰然破碎开来 全场震恶 谁也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出现 这样的逆转 本以为行御书 绝不可能通过考核的人 此刻全都傻了 一旦跨过天梯 可就算是 败入金顶阁的山门了呀 慈云的嘴巴 更是微微张开 神情就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一样 这时 行御书有些兴奋地喊道 大人 我通过了 我爷爷这下可以放心了 说到最后 声音已经有些哽咽 可就在这时 这位慈云长老 忽然一摇头 冷喝一声 慢着 谁说你通过了 行御书一正 转头看着这个慈云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慈云面线争鸣之色 抬手一指薛安 阴冷道 小子 你刚刚用的什么妖术写法 居然将已经快要散开的天梯凝聚 你这分明是在替这个小子作弊 听到他这么说 苏俊能等人更是鼓噪起来 没错 就是作弊 这个家伙 肯定是有写法 甚至 他没准还是鬼叫中人 种种恶毒的猜测 不绝于耳 行御书面色苍白如指 呆呆地看着群情激愤的人群 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薛安这时却笑了起来 然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 是不是觉得很恶心 行御书迟一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薛安轻叹一声 我也是 罢了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说到这 薛安眼中现出灿然光滑 冷冷道 御书 将你爷爷留下的那两盏 斩魂灯点燃吧 我再给他们一刻钟的时间 行御书茫然地点点头 虽然不知道 薛安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他现在对薛安 有一种近乎盲目的服从 因此 便从随身的杯囊之中 取出那两盏斩魂灯 将其点燃了 烛火透过白色的灯笼摇曳不定 雌云等人全都有些愕然 然后面面相去 气气吃笑起来 跑这点灯笼来了 莫不是在搞笑吧 谁说不是 还在给一刻钟的时间 他以为自己是谁 这些讥讽声中 薛安傲然而立 面冷如冰 没来由的 雌云便觉得心中意紧 至于刚刚还在吃笑的人 也情不自禁地收敛了笑声 时间一个呼吸 一个呼吸地过去 很快 一刻钟便快要到了 一切如常 众人又开始微微骚动 盛曼宇更是按捺不住 准备出言讥讽 可就在这时 大队忽然一阵轻颤 然后便听从身后的金顶阁中 传来了一个满是惊喜的女声 于赫 是你吗 随着话音 苍穹之上一阵金光涌动 而后便见一朵祥云飘然而至 待落地之后 有一女子迫不及待地从中走出 这是一名身着霓裳云衫 腹弱凝脂 身形窈窕的女子 但此刻 她那娇若桃里的眉眼之间 却满是兴奋和焦急 于赫 你终于肯回来 话音未落 这女子便呆愣于原地 因为 她看到了 握于行御书手中的 那两盏白色斩魂灯 眉眼间的兴奋 瞬间便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 是难以置信的茫然之色 与此同时 这位雌云长老 一见到这名女子 不由得面色大变 浑身更是微微一颤 低声惊呼道 露露尸解 没错 来者便是金鼎阁掌门大师姐 露出真 其身份之尊贵 实力之强横 远不是她这个雌云长老 能够招惹得起的 因此 雌云面色接连数遍 最终有些惊慌地 看了行御书一眼 她不明白 这个看上去并无多少 出奇之处的少年 为何能够惊动露出真 亲自来此 人群亦是一阵微微的骚动 这些豪门子弟 虽然都没有见过露出真 但不妨碍他们 听过这个名字 这可是金鼎阁的传奇人物 败入山门 不过短短百年光景 便已经成为了金鼎阁千年以来 最出色的人才 并被掌门亲自提拔为了掌门大师姐 这等存在 即便是他们败入山门之后 也是只能仰视的 这时 就见这陆出真 渐渐从迷茫之中苏醒过来 但当看到那两盏 白若出血的掌魂灯后 眼中 还是闪过了一抹痛楚之色 然后声音微颤地说道 少年 鱼鱼鹤是你什么人 刑御书轻声道 那是我爷爷 爷爷 陆出真轻声重复了一句 脸上闪过一抹复杂莫名之色 然后用 带着一丝稀奇的语气问道 那他现在何处 刑御书的手用力攥紧 颤声道 我爷爷已经已经走了 闻听此言 陆出真浑身一震 尽管他早有预料 毕竟这两盏斩魂灯 可是做不得假的 可等真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还是忍不住内心的悲痛 眼角渗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 就这么走了吗 你这个傻瓜 我当初不让你离开 可你执意要下山而去 这又是何必呢 陆出真轻声呢喃着 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抬起头来 满是稀奇地看着刑御书 那你爷爷临死之前 可曾提到过什么人吗 刑御书默然片刻 然后摇了摇头 没有 他只是说 让我来金鼎阁 继承他的机缘 没有 陆出真脸上现出不甘之色 就连临死前 你都不肯原谅我吗 可是 你又何曾体会过我的苦衷呢 他站在原地自言自语 脸上的神情四悲四喜 令人琢磨不透 刑御书不禁有些错愕 不明白这个女人是干什么的 不禁偷偷看了一眼薛安 却见这时的薛安默然而立 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与此同时 这位陆出真豁然抬头 冲着刑御书微微一笑 忘了问了 你叫什么呢 刑御书 好 既然你是为了继承你爷爷的机缘而来 那就算是 我的故人之后 跟我来吧 说着 陆出真便要领着刑御书离开 可这时 刑御书却摇了摇头 我不能去 为何 陆出真一愣 因为这位慈云长老 说 我没有通过考核 刑御书冷冷言道 陆出真面色一沉 转眸 看向了远处的慈云 慈云浑身一阵 芒不迭地跑上前来 点头哈腰地说道 见过掌门大事件 陆出真面色冷漠 刚刚他说的 可是真的 慈云眼神深处 献出一抹寒光 但还是赶紧解释道 这这并非是我的故意为之 实在是 不要说了 这是我的人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横加阻拦 陆出真秀眉一条 冷声喝道 是 慈云之罪 慈云深深低下头 但眼中却闪过一抹怨毒和愤恨之色 陆出真根本不加理会 走吧 说着一挥手 一朵祥云 便将刑御书 以及薛安泉 都包裹起来 然后飘然飞走 当场中已经变得空荡荡之后 这位慈云才抬起头来 面色阴沉地看着陆出真等人离开的方向 圣曼宇和鲁诗发 连妹走上前来 满是担忧地说道 慈云长老 这下怎么办 对于他们两个而言 自然更是惧怕刑御书 获得陆出真的赏识 因为这就意味着 他们以后在金鼎阁的日子 会很不好受 慈云冷哼一声 虽然她是掌门大师姐 但这件事 却不是她可以一手遮天的 慈云不是傻瓜 相反的 能靠着不算出色的实力 在这金鼎阁中混到长老之位 她可谓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因此 刚刚陆出真在见到刑御书后的表现 以及她说的那番话 这慈云都看在眼里 记在了心上 现在就是个傻子都能看得出 这位陆出真 跟这个少年的爷爷之间关系很不一般 而在联想到门中 关于大师姐和掌门之间的那些传言 慈云的嘴角 不禁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就算你是大师姐 又能如何 这次要是被我抓到了把柄 连你也讨不了好处 因此她冷声道 走吧 跟我进金鼎阁 说吧 她一挥袍袖 便率领着通过考核的众人 全都回反了金鼎阁中 与此同时 行御书也已来到了 漂浮于金鼎阁顶层之上的 一栋楼阁之中 里面布置之豪华 自不必说 关键是周遭的灵力之强 简直令人心旷神疑 而透过窗户 便可以看到脚下那苍茫的大地 这等景色 让行御书看得有些发傻 薛安却一言不发 只是冷冷地在一旁看着 这时 陆出真又问了一些 关于行御贺的问题 可他似乎并不关心行御贺怎么死的 却只是一再追问 他有没有提起过自己 对此 行御书只能摇头否认 陆出真心中难过 可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清脆的庆明之声传来 陆出真面色一变 意味着声庆明 便意味着掌门正在召集所有人 在金鼎阁的最上层 乃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平台 平日这里 乃是阁中弟子用来演武的 但若是有特殊情况 比如掌门紧急召集的话 这里便会成为足以容纳下 全派弟子的一个大会场 当陆出真来到这里的时候 平台之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弟子 并巧声议论着 怎么回事 为何掌门突然召集我等 有那门弟子面色凝重地问道 谁知道啊 而且今年的开山大典 要比往年提前了一天 说是掌门偶游所感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啊 另外一名弟子应道 正在这时 陆出真的到来 引来了全场弟子的一阵骚动 大事件 见过大事件 招呼声此起彼伏 众多弟子们全都拱手为礼 陆出真微微汗手 算是回应 但目光却不禁飘向了广场的另一端 在那边 慈云长老 水晋长老 以及今天败入山门的那些豪门子弟们 凑在一起 俨然已经成为了经顶阁中 实力最强的一派 乃至于在面对这位掌教大师姐 陆出真的时候 这些人也只是冷冷一笑 却无任何表示 尤其是慈云 眼中先是献出一抹得意之色 然后转过头来 立马换作谄媚之色 冲着这位水晋长老低声笑道 这个陆出真 还真拿自己当回事了 实际上谁不知道 他这个大师姐 是怎么当上的 他跟掌门那点破事 这些弟子们可能不知道 咱们这些做长老的 还能不知道 言语之中 满是幸灾乐祸的恶毒 这位水晋长老 乃是一位中年女子 但因为保养得极好 看上去依旧美艳动人 而在听到慈云的话后 她也忍不住冷哼一声 说的没错 这个小贱人是越发的猖狂了 尤其是这次 居然敢插手 我们好容易争取来的开山大典 还硬将一个 跟我圣家有过节的寒门子弟 带进金鼎阁中 这是故意要跟我们圣家作对吗 没错 这位水晋长老 也是出身于圣家 甚至按照辈分的话 圣曼宇和圣妙同志姐妹二人 还得管他叫一声姑妈 这也是他们两个 会被慈云那般恭敬的原因所在 现如今 他们二人已经成为了 水晋长老的弟子 圣曼宇自然便将所有的经过 水晋闻言之后 不禁勃然大怒 要知道 他早就已经看这个陆初贞不顺眼了 只是碍于掌门的面子 没办法发作而已 这次陆初贞 却敢故意跟圣家作对 这水晋的心中 自然大为不满 这一切陆初贞虽然不知道 但当他见到慈云和水晋站在一起 并且嘀嘀咕咕地 似乎在密谈什么的时候 心中便是意境 这两人 显然都没按照好心啊 正当他心中 生起一丝不祥预感的时候 只见一道金光通天彻地而来 瞬间便出现在了广场正中的那座高台之上 待金光散去 赫然是一位身穿袖满金纹的长袍 神态威严的中年男子 当见到此人 全场所有弟子齐齐攻身 见过掌门 其声震动天地 甚至将萦绕于金顶阁的那些云雾 都给震为了粉碎 男子满脸红光 嘴角献出一丝得意的笑意 然后轻轻一摆手 全都眠脸 声音不大 却蕴含着极强的威严 并传进场中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这些弟子们 这才纷纷起身 但脸上依然满是敬畏之色 因为来者 正是金顶阁的第78代 掌门浮光 要知道 身为金顶阁 乃至这座金光洞天的掌门 即便是阁中弟子 都很少有机会见到他的身影 没想到这次 他却突然召集来所有人 也不知道会有何事 很多人心中默默想到 似乎是察觉到了众人心中的疑问 这位浮光呵呵一笑 环视全场 淡淡道 我想此刻 大家应该都很疑惑 我为何要召集大家前来 目光所及 所有弟子不禁齐齐俯首 这座巨大无比的广场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浮光很满意这个效果 脸上的得意之色越发浓重 然后才笑呵呵地说道 其实也没啥大事 就是想告诉诸位一下 我近来闭关偶有所得 最终在昨日突破关爱 正到大罗巅峰 随着话音 一股强悍气势 从他身上冲天起 乃至于连他的双眸 都染上了璀璨金光 气势所及 全场众人先是一正 然后便纷纷露出喜色 齐齐 俯首喝道 恭贺掌门修为大敬 天下无敌 声音震于四眼 这浮光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得意 哈哈大笑起来 同喜同喜 一时间 整座广场之上 都弥漫着欢快的气氛 毕竟 作为金鼎阁的掌门 浮光的修为高低 可是直接关系到 门派的前途和未来的 听起来 这个大罗巅峰 似乎并不十分起眼 毕竟在场之中 很多刚刚败入 山门的弟子 都已经是真仙强者了 水晋等长老 更是无一例外 都是半步大罗级的强者 可要知道 在修者之中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同级不同力 意思就是说 同样一个境界等级的修者 实力可能天差地远 比如 位于新海中央 虚空大教的 嫡系真传弟子 是真仙修为 在荒僻星野之中的 小派散修 也是真仙 但这两人如果遇到 嫡系真传 可以轻松秒杀对方 这就是因为 门派底蕴上的差距 因此在很多时候 境界并不能 直接证明实力 而身为金鼎阁的掌门 浮光的实力 虽然在七大洞天之中 只能算是垫底 但也不是一般强者 可以比拟的 这次他大进一步 成为大罗巅峰 并且看样子 只差一丝 就能晋急半步先亡 金鼎阁中 上上下下的长老弟子们 自然为之高兴 这时 就见水静从人群之中 跨步而出 身识一礼 激动万分地说道 掌门果然是天命所中的强者 眼见那百年一次的大笔 必要开启 七大洞天的道统 都要争锋对决 您在这个时候突破 真乃是我金鼎阁之性 这水静长老的话 简直完美搔中了 浮光的仰处 只见他露出一丝 质得意满的笑意 水长老过誉了 但这次的道统大笔 我自有信心 令我金光洞天 再进一步 一时间 慈云等人 以及众多弟子们 便开始大拍马屁 鳄鱼之声 充斥了整座广场 浮光汗手微笑 得意至极 可就当声浪 稍退之时 这位水静长老 眼中突然献出 一抹狠毒之色 然后轻笑一声 不过掌门 还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该说 还是不该说 嗯 什么事 浮光含笑问道 这个嘛 水静长老 瞥了一眼远处的露出真一眼 然后淡淡道 是关于咱们这位掌门大师姐的 哦 真儿能有什么事 浮光微微一震 露出真也是一震 可还没等他说话 这位水静长老 便用颇康玩味的语气说道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只不过我听慈云说 咱们这位掌教大师姐 私自下山 并强行干预开山大典 招取了两名来历不明的少年 有这等事 浮光微微一皱眉 与此同时 一直在后方等待时机的慈云 见火后差不多了 赶忙上前扇风点火 回掌门 水长老说的句句属实 浮光转过头来 冷冷地扫视了一眼露出真 尤其当他看到 站在露出真身后的行御书 跟薛安后 脸上的神情更是未知一沉 到底怎么回事 露出真有些慌神 他没想到这水静 以及雌云会如此狠毒 居然在这个场合 直接将事情踢爆 猝不及防之下 他根本没有什么准备 浮光的眼中 现出一抹极度之色 若仅仅是招取了 两个入门弟子 那也算不得什么 但关键是 这两个少年长得都十分不错 尤其是那个身穿白衣的 更是让浮光都有些看不透 这不禁让一直是露出真 为静蓝的他 心中大为不悦 水静和雌云见状 互相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欣喜之色 然后这水静 便放出了最强的杀手锏 只见他冷冷一笑 掌门大人 若仅仅是录取了 两个不相干的弟子 也就罢了 可我听说 咱们这位掌门大师姐 见了这少年之后 十分激动 并且口口声声 喊什么愚合 此言一出 本来神态威严的浮光 勃然色变 因为这个名字 让他想起了很多不好的回忆 因此不禁怒声道 露出真 他们说的可都是真的 露出真面白如纸 浑身都在微微颤抖 他本想说不是 可现如今 水静和雌云 都在一旁虎视眈眈 自己就是想抵赖 也不可能了 最终 这露出真在所有人的注目下 缓缓低下头 是 掌门 这确实是我愚合师兄的后人 但我只是想替他 接续机缘而已 您 好了 不要说了 浮光声冷如冰 视线则越过 浑身都因恐惧 而微微颤抖的露出真 落在了刑御书身上 怪不得第一眼的时候 觉得这个少年有些眼熟 原来是刑御赫的后人 浮光的眼中 不禁涌现出层层杀意 百年之前 他们三人之间的恩怨纠葛 可谓复杂至极 但归根结底 还是这幅光 基于露出真的美色 以及他所具的罕见根骨 这种根骨 对男性修者 可是有极大弊异的 也因此 他才用种种方式 利诱着露出真 结果露出真果然上套 并跟已经确定 道律关系的刑御赫 毅然分手 导致本来前途 无可限量的刑御赫 道星破裂 最终止步于外门弟子 黯然下山 当然 这些过往都是 金鼎阁最深的秘星 外人当然不得而知 甚至连刑御赫 都只是以为露出真 只是单纯的变星而已 但做出这一切的浮光 对此可是心知肚明 实际上 要不是因为露出真 成为了他的顶炉 他也不可能在这短短百年之中 进步神速 并最终进击为大罗巅峰 可没想到刚刚突破 便遇到了当初的故人之后 心中本就有鬼的浮光 当然便生出了凛冽杀意 感受到来自掌门身上的杀意 露出真浑身都在颤抖 这百年以来 他过得也并不开心 虽然如愿以偿地 当上了掌门大师姐 但整个金顶阁上下 除了一无所知的底层弟子外 那些长老或者内门真传 根本就没几个拿他当回似的 偶尔午夜梦回 他便会回忆起 当初跟行渝贺在一起的种种过往 也因此 他才会再感受到 自己赠给行渝贺的 那两盏斩魂灯的气息后 表现得那般激动 他本想着将一切遮掩过去 毕竟金顶阁中多一个弟子 也算不得什么 但现在事情却败露了 而且从浮光现在 所散发的杀意来看 今天的事 估计很难善了 陆初贞心中忐忑 但最终还是一咬牙 然后挡在了行渝书面前 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道 掌门 一切都是我的过错 我现在就赶他下山 您就放过他们吧 好吗 可他的哀求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浮光弦雾的一皱眉 冷喝一声 滚开 哄 这一声之下 陆初贞直接被震飞出去 然后便吐出了一口鲜血 可浮光对此 却恍若未见一般 实际上 在成功突破大罗巅峰之后 陆初贞的利用价值 就已经微乎其微了 所以 浮光自然懒得理会他的求情 现如今 就剩下行渝书一人 独自面对浮光了 但见浮光身上的威势越来越盛 乃至于让头顶的天空 都陷出了一道气悬 然后 浮光冷声贺问道 你便是行家之人吗 行渝书浑身都在颤抖 并非是他害怕 实在是因为 实力相差太过悬殊 悬殊道 让他在面对浮光的质问之时 连话都说不出来 哼 浮光见状冷哼一声 而随着这一声 就见一道金光好似神锤 直接砸向了行渝书 速度之快 甚至将空气都摩擦出了刺耳的尖叫 露出真满脸绝望地看着这一切 连嘴角的鲜血都没有擦去 此刻的他 终于感受到了痛彻心扉的后悔 可水晶和雌云等人 见到这样的场面 却全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可就在这时 只见一只纤细修长的手掌 突然出现在这道金光之前 然后将其一把握住 咔的一声 便将其彻底捏碎开来 全场为之一震 而后所有的目光 便齐齐汇聚到手掌的主人身上 但见一身白衣的血胺 淡然而立 眉目之间 却满是冰冷寒意 见此情景 本来满脸得意之色的水晶等人 脸上的神情全都僵住了 而人群之中的圣妙童 则用手捂住嘴巴 眼睛逐渐瞪圆 眼中满是亥然之色 因为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这薛安 居然敢在这个时候 挺身而出 至于圣曼宇和鲁诗发等人 更是集体傻眼 呆呆地看着 就在这全场寂然之中 只听薛安冷冷抬眸 看着站于高台之上的浮光 语气漠然道 本想多给你们一些机会的 但现在看来 没有这个必要了 这番话 令众人齐齐一阵 包括跌坐余地的露出针 都面现茫然之色 因为他也不清楚 这个自从进了金顶阁 便一直沉默不语的白衣少年 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浮光也是一愣 因为他没想到 居然有人能轻易 变破了自己的金光法昼 但很快 他便恢复了冷静 然后露出了一丝 居高临下的冷笑 多给我们一些机会 你以为你是谁 神仙吗 刚刚陷入震恶之中的人群 在这时也恢复过来 在听到浮光的这句调侃之后 不禁纷纷吃笑出声 尤其是盛曼宇等人 更是将心放回了肚子了 真是自己找死啊 惹谁不行 居然敢惹金顶阁的掌门 真是不知道 死是怎么写的 就在这些人全都认为 薛安必死无疑之时 但见薛安丝毫不为所动 而是以古井不波的语气说道 执掌道统 却威逼利诱自己门下女子成为顶炉 这是你的第一桩大罪 浮光勃然色变 因为薛安的话简直正中要害 因此他宁声道 哪里来的小子再次胡言乱语 给我滚 随着最后一个滚字出口 但见一道金光浮轮 瞬间出现在薛安的头顶之上 这一招乃是浮光的成名绝技 本就威力惊人 再加上他又刚刚突破 为了大罗巅峰 一旦出手 声势更是害人 但见金光璀璨如烈日一般 邪惶惶之威 直扎而下 盛曼宇暗暗长出一口气 不管怎样 这个家伙最终还是死了 毕竟 在他看来 没有谁能抵挡得住金鼎阁掌门的权力一击 哪怕圣家家主 他的父亲也不能 可万万没想到 就在这金光浮轮 刚刚来至薛安的深舟之时 本来浩荡的金光 突然开始疯狂收敛 随之消失的 还有那强决的气势 等到来至薛安的面前之时 这道金光浮轮 已经彻底崩溃 只剩下一朵 飘忽不定的金色火苗 而后薛安轻吐了一口气 噗 这朵火苗便彻底熄灭 化为了乌有 全场先是一静 然后便为之大震 怎么可能 掌门的金光浮轮 号称无坚不摧 怎么在这个少年面前 却直接化为了乌有 这位水晋长老 简直如同见了鬼一样 满脸震骇的吼道 他到底是谁 慈云也好不到乃去 面如土色地看着薛安 轻声谜喃道 与此同时 薛安依然不为所动 缓缓往前迈出一步 用无比冷漠 好似神灵宣判的声音继续说道 纵容手下肆意妄为 遭见道法传承 这是你的第二大罪 在一击不中之后 浮光也有些傻眼 但很快 他便恢复了清醒 然后无比凝重地看了薛安一眼 薛安能破我一击 你到底是谁 但薛安却根本没有理会他的话 而是又往前迈出一步 冷漠道 不以天赋收弟子 却贤凭爱父 导致寒门弟子无法出头 令父者御父 强者横强 弱者却永无出头之机 浮光终于恼羞成怒 恨声怒吼道 庶子狂妄 我乃天命所中的强者 又岂是你所能平易的 说着 就见浮光猛然一跺脚 在他的身周 便浮现出无数金光浮轮 然后迅速组合到了一起 形成了一尊 足有百丈之高的巨大浮轮 浮光怪笑即生 替我去死 哄 浮轮转动 直斩而来 所过之处 空间都现出了道道裂痕 离着近的人 更是满脸骇然地往后退去 可即便是面对这样的强绝一击 薛安依然没有任何的动容 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而是继续往前迈步 也就是在这时 这道金光浮轮 轰然冲到了近前 浮光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冷笑 他有信心 即便对方是其他几大洞天的长老 在面对这一击的时候 也很难幸免 这个少年 估计 后面的想法瞬间消允 浮光脸上的笑意 也随之凝固 不光是他 所有在场的人 都陷入了震恶之中 因为这道百丈之高的浮轮 在轰至薛安的近前之后 连一个呼吸都没撑过去 便自行解体开来 化为了粉碎 就好像在这个少年身上 附着着一层神鬼屁翼的魔法一样 这等景象 让浮光肝胆剧烈 这时 薛安的第四步 已经稳稳落下 然后继续说道 以外道写法修华族道统 毁前人之根基 坏后试之榜样 这是你的第四大罪 浮光浑身一震 然后便在惊骇欲绝的愤怒之中吼道 不 我就不信你 还能破我所有的法术 说着 就见浮光抬起手来 开始疯狂地结印 随着一道道手印的结成 但见金光阵阵 竖法凛然 然后七七轰向了薛安 并且 浮光还不忘怒吼道 一起攻击 谁杀了此人 我有重赏 一声令下 水静 雌云等人 率先便发动了攻击 而后圣曼瑜 以及鲁诗发等豪门子弟们 基本上也都发出了自己的最强一击 一时间 但见各种各样的法术直轰而至 术法之秘籍 甚至将这一片的空间 都给彻底封锁起来 死了吗 很多人宁谋忘却 毕竟 在这样高密度的攻击之下 就算是半步仙王来了 也得退去 可就在这时 所有人的眼睛逐渐睁大 因为 一目齐绝画面 正徐徐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就见所有的金光以及术法 在来到薛安的身前之后 便如烈日下的冰雪一样 瞬间化为了乌有 没有任何攻击 能够触碰到薛安的一根汗毛 在这一刻 这个与满天竖法攻击之中 走出的少年 白衣圣雪 衣美飘飘 宛若一世独立的仙人 免疫了世间一切的苦痛 所有人的大脑一片空白 而薛安则缓缓抬头 看着站于高台之上 震撼力的浮光 淡淡道 不自量力 肆意横行 以强凌弱 盛气凌人 这是你的第五大罪 说吧 但见薛安一步跨出 跨越了与高台之间 数千米的距离 直接出现在浮光的面前 浮光浑身一震 刚想反抗 但见薛安猛然一伸手 一把掐住了浮光的脖子 然后便将其提到了半空之中 然后语气淡漠道 你可知罪 浮光极力挣扎着 身为一派掌门 同时又是这金光洞天名义上的第一人 从来还没有人敢这么对他 因此 在这恼羞成怒之下 浮光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潜力 大罗巅峰的修为 更是催发到了极致 但见无数金光于他身中弥漫开来 然后疯狂地扑向了薛安 可一切都是徒劳的 当这些金光刚刚到了半途之时 便如烈火炙烤下的蜡烛一样 迅速融化开来 然后见归虚无 从始至终 甚至连薛安的头发都没有吹动一丝 这等画面 让浮光简直惊骇欲绝 与此同时 他就感觉 掐住自己脖子的那只手 正在逐渐锁紧 整个过程虽然缓慢 但却让他根本无法抵抗 浮光觉得自己的所有修为 都在被逐渐束缚 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要知道 修为到了他这个境界 其实早就可以不必呼吸 单凭灵力转换都可以 而现如今 出现呼吸困难的错觉 也就证明 薛安不但将他的脖子掐住了 还将他与深周的环境 给生生断绝开来了 这不禁让浮光越发的惊恐 强自支撑着说道 你你到底是谁 为何不惧我等的道法 薛安嘴角扬起 露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为何不惧你等的道法 哼 你们所掌握的这一切 都是我的族人所创造的 你现在可懂了吗 浮光的瞳孔 瞬间收缩为了针尖大小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 只有门派掌门 才会知道的传说 传说这七大洞天的开山鼻祖 都不是此界中人 而是从一个古老神秘的地方 迁徙而来 可因为时间太过久远 这浮光 也只是大概地听了一下 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可没想到 今天却遇到了薛安 他惊恐万壮地看着薛安 颤声呢喃道 宁宁是华族中人 薛安微微一笑 答对了 可惜没有奖励 说着 握住浮光脖子的手 又猛然以用力 浮光浑身俱阵 而因为凌厉的隔绝 他的脸也迅速地战红发自起来 这种缓慢走向死亡的感觉 让养尊处优惯了的浮光肝胆剧烈 最终拼尽最后的力气 用近乎哀求的语气 说了两个字 饶命 这句求饶传遍了整个广场 不管是弟子还是长老 全都呆愣愣地看着 很多人甚至因为这一切 实在太过匪夷所思 导致大脑一片空白 而等听到这声求饶之后 很多人才逐渐恢复了清醒 可还没等他们彻底反应过来 就听薛安冷冷一笑 现在知道求饶了 可惜太晚了 说着 薛安的眼中闪过了一抹寒光 不 浮光听尽最后一丝力气大吼一声 因为在此刻他感受到了无比凛冽的杀意 在这种威视之下 浮光就觉得自己 好似一只放在屠夫案板上的带宰羔羊 已经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因此他试图自救 师祖救我 当这四个字刚刚喊完 只见金鼎阁深处传来了一声焦急的喊声 道友 手下留情 可薛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反而收敛目中的寒光 淡淡道 走好不送 说吧 薛安的手掌猛然一握 碰 只听一声 血肉被声声挤爆的闷响 浮光的脖梗被薛安单手捏爆 断裂的头颅滚落余地 雪光更是冲天气 将大半的高抬都给染红 而后浮光那无头的身躯 方才缓缓跌落余地 道友你 金鼎阁中的声音显然没想到 薛安居然真敢下手 不禁怒吼了一声 可薛安却根本懒得理会这些 反而往前迈出一步 然后抬脚便踩住了浮光的头颅 冷冷的 我说要杀你 那你的神魂也得跟着死 浮光的眉心之间有白光闪烁 其中传来了浮光 那因为极端恐惧而变得淒厉地喊声 不 咔 随着一声脆响 浮光的喊声戛然而止 因为薛安一脚踩落 便将他的脑袋生生踩碎 新红色的鲜血 混杂着浓白色的脑浆 在地上流淌着 血腥之气 更是浓烈地 令人机遇作呕 很多离着近的弟子 早已被吓得瘫软在地 就是那些离着远的 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 有些胆小的 更是双目失神地看着薛安 显然已经被吓傻了 水静以及雌云等人的面色 自然也极为难看 因为他们也没想到 这个白衣少年 出手会如此地狠力强悍 居然直接将浮光给打爆了 但紧接着 这些人的眼中 便现出了一抹喜色 因为他们都听到了 来自金鼎阁深处的那个声音 也就是 在薛安刚刚采爆了浮光的那一瞬间 脚下的这座金鼎阁 忽然开始剧烈振战 广场上空现出了道道金光 而后这些金光聚在一起 渐渐凝出了一个人形 当金光散开 里面赫然是一名 须发揭白 面容威严的老者 当见到这个老者之后 水静和雌云等诸多长老 全都大喜过望 然后齐齐败倒在地 激动万分地喊道 见过老门主 没错 出现于此的 正是上一任的金鼎阁掌门 修 他的出现 令广场之上 本来压抑至极的气氛为之依松 众多金鼎阁的弟子们 无不欢欣鼓舞 因为不管是实力还是威望 这位修都要比浮光强盛太多 若不是在三百年前 修因为年事已高 寿命无多 所以打算前行修炼 突破境界 从而延续寿命的话 也轮不到这个浮光继承掌门宝座 但因为这三百年中 这位修一直于金鼎阁密室之中 闭关不出 所以很多新入派的弟子 已经不知道有他的存在 但在众位长老和内侍真传的眼中 老门主才是本派最强之人 现在他既已出山 也就意味着 这个白衣少年的好日子到头了 众人心中正在盘算 但见修满脸痛惜地看着高台之上 自己涂而浮光的尸首 扮赏之后 他才强行按捺下心中的怒火 冷声道 道友 我都以出言求情 你为何还要以一股行 杀我爱徒 质问声中 金鼎阁上空金光浮动 浩瀚苍穹似乎都未知色变 这等声势也让水晋等人心中大定 看来老门主闭关三百年 实力又有了极大的进步啊 可就在这种情况下 战于血泊之中的薛安 却抬起头来 看了看 这位满脸怒涩的羞 然后淡淡一笑 道友 不好意思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管 我叫道友 哼 薛安的这一句话 令全场一阵剧烈的骚动 天哪 这个家伙是疯了吗 居然敢这么跟老门主说话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真以为杀了一个浮光 就能天下无敌了吗 岂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老门主才是我派第一人啊 哼 找死 这一般挑衅的言语 老门主绝对会暴怒 这些议论声 基本都是出自早就看薛安不顺眼的众人 圣曼瑜等人 亦是如此 人群之中 唯有圣妙童 一直在用担忧的目光看着薛安 心也纠紧成了一团 薛公子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不出众人所料 这位修在闻听薛安的话后 果然勃然暴怒 只见他白眉倒树 怒目远睁 阴寒至极地说道 小子 我记你乃是华族来人 并且天赋和修为不错 所以才处处忍让 可你不要得寸进尺 哦 你也知道 我是华族中人 那好 我且问你 我华族道法 就是你 用来脸财和遭剑的工具吗 薛安面冷如冰 沉声鹤问 你 修身吸一口气 然后强自压下心头的怒火 韩生道 我承认我们做的有所欠缺 可这也不是你肆意妄为 甚至不问青红皂白 杀我爱徒的理由吧 薛安笑了 笑得肆意而张狂 然后抬手一指 这广场之上的所有人 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 结果到了你嘴里 便成了一句轻飘飘的 有所欠缺 反过来却又说我肆意妄为 不问青红皂白 说到这 薛安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语气森冷道 而且我就杀了 你又能如何 这番言语便如一瓢凉水 倒入了一锅热油之中 瞬间便令全场沸腾起来 盛曼于冷哼一声 找死 在他看来 薛安如此肆意张狂 简直就是在作死 毕竟他现在挑衅的 可是老门主修 以及整个金顶格呀 可盛妙童却不这样想 他死死捂住嘴巴 睁着大大的双眸 满是虫目地看着 站于高台之上的薛安的身影 尤其当他看到薛安脸上的 张狂笑意后 更是浑身发软 脑海之中 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牛 与此同时 这位水晋长老 见火候差不多了 便往前跪爬了几步 先毕恭毕敬地冲着修医师里 见过老门主 然后不带别人反应过来 便满脸狠利地看向薛安 狠声道 小子 你杀我派主 并口出狂言 今日我金顶格 定要将你灭杀之 说这话的时候 水晋眼中满是得意之色 心中更满是欢喜地想到 烧吧 火烧得越旺才越好呢 要问全场之中 浮光死了谁最高兴 那就非他莫属了 因为论身份和地位 他是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任掌门的 所以 他才会如此迫不及待地 蹦出来表现自己 可他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甚至可能连一个呼吸都没有 所有的设想和野心 便全都化为了泡影 因为就在这时 薛安微微一皱眉 冷声道 锅躁 说着 就见薛安伸手一握 尽管相隔着很远的一段距离 可薛安的这一握掌 却好似 跨越了时空的阻隔 以某种玄妙的角度 降临于水晶的头上 砰的一声闷响 水晶的脑袋 便直接爆裂开来 随着一起爆开的 还有他的神魂 一朝 这位苦心经营数百年 好不容易才成为了 金鼎阁大长老的 成水晶 神魂俱灭 无头尸体微微颤动着 似乎还有些不甘心 但最终 还是无奈地倒落于尘埃之中 这样凶残的一击 让周遭的人 全都陷入了石化之中 然后便听一声 惊恐至极的喊叫传来 雌云转身就跑 此刻的他 吓得都快要疯了 毕竟这水晶 可是直接死在他面前的 这让他如何能接受得了 但他刚刚迈出没有几步 薛安随手一挥 一道剑芒指掌而过 雌云浑身一震 然后便僵立于原地 而后便见他的眉间 出现了一道细细的红线 红线逐渐扩大 于瞬息之间蔓延开来 然后这位 被从中间被剖卫了两半的雌云 便一左一右地倒落下来 再看他的切口 平滑至极 宛若镜面一般 甚至连鲜血都没有渗出分毫 那是因为见光太快 在瞬间便将他的鲜血 都给蒸发干净的缘故 这一幕 更是令所有目睹之人 为之惊骇 这位修虽然对薛安极为忌惮 可现如今 一连死了两名长老 再加上刚刚丧命的浮光 金鼎阁已经有三名高层命丧薛安手中 如果修现在还退缩的话 那他这个老门主的位置 也就不要坐了 因此他怒吼一声 当着我的面 居然还敢如此猖狂 给我去死 哄 无数道金光浮轮 便浩浩荡荡地席卷而来 可薛安却连看都未看一眼 反而冷冷一笑道 你徒弟肆意妄为 你这个做老师的 也要承担一大部分的责任 至于猖狂呵呵 今天 我就当着你的面 偿狂给你看 说吧 但见薛安双眸之中 光滑一闪 一股滔天神威 便从薛安的身上涌起 这些轰来的金光浮轮 连一丝连衣都未惊起 在薛安气势的横扫之下 瞬间变化为了积粪 与此同时 薛安转过头来 目光穿过人群 静止看向了这帮豪门子弟 视线所及 这些贫素嚣张至极的豪门大少 亦获千金 全都露出了惊恐欲绝之色 尤其是曾跟薛安有过节的盛曼宇 鲁诗发 以及苏俊能三人 更是肝胆剧烈 面如死灰 他们也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本以为薛安不过是个普通少年 方才肆意嘲弄 结果现在 却被事实无情打脸 至于盛曼宇 当他想起自己之前 对薛安所说的那些话 更是心惧若死 原来他之前所言 盛家在他眼中不过蝼蚁 并非虚言 因为在这般强横无比的实力之下 所谓的权势和财富 都变得可笑至极 盛曼宇心中想着 鲁诗发更是抖落筛糠 忽然想起了什么 猛地抬手一指盛曼宇 大喊道 大人饶命 这些事都是这个贱人挑唆的 和我无关 破 话音未落 鲁诗发的身躯 整个炸裂开来 鲜血混杂着内脏的碎片 见了周围人一身 而后薛安冷冷道 无关也杀 盛曼宇离着鲁诗发很近 自然也被兜头盖脸地 见了一身鲜血 但他不敢插摹 因为鲁诗发刚刚所说的话 让他简直都要抖作一团了 只能用起饶的目光 看着薛安 饶 命子还未出口 他那本来如花般冷叶的面容 也随之爆裂开来 似乎没想到 薛安真会杀自己 盛曼宇的死事站了一会 方才缓缓栽倒在地 而后薛安抬起头来 看着 已经快要气风地羞 淡淡道 现在我就当着你的面杀了 你能奈我何 本来暴怒不已的修 在此刻却突然冷静下来 然后用阴冷至极的目光盯着薛安 年轻人 我本来想放你一马的 但这一切都是 你逼我的 你 话音未落 就见本来立于高台之上的薛安 突然之间失去了踪迹 等再次出现 已然来到了修的身后 然后一拳轰出 尽管修心有所感 无奈薛安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快到连他都来不及做出反应 只能硬着头皮 硬接了这一拳 碰 一声闷响之后 就见这位金鼎阁的老门主 就好似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直接被轰下了高空 然后生生砸进了广场的地面之中 整座金鼎阁似乎都因此而轻颤了一下 至于在场的弟子 更是无不惊骇 而与此同时 就见薛安副手立于虚空之中 淡淡道 废话真多呀 而且你觉得 我用你放我一马 地面之中的大洞之中 冒着鸟鸟烟尘 人们呆呆地看着 很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老门主就这么败了 这个念头刚刚升起 众人忽然觉得 脚下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声响 而一股浩然气势 更是从那被砸出的大洞之中 直冲而出 气势所及 搅弄的风云都为之变色 这是先王气息 有人失声惊呼了一声 而后便听一阵嚣张的大笑之声 从地底传来 今日无方之诛天之广大 随着话音 但见一道金光冲天起 瞬息间便出现在高空之中 待光影散去 里面立着的 赫然是一名面白如玉 须发皆黑的中年男子 正是修 但见此时的修 一扫刚刚的老太龙中 周身金光环绕 脸上满是得意 然后冲着对面的薛安 咧嘴一笑 年轻人 多谢你这一拳 没想到我苦苦钻研了三百年 而不入的境界 居然被你这一拳给破开了 没错 这位修闭关三百年 却一直不得存尽 甚至连他都已经彻底绝望了 可没想到 今日在薛安的这一拳之下 居然生生将他的境界给轰开 这怎能不令修为之惊喜 薛安则微微一扬眉 然后似笑非笑地说道 半步先王 好眼烈 没错 我现在 一入半步先王之境 动天之中 再无敌手 修自信满满地说道 然后冲着薛安森然一笑 年轻人 你现在认输 我还可以给你个痛快 言语之间 充斥着无比强大的信心 并震得四眼虚空 都为之晃动 很多金鼎阁的弟子 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色 有的更是惊喜的 浑身都在颤抖 毕竟 那可是半步先王的修为啊 这等实力 不说傲视群雄 起码来说 也算是此界之中 屈之可数的存在了 这个少年即便再厉害 也不可能是这等实力的 强者的对手吧 很多人心中默默想到 可万万没想到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 立于虚空之中的薛安也笑了 笑容之中 带着三分轻蔑 七分张狂 认输 哼 区区一个半步先王 真是好大的口气 众人文言 不禁全都瞪圆了眼睛 区区一个半步先王 这话听起来 简直已经不能用狂妄来形容了 这分明就是在作死啊 修也不例外 就见他面色一变 英策策地说道 年轻人 我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自信 但要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 碰 话音未落 不知道何时已经出现在 他身侧的薛安 一拳便轰在了他的脸上 直接将这位修轰飞出去 而后薛安缓缓收拳 淡淡道 不好意思 这些话我都已经听腻了 能不能换点新鲜呢 被砸飞出上千丈远的修好 不容易立定了身形 再看此刻的他 半边脸中其老高 挤压的眼睛都已经睁不开了 虽然在几道金光闪烁之后 他的脸便已经恢复了正常 但这种剧痛 以及当着这么多人的羞辱感 还是让他勃然狂怒 我要杀了你 修双目赤红 深周金光 更是犹如实质一般 凝聚成了一道巨大的符轮 然后便轰隆隆地砸向薛安 薛安不闪不闭 微微一笑 这才有点意思 可惜 说着 薛安抬拳 直轰 咔 本来疯狂旋转着的符轮 瞬间停滞 一道道裂纹 自薛安的拳下开始浮现 并迅速地蔓延开来 哄 符轮瞬间爆裂 而薛安自满天金光碎片 之中走出 冷冷道 可惜 还是不够 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要知道 晋升为半步先王之后 他的实力提升了何止百倍 这符轮更是化身为 犹如实质的恐怖杀器 可没想到 却连这个白衣少年的一拳都抵挡不住 但他的反应很快 剑一击不成 立马便开始准备第二击 可就在这时 他惊骇地发现 刚刚还站在远处的薛安 突然不见了 修浑身的汗毛瞬间竖起 深周金光涌动 直接凝聚为一套金光甲皱 试图护住自己 他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但还是有些太晚了 只听薛安那清冷的声音 从他的身后传来 玩够了吗 玩够的话 请你也去死吧 距离之近 修甚至能感受到薛安的呼气 这灵修的头发瞬间竖起 然后毫不犹豫地 便朝后轰出一击 但就在这一瞬间 一只冰冷的手 直接从后面掐住了他的脖子 然后猛然一握 修就觉得自己和周遭天地的联系 瞬间被切断 刚刚还轩和的气势 更是如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瞬间萎靡了下去 但修不愧是半步先王的强者 尽管被薛安 直接掐断了和天地之间的关联 可他在瞬间 便奋起全身修为 试图反抗 可就在这时 一股浩瀚如大海般的神念 直接便将修包裹起来 修惊恐至极地惨嚎一声 不 但随即 便被这神念斩断了所有联系 甚至连他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力 都被剥夺开来 成为了一句只能看和听 却不能做出任何反应的尸体 薛安这才松开手 后退一步 淡淡道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修静静地悬浮于半空之中 身形缓缓转动过来 方才看到了薛安 但这时的修 已经再无刚刚突破时的欣喜 取而代之的是 无尽的惊恐和绝望 全场更是静得 连呼吸声都消失了 人们浑身站立地看着 而后薛安微微一歪头 忘了 你现在不能说话了 说着 他随手一挥 休止觉得嘴巴一松 这才可以发生 而他所说的第一句话 并不是求饶 而是用近乎站立的语气说道 你你不能杀我 哦 为什么 薛安微微一扬眉 轻声问道 因为因为你要是杀了我 那么金鼎阁就将彻底断了传承 而且过不了几天 就是百年一次的道统大比了 你现在已经杀了浮光 再杀了我的话 那金光洞天 绝对会落败 我 修正在叙叙叨叨地说着 薛安一摆手 打断了他的话 败了又能怎样 败了的话 那金光洞天 很可能便会除名 并被其他的几大洞天所瓜分 到时候 此处的子民 将全都成为别人的奴隶 修极力描绘着战败后的惨状 却不想薛安闻言 却只是冷冷一笑 然后饶有兴致地问道 那你们之前的成绩 又是如何呢 修面色一白 念诺道 是是最后一名 薛安一扬眉 哦 那样的话 那你死和不死 又有什么区别呢 毕竟 你活着的时候 也是最后一名 说着 薛安缓缓抬拳 冷冷地看着 修下的牙关 都在打战 惊恐万壮地说道 布不要杀我 虽然之前也是最后一名 但不代表这次也是一样 你杀了我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的 薛安却只是冷冷一笑 好处 你死了 就是最大的好处 而且你放心 你死了 这次的道统大笔 自会有人替你参加 随着话音 薛安的拳头 轰至修的进前 修被吓得发出了 杀猪般的惨叫 不 你杀了我 万一此界的妖鬼动乱 还有谁能镇压 毕竟金鼎阁的大印 可是在我手 话音未落 薛安另外一只手中 出现了一道白光 白光之中 漂浮着一枚玉印 薛安淡淡道 你说的是这个吗 修傻了眼 这只怎么会在你手里 他完全想不明白 这东西 是什么时候 跑到薛安手中的 薛安冷冷一笑 刚刚那个浮光死的时候 我顺手 从他的尸海之中 拿出来的 至于你刚刚说的妖鬼 一个也跑不掉 说吧 薛安再不迟疑 一拳直接轰下 碰 拳头从修的脸上 砸进去 从后面冲出来 修的脑袋 直接被轰为了粉碎 一起粉碎的 还有他那已经被 薛安禁锢住的 十海神魂 这位苦修三百年 一直不得存尽 好不容易突破 为半步仙王 却只得意了 不过一盏茶的时间 然后便被薛安 直接轰碎脑袋的修 就此神魂俱语 成为了历史 做完这一切 薛安缓缓收回手臂 然后微微一颤 上面便浮现出一道火焰 直接将所有的血字 炙烤干净 而后薛安芳 才低下头来 俯瞰整座广场 此刻的广场之上 不管是内门真传 乃是刚入门的普通弟子 都已经抖作一团 尤其当薛安的目光所及 更是满脸金黄的低下头 连看都不敢看薛安一眼 因为薛安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我也是太过惊人了 从开始到现在 他已经连杀了金鼎阁两任掌门 并附带着两名长老 和两名内门弟子 这等实力 足以令最骄傲的人扶手 但也并非全都如此 比如那位被浮光利用 并最终始乱终气地露出针 便在用震恶和茫然的目光 看着薛安 和她一样茫然的 还有圣妙童 实际上这个少女 此刻已经彻底陷入了 迷茫的深渊之中 不可自拔 因为就在刚刚 她的姐姐便死在了她的面前 甚至圣蔓与脑袋爆裂的画面 圣妙童都看到了 按理说 亲姐姐死在自己面前 圣妙童应该感到 无限的愤怒才对 事实上也确实是那样 圣妙童在那一瞬间 感到了满心的愤怒 可不知怎跌 在这满腔的怒火之中 居然还掺杂着一丝 如是重负的轻松 就好似有什么 一直压在心底的东西 突然消失了一样 圣妙童为这种感觉 感到迷茫 而接下来 薛安所表现出的一切 更是加深了她这种感觉 谈笑间 这半步先王级的强者与死地 俯瞰之间 更令所有人 为之震害俯首 这等赫赫神威 令自小便十分崇拜英雄的 圣妙童满心倾慕 而这种感觉 又跟刚刚的怒火掺杂在一切 令圣妙童的大脑一片空白 与此同时 却有一个身影 正在竭尽所能的 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 缓缓往场地边缘退去 她的头低着 浑身都因为极度的恐惧 而被冷汗打湿 她的心里默默倒念着 不要注意到我 千万不要注意到我 可世间是往往便是如此 越是害怕什么 便越会发生什么 当她的身影 已经退入了人群之后 离着广场出口 只有几步之遥的时候 就听薛安冷冷道 也不打个招呼 就这么走了吗 声音不大 但听在这个人耳朵里 却不亚于晴天霹雳 就见他豁然蹦起 却连头都不敢抬 而是燃烧起浑身的修为 往远处奔去 因为他很清楚 多单个一瞬 自己的危险便会多上一份 毕竟 身为鲁诗发的走狗 苏俊能之前对薛安 也是颇多嘲讽的呀 所以他很清楚 在这个杀神面前 自己根本不可能幸免 可就在他的身形 刚刚飞起的那一瞬间 就听彭的一声闷响 他的身躯 直接在半空之中 炸裂开来 鲜血宛若烟花般 绽放盛开 然后方才如雨般落下 不知道何时 已经出现在 露出真面前的薛安 轻叹了一声 好美的烟花 你觉得呢 露出真面色一白 然后低下了头 是 薛安笑了笑 你没什么想说的吗 露出真的身躯 微微颤抖着 轻轻摇了摇头 大人 我现在已经没什么 可说的了 要杀药寡戏听尊便 此刻的露出真 早已心丧若死 因为错了就是错了 至于当初的种种 也就没有再谈的必要了 薛安点了点头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成全你 说吧 薛安抬手一照 本来握于 行御书手中的 那两盏斩魂灯 便飞入空中 直席露出真 露出真颇为感激地 看了薛安一眼 然后便任命地 闭上了眼睛 能死在自己当初 赠与行御喝的 这两盏斩魂灯下 露出真觉得 无憾了 可当这两盏斩魂灯 冲到近前之后 本来薛猛地冲 是猛然一致 然后便停留在了 露出真面前 并开始微微颤抖 露出真惊恶地 睁开眼睛 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旋即像是感受到了 什么一样 眼中迅速蓄满了泪水 与此同时 薛安冷然说道 看来他即便死了 也不愿伤害你 算了 反正这件事 我也是外人 既然他都不想杀你 那你就下山去吧 记住 以后不可再踏入此处半步 否则 杀 露出真浑身一颤 然后深深地低下了头 是 说吧 他恭恭敬敬地跪倒在地 颤声道 大人 切身自知罪孽深重 下山之后 便会就此隐性埋名 再不复出 但临走之前 能否让我带着这两盏斩魂灯 一起离开 说吧 露出真满脸稀奇地看着薛安 薛安不知可否 却将目光投向了 站在不远处的刑御书 这个少年 此刻刚从震撼之中清醒过来 当注意到薛安的目光之后 他不禁就是一论 斩魂灯是你爷爷留给你的 怎么处置是你的事 你自己看着办吧 薛安说吧 便离开了此处 刑御书深深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露出真 目光很是复杂 已经了解到 之前种种过往的他 自然明白 这个女人当初都做过些什么 可以说 就是因为他的背叛 才让自己的爷爷道心破碎 最终止步于外门弟子的修为 黯然下山 一切悲剧的根源 都是源自于他 按理说 刑御书应该对其充满愤怒 可现在 他却只能默然以对 因为刑御贺留给他的那两盏斩魂灯 正悬浮于他身前 好似在护佑着他一样 过了两久 刑御书方才沉生道 按理说 我应该立马将你杀死 以报你当年欺骗我爷爷之仇 陆初贞浑身一颤 却没有吭声 倒是那两盏斩魂灯 微微晃动了一下 现出了点点烛光 带着这两盏斩魂灯走吧 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刑御书冷声说吧 转身去 陆初贞不知何时 已经泪流满面 然后深深叩手 轻声道 谢谢 不用谢我 我从来都没有原谅你 我只是不想 让我爷爷最后一丝的执念 都消散罢了 而且 你真以为他这么多年 都没明白 发生了什么吗 他只是不想说罢了 刑御书头也没回 冷冷说罢 方才大步离去 陆初贞浑身俱阵 面线茫然之色 嘴里轻声呢喃道 是啊 你那么聪明 当初一同败入山门的师兄弟中 你的修为一直是拔尖的 又怎会看不出当初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你只是不想拖累我 方才独自下山的嘛 说到最后 陆初贞终于忍不住小声唾气起来 然后之而重之地将这两盏斩魂灯收起 恭敬地冲着远处的刑御书和薰安二人一弯腰 这才一摆袍袖 深化流光 下山而去 陆初贞走了 刑御书的神情也有些黯然 不管是替自己爷爷当初的决定感到不值也好 还是因为这金鼎阁的藏污耐垢而愤怒也罢 刑御书的心都有些沉甸甸的 薰安见此却只是淡淡一笑 历经三千多年的世事变幻 薰安见过太多太多的背叛和肮脏 但也见过足以令顽石动容的感情 所以 面对这一切 他也只是一笑而已 与此同时 整个广场之上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金鼎阁的弟子们 都一脸苍白地等待着对他们的审判 是生 是死 现在都在这位白衣少年的一念之间 薰安环是全场 冷冷到 现如今修 浮光皆已生死 你们可有不服 所有人齐齐一颤 然后满脸惊骇地交换了一下颜色 笑话 面对这等杀神 谁敢有意见 没见到地面上水晶和雌云等人的尸体吗 那不就是赤裸裸的教训吗 薰安满意地点点头 很好 看来 你们都没有意见 既然这样 那这金鼎阁的掌门 便由他来担任吧 薰安指向的 正是一脸猛逼的刑御书 我我 刑御书瞪圆了眼睛 满脸错愕地问道 薰安点点头 没错 就是你 刑御书傻了 不光是他 全场所有人 也全都傻了 因为就在刚才 刑御书还是一名 刚刚通过了开山大典 败入金鼎阁的普通弟子 怎么一转眼间 居然要成为金鼎阁的掌门了 这听起来 简直太匪一所思了 而且 一旦成为事实 那金鼎阁立马便会成为 七大洞天之中的笑柄 本来在此之前 金鼎阁的实力 便是七大洞天之中最差的那一等 常年霸占道统大比的末位 如果真被一个连针线都不是的弟子 成为掌门的话 那岂不更会引来各方的觊觎和吃笑 很多长老的心 一下子便跌进了深渊之中 刑御书也颇有自知之明 连连摇头道 大人 您说笑了 我现如今的实力 怎么可能成为这里的掌门呢 我觉得这掌门 还是您来做比较好 这个提议 让很多人眼前一亮 是啊 薛安刚刚已经通过事实证明了 他那无可置疑的强大实力 若是他成为掌门 那 可惜 这个美好的幻想 很快便被薛安无情地击碎了 就见薛安摇了摇头道 我是不会当什么老实子掌门的 事情就这么定了 说了 是你就是你 说着 薛安随手一挥 便将那眉相 睁着金顶格全室的玉印扔了过去 刑御书忙不迭地揭在手中 但脸上依然满是恍然之色 薛安露出洁白的牙齿 微微一笑 你不就是担心自己的实力不够吗 放心吧 有我在 等不到这次道统大比开始 我便能将你训练为一方强者 刑御书 对此只能深深俯首 低声道 是 他一低头 广场之上的其他人 不禁面面相去 怎么办 败还是不败 这个疑惑在看到彼此眼中的金句之后 便迎刃而解 只见金顶格上上下下 不管是长老还是弟子 齐齐躬身败道 齐身高呼道 弟子 恭贺行掌门即位 面对着四方朝败 刑御书颇为紧张 不禁求助般地看向了薛安 可这时候 薛安却根本没有理会这些 反而静止走到了 在人群一旁站着的圣庙桐面前 此刻的圣庙桐 依然没有从之前的茫然中苏醒过来 直到薛安心不走至面前 他才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看向了薛安 薛安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杀了你姐姐 你恨我吗 这声质问 令周围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 并下意识地往后推了几步 避之唯恐不及地闪开了一个大圈 唯有站在圣庙桐身后的那位老奴 现在也在颤抖着 并用焦急的目光看着圣庙桐 心中疯狂地悼念 二小姐 你可千万要沉住气 万万不能激怒了这位杀神爷呀 否则咱们可就全都走不了了 但他的悼念并未起到什么效果 就见圣庙桐眼中的迷茫渐渐退去 然后目光灿然地看着薛安 最终缓缓点头 哼 这个回答让这位老奴差点尿了裤子 周围的人群更是一阵滴滴的哗然 很多人都暗自摇头 认为这个少女如此回答 绝对是凶多吉少了 可没想到 薛安的嘴角 却渐渐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 哦 你这么说 就不怕我杀了你吗 圣庙桐摇了摇头 不怕 这下 人群又是一阵微微的骚动 这位从圣庙桐小的时候 就跟随于他的老奴 绝望地闭上眼睛 已经做好了同归于尽的打算 如果是其他人 这个老奴还敢抱有一线希望 可薛安在这次大战之中 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尾时太过惊人了 惊人到令这个老奴一想起 自己当初居然赶拦薛安的去路 并试图动手的时候 就浑身直冒凉起 什么实力 便有着什么地位 当初在小城客栈之中 自己这边 还能依仗着圣家的权势 有一些心理上的优势 可到了现如今 这些所谓的心理优势 也随着圣曼宇的抱头而亡 一起化为了乌有 这名老奴毫不怀疑 薛安若是想动手的话 可以轻松将在场 所有人一个不胜的 全部杀光 因此 当他看到圣妙彤 居然如此回应薛安的话时 吓得已经放弃了所有希望 可万万没想到 薛安面对这样的回答 并未如众人预想中 那样动目 反而微微一笑 哦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个 滥杀无辜的人 圣妙彤说着 十分认真的看着薛安 全场愕然 一连杀了这么多人 到了这个圣妙彤的嘴里 却是不乱杀无辜 似乎是察觉到了众人的疑惑 圣妙彤接着说道 因为你杀的每一个人 都是他们旧游自取 自己该死 薛安淡淡道 那你姐姐呢 她也是一样吗 气氛陡然变得紧张 本来看到了一丝 生还希望的老奴 心跳得简直都快要爆了 姑奶奶 你可不要胡说八道了 圣妙彤点点头 是 她也一样 甚至她更加该死 因为从一开始 就是她在屡次挑衅你 甚至还试图 串通雌云等人来对付你 那照你这么说来 你岂不是不应该恨我 薛安饶有兴致地问道 圣妙彤眉眼低垂 面目之中 再无平时的欢快之色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黯然 她该死 但也是我姐姐 你杀她 我自然也要恨你 薛安不说话了 只是静静看着这个少女 随着她的沉默 全场也随之静默 直到过了半晌 薛安的眼中 方才闪过一抹激赏之色 然后点了点头 说得好 说吧 薛安转身便走 这位老奴就觉得浑身一软 险些跪倒在地 心里更是尝出了一口气 幸好 自己的命算是保住了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这位圣妙彤 突然抬起头来 冲着薛安的背影喊道 虽然我这么想 可不代表我的家族 也是这个意见 因此 等我回去后 我家 以及鲁家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您 圣妙彤后面的话没说出口 但脸上的意思 已经很明显 她是想提醒薛安 好自为之 最好提前做好防范 可薛安却连脚步都没停下 头也不回地说道 好啊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如果想来 那就让他们来吧 说吧 薛安便离开了广场 圣妙彤呆呆地看着薛安远去的背影 眼中泪光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位老奴胆战心惊地走上前来 低声道 二小姐 此地不可久留 我们还是尽早离开吧 话音刚落 就见圣妙彤的眼中滑落出大颗大颗的泪珠 然后愣愣地看向着老奴 你说我和他还会再见吗 老奴头皮发紧 抢笑道 应该应该会吧 二小姐 我们还是先走吧 不然迟则生变吧 因为他发现 周围很多人看他们的神色都已经不对了 这自然令他胆战心惊 至于圣妙彤问的能不能再见到 这老奴心中恨恨地想到 您和他能不能见到我不知道 但我可是再也不想看到这位杀神爷爷了 因为实在太刺激了 最终 圣妙彤也带着仅剩的几个奴仆 离开了这金鼎阁 这场大战 算是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金鼎阁中 却气氛凝重 人人自危 因为人们都不知道 薛安让行御书当掌门 是要干什么 眼看着离道统大笔的日期越来越近 经历了这一场大风波 元气大伤的金鼎阁 在接下来的道统大笔之上 还能取得什么成绩 这是出现在每一个人脑海中的问号 与此同时 关于金鼎阁这场巨变的种种消息 也以恐怖的速度迅速传播开来 什么 金鼎阁掌门浮光死了 有人满脸惊骇地问道 岂止是浮光啊 连那已经闭关三百年未出的修都死了 另一人感叹道 谁人所为 可是其他洞天的强者入侵 有人震惊道 不是 因为杀了金鼎阁两任掌门者 只有一人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对啊 这绝不可能 即便金鼎阁这几百年来实力衰退的厉害 可两任掌门也都不是一鱼之辈 怎么可能被一人所杀 这绝对是谣传 有人满脸的不相信 哼 我刚听到这个传言的时候也不相信 但你可知 这次死的 还不仅仅是金鼎阁两任掌门 盛家 鲁家等几大豪门的人 几乎全都有死伤 现如今消息都已经传开 由不得我们不信啊 这 所有人闻言不禁全都惊呆了 杀了两任掌门不说 还连带着得罪了金光洞天之中的圣家鲁家等豪门 这位动手之人该有多强横霸道 那动手之人到底是谁 有人忍不住低声问道 我听金鼎阁中目睹了这一场大战的人说 是一名白衣飘飘的少年 名字叫薛安 薛安 众人闻言不禁轻声嘀喃 眼中全都现出悚然之色 一介少年却能搅弄风云 甚至令强者授手 这等实力 简直太过匪夷所思 但也因此 薛安这个名字以爆炸般的速度 迅速传播开来 几乎不过一两日光景 便已传遍了这一整座金光洞天 闻者无不骇然失色 小城 城主府 苏俊能的父亲 本来正老神在在地坐在书房中看书 可是从外面传来的一阵慌乱的脚步声 打乱了书房中的宁静 他有些不耐烦地抬起头来 沉声喝道 什么人 随着话音 书房门被推开 城主府的大管家 亮亮呛呛地跑了进来 然后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大大人 大大大事不好了 苏夫一皱眉 慌慌张张地成河体统 到底出什么事了 好不容易 这位大管家才把气喘云 然后浑身颤抖地说道 少爷他他 一听事关自己的儿子 苏夫刚刚地淡然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黄疾 俊能他怎么了 这位大管家 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 少爷他死了 死了 苏夫先是一正 然后勃然大怒 谁干的 我要杀了他全家 说着 起身便要往外冲去 可这时 这位大管家 却拦住了苏夫 大人先冷静一下 冷静 我还怎么冷静 我倒要看看 谁杀了我儿子 苏夫火冒三丈地吼道 可就在这时 这位大管家 凑到苏夫近前 面色凝重地 在他耳畔 说了几句什么 当听完之后 本来气势汹汹的苏夫 瞬间便如泄了气的皮球 一样捏了下来 惊慌不安地说道 你你说的可是真的 千真万确 现如今 外面都已经传开了 所以我觉得 大人在行事之前 还是三思二好 听到大管家的话 这位苏夫面色 轻一阵白一阵 好似在思索着什么 可就在这时 从前院突然传来了 一阵喧哗之声 怎么回事 苏夫浑身一颤 大管家转身 便要去外面打探一下 可还没等他走出书房的门口 只见一行人 便气势汹汹地赶了过来 一见到这些人 苏俊能的父亲 这位执掌此城的城主 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因为来的 都是城中各方势力的代表 这些人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这个时候来 显然目的不是那么单纯 果然 当这些人走到书房门前后 全都静静地站着 没有一个人躬身失礼 苏夫的面色越发地阴沉 但眼中却闪过了一抹畏惧之色 可还没等他说话 他的大管家便率先说道 你们要干什么 为何私闯城主府 并且见到城主后 殷河不跪 质问之声满是寒意 至少令人群之中的很多人 都面现犹豫之色 但领头的几人 却只是冷冷一笑 城主 呵呵 他很快就不是了 你们想干什么 想造反不成 这大管家 私声利吼道 可是话音刚落 只见一道寒光闪过 这位大管家便伸手易触 死尸栽倒在地 管家 苏夫惊叫一声 与此同时就见动手之人 冲着苏夫黑黑一阵冷笑 姓苏的 你儿子招惹了不识强者 若是还有你来做此城的城主 将会使城中所有人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所以为了稳妥起见 你还是乖乖退位吧 苏夫看着这些面容冷漠的手下 一颗心渐渐沉入了谷底 是 城中大乱 苏夫以及城主府中几十口 进阶身死 城主意味 而这 却只是这次大风波中 一朵十分不起眼的浪花 当消息彻底传开之后 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投向了圣家 以及鲁家这两大豪门 作为金光洞天之中 数一数二的豪门 这次的事件 他们两家损失最为惨重 鲁家陨落的鲁诗发 乃是天赋十分不错的嫡妻子弟 狠得家中看重 不然也不会千里迢迢 送他去金顶阁中进修 圣家就更不用说了 圣家姐妹花何等荣光 结果也在此次风波之中死了一位 再加上圣鲁两家平日里 飞扬跋扈的表现 所以这次很多人都想看看 他们会做何反应 但出乎意料之外 鲁家居然沉默了 不管外界的舆论如何汹汹 鲁家都没有任何表示 这不禁让很多等着看热闹的人 有些哑然 怎么回事 莫非这次 一贯嚣张的鲁家 也怕了不成 与此同时 在金光洞天一处浮地之中 以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 长途跋涉而回的圣庙桐 刚一进到圣家的管辖范围之内 便被几名家族长老 亲自迎进了府中 然后整座圣家府邸大门紧闭 沿尽任何人出入 而在圣家府邸后面 一处防卫森严的密室之中 圣家十二长老 各房宗者 各条商路的负责人 总之 整个圣家最核心的人物 一个不圣 全都出现在这密室之中 圣家家主 也就是圣庙桐的父亲 圣一华 公身立于正座一旁 而在正座之上坐着的 乃是一名先锋道鼓 无怒自威的老者 在他旁边 还有一张椅子 上面坐着的 却是一名衣着锦绣 但满脸尖酸刻薄的老太太 当圣庙桐走入这密室之后 就听这位老者淡淡道 眼门 卡卡一阵机械转动的声响 巨大的房门缓缓关闭 当房门关上的那一刹那 这间偌大的密室 陡然变得阴森而恐怖 圣庙桐独自一人 站于场地中央 在他对面便是成梯自行 往上延伸的一大片座椅 圣家众高层 全都端坐骑上 冷冷地注视着他 这种无言的沉默 让气氛变得极为压抑 圣庙桐低垂眼眸 尽力不语 良久 就见坐于正座之上的那名老者 冲着圣一华 微微一汗手 圣一华这才转过头来 看着圣庙桐 沉声言道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尽管圣家众人 早已通过各种渠道 获知了那天所发生的一切 但作为目睹了整个过程的亲历者 圣庙桐的话 还是至关重要的 圣庙桐没有抬头 而是沉默了片刻 然后方才用极为平静的语气 开始叙述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密室之中静得可怕 唯有圣庙桐的声音 在缓缓流淌 当听到圣庙桐说 自己在小城之外 第一次遇到了薛安 并对其大为好奇 乃至不顾一切的追逐而去的时候 人群微微地有些骚动 而坐于正座之旁的 那名尖酸老太太更是从鼻孔里冷哼了一声 对于这一切 圣庙桐恍若未觉 依然冷静客观地 继续往下叙说着 从小城之中的纠缠 一直说到了金顶隔前的那座小镇茶楼 直到说到圣曼宇和鲁诗发一起出场 并对薛安大家嘲讽的时候 那位老太太终于按捺不住 冷声喝道 胡说 我孙子一向温良恭俭 怎会那般跋扈 倒是你这个小丫头 不知廉耻 居然主动招惹男人 真是可笑 这番话声音虽然不大 但在场的 可都是身负修为的强者 自然全都听得一清二楚 很多人面色为之一变 尤其在角落中坐着的几名年轻男女 更是面线幸灾乐祸之色 他们也都是圣家子弟 但一直没有圣曼宇和圣庙桐这二人受宠 不然也不会独独他们两个 被送去了金顶阁进修 可没想到 却出了这么档子事 圣曼宇死了 剩下一个圣庙桐 看样子 也已经为家族所不喜 这样的结果 自然令这几名圣家子弟 心中暗爽 圣庙桐停住话语 但并未抬头 依然静静地站在那 圣义华眼中 微露一抹黯然之色 作为圣庙桐的父亲 他一向喜欢自己这个小女儿 如果是其他人敢这么说 他会毫不犹豫地 令对方再也说不出话来 可惜 这个老太太的身份 连他也不敢招惹 与此同时 这位神态威严的老者淡淡一笑 笑脆啊 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这样的暴脾气 就不能让他把话说完吗 圣书云 你少在这说废话 我脾气暴 我鲁家子四岁多 可嫡妻就那么两个 时发更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后生 结果现在 却不明不白地死了 你现在居然还说我脾气暴 这位鲁氏老太太 简直都要暴走了 狠狠地盯着圣书云 要依照我的意思 现在早就应该杀上那金鼎阁 找这个不知道哪蹦出来的小子算账了 你却说什么从长计议 你该不会是怕了吧 这番话说的圣家 很多人面色微变 因为这个老者并非别人 正是圣义华的父亲圣书云 也是曾执掌圣家五百年 令其成为第一豪门的老家主 这老太太说话如此不敬 自然令很多人未知侧目 圣书云笑容未变 但一双苍霉之下的双眸 却神光渐冷 鲁孝翠 你说得好像我圣家就没死人一样 水尽先不提 就是鳗鱼 也算是我圣家娇女 结果不一样 也是死了 那不一样 女人能跟男人相比吗 再说了 鲁孝翠杀意腾腾地瞥了一眼圣苗彤 要不是因为这个疯丫头招惹的是非 我孙子至于死吗 气氛骤然陷入了僵局 可没想到 就在这时 一直低头不语的圣苗彤 居然抬起头来 对这番争吵恍若未闻 继续往下讲述所发生的经过 很快 他便说到了那场大战 尽管他的言语很是平淡 但字里行间 还是可以听出 这一战的惨烈 尤其当他说到 薛安先斩浮光 后灭修 并随手便将水晋 慈云 以及盛曼宇 鲁诗发等人全部斩灭的时候 全场一阵滴滴的哗然 很多人开始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盛书云摆了摆手 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然后他静静看着自己这个孙女 冷冷道 既然在你口中 这个薛安如此厉害 那你又是怎么毫发无损地回来的呢 这句质问 让全场所有目光 瞬间集中到了盛妙彤身上 盛妙彤静默片刻 然后轻声说道 因为他不是个滥杀无辜的人 哄 全场一片哗然 很多人的面色都变得极为古怪 因为听盛妙彤的语气 似乎对这个跟盛家结下生死大仇的男人 十分宠目一样 盛书云也不禁苍梅微扬 哦 为何这么说 盛妙彤深吸一口气 然后抬起头来 看着这所有的盛家高层 冷声道 没有为什么 虽然我知道这么说 大家都很难接受 但我还是想说 如果有可能 千万不要跟他为敌 因为那将让我们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如果说刚刚的话 令全场哗然的话 那现在便是一片死寂 很多人目光闪烁不定地看着盛妙彤 尤其那几位盛家子弟 更是恨不得大笑三生 这个盛妙彤 莫不是出去了一次 脑袋受了什么刺激 从而傻了吧 居然当着盛家 以及鲁家这么多人的面 讲这种话 难道他就不知道 身为在七大洞天之中 都算是一流豪门的两大世家 身份和地位都不允许他们 对这等大仇置之不理吗 不然的话 他们的权势 瞬间便会跌落谷底 毕竟 不为人所畏惧的权势 就已经不是权势了 果然 不管是圣书云 还是鲁孝翠 面色瞬间都变得极为难看 尤其是鲁孝翠 他本来就生性嚣张 再加上身为鲁家实际上的掌管者 这么多年来的养尊处优 更是让他的性格变得极为霸道 自己孙子被杀 令他对薛安简直恨之入骨 自然觉得圣妙彤的这番话 极为刺耳难听 因此 他连连宁笑起来 好 好一个万劫不复 我倒是想知道 这个男人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能让你对其这般宠没 抑或是你已经是他的人了 这声质问 犹如一记重磅炸弹 令很多人面色大变 可圣妙彤却毫不为之所动 反而冷冷地看着这个鲁孝翠 我说的都是事实 若你不信 那你随便 放肆 一直冷眼旁观的圣一华 沉声喝道 但眼中却满是恍然之色 因为他深知 自己这个小女儿的性格 跟自幼 便跟着老家主圣书云 一起生活的大女儿 圣蔓语不同 圣妙彤脾气执拗 性子热烈 有什么便说什么 从来藏不住话 也因此 他并不为这位老家主圣书云所喜 这次事件一出 圣一华便心中忐忑 生怕自己的女儿 在因此受到了什么伤害 所以一直在其中极力握旋 可万万没想到 这位鲁家老太太 居然会亲自登门问罪 这令圣一华心中更为不安 因为他很清楚 相对于鲁家的怒火 区区一个圣妙彤 实在不够看 可是他一切的努力 在圣妙彤的这番话下 却全都化为了泡影 就见这位鲁老太太眼神一变 脸上浮现出恐怖的争鸣之色 然后怪笑起来 好一个随便 圣书云 这可是你宝贝孙女自己找的 可不要怪我 说吧 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这位鲁老太太便如离弦之剑般 从座子上直接冲出 扑向圣妙彤 圣一华心神俱阵 因为他知道 若是被这个鲁孝翠冲到境前 妙彤的命就肯定保不住了 因此 他便想要冲上前去阻拦 可就在这时 一直端坐于 那的圣书云冷冷道 站着别动 圣一华神情一苦 忍不住喊了一声 父亲 圣书云淡淡道 我告诉你多少次了 成大事者不拘小杰 区区一个女儿罢了 死了可以再生 但若是因此和鲁家交恶 那我们圣家的大忌 可就毁于一旦了 圣一华看着已经冲到圣妙彤 进前的鲁孝翠 眼中献出痛苦之色 最终无奈地低下了头 是 与此同时 圣妙彤面色凝重 却没有丝毫畏惧之色 甚至还试图反抗 可她跟鲁孝翠 实力上的差距 实在太大了 大到鲁孝翠 只是冷哼一声 她便如遭雷击 然后呆立当场 再也无法动弹 而后鲁孝翠 满脸残忍地伸出自己 那如同钢钩一般的手掌 小丫头骗子 你就是靠你这张脸蛋 勾引男人 害死我孙子的吧 那我就先将你的脸皮 给包下来 替我孙子出口气 说着 她节节怪笑着探出手来 在圣妙彤的脸颊上 抚摸而过 冰冷的手掌 让圣妙彤浑身的肌肉 瞬间僵硬 圣妙彤虽然无法动弹 但眼睛却可以看到 周围的一切 当她的眼神穿过鲁孝翠 看到远处的情形之时 她的心 不禁渐渐沉了下去 因为 她可以清楚地看到 自己那位所谓的爷爷 脸上的冷然 还有站在旁边的父亲 那眼神之中的痛楚 瞬间 她便明白了一切 原来 自己自认为家族宠爱 到头来 却不过是一个 可以随意丢弃的牺牲品啊 这个想法 让她忽然有一种大笑的冲动 笑着事情的荒凉 笑着这帮所谓的豪门的冷漠 但她的这种眼神 却激怒了鲁孝翠 她又惊又怒地吼道 小贱人 居然敢这么看我 那我就先将你的眼珠抠出来 说着 便伸出两根如钢刀般的手指 直插而下 看她手法的熟练程度 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圣妙童满心悲凉地看着 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她现在在干什么呢 真希望她现在能在这里 将这帮所谓的豪门 全部铲灭啊 这个念头刚刚升起 鲁孝翠的手指便已经来到了境前 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 只见那扇厚重至极的密室房门 轰然炸裂开来 而后在激起的满天烟尘之中 一道璀璨至极的剑光 从中冲出 在肩不容发的时间里 从圣妙童的面前指掌而过 速度之快 圣妙童就觉得 好似有一阵微风拂过脸颊一样 但紧接着 她便感觉脸颊上有温热之感 不禁抬眸望去 也就是在这时 这位贫素养尊楚优吗 嚣张至极的鲁老太太 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惨嚎之声 我的手 圣妙童愣住了 没错 鲁孝翠正准备扣出 圣妙童眼睛的那两根手指 已经随着刚刚那一道剑光 而被一同斩落了 圣妙童察觉到的脸上的温热触感 就是从鲁孝翠的伤口中 喷涌出的鲜血 这一切发生得极快 从密室房门炸裂 到这道剑光展过 不过两个呼吸的时间 当众人被鲁孝翠的惨叫声 惊醒过来后 不禁全都发出了惊呼 什么人 谁敢来我圣家造次 赤和声中 众多圣家子弟催动修为 强大的气势 此起彼伏 封锁了整间密室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 门外一片静默 只有一声声清脆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 似乎有一个人正慢慢走来 很多圣家子弟 互相舌个眼色 然后宁神望向这道残门 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要有人从这里走进来 那么等待他的 便将是无死角的疯狂攻击 可就在这时 从那依然被烟尘封锁的门外 传来了一个淡然的声音 抱歉 我好像来得晚了一些 随着话音 一个身形缓缓从烟尘之中浮现 与此同时 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圣妙童浑身俱阵 难以置信地喊了一声 薛安 这个听上去很是普通的名字 在这个时候 却如同有魔力一样 令很多人都不经为之失神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名白衣少年 款款走出烟尘 跨进了这密室之中 只见他那灿若星辰的眼眸之中 带着一丝冷然的笑意 不是薛安 又能是谁 他冲着圣妙童微微一点头 笑了笑道 没错 是我 圣妙童心中激动难言 但旋即便想到了什么 大喊一声 小心 可他还是说得晚了一些 就在这两个字刚刚出口的那一瞬间 就见到道光滑冲起 直接将薛安彻底覆盖起来 这一波攻击 蕴含了在场所有圣家子弟们的全力一击 威势之强 甚至让空间都在颤动 这种轰击 足足持续了三个呼吸的时间 方才逐渐停歇 这下 估计死都不能再死了吧 众人默默想到 很多人则暗暗长出了一口气 毕竟 在这样高密度的轰炸之下 即便是大罗巅峰的强者 若是不能提前做好防范 也将难以幸免 圣妙童则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 目光凄楚地看着场中 可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轻笑之声传来 一直听闻说圣家乃是此界豪门 现在看来 这待客的方式 果然是别具一格呢 随着话音 但见在那逐渐消退的光滑之中 毫发未伤 甚至连依久都不曾被吹动的薛安 款步走出 傲视全场 这一下 全场一片哗然 所有人都未知一惊 甚至连一直保持威严神态的圣淑云 眼眸之中都不禁闪过一抹亥然之色 刚刚的那一击 可谓集合了圣家所有精锐 却未能伤到这个少年的分喉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会有如此强横的实力 至于圣妙童 更是喜极而泣 眼泪如绝地的洪水 挡也挡不住 这时 薛安环是全场 然后点了点头 很好 看来 你们都在这了 这样 也就省得我再费事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圣家一名长老 声嘶力竭地怒吼道 薛安淡淡一笑 语气完味道 什么意思 难道还用我提醒吗 很多人闻言面色便是一变 等仔细一感知 脸上全都露出了惊骇欲绝之色 因为他们发现 在密室之外 那本来应该热闹的圣家府邸 在此刻却是一片死寂 没有生机 没有响动 什么都没有 有的 只是永恒的沉默 这下 就连这位圣书云 也沉不住气了 只见他豁然站起 死死盯着薛安 韩生道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薛安耸了耸肩 轻描淡写地说道 也没什么 只是我在来这间密室之前 有很多人阻拦 因此 我便将他们全都杀了 这番话一出口 真好似石破天惊 令所有圣家之人 全都呆立当场 他们很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可神念感知之下 外界确实是一片的死寂 并且随着外界空气的吹入 隐隐间 似乎有浓重的血腥味 也随之传了进来 很多人的额头上 逐渐冒出了冷汗 有些胆小之人 更是双腿 都开始打颤 看向薛安的眼神之中 更是充满了无限的畏惧之色 因为这一切 实在太匪夷所思了 刚刚人们还聚在一起 商议怎么对付他 可没想到眨眼之间 薛安便出现在了这里 并且在所有人 都没有丝毫察觉的情况下 将外面的所有人 都给杀光了 这等手段 简直堪称逆天 与此同时 薛安颇堪玩味地 看了看这些人 然后淡淡道 现在 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句话 让圣妙童浑身一颤 因为他不由自主 地想起了 金鼎阁的那场大战 每当薛安说起 这句话的时候 往往就意味着 有人要死了 这位职掌 圣家几百年之久的 圣淑云 深吸一口气 然后面色凝重地 看着薛安 沉声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如此嚣张形势 难道就不怕遭天谴吗 薛安哑然失笑 我到底是谁 你们不是都知道吗 至于遭天谴 薛安脸上露出了 一丝玩味的笑意 我倒是觉得 我才是你们的天谴 圣淑云终于无法 保持以往的威压神态 脸上现出了一抹 惶恐和亥然之色 因为他从未见过 如薛安这般的人 心肩四铁 根本不为外物所动 关键是 你觉得自己足够狠力了 可他比你还要狠力十倍 见到连老家主都神色大变 圣家其他人 更是无法再保持冷静 有几个离着门口最近的人 好似突然崩溃了一样 不顾一切的转身 便往外冲去 可他们刚刚迈出一步 一道见光 便自他们面前浮现 然后直斩而过 扑扑扑 几声闷响之后 这几人全都被从中间切为了两半 缓缓跌落余地 死 全场倒吸一口冷气 要知道死的这几个人 虽然实力不算太强 可也算是圣家的精锐了 结果薛安连手都没动 便将其直接斩杀于当场 这下 更是断绝了无数人心底 那最后一丝的希望 圣书云面色挥败至极 惊怒和畏惧混杂在一起 然后颤声道 你到底想要什么 难道杀外面那么多人 还不够吗 莫非 你真要将我圣家 斩尽杀绝不成 薛安微微一笑 轻轻鼓掌道 恭喜你 答对了 你 圣书云气得差点吐血 死声目吼道 得饶人处且饶人 薛安 我奉劝你 不要太嚣张 薛安淡淡道 嚣张吗 我倒是不觉得 毕竟以你们所做之事 死 不过是一个迟来的利息吧 随着薛安的话音 就见他的眼眸越来越亮 到最后 甚至宛若一轮日月一般 而一股强决气势 更是冲天气 笼罩了全场 圣书云终于明白了 这个白衣少年的可怕 但最终却还是怒吼一声 一起动手 我就不信 他是不死之身 一声令下 圣家诸多精锐弟子 齐齐动手 因为事关自己的生命 因此没有人敢留守 一出手 便是最强杀招 可是这一切 却连薛安的身都进不了 只见一缕缕剑 忙凭空浮现 面对着所有这些轰来的招数 一涌而上 直接将其脚为了粉碎 而薛安则含笑而立 好似眼前这所有的一切 不过寻常而已 圣书云既惊且怒 不禁大吼一声 鲁笑脆 你不是要为自己的孙子报仇吗 还不动手 可没想到 刚刚还气势汹汹 言称要为鲁师发报仇的 这位鲁老太太 在此刻 却像是忽然变了一个人似的 直接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有些不自然的笑道 胡说八道 谁说 我要为那个不孙子报仇了 他那都是咎由自取 死了也就死了吧 至于你们这些事 我可不想参与 说着 他忙不迭地转身 便想离开 可他刚刚转身 一道剑芒 便直接出现在他的面前 鲁笑脆浑身一颤 薛安淡淡道 你想去哪 鲁笑脆僵硬地转过身来 脸上堆满了抢笑 我自然是离开这里回家了 毕竟这些事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也是被圣树云这个家伙 给蒙骗过来的呢 回家 回哪个家 薛安不置可否地说道 当然 是回我的鲁家了 说着说着 鲁笑脆像是明白了什么 眼睛逐渐地瞪圆 薛安笑了笑 不好意思 你的家现在 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你你说什么 鲁笑脆惊叫了一声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很有耐心地说道 再来的路上 我觉得实在有些无聊 便顺路先去了你家 不过 我本来没打算灭门的 可惜 薛安的眼中 闪过一抹寒芒 在我的寻恶之剑下 没有冤魂 所以 死了也就死了吧 你也不必太过伤心 毕竟很快就该你了 薛安的语气很是淡然 仿佛在说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可全场众人 却听得通体声寒 至于这位鲁笑脆 更是呆愣于当场 直到过了片刻 他方才清醒过来 然后便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姓薛的 我要杀你 说着便不顾一切地冲上来 想要跟薛安玩命 鲁笑脆指掌鲁家几百年 论实力的话 在这金光洞天的女子之中 也算是各中翘楚 再加上现在的他急怒攻心 出手再无任何顾忌 直接便是强决杀招 声势极为害人 瞬息之间 他便冲到了薛安进前 可还没等他出手 就见他深周的光线 猛地往里一缩 就好似空间都随之他陷了一样 之前的强决气势 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紧接着 鲁笑脆便觉得自己整个人 像是突然失控了一样 被空间牢牢束缚着 缓缓地漂浮起来 这一幕让满心欢喜 正准备坐山观虎斗的圣书云 脸上的笑意凝固了 与此同时 薛安有些无聊地掏了掏耳朵 然后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喊那么大声干什么 我又不是听不到 说着 薛安抬起头来 看着漂浮于自己身前的 这位鲁笑脆 淡淡道 临死之前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鲁笑脆面色惨白至极 但脸上却逐渐浮现出 近乎癫狂的笑意 姓薛的 你果然厉害 可你真以为 天下就无人可以治你了吗 我死了 我女儿会为我报仇的 哦 你女儿 薛安微微一挑眉 没错 哈哈哈哈 我女儿乃是第三动天 向寺院门下的真传弟子 乃是真正的天之娇女 又岂是这所谓的金鼎阁 可以仰视的 提到自己的女儿 鲁笑脆的笑声之中 充满着无限的骄傲 然后用阴冷的目光盯着薛安 姓薛的 你不要以为 杀了金鼎阁的人 就有多了不起了 论实力 这金鼎阁 要比相思院差远了 否则也不会常年位于末尾 而你要是想多活几天 那现在就放了我 否则 否则什么还没说完 薛安便已经打断了她的话 原来是这样啊 正好过几天就是道统大笔 到时候 如果你女儿也在的话 那我就顺手 一起杀了吧 不用谢 应该的 嗯 鲁笑脆后面的话都被堵了回去 化作喉咙间的一声惊恶 与此同时 薛安缓缓抬手 猛然一握 哄 鲁笑脆身周的空间 突然开始急剧收缩 速度之快 让这鲁笑脆脂 发出了一声惨叫 然后便被空间声声挤爆了全身骨骼 鲜血喷涌而出 却突破不了空间的束缚 只能蓄积在一起 形成了一汪浅浅的血池 但这位鲁笑脆 不愧是一名实力强横的女修 在这样严重的伤势之下 居然没有立即死去 反而在艰难地喘息着 薛安看着已经成为了一滩烂肉的鲁笑脆 没有丝毫动容 只是淡淡道 感觉如何 鲁笑脆当然说不出话来 只是从嘴里吐出了一个血泡 薛安笑了笑 你平时不是最喜欢用这种方式来残虐无辜之人吗 现在 自己也尝到了这种滋味 是不是很开心 血肉模糊的鲁笑脆 痛苦地蠕动着 虽然无法说话 但所有目睹 这一幕的人还是可以感受到 来自他身上的那种极致痛苦 这种充满血腥的暴虐 令所有人心底寒气直冒 有些胆小的 更是直接跌坐余地 连头都不敢抬了 薛安摇了摇头 看来你还是不太满意啊 算了 那我就给你个痛快吧 说着 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空间瞬间凝缩为一个篮球大小 至于其中的鲁笑脆 自然也被声声挤爆 化为了一团浓血 当空间束缚散开 鲜血混杂着碎肉洒落一地 整间密室之中 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之气 薛安却笑了笑 然后环视全场 现在轮到诸位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声音波澜不新 却让整间密室之中的 所有人都为之站立 这等沙山 他们还从未见过 以往都是他们这些豪门高高在上 肆意掌管着他人的生死 等今日轮到自己了 他们方才发现 这种滋味是如何的难受 就连一直勉强保持镇定的圣书云 此刻的面色也变得苍白起来 之前 他确实将很大的希望 都寄托到了鲁孝翠身上 虽然说论实力的话 鲁家可能要烧训圣家一筹 但关键是 鲁家有一个败入相思院门下 并成为真传的女儿 因为这个 圣书云才会一再忍让 甚至不惜牺牲圣妙童 也要讨好鲁家 为的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圣家的权势 从金光洞天之中延伸出去 因为他很明白 金光洞天虽大 但在这七大洞天之中 却是实力最次的那个 跟排名第三的相思院比起来 更是差得太多 可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薛安居然会如此的嚣张 甚至在明知道 一切的情况下 依然痛下杀手 这终于让圣书云 感到了深切的恐惧 他不怕强者 因为不管再强大的人 总是有迹可循的 可面对薛安 他是真的怕了 因为这个少年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啊 因此 当他听到薛安的话后 心中悚然一惊 然后强自按纳下心中的畏惧 颤声言道 你你到底想要什么 薛安笑了笑 我想要什么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难道你非要赶尽杀绝不成吗 圣书云绝望地吼道 薛安没有回应 只是轻轻一跺脚 地面轻颤 然后便扬起了无数剑盲 薛安冷然说道 你说错了 不是我要赶尽杀绝 而是你们当初 就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 说吧 薛安随手一挥 寻恶之剑 屠戮刺剑 剑人刺穿人体的时候 会发出类似丰盛一样的轻响 这种响声连绵起伏 在这间密室之中 不断地回想着 谱写出了一曲死亡的乐章 而第一个死去的 便是圣书云 在此之前 以他的身份 称得上尊崇至极 一般的人 哪怕想见他一面都难如登天 可认你何等滔天的权势 到了这个时候 都变得可笑至极 而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这圣书云的表现也跟一个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甚至还要更加的不堪 大人饶命啊 我愿意发下泄魂大事 奉您为主 只求您能饶我一 最后的那个命子还没说出口 一缕剑芒 便已经穿透了他的咽喉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圣书云脸上的神色瞬间呆滞 但身为修者的强大生命力 支撑着他 没有立即死去 而是用双手死死捂着伤口 好似这样 就可以将这个巨大的空洞给 封堵起来一样 可一切都是徒劳的 从肺中喷涌而出的气体 将咽喉中的鲜血 吹成了一连串的气泡 并透过他的指缝 往外鼓鼓流淌着 尽管他可以通过自身的修为 来吸取外界的灵力 可是随着鲜血的流逝 他的生命力 也正在急剧衰落下去 死亡的阴影 给他的双眸染上了一层阴霾 他用哀求和绝望的目光 看着薛安 嘴巴颤动 想要说些什么 但这所有的一切 最终都被一缕自后脑勺穿入 从眉心之中 冲出的剑芒所终结 一起被终结的 还有他那肮脏的灵魂 随着圣书云双目空洞的倒下深陨 整个密室之中 死亡的羽翼 正随着寻恶之间的穿梭往来 而徐徐展开 破 倒下的是一名 以贪酷荒淫著称的长老 强行施加于他人之上了 因为随着一声炸裂 他的胯下 已经炸卫了积粉 而他 也是因为这种伤势 生生疼死的 而在另一边 一名贫宿最喜欢残虐凡人 并将其身体上最美丽的部位 切下收藏的长老 在被无数道剑芒穿梭之后 如一滩烂肉般 颓然倒地 每一个人 都在被他们贫宿犯下的罪孽所审判 而在这一片血腥的杀戮之中 薛安静默利 面容沉静 就仿佛面前的种种 不过是一场游戏般 甚至没有激起薛安的任何波澜 顷刻间 这间密室之中的人群 便倒下了绝大多数 当场中的身影 变得寥寥无几之时 无尽剑芒突然收敛 直接出现在了一名中年男子面前 剑芝眉心 剑芽更是轻颤不已 已经看傻了的圣妙童 剑壮突然清醒过来 尸声惊呼道 父亲 没错 在寻恶之剑的屠戮下 唯一得以幸免的 只有这位圣家名义上的家主 也就是圣妙童的父亲 圣依华 圣妙童心中战力不已 她对圣淑芸的死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从小到大 她的爷爷圣淑芸都不喜欢她 甚至可以说讨厌她 因为圣淑芸喜欢的 乃是她的姐姐圣曼玉 也因此 这姐妹二人才会表现的那般生疏 不过圣妙童对自己的父亲 可是十分尊敬 因为圣妙童 是被她父亲一手拉扯大的 圣妙童也很清楚 自己父亲的处境 尽管她名义上是圣家家主 但因为有圣淑芸的存在 她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 几乎所有事 她都无法做主 而是只能做一个传达者 甚至在圣家之中 有很多人根本就不拿她当一个家主 这也是圣曼玉 敢于对圣妙童那般 盛气凌人的原因所在 而现在 圣妙童见到自己的父亲 受到了生命威胁 自然满心惊恐 忍不住转过头 来看向了薛安 薛薛大人 求您不要伤害我父亲 他从未做过什么坏事 童云的授意和指使 说着说着 圣妙童的声音变得有些哽咽 显然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 还没等薛安说话 被凛冽剑芒 顶住眉心的圣一华 便轻叹一声 童儿 你不用说了 薛大人并不想杀我 不然现在我焉有命在 圣妙童一正 然后偷偷看向薛安 果然 就见薛安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哦 你就这么有把握 我不会杀你 圣一华苦笑了一下 没有把握 我只是知道 自己从未丢失过本心罢了 薛安眼中闪过一抹激赏之色 寻恶之剑下没有冤魂 这句话并非虚言 因为这种剑意 乃是生发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你的罪恶 便是他滋长的养料 而这圣一华既然没有死 自然证明 他的话不是虚言 但薛安真正欣赏的 还是他这种 为人处事的态度 因此 他随手一挥 剑芒便直接消散于无形 圣一华这才如是重负地 长出一口气 惊觉自己的后背 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可见 刚刚被剑芒所指的震慑 有多么惊人 而后圣一华深吸一口气 冲着薛安深深俯首 圣一华 多谢大人饶命之恩 不用谢我 而且 你的命也不是我饶的 要感谢就感谢你自己吧 薛安淡淡道 圣一华微微一震 然后便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是 薛安饶有兴致地 打量了这个圣一华几眼 淡淡道 我杀了你们圣家这么多人 你难道不恨我 听到这个问话 圣淡淡的心 瞬间便提到了嗓子眼 可没想到 圣一华毫不犹豫地 便摇了摇头 不恨 哦 为什么 因为正如您刚刚所说 他们的死都是他们旧游自取 更何况这么多年 圣一华顿了顿 然后有些厌恶地说道 他们都做过什么 我都是亲眼所见的 薛安深深看了这个圣一华一眼 点了点头 说得不错 说吧 薛安常常地伸了个懒腰 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好了 事情了结 该回去了 说着 薛安转过身来 随手一挥 随着他的挥手 就好似掀开了一块幕布一样 刚刚还寂静无比的外界 陡然变得热闹起来 听到外面慌乱的人声 圣一华一愣 薛安淡淡道 正如你女儿所说 我并非是个滥杀无辜的人 而你们圣家也比鲁家强一些 至少还留下了不少人 薛安走了 走的时候 圣家上上下下所有幸存下来的人 全都凑到一起 用敬畏至极的目光看着薛安 有些胆小的 甚至连头都不敢抬 直到他的身影已经化作流光 消失在了天际 众人的面色才逐渐恢复了正常 尽管这时的圣家已经面目全非 本来富丽堂皇的建筑都已经化为了积粉 族人更是实不存一 但很多人却献出如是重负之色 毕竟 对于能在寻恶之剑下存活的这些人而言 显然是看不惯之前圣家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的 现在这些亥群之马被一扫而空 剩下的人自然满心欢喜 只不过很多人都将这种喜色埋藏在心底 不敢显露出来 毕竟 不管怎么说 现在的圣家也算是遭逢了一场大劫 正在这时 站于队伍最前头的圣一华收回目光 然后转过头来看了看 依旧在痴痴望着天际的圣妙童 妙童 嗯 父亲 什么事 圣妙童从痴愣中清醒过来 轻声问道 我要是让你去金鼎阁中继续进修 你愿不愿意 圣一华认真道 圣妙童的眼睛逐渐瞪圆 脸上更是现出了璀璨的光彩 父亲 你说的是真的吗 圣一华点点头 当然是真的 愿意吗 圣妙童忙不迭地点头 愿意 当然愿意 可是 圣妙童有些迟疑地说道 现在金鼎阁不是已经名村实亡了吗 圣一华笑了笑 然后抬起头来看着空荡荡的天际 淡淡道 恰恰相反 现如今的金鼎阁才是真正的凤凰涅槃 而你恰好又跟这位大人相识 这次的机会若能把握住 我圣家将会踏上真正的豪门之列啊 说到这 圣一华沉声道 妙童 我说的这些 你可明白 圣妙童微微一愣 然后低下头 轻声应道 父亲 妙童明白 很好 那你赶紧准备一下 即刻便动身吧 圣一华忙着去处理接下来的事情了 只留下圣妙童一个人站在原地 曾经人生鼎妃的圣家已经不复存在 偌大的庭院变得有些寂寥 但圣妙童却很享受这种感觉 他抬起头来 看着薛安远去的方向 嘴角渐渐扬起 勾勒出了浓浓的笑意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薛安的矫程更快的话 那就要数消息的传播速度了 薛安的人还没回到金鼎阁 鲁 乘两大豪门被他一人屠戮殆尽 鲁家甚至因此而灭门的消息 便已经传遍了整个金光洞天 不管何等身份 什么修为的强者 闻听这个消息之后 无不耸然而惊 有些人更是坚决不幸 可等后面仔细一查问 才知此事确凿无疑 这下 简直如同一记重磅炸弹 扔进了平静的池塘中一样 无数人都被炸得外焦里嫩 晕头转向 毕竟 这两天来 金光洞天 尾时有些过于热闹了些 先是金鼎阁被薛安一人所灭 紧接着 又是盘踞金光洞天达千年之久的两大豪门 一同覆灭 让众多眼高于顶的强者都觉得头皮发麻 心中更是悄悄自问 到底还有什么能阻挡得住这尊杀神的脚步 至此 再无人敢对薛安的实力 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但尽管如此 还是有很多人暗自摇头 认为这件事显然不会那么简单的了结 尤其马上就是百年一度的道筒大笔 因为薛安的出现 这次的道筒大笔平添了很多变数 更有消息灵通之人心中暗自冷笑 鲁家可能还不算什么 但从鲁家走出去的那个女子可不是一鱼之辈 相思院的实力更是可以轻松秒杀金顶格 在结合薛安之前 居然立了一名刚刚败入金顶格的少年为掌门 这无疑让金顶格的未来都变得迷茫起来 很多人只盼着道筒大笔尽快召开 因为他们想看看 这个薛安的下场到底如何 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之下 金顶格就好似台风的中心一样 平静至极 当薛安的身形出现在金顶格最高层的那栋小楼中之时 刑玉书正满脸痛苦的面壁而坐 浑身的气势更是起伏不定 看上去就好似正在跟什么人争斗一样 而在他对面坐着的 便是正全神贯注 玩着掌上游戏机的张小瑜 只见他触手挥舞不定 打得不亦乐乎 甚至连薛安回来 他都没有察觉到 直到薛安站在他身后 静静地看了一会 然后说了声 这么多触手都打不过个内置程序吗 他才悚然一惊 然后恍然地站起身来 十分尴尬地说道 大大人 您回来了 啊 您说 让我好生看着这个家伙 我可一直没有离开半步 一直在这守着来着 一边说 他一边悄悄地将手中的游戏机给收了起来 并打算关机 可好似是碰错了剑 游戏机非但没关 声音反而变成了最大 而后从里面传来了一声大大的T.O 张小瑜干大的嘴角一个劲抽动 触手一脚 直接将这个掌上游戏机给搅碎了 声音戛然而止 而后张小瑜冲着薛安一个劲地傻笑 薛安有些哭笑不得 但也懒得计较这些 只是问道 这段时间 他有什么意都没有 张小瑜摇了摇头 一切正常 就是他身上的气势 越来越起伏不定 薛安看了一眼 坐在墙壁前的那个瘦削少年 淡淡道 没办法 如果不通过心魔洗练 你又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成为强者呢 没错 现如今 刑狱书所陷入的 便是薛安精心为他编织出的心魔梦境 在这心魔梦境之中 时间流速和外界是不同步的 也就是说 在外界短短几天 但在梦境之中 却可能是几年 这也是刑狱书 在听到薛安权衡利弊之后 主动要求的 他的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成为最强的强者 看样子 静静还算顺利 想到这 薛安问道 妍儿呢 啊 严姐姐刚回了福堡小楼 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有些东西 要是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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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